到了,这三天里,每天都至少有三个小时,是要忍受火焰炙烤的感觉,生不如死。 剩下的时间,就是安静地漂浮在海水里,静静地恢复一些体力。 而一旦炽热的感觉消失了,安静的时间里,另外一种感觉又随即出现了,肚子饿。 你想想,整整三天时间,一点东西都没有吃,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算欢喜哥的身体再强悍,那也绝对是饿得难受。 一贯地吃货小胖,却似乎没有任何想吃东西的样子。 难道他不饿吗? 第一天的时候,脑袋上出现的那个裂缝变大了不少。 小胖好像正在等待着什么时机出现似的。 欢喜哥也没有多问。 他也曾经摸索过小胖的想法,但心意相通的他,却发现小胖的心里空荡荡的,一丝一毫的感情都没有。 欢喜哥叹了一口气,哎,要是有什么吃的就好了。 哎,远处好像来了什么东西? 鱼?能够在这么深的海里出现的,肯定只有一种生物,鱼。 欢喜哥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生鱼片来了。 可是,当那条鱼游到不远处的时候,欢喜哥整个人又懵了。 是这样的,自己肚子很饿,很想吃点生鱼片,但问题是,你他妈的给你家欢喜哥来条大鲨鱼做什么? 欢喜哥现在已经知道,在这段特殊的时间里,小胖和自己身上的龙威完全消失了。 也就是说,堂堂的小胖,在完成进化之前,对海洋里的任何生物都没有威慑力了。 保佑这条鲨鱼只是路过的吧。 鲨鱼停住了自己庞大的身躯。 对于对面奇怪的生物,他发现自己有点畏惧,可是随即,鲨鱼就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 龙进浅水,遭虾戏。 欢喜哥的心里,忽然就冒出了这么一句话来。 他妈的,要是换在平时,就你这样的,看到小胖就得溜走,居然还敢来企图吃了我们? 欢喜哥试了一下自己的体力,有些无奈。 浑身没有多少力气,早被那每天一阵的炽热给折磨光了。 难道自己和小胖就要在这里倒霉地被一条鲨鱼给吃了?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死得也太冤了。 小胖也感觉到了危险,他竭力地动了一下,但很快地便又放弃了。 完了完了,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可就在大鲨鱼即将要冲到他们面前,甚至已经可以看到它可怕牙齿的时候,它却猛地停了下来。 又是一条黑影,朝着这里急速游来。 大白鲨?那条大白鲨也来了。 难道这家伙也感受到小胖丧失了能力,准备来趁会儿打劫吗? 欢喜哥此时此刻的心情完全是绝望的。 不管怎么说,要死也必须自己先死在小胖之前。 连个衬手的武器都没有,早知道就把那把无坚不摧的水果刀给带来了。 可是,欢喜哥很快就知道自己错了。 忽然出现的大白鲨,没有任何的迟疑,立刻用力地朝着那条鲨鱼冲去。 它是在保护欢喜哥和小胖。 如果不是在海底的话,欢喜哥几乎就要忍不住欢呼起来了。 鲨鱼和大白鲨相比,吨位实在太小了。 一看到大白鲨朝着自己冲来,它立刻慌里慌张地掉头就跑,连一丝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大白鲨也没有追击,而是示威似的晃动着自己庞大的身躯。 接着,它掉转过了身子。 欢喜哥还是有些担心的,大白鲨毕竟只是个动物,谁知道它想要做什么。 还好,大白鲨并没有想到欢喜哥和小胖身边的意思, 只是在离它们比较远的水域里来回游动着。 保护? 欢喜哥发现,自己和小胖居然多了一个强有力的保镖。 现在,完全可以放心了,在大海里能够挑战大白鲨的生物,那可不多。 咦,我最最亲爱的大白鲨,你能给你家欢喜哥弄点吃的来不? 说,随便什么鱼都行,你家欢喜哥不挑食。 欢喜哥不断地做着吃东西的动作,希望大白鲨能够明白自己的意思。 可惜,这也未免太高估大白鲨的智力了。 也许,此时此刻,看着手舞足蹈的欢喜哥, 大白鲨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个傻子在做什么呢? 所以,我们可怜的欢喜哥就只能依旧还饿着肚皮了。 第四天的时候,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 小胖的精神看起来恢复了不少, 而且那些原本沉到海底的龙鳞又重新出现了。 依旧还是环绕在小胖和欢喜哥的身边。 可是很快的,欢喜哥就发现,小胖的神情却愈发地严肃起来。 难道,精神恢复了不是好事? 很快的,欢喜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一天,那种炽热的感觉特别强烈,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更加的猛烈, 而且时间也持续的非常长。 过去,一般只有三个小时,但这一次,五个小时都过去了, 却一点都没有减少。 和小胖心灵以及肉体相通的欢喜哥,痛苦不堪。 天知道,小胖承受的痛苦又有多深。 他不停地在海水里翻滚着,一会儿冲上去,一会儿又落下来, 根本就没有一刻是停息的。 海水的温度急速上升, 就连那一直忠心守护着的大白鲨也已经吃不消了。 很快,他就消失在欢喜哥的视线里。 怪不得附近一直没有鱼类呢。 这么高的温度,有鱼来了,那还不是做到鲜美的鱼汤啊。 一想到鱼汤,正处在痛苦中的欢喜哥, 却忽然发现自己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这一次的折磨,持续了整整六个小时, 小胖才逐渐地平静下来。 头上的那道口子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欢喜哥却发现, 小胖的身体似乎是变大了不少。 而且,四肢龙爪和那对鸡脚, 以及身上的龙鳞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按照过去的经验, 每天如此痛苦地折磨, 只会出现一次。 七天,已经过去四天了, 还剩下最后的三天。 到了那个时候, 小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欢喜哥的心里充满了好奇。 小胖居然睁开了眼睛, 正好跟欢喜哥四目相对。 欢喜哥能够很明显地看到 小胖眼中流露出的感激。 一瞬间,欢喜哥豪气顿声。 放心吧,小胖, 有你家欢喜哥在你身边, 再大的痛苦, 咱们都能一起度过去。 有你家欢喜哥在, 没谁能够伤害到你。 尽管现在的欢喜哥, 连自保的力量都没有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每天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达到的炊热的感觉, 一天比一天强烈, 几乎要把身体内外的每一寸肌肤 都给彻底地烤焦。 每每到了这个时候, 周围的海水总会沸腾翻滚, 放一条鱼进来, 欢喜哥可以确信, 几秒钟就能够烤熟了。 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够忍受的。 而比烧烤的感觉, 更加让欢喜哥难以承受的, 是肚子饿。 你想啊, 整整七天了, 一点东西都没有吃, 欢喜哥的体质强悍, 欢喜哥是钢筋铁骨, 可就算是超人, 也得吃饭是不是? 如果不是欢喜哥的体质特殊, 只怕他早就被活活的饿死了, 现在也就比饿死多一口气了。 不过, 欢喜哥暂时忘记了肚子的感受。 第七天, 小胖很明确地告诉自己, 他的这次进化会进行七天, 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他很期待看到小胖新的变化。 小胖遭受的折磨, 明显要比欢喜哥多多了。 这七天的时间里, 让这条神龙憔悴不堪,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就连那原本炯炯有神的小眼睛, 也早就已经失去了光彩。 四只龙爪搭了下来, 看这样子, 连一条蚯蚓都无法捉住了。 两只鸡脚也居然变成了灰色的, 看起来完全就是接近死亡的颜色。 这些变化, 也不由得让欢喜哥万分的担心。 小胖不会挺不过去吧? 呸呸, 瞎说什么呢? 欢喜哥第一次把自己鄙视个变。 自己跟小胖在一起,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 就这一点点小事, 难道就要死要活了? 小胖会挺过去的, 一定会挺过去的, 他早晚都会变成一条真正的神龙。 不, 他现在已经是了。 欢喜哥发现, 自己的身体里, 也正在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每次被炽热的感觉折磨的时候, 总好像有什么力量在保护着自己。 而每次这种炽热的感觉消失, 他又总能感受到, 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若有若无, 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 算了, 不去想这些了, 还是先关注小胖要紧。 小胖的眼中, 虽然毫无光彩, 但却分明能够看出一丝紧张。 紧张? 一条龙? 居然紧张了? 最后一天, 肯定会有重大事情发生, 而且, 也是小胖最关键的一天。 虽然这几天的时间, 那种炽热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但还是有着一定规律可循的。 每次来的时候, 相差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那条中心耿耿的大白沙, 就在远处注视着这里。 这几天, 多亏了大白沙了。 水温沸腾的时候, 除了欢喜哥和小胖, 没有什么生物能够接近, 可一旦炽热的感觉消失, 水温就会迅速地降低到正常温度。 再加上欢喜哥和小胖同时失去了龙威, 那些海洋里凶猛的生物, 总会适时地在附近出现。 没有大白沙保护的话, 欢喜哥和小胖早就不知道被吃掉多少回了, 那才真是冤了呢。 堂堂的神龙难道被一条鲨鱼给吃掉? 脚底心已经有感觉了, 来了就要来了, 每次折磨一开始, 总是从脚底心最先有感觉的, 而小胖则是尾巴。 远处的大白沙也感受到了, 这是出自动物的本能。 他朝这里看了看, 根本不敢久留, 赶紧急匆匆地离开了。 最后一天, 最后一次, 小胖, 坚持住, 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住, 你家欢喜哥在这里陪着你呢。 哄, 正当欢喜哥在那里胡思乱想的时候, 一股火焰猛地窜遍了他的全身, 你他妈的太突然了吧。 过去都是缓慢地, 从脚底心一直燃烧到身体的, 怎么今天来得这么猛? 受不了了, 好像一个炼钢的大炉子就在身体里熊熊燃烧。 身体外, 似乎又是传说中的雷神, 用手里的大锤子一锤一锤地, 将闪电落下击打在欢喜哥的身体上。 你他妈的雷神打雷神? 那些龙鳞全部出现, 围绕在一人一龙的身边, 做着最后的努力。 而小胖的全身都变成了火红色, 如同一团燃烧着的火焰。 本来早就虚弱无力的小胖, 却忽然如同受惊了一样, 龙身开始痛苦地在海水里疯狂地扭动着, 小胖瞬间就陷入到了疯狂的状态之中。 他狂舞着自己的身子, 一会儿降到海底, 用身子拼命地击打着周围的礁石, 那些礁石在他猛烈地冲击下, 很快就碎成了片片。 一会儿又上升到海水中, 张开口发出一声声可怕的呼啸。 海面上, 暴风雨随着龙啸也更加地肆虐起来, 雷声闪电, 比赛式的一声比一声响, 一道比一道亮。 雨水好像在云层里有人打开了大坝, 丧心病狂地把一水库的水全部倾倒下来。 疯了疯了, 这个世界真的疯了。 不好, 欢喜个此事心中一动。 他跟小胖这几天的心意是完全相同的, 小胖心里在想什么, 他太清楚了。 小胖需要帮助, 需要同类的帮助, 否则这一次, 他无论如何都撑不下去了。 同类? 我到哪里去给你找一个同类呀? 你是地球上的最后一条龙啊? 可是, 如果没有同类的帮助, 小胖就要死了。 而且, 小胖即便处在最危险的阶段, 也没有忘记用最后的力气告诉欢喜哥, 千万不要接近自己, 处在这个阶段的龙是最危险的。 就算是欢喜哥的身体再强悍, 也未必能够抵挡住那强大的冲击波。 我靠你大爷的, 欢喜哥在心里狂吼一声, 你妹的, 小胖, 现在除了你家欢喜哥, 还有谁能救你? 危险? 他妈的, 咱们在一起, 经历过的危险难道还少吗? 死就死吧, 大不了我们死在一起。 总之, 让你家欢喜哥, 眼睁睁地看着你死了, 绝对不可能。 欢喜哥冲了上去, 他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什么危险, 什么死亡, 去你姥姥的。 看到欢喜哥冲了上去, 小胖居然想要躲避。 他知道, 这次的危险实在是有些太过分了, 自己也许无法度过这一劫, 但又何必要拉着欢喜哥一起陪葬呢? 可惜, 欢喜哥的速度太快了, 而此时此刻的小胖尽管处在疯狂状态, 但七天来的折磨, 已经让他的身体机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他的速度也明显地变慢了许多, 他没有办法能够躲过去, 欢喜哥就这么冲过去, 一把抱住了小胖。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云东市的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外面的天空, 是谁把老天爷给得罪了呀, 让老天爷如此的雷霆大怒? 这雨得下到什么时候啊? 万幸的是, 云东市的防汛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虽然部分地区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积水, 但大面积的积水却并没有出现过。 可是, 要再这么继续下去, 那可就说不准了。 蓝颖江的水位急速上升,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 云东市委一边开启紧急防污工作, 一边开始疏散周围的居民。 这对于云东市来说, 是一次非常重大的考验, 和云东市委一样心急如焚的, 还有董云凯。 暴风来肆虐的程度,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按照这样恶劣的天气, 就算是再先进的船, 也没有办法出海呀。 到底在海底, 会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董大队, 没办法, 没办法啊! 侦察员走了进来, 就算穿着雨劈, 浑身上下也都已经湿透了。 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监控, 全乱了全乱了, 而且现在云东市的主要工作是排红防漏, 也抽不出力量来帮助我们。 董云凯叹了口气, 这一点他早就预料到了, 靠自己, 自己根本没有办法。 还有, 侦察员指了指地图上, 说道, 咱们这里是暴雨成灾, 可是顺里市, 江兴市等几个地方, 却已经遭受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 接近三个月的时间, 一滴雨都没有下过了。 董云凯苦笑了一声, 如果在海底真的有什么神秘力量存在的话, 那么把云东市的雨水分一些给那些地方该有多好啊。 欢喜哥一抱住小胖就知道, 要坏了, 自己好像抱住了一块在炼钢炉里刚刚炼成的大铁块, 一瞬间, 他都产生了幻觉, 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被烤焦了。 不放手, 就算是这样, 也坚决地不放手。 自己只不过能够感受到小胖的痛苦, 就已经这么难以忍受了。 那小胖本身呢? 他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痛苦啊? 小胖本来还是想挣扎的, 可是他真的已经没有办法挣开了。 他最后一点残余的力量, 必须抵抗来自身体最深处的攻击, 否则他现在就会完蛋。 欢喜哥, 你这个笨蛋, 你根本就不是一条龙, 你这么做, 只会让我们两个全部都死去。 可是现在, 就算是小胖, 也没有办法将自己 和欢喜哥分开了。 欢喜哥发现, 自己正在逐渐地陷入到昏迷中。 太痛苦了, 这种感觉就是把他整个人 扔到炼钢炉里, 而且偏偏还不死, 真真切切地感受着, 他连张嘴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发现, 被自己紧紧抱着的小胖, 也慢慢地变得安静下来。 难道小胖要放弃了? 别放弃, 小胖, 千万不要放弃, 我们一定能够渡过去的, 是吗? 小胖真的决定放弃了, 他发现, 自己已经无法渡过这一关了, 没有同伴的帮忙, 他真的无法撑下去了。 小胖的神智也在渐渐地失去。 他唯一后悔的就是, 为什么要把欢喜哥给牵扯进来呢? 什么都不告诉欢喜哥, 自己一个人来到这里, 然后静静地死去, 不好吗? 欢喜哥会以为自己失踪了, 他会伤心, 可是, 过个十年八年, 他就会把自己忘记了。 小胖在失去知觉以前, 最后一次睁开眼睛, 看向欢喜哥。 欢喜哥早就已经昏迷了, 可是他依然还是在那里死死地抱着小胖, 一点松手的意思都没有。 一人一龙, 已经完全融成了一体, 一滴眼泪从小胖的眼中流出, 他闭上了眼睛, 就跟欢喜哥一样, 什么都不知道了, 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欢喜哥和小胖, 就这么安静地漂浮在海水中。 七天来, 把他们折磨得痛不欲生的炽热, 依旧在那里肆虐着, 可是, 一人一龙, 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他们就快要死了。 然后, 一道无数次救过欢喜哥的金光, 悄悄地从他的身体里出现, 龙王灵力被激活了, 一道金色巨龙的身影, 包裹住了欢喜哥, 也同时包裹住了小胖, 带着他们在海水里, 缓缓地游动着。 如果此时的大海里, 还有别的人类, 一定会被惊到下巴地看到, 一条巨大的金龙出现了, 不, 是幻影, 只是一条龙的影子而已, 可是这道影子, 却跟欢喜哥,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小胖率先地睁开了眼睛, 他发现身体里炽热的感觉正在消失。 还没有死吗? 自己真的还没有死? 怎么回事? 欢喜哥呢? 欢喜哥还在昏迷中, 但他一样也没有死。 头顶的那条裂缝正在增大, 炽热完全地消失了, 小胖发出了一声长长的龙吟, 一道身影, 骤然从一个皮囊里愤然震出。 海面的天空上, 一道最大最明亮的闪电掠过天际。 欢喜哥手里抱着的一张龙皮, 缓缓地沉入到了大海的最深处。 欢喜哥做了一个梦, 一个特别有趣的梦, 他发现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送到太阳里了。 开玩笑, 是太阳啊! 太阳快把它烤化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下雪了。 你妹呀, 开玩笑啊, 在太阳里下雪, 还有什么比这更加荒谬的事情吗? 接着, 在自己的脑海里,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了若隐若现的声音。 我走了, 我再也不会出现了, 我残留下来的最后一点意识, 也将永远地消失, 我的力量全部留给了你, 好好地利用这些力量, 它不会再对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伤害。 真的有一个人类, 愿意为一条龙牺牲了。 谢谢你, 好好照顾我的孩子, 龙还在, 可是这个世界上, 再也不会有龙的传说了, 你将是龙祖, 在这个世界中最后的, 也是唯一的一个代言人, 永别了。 什么呀? 薇薇, 这TMD是什么呀? 欢喜哥睁开了眼睛, 这是哪里呀? 海底? 对, 自己还在大海里呢。 咦? 自己居然没有死, 还活着? 小胖呢? 小胖去哪里了? 欢喜哥发现自己脑袋晕乎乎的, 然后, 他忽然发现, 一个奇怪的生物, 正瞪大着眼睛, 看着自己。 欢喜哥惨叫一声, 海水咕噜噜的, 全部灌到了他的嘴里。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只鸡脚, 微猛地在那里微微抖动着, 四肢强壮的爪子, 耀武扬威地, 在水中不断地摆动。 尤其是一条漂亮的尾巴, 稍一使劲, 就会让周围的海水, 激荡起无数的巨浪。 小胖, 是小胖, 小胖终于完成了进化。 你看, 他原本那眯缝着的小眼睛, 现在却瞪得如此之大。 你看, 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残宝宝, 而是一条真正的神龙, 微缩版的神龙。 两米的身躯, 已经很不错了, 但和印象中, 身躯庞大的龙比起来,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小胖亲密地, 用头拱着欢喜哥, 一遍又一遍地, 似乎在那里告诉欢喜哥, 谢谢你欢喜哥, 我终于已经完成了进化。 清醒过来的欢喜哥, 大喜过望, 一把就抱住了小胖的龙头, 好一阵地摇晃, 小胖, 小胖, 这是我的小胖, 他到底还是挺过来了。 尝试着探索一下小胖的心灵, 但却发现, 若有若无, 已经不如进化时候那么强烈了。 咦? 为什么自己也会觉得 特别地神清气爽呢? 嗯, 知道了, 肯定是才从男人的折磨中 恢复过来的缘故吧。 可是, 他不知道, 此时此刻的小胖, 内心也诧异到了极点。 欢喜哥身体里的龙王灵力呢? 龙王灵力消失了? 可是, 一股强大的奇怪的力量 却充斥着欢喜哥的全身。 这股强大的力量 甚至连小胖都感觉到了一丝畏惧。 难道, 龙王灵力 已经完全和欢喜哥 融合在了一起? 不可能, 不可能, 欢喜哥怎么能够办到呢? 可是, 无论小胖如何探索, 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龙王灵力 真的已经一丝一毫的影子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欢喜哥身体里无处不在, 可却又在到处乱窜的 强大无匹的力量。 算了算了, 不去想了, 反正这对欢喜哥来说 绝对是大好事, 尽管他现在 还完全不会控制自己的力量。 一人一龙, 亲热了好大一块, 这才分开。 小胖忽然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朝欢喜哥摆动了一下脑袋, 立刻掉转身子, 朝着前方游去。 跟在他身后的欢喜哥, 很快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那条这几天, 一直都陪伴在欢喜哥 和小胖身边的大白鲨, 正被三条体型虽然不如他, 但却凶悍异常的鲨鱼围攻着。 大白鲨很勇猛地在战斗着, 可是, 在对方不断地围攻下, 身上已经多出受伤, 而流在大海里的鲜血, 也更加激发了 那些鲨鱼们嗜血的本能。 大白鲨的忠心耿耿, 是当时虽然毫无力气的小胖 全部看在眼里的。 小胖骤然发出一声龙吟, 这一声龙吟, 能够让整个大海要么静止, 要么沸腾。 大白鲨和三条鲨鱼 全部停止了动作, 在那里呆呆地瑟瑟发抖。 龙威, 这才是真正的龙威, 眼前一晃, 小胖已经冲了上去, 又是一声龙吟, 鸡脚一动, 一条鲨鱼当场死在了他的鸡脚下。 接着, 龙爪一把抓过了另一条鲨鱼, 双爪同时稍稍用力。 这条鲨鱼, 竟然恐怖地被撕成了两半。 天哪, 这是何等恐怖的力量啊。 眼看着自己的两个同伴惨死, 剩下的最后一条鲨鱼, 竟然还是呆呆地在那里一动不动, 甚至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是天地间, 治强治刚的力量, 这是天地间任何生物都无法抗衡的力量。 小胖停止了动作, 朝大白鲨点了点头。 大白鲨猛地冲了上去, 对着那条呆若木鸡的鲨鱼, 就是一通狂咬。 片刻后, 海水被鲜血染红, 最后一条鲨鱼, 也活生生地被大白鲨咬死了。 大白鲨游到了小胖的面前, 庞大的跟小山一样的身躯, 在那里纹丝不动, 似乎好像是一个臣子 匍匐在君王的面前。 小胖举起了自己的爪子, 轻轻地触碰了一下大白鲨, 一条光彩在大白鲨的身上出现, 原本的那些伤口迅速地愈合了。 大白鲨连连向着小胖点头, 似乎在那里表达着自己最深的感激。 小胖挥舞了一下爪子, 大白鲨这才扭动着庞大的身躯离开了。 欢喜哥朝海面上点了点, 很快就跟小胖一起浮到了海面上。 卧槽, 好大的惊雷闪电和暴风雨啊, 简直就是疯了。 天空中, 雷声和闪电卖力地炫耀着, 海面上狂风巨浪大作。 不用想了, 这些现象肯定是在小胖进化的时候发生的。 七天, 欢喜哥的心里一动, 要命了, 如果这样的狂风暴雨整整肆虐七天的话, 那附近的周边城市不是要遭殃了? 胖大圣, 收了神通吧! 整整七天, 没有说过一句话的欢喜哥, 一张口居然是这个。 小胖很明显地白了他一眼, 两只犄角一阵抖动, 一声清脆的龙吟发出。 奇迹发生了。 雷电风雨竟然一下子全部停止了, 海面上也迅速变得平静下来。 欢喜哥看的是目瞪口袋。 呼风唤雨, 那是小胖的拿手好戏。 但过去, 小胖召唤风雨没有问题, 但要瞬间让风雨停歇, 根本没有可能。 可是现在, 你再看看, 好像刚才的暴风雨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进化, 肯定是进化, 让小胖变得更加强大了。 在那里呆呆地出了好大一会儿神, 欢喜哥猛地发现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问题, 肚子饿。 要命了, 刚才还没有什么感觉, 等到反应过来, 觉得肚子饿得都快让人发疯了。 小胖, 你饿不饿? 老大的龙脑袋不断地点着。 我们回去, 找吃的去。 小胖继续不断地点头。 可是你这个样子啊? 欢喜哥又指了一下小胖, 小胖的身子略意扭动, 然后, 他又恢复了之前那圆滚滚胖乎乎的样子, 哪里还是刚才微风八面的神龙啊? 一人一龙, 又重新潜回到了海底。 现在, 欢喜哥最想做的, 就是赶紧回到云东市找吃的去。 饿得浑身都没有力气了, 双脚略一动, 刷的一下, 居然冲出去好大的一段距离。 欢喜哥有些懵了, 这, 这自己的动作也未免太快了吧? 绝对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太出人意料了。 在身后的小胖, 清楚地看到了眼里, 不得了, 欢喜哥真的不得了了, 龙王灵力, 毫无疑问, 已经和欢喜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现在的欢喜哥, 就算连自己都要忌惮几分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 这一段时间, 也同样没有任何的征兆,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包括那些气象专家们。 汇农小超市的老板,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到来, 又突如其来消失的暴风雨, 也挺惊讶的, 不过, 更惊讶的事情, 很快就发生了。 一个年轻人, 旋风一般地, 冲进了他的小超市里, 然后, 又拿着一个购物框, 旋风一般地, 将小超市里几乎所有吃的, 全部都席卷一空, 一次不够, 足足装了七八个购物框吃的, 饼干, 面包, 方便面, 火腿肠, 反正看到什么拿什么, 宁可杀错, 不可放过。 一边催着老板打包, 一边迫不及待地, 撕开一个面包包装, 就塞到了嘴里,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别算了, 这些都给你了。 年轻人, 一边含糊不清地说着, 一边掏出了一大把钱, 全部扔到了柜台上。 老板的眼睛都直了, 这小伙子, 究竟是饿了多少天呢? 欢喜哥此时此刻, 就是一阵风。 一阵风地冲进小超市, 把里面吃的席卷一空, 一阵风地拎着七八袋吃的, 冲回到刚刚开的宾馆里, 关上门, 里面一条同样跟他一样, 鸡肠露露的龙, 早就对这些吃的迫不及待了。 风卷残云, 这俩吃货的吃相, 实在是不敢恭维, 那是看到什么吃什么。 有的时候, 连包装袋都没有完全撕掉, 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了, 一边吃, 还一边抢着。 如果现在有人在旁边的话, 一定会深刻地体会到, 恶鬼投胎, 这四个字的含义了。 这是我的! 欢喜哥一把从小胖的爪子下, 抢回了一大包的薯片, 一边顺手打开了电视机, 眼睛还没有忘记, 朝标上看看。 那里面堆放的是什么? 小胖, 退换下来的龙皮, 那些原本插在海底的龙鳞。 开什么玩笑, 这些可绝对都是宝贝呀! 龙全身上下, 哪一处不是宝贝? 没准将来什么时候, 就会派上大用场了。 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新闻。 暴雨四年我市七天以后, 终于停止了。 顺里市、江兴市等城市, 干旱问题依旧严重, 人工降雨失败, 当地政府已经启动紧急预案, 周边城市也纷纷调集水源, 支援这些干旱地区。 哎, 小胖, 你说, 挺不公平的呀。 欢喜哥大口大口地吃着东西, 说道, 咱们这里就暴雨成灾, 顺里市, 江兴市那里, 酒干还严重, 要是能把咱们这儿的雨水, 分给他们点, 该有多好啊。 嗯, 你说得对, 你继续说, 我继续吃。 小胖, 小胖连头都不带抬一下的。 哎, 等等, 等等。 欢喜哥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 一把拉住了小胖。 小胖, 你可是会呼风唤雨的呀, 而且进化后的本事, 又那么厉害。 咋, 小胖知道欢喜哥想说什么了。 人家是会呼风唤雨, 可人家现在只想安静地做条美龙。 赶紧吃啊。 欢喜哥都已经按捺不住了。 吃完了, 咱们去那些地方, 给人家降雨去。 你有意思没有啊, 人家刚刚完成了进化, 现在身子还是比较虚弱的好吧。 可欢喜哥这个家伙, 你要是不满足他的要求, 他就有得来烦你呢。 从云东市到顺利市, 开车要六个小时以上。 这对于车技一直不怎么样的欢喜哥来说, 可是一个莫大的挑战。 不过, 为了能够尽快地解决当地的干旱问题, 欢喜哥也是蛮拼的。 准备了大量的吃的放在车上, 欢喜哥已经发过誓了, 以后再也不挨饿了, 这他妈的多崇高的目标啊。 一条龙趴在了后座位上, 什么降雨啊, 现在对小胖来说, 最感兴趣的就是怎么尽快地 把这些吃的给消灭了。 顺利市 接近大半年的时间, 低雨被下, 这在顺利市的历史上是百年罕见的, 干旱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顺利市从市政府到普通的老百姓, 一个个都心急如焚, 甚至上级政府已经开启了人工降雨, 但是很可惜的是失败了。 人工降雨听着很悬, 但其实只要满足了一定的气候条件, 并不难做到。 可是, 不管在顺利市也好, 还是在隔壁的江兴市也好, 人工降雨都没有能够获得成功, 旱灾已经形成。 怎么办? 包括专家在内, 谁也没有好的办法。 而且, 根据气象观察, 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 也不可能有任何的降雨。 快看, 那是什么? 一个工作人员指着远处的天空说道。 朝着那里看去, 每个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片大片的云层正在形成。 这不会吧, 难道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快, 快跟气象台取得联系。 一名官员急匆匆地叫了出来。 可是, 已经不需要气象台再告诉他们什么了。 乌云笼罩在天空, 云层里一道道闪电不断地出现, 沉闷的雷声也不断地传来。 要下雨了! 要下雨了! 地面上已经有人狂喜地大声叫了出来。 在顺理市, 在江兴市, 几乎所有的人都冲上街头, 疯狂地朝着天空挥手, 疯狂地宣泄着自己最激动的情绪。 老天并没有辜负他们, 在几声炸雷以后, 期盼已久的大雨终于落下了。 那一刻, 你完全体会不到这两个城市的心情。 有人激动地大喊大叫, 有人干脆一屁股坐到了雨水里, 嚎啕大哭。 什么雨伞雨聚, 在这里是完全不存在的。 每个人都在尽情享受着暴雨, 带给他们的喜悦。 这是最快乐的一天, 这是他们一生里都无法忘记的一天。 怎么样, 小胖, 感觉好吗? 坐在车子里, 看着外面的滂沱大雨, 欢喜哥笑着问道, 小胖根本就懒得理他, 继续吃。 可是, 悄悄地说一句, 这样的感觉, 真的很不错。 除了欢喜哥以外, 小胖没有任何的人类朋友。 说心里话, 他也并不是特别地想帮助人类, 不过, 既然做了, 其实这样的感觉, 还是不错的。 吃饱了, 小胖把最后的一块面包, 塞到了肚子里, 心满意足地伸了一个懒腰。 回家, 回家。 小胖已经开始想念起自己舒适的家了。 小胖, 给我点吃的, 我又饿了。 坐在驾驶位上的欢喜哥说了一声, 但随即, 撕心裂肺的叫声, 从这辆车里传了出来。 你这个天上的小胖, 把东西全吃了呀!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不变, 而且, 对一支代表团, 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由法国巴黎首位女性市长, 阿娜·伊达尔戈女士, 率领了巴黎经济贸易访问代表团, 到达云东的第一天, 就遇到了这场百年罕见的大雨。 所有的访问, 见面, 会谈和参观, 都是在大雨中进行的。 不过, 这一点, 妨碍不到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情。 在这七天的时间里, 代表团的收获是巨大的。 他们和云东市的主要领导, 主要企业代表, 进行了会谈, 并且签署下了大量的合作协议。 收获, 毫无疑问, 那是满满的。 其中军城集团的收获, 也是巨大的。 他们一口气, 和法国方签署下了三个合作项目。 暴雨好不容易停了, 在云东逗留了整整七天的伊达尔戈女士, 不敢再继续耽搁下去了。 在向东道主表示了自己的感谢以后, 带着部分成员离开了云东。 而剩下的绝大部分成员, 依旧要对这个城市进行全面的考察, 并且准备签署一下更加多的合作项目。 伊达尔戈女士的全权代表, 厄方索·巴斯克先生, 成为了代表团的新的团长。 当天, 他就接到了军城集团董事局主席, 朱国旭的宴请邀请。 官方的见面已经结束了, 剩下的就是民间的了。 厄方索代表团愉快地接受了这次邀请。 代表团的全体成员, 以及军城集团的高层, 全部到齐了。 朱进言也同样参加了这次宴会。 虽然犯了错误, 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 朱国旭在栽培儿子上是绝对不遗余力的。 而且他发现, 朱进言对待军城集团总经理鲁忠明的态度, 也变得谦逊了许多。 嗯, 应该是得到教训了吧。 朱国旭的心里还是非常欣慰的。 孩子嘛, 犯了错误不要紧, 重要的是如何改正他。 朱国旭代表中方,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 并且希望在未来能够和法国方面进行更加多的合作。 致辞永远是一次宴会中必不可少的。 主人说完了, 自然就轮到客人了。 阿芳索带着微笑说道, 感谢军城集团给予我们的宴情, 感谢在云东期间我们能够签署下如此多的合作协议,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一个足以铭记进历史的时刻, 这代表着中法友谊。 云东市和巴黎市的友谊,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先生们, 我们提议为此干杯。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举起了手里的酒杯。 朱敬岩对于今天非常的满意。 虽然在朱利亚公司那里, 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让爸爸和整个集团损失了一大笔钱, 但这次的事件总算是过去了。 军城集团的布局, 当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可是朱敬岩相信, 爸爸一定能够平安度过的。 军城集团还是那个军城集团, 自己依旧还是军城集团未来的接班人。 这次宴请, 他也非常感谢自己的爸爸能够让自己参加, 这能够让自己认识更多的商业圈的巨子们。 要知道, 这样的机会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在宴会开始之前, 朱国旭就向阿芳索和众位客人们 介绍了自己的儿子, 不过, 看得出来, 阿芳索表现得有些冷淡。 仔细想想, 这也没什么,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自己目前还是个无名小卒而已, 可是, 总有一天, 自己会成为大人物的。 我还有一个消息要宣布。 这时候, 阿芳索先生的话, 打断了朱进言的思路。 在我们和云东市政府进行了友好的磋商以后, 我们决定在云东市成立一个民间组织, 云东巴黎贸易商业促进会, 这个促进会的宗旨非常简单, 在未来会员间的贸易合作, 都将在促进会进行备案, 一旦发生商业上的纠纷, 促进会将会进行调停, 如果调停无果, 那么促进会将会进行最后的仲裁。 这个想法, 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了。 尽管只是一个民间组织, 但权力却非常大, 它拥有商业纠纷最终的裁决权, 并且未来会员单位之间, 所有的商业合作, 都会率先在这个促进会里进行备案。 本次参与会谈合作的中法所有企业, 都自动地成为这个促进会的会员。 促进会设立仲裁庭, 仲裁结果交由会长审核, 会长拥有最高决定权和最终否决权。 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 会长将是这个新组织的最高领导者, 拥有着最大的权力。 当然, 仲裁庭的庭长将会带领着仲裁庭 附有监督会长的义务, 并拥有弹劾会长的权力。 这也是为了防止一家独大滥用权力。 在初步的意向里, 会长由中国人出任, 庭长由法国人担当。 而且, 为了表达友好, 具体的人选是这样安排的。 中国方面提出庭长人选, 法国方面提出会长人选。 朱国旭先生, 运动方面已经有仲裁庭庭长人选了吗? 俄方所礼貌地问道。 嗯, 是的, 我们已经有了。 朱国旭点了点头。 我们提议李奇·戴蒙德先生 出任仲裁庭的庭长。 戴蒙德先生站了起来, 微笑着迎接着自己通过的掌声。 说老实话, 朱进言是有一些不乐意的。 谁都知道戴蒙德是那个该死的雷欢喜的好朋友。 可是, 朱国旭却告诉自己的儿子, 戴蒙德是法国著名的大商人, 不光名气很大, 而且人缘非常的好。 法国人方面, 本来也就有意由他来出任仲裁庭庭长代表法国方面。 至于是雷欢喜的朋友, 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雷欢喜甚至都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 也没有参与中法方面的任何一次会谈。 雷欢喜的确是一个名人, 但他的公司在这些人的眼中可只是一个小小的蚂蚁而已。 听到这里, 朱进言才算是放心了一些。 戴蒙德先生当然说了一些感谢的话。 我们热烈地欢迎戴蒙德先生。 朱国旭这时候接口说道, 那么会长的人选呢? 相信贵方已经有提议了。 毫无疑问, 自己将是会长的不二人选。 军城集团是云东市的龙头企业, 而且这次自己的集团又是和法国方面合作项目最多的。 除了自己, 还有谁能够胜任这个职务呢? 是的, 我们已经有人选了。 厄方索先生停顿了一下之后, 才缓缓地说道, 我们提议雷欢喜先生, 出任云东巴黎贸易商业促进会的会长。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在内的所有中方成员都惊待在那里。 谁? 是自己听错了吗? 雷欢喜? 他有什么资格? 他甚至都不是这个促建会的会员? 本来以为法方肯定会提名自己的朱国旭, 这个时候有些尴尬了。 他在那里组织了好半天的词汇以后, 才说道, 呃,厄方索先生, 我个人还是持保留意见的。 我认识雷欢喜先生很久了, 而且他还是我女儿的男朋友, 我们早晚都会是一家人的。 但是, 雷欢喜先生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但他的公司太小了, 影响力远远不够, 在商业圈里也很不起眼。 所以, 我还是建议贵方慎重考虑这个决定。 这是我们全体法方成员, 慎重考虑后的结果。 似乎早就预料到会出现反对了。 厄方索先生很快就接口说道。 会长这个职务, 并不是要求在商业圈里有多么大的地位, 这个职位人选要求的是公正、公平、品德高尚, 能够在出现争端的时候及时做出判断, 并且在云东和巴黎都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说到影响力, 我们不谈雷欢喜先生奥运冠军, 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身份。 在云东, 据我们所知, 他是云东市的城市英雄, 他具备了很大的影响力, 并且在人品上也毫无可以挑剔的地方。 好吧好吧, 该死的城市英雄。 这家伙只是碰巧而已。 朱锦炎咬牙切齿地想道。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这个家伙 当上这么重要的会长。 俄方索淡淡一笑, 又说道, 至于说, 在法国的影响力, 让我们来说说雷欢喜先生 在法国取得的荣誉吧。 他在巴黎最危险的时刻, 英勇地挺身而出, 挽救了整个巴黎, 他是巴黎的荣誉市民, 同时他还是法国政府, 法兰西大十字英勇 和战斗勋章的获得者。 先生们, 如果说到在法国的影响力, 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还有比雷欢喜先生 更加适合的吗? 诸葛旭沉默了下来。 雷神雷欢喜, 法兰西大十字英勇 和战斗勋章的获得者。 光是这个头衔就够唬人的了。 战蒙德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 毕竟人人都知道 他跟雷欢喜是很好的朋友, 而一个叫克劳德, 费伦奇的法国银行家, 则站起来代表法方 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我们一致认为, 雷欢喜先生的品德 毫无可以指责的地方, 我们是全体通过这一人选的。 就和尊敬的俄方索先生说的一样, 这个会长的人选, 并不要求他具有多么大的商业地位, 公平公正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们同时还一致认为, 除了雷欢喜先生外, 我方将拒绝任何一个第二个人选。 这话算是说绝了吧? 朱国旭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但是雷欢喜甚至都不在这里, 朱进言还是做着最后的努力。 一个连这次宴会都没有得到邀请的人, 怎么能够当选那么神圣的职位呢? 我还是不看好他。 这也正是我们奇怪的。 一直没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戴蒙德, 终于开口说道, 雷欢喜先生是云东市的名人, 还是你们未来的家人? 今天的宴会为什么没有邀请他呢? 这回可是直指要害, 就连中方的代表们也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 是啊, 朱家和雷欢喜的关系, 那可是不一般呢。 再加上雷欢喜的特殊身份, 按理说, 这样的宴请, 怎么也该让他来参加一下吧? 这些人可不知道, 雷欢喜和朱进言的关系, 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了。 朱国旭到底是经过大风大雨的, 看到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之后, 很快, 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哦, 按照我们的约定, 会长的职位由中方出任, 由法方提出人选, 既然贵方已经提议雷欢喜出任会长, 那我想我们应该用热烈的掌声来通过。 说完, 他第一个带头鼓起了掌, 掌声随即响了起来。 对于法方来说, 这是他们最乐意看到的。 而对于中方来说, 除了军城集团以外, 谁来出任这个会长, 其实都可以, 反正其他人都没有非分之想。 相反, 还有一些人是幸灾乐祸的。 你军城集团, 可是云东市的龙头企业, 在西海集团日泊西山以后, 就是你军城集团一家独大了。 尤其是在这次中法贸易谈判合作中, 风头都让你们出尽了。 现在吃憋了吧? 要是真让你们当上这个会长, 将来的好处还不是全让你们给占了? 雷欢喜虽然有很大的可能, 是你未来的女婿, 但从今天的场面来看, 她未必就跟你们朱家是一条心。 好了, 会长和仲裁厅的人选都已经有了结果。 厄方索先生对目前的安排感到非常满意。 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该去拜访一下我们的新会长了,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决定呢。 每个客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会议的笑容。 是啊, 仔细想想, 也未免有些太荒谬了, 堂堂的一个会长居然不是会员, 而且没有参加过任何的会议, 甚至来决定这个人选的时候, 他都不在现场, 还要别人去通知他。 当他知道的时候, 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爸, 我…… 朱锦炎才开口, 朱国旭已经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既然都已经做出最终的决定了, 那还有什么可以多说的呢? 一味地争辩, 只不过是怨妇的行径而已。 唉, 现在最该考虑的, 就是如何努力地 帮助自己的儿子 修复与雷欢喜之间的关系了。 早晚都是一家人, 何必弄到像仇人一样呢? 李琪, 你跟雷欢喜是朋友, 明天我们会去那个, 呃…… 住南镇。 戴蒙德笑着帮厄方索 说出了这个地方。 哦, 是的, 住南镇。 厄方索先生点了点头。 跟那个雷欢喜先生见面, 我们应该注意一点什么? 这个…… 戴蒙德皱了一下眉头。 尊敬的厄方索先生, 你带足现金了吗? 什么? 现金? 厄方索先生震了一下, 完全不明白戴蒙德先生的意思。 是的, 当然, 信用卡也可以。 戴蒙德先生的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意。 因为, 亲爱的雷欢喜先生, 可是很有名的小财迷。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好。 杭语来, 彬彬有礼地说道。 你好, 我的朋友。 费伦奇先生, 礼节性地说了一声。 我没有想到, 你也是来宾之一, 那真是太好了。 本来, 我还准备到您那儿去一趟呢。 我想, 您知道, 我为什么来找您。 哦, 当然知道, 费伦奇先生。 杭语来, 微微笑着, 回答道。 我向贵银行的贷款, 新的偿还期就要到了。 请您放心, 国语集团和贵银行 合作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从来没有逾期过。 是的, 您的幸运, 我完全放心。 费伦奇先生的话语中, 居然带着一些遗憾。 我们注意到, 国语集团最近, 遭遇到了一些麻烦, 在市场的表现不是很好, 而且股价一跌再跌。 杭语来, 一点都没有否认。 我也察觉到有些我们不知道的势力正在对我的公司进行攻击, 恶意做空我们的股票, 但是您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已经制定出了反击方案。 您没有。 费伦奇先生笑了一下, 但是, 说话的时候, 却一点都不客气。 我们不认为您有反击的方案, 而且, 您也不知道正在对付您的是什么样的势力, 您完全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 鉴于此, 我们的风控部门不得不将国语集团的评价降低, 并且正式向您提出, 从今天开始的三十天内, 您必须全额偿还本行贷款。 杭语来先生, 请记得是全额偿还。 杭语来大吃一惊, 三十天内全额偿还, 自己根本没有可能做到。 自己正在全力对付来自外部势力的恶意攻击, 同时开始保证市场, 手里根本就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 本来按照正常的还款协议, 自己还能够应付, 现在, 忽然要全额偿还。 杭语来强忍着心中的怒气, 说道, 费伦奇先生, 您这是在为难我, 我们之前签订的借款协议, 可不是这样的。 费伦奇先生耸了耸肩。 当然, 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您的是, 在我们签署的借款协议里有这么一条。 一旦我们觉得贵公司运行出现问题, 不得不降低评级的话, 那么我行有权要求您提前偿还全额借款。 杭语来脸色铁青。 克劳德·费伦奇先生, 我公司和贵航合作的时间已经非常长了, 我们的信誉非常好, 从来没有过哪怕一天的逾期, 但我公司特殊的时期, 难道您真的准备这么做吗? 这是要把我的公司逼上绝路。 费伦奇先生面色一动不动。 我真的准备这么做, 我必须要为本行的资金考虑, 我们是朋友, 但朋友的关系不能置身于银行的利益之上。 我最后一次提醒您, 三十天之内, 我希望看到您能够全额偿还全部欠款。 杭语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说我们是朋友, 但起码你可以告诉我一件事, 可劳德·费伦奇先生, 为什么要这么做? 费伦奇先生凝视着他。 因为您不知道您的对手是谁, 我们认为跟他们相抗衡, 您根本没有任何的胜算, 您很快就会破产, 您的公司很快就不属于您了。 是谁? 您真的想知道吗? 是的, 我无比热切地想要知道。 红珊湖资本? 看到丈夫失魂落魄地回来, 身为妻子的何必连, 急忙给他倒了一杯茶。 怎么了?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恐怕要完蛋了。 杭宇来喝了一口茶, 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克劳德费伦奇要求我在三十天内, 全额偿还欠款。 啊, 什么? 何必连也是大吃一惊。 全额? 费伦奇怎么能这么做? 我们在他们那里向来都是最高兴于等级啊。 红珊湖资本, 红珊湖资本, 我们被盖死的红珊湖资本给盯上了。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 何必连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红珊湖资本, 这根本就是个可怕的名字。 被他们盯上的企业, 根本就是尸骨无存, 甚至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可是, 这个该死的红珊湖资本, 怎么就盯上国语集团了呢? 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费伦奇那里的欠款问题。 定下神来的何必连, 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否则, 他们一旦申请强制执行的话, 对我们公司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杭宇来苦笑了一下, 难道自己不知道吗? 可是那么大的一笔资金, 自己到哪里去筹集呢? 何必连迟疑了一下, 然后试探着说道, 你给木白不是准备了一亿两千万美金吗? 先暂时借用一下, 也可以解决掉一部分资金问题。 不行! 杭宇来断然说道, 那是我唯一留给木白的东西了, 无论如何都不能碰。 说到这里, 他又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况且, 我的借款还需要偿还一亿八千万美金, 真的动用了留给木白的资金, 那我还有什么脸死后去见他的妈妈? 况且, 这次我们的主要对手是红珊瑚资本, 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胜算呢。 那, 诸葛旭那里呢? 何碧莲终于还是说道。 我刚才大约计算了一下, 公司和我们的个人账户上, 以及从底下各个分公司抽调出全部的资金, 大概能够筹集到六千万。 我立刻回到加拿大, 大概可以私人借款两千万左右, 剩下的一亿就无能为力了。 诸葛旭那里, 我想应该能够帮忙的吧。 杭宇来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诸葛旭是自己的老朋友了, 当年曾经借给自己五百块钱, 才有了今天的自己和国语集团。 那么这一次呢, 他还会继续帮助自己渡过难关吗? 杭宇来心里也没有任何的把握。 不管怎么样, 都去试试吧。 何碧莲鼓励着自己的丈夫。 他答应也好, 不答应也好, 不尝试过谁也无法知道。 语来, 那么多风风雨雨, 我们都度过了, 这一次我相信我们也一定有办法的。 杭宇来苦笑了一下, 真的吗? 难道妻子不知道红珊瑚资本的可怕吗? 所到之处, 寸草不留, 国语集团拿什么去抵抗呢? 在他们的面前, 国语集团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会铲除掉集团里最后一根草的, 然后, 所有的一切, 无非就是灰飞烟灭。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很好。 亚德里恩先生的语气力充满了夸奖。 你做得非常出色, 杭宇来现在一定非常头疼。 毕竟跟杭宇来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 费伦奇多少还是有些不忍心。 亚德里恩先生, 真的要这么赶尽杀绝吗? 难道就不能给他留一条生路吗? 克劳德·费伦奇先生, 请注意您的身份。 亚德里恩说这话的时候倒也没怎么生气。 你只是红山湖资本的一个雇员而已, 唯一不同的是, 你比普通雇员更加高级一些, 可是, 如果你站在敌对方的立场上, 明天这个时候, 你就会接到解雇信的。 费伦奇什么话也不敢说了。 是的, 他看起来很风光, 银行家, 大银行的总裁。 可是, 亚德里恩先生说得一点都没有错, 他只是红山湖资本的一个雇员而已。 红山湖资本随便动一根手指头, 就可以把自己除掉。 瞧, 这个态度就很正确了。 亚德里恩笑了笑, 要成为一个出色的人, 就绝对不能够心慈手软。 费伦奇先生, 你考虑过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吗? 费伦奇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啊, 国语集团在加拿大、 新西兰等都拥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我们早就在布局, 准备将它据为己有了。 亚德里恩点了点头, 嗯, 是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原因, 现在的杭宇来, 已经走投无路了, 你说, 他该到哪里去筹集这笔资金呢? 全世界, 只有一个人, 现在能够帮他了, 诸国旭。 费伦奇先生, 开动您的脑筋想一想, 诸国旭, 刚刚帮他的那个蠢儿子, 还清了一亿美金, 如果他再帮助杭宇来, 那么按照我们的估计, 他至少需要借给杭宇来, 又一个一亿美金。 费伦奇已经开始有些明白了, 这是一箭双雕的计划吗? 连续拿出两亿美金, 全部都是现金。 亚德里恩, 又用力地抽了一口血迦。 就算是军城集团, 也将会感到沉重的压力, 他们的正常运转会被打破, 他们的运营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而这, 仅仅还只是开始而已, 他们会发现, 自己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麻烦, 他们不得不投入更加多的资金, 他们很快就会完蛋的。 一个国语集团, 却能够让我们轻松地击败两大公司啊。 费伦奇完全地明白了, 亚德里恩先生和红珊瑚资本, 真正的目标, 除了国语集团外, 还有诸国序的军城集团。 两亿美金, 无法让军城集团垮台的, 但他们不知道自己会面对什么。 诸国序跟他的军城集团, 会一点一点地变得虚弱, 当红珊瑚资本这头凶狼, 忽然露出猙獰的血盆大口的时候, 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反抗机会和反抗能力, 他们会迅速地崩溃。 我明白了, 亚德里恩先生。 费伦奇很有一些害怕。 那么, 雷欢喜呢? 为什么要支持雷欢喜担任促进会的会长呢? 他可不是我们的人呢? 亚德里恩苦笑了一下。 说实话, 我也不太清楚, 在我的眼里, 他只是一只小蚂蚁而已, 可问题是, 这只小蚂蚁来自我们的高层, 却特别地重视他, 甚至据说这是最高层直接指示的, 我无法违背来自上面的直接命令。 费伦奇先生, 在我的眼里, 你也是一只卑微的小蚂蚁, 可是, 在高层的眼里, 我同样也只是一只卑微的小蚂蚁, 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能够掐死的小蚂蚁。 亚德里恩斩钉截铁地说道, 要想尽办法拉拢住雷欢喜, 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人。 为什么这么做? 不要问我, 我不知道。 费伦奇试探着问了一句, 那如果他不愿意呢? 亚德里恩沉默了一下, 如果不能, 高层也有指示了, 那就毁灭他, 彻底地毁灭他, 可是, 在最终的希望都破灭之前,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 我听到过一个没有得到证实的谣言, 我们那个没有几个人见过的, 了不起的大人物, 钻石联盟真正的掌舵人, 特别地欣赏雷欢喜。 费伦奇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没有几个人见过钻石联盟的真正掌舵人, 自己, 也包括亚德里恩先生在内, 雷欢喜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对于在夜里突然造访的杭宇来, 并且听到自己的老朋友提出借款的要求以后, 朱国旭皱了一下眉头, 老朱啊, 如果真的困难, 那就算了。 杭宇来急忙补充说道, 我知道, 你刚刚用了一大笔钱, 现在周转也出现了困难, 我的事儿, 我自己解决也能行。 朱国旭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的资金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但还是能够周转的。 老航, 你这个人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开口求人的。 这样吧, 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一亿美金, 我来帮你解决。 这一瞬间, 杭宇来是感动的。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朱国旭没有问自己这笔资金是派什么用的, 没有问自己什么时候偿还, 就义无反顾地答应下来。 老朱啊, 先别急着答应我。 杭宇来觉得在自己老朋友面前, 必须要说出真话。 这一亿资金, 我有很大的可能还不出来。 因为, 我真的遇到麻烦了, 我的敌人。 朱国旭打断了他的话。 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不管你的敌人是谁, 有多么的强大, 我都相信你可以度过去的。 如果真的度不过去了, 老航, 难道我们之间, 那么多年的感情, 还不值一亿美金吗? 难道我们之间, 那么多年的感情, 还不值一亿美金吗?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杭宇来不再去多考虑什么了。 老朱, 请你相信我, 就算我真的破产了, 我也会慢慢地偿还你。 我还不清, 还有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是, 穆白现在, 连一生爸爸都不肯叫我, 但我会告诉他, 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 负债自还, 一直到最后一块钱的美金还清为止。 朱国旭只是淡淡一笑。 我不指望这些, 我只想看到你们父子能够和好, 父亲跟儿子之间, 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大恨呢? 老航, 你说是不是啊? 话说起来简单, 但要做起来, 那可就难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是, 强拉着自己去民政局登记吗? 这也太心急了一些吧。 安妮理都不理, 一上车, 直奔先头寸, 冲进他们住的别墅里, 一把就脱掉了欢喜哥的上衣。 哎, 讨厌, 人家都没有心理准备的了。 欢喜哥居然脸红了, 一直期盼着的最幸福的一刻, 就要来到了。 可是欢喜哥总觉得这也未免太匆忙了吧, 起码吃个烛光晚餐, 弄个情调什么的。 穿上! 一件衬衫扔到了欢喜哥的手里, 这才打破了他的幻想。 财脱了穿什么穿呢? 欢喜哥心里嘀咕着, 可是, 安妮大小姐的话, 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地听, 对不对? 财穿好衬衫, 一件西装又扔了过来。 喂, 安妮, 你也不怕热死我, 这才九月份呢。 欢喜哥立刻大声抗议起来, 法国代表团马上就要到了。 安妮给了她一个漂亮的白眼。 什么法国代表团呢? 欢喜哥听着一头雾水。 巴黎访问云东的一个贸易代表团, 由他们的市长亲自带队, 现在市长走了, 由他的全权代表, 俄方索先生带队。 安妮给了她一个更加大的白眼。 昨天我们接到了电话, 他们会对仙桃村进行访问, 对了, 戴蒙德也一起来了, 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电话又关机了, 还好你回来得及时。 咦? 巴黎贸易代表团?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来仙桃村呢? 戴蒙德? 欢喜哥眼前一亮, 恍然大悟。 啊, 我知道了, 这家伙又想来白吃白喝我的了。 安妮都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家伙了, 人家是天天盼着代表团能够来, 这个被懒的家伙倒好, 还以为代表团是来白吃白喝他的。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 赶紧查好, 胖子已经去做接待的准备工作了。 安妮都懒得再跟他说什么了。 哼, 肯定是戴蒙德这个家伙, 想来混自己的吃喝。 欢喜哥一边穿着衣服, 一边很肯定地想着。 万幸有安妮和莫胖子在, 整个仙桃村从昨天开始, 就为了代表团的到来忙碌起来了。 要是靠欢喜哥? 还不知道会弄成什么样子呢? 在仙桃村的大门口, 最醒目的位置, 已经被拉上了, 热烈欢迎巴黎经济贸易访问代表 光临新仙桃村的大横幅。 屈突聪正在那里组织保安, 维持秩序, 防范一切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瞧现在这个保安的装备, 全都是在许可范围内的最新式最先进的装备。 贺建军也在那里帮忙, 毕竟, 要是这次访问出现了任何状况,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参观的路线也都设定好了, 按照欢喜哥之前的要求, 不管仙桃村, 来了什么贵客, 都不能妨碍游客们。 所以, 在红哥, 屈突聪, 莫胖子等人的规划下, 为宾客们安排了一条最安全, 但又绝对不会过分妨碍游客们的路线。 参观完了, 肯定是要吃饭的是吧? 吃饭, 当然在方寸饭店了。 土生的积压不能少, 人工食余不能少, 再配上自己种植的蔬菜, 弄上一大坛子的梨花酒, 餐后水果是仙女果, 那也就齐活了。 郭宇康一大早就开始忙活了。 这位方寸饭店的经理, 现在又招了几个帮工,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让他去云冬发展, 他都未必啃了。 对了, 我们的欢喜哥可是欠着他好几顿饭钱呢, 已经被列入了方寸饭店的老赖名单。 你想啊, 方寸饭店肯定是欢喜哥的, 但现在是由郭宇康承报的呀, 每年到了年底都得向总公司交账呢。 郭宇康有的时候也想, 欢喜哥要是再不还钱, 自己就去他别墅门口静坐抗议去。 唉, 还是算了吧, 你就算是屁股上做出选来, 他也肯定只当没有看到。 据说, 一部分的代表团成员晚上还会住在这里, 明天接着去方寸公司的其他项目参观。 那住的地方肯定不能太差了, 是不是? 最好的房间都被保留下来, 用来接待贵客们。 欢喜哥有些纳闷。 唉, 你们说, 参观一个仙桃村也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参观我们公司的其他项目呢? 墨胖子看起来明显的也是非常的不理解。 嗯, 我也纳闷, 你是法国英雄, 这没有错, 既然是巴黎代表团来了, 见你是肯定的, 但也不需要那么的隆重吧。 安妮连连点头, 嗯, 我估计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来找欢喜哥。 别的什么事, 难道还有炸弹? 开玩笑, 像这么了不起的事情, 做一次也就够了。 金燕磊带着齐志诚也来了, 这可是驻南镇最近一个阶段了不得的大事。 一个国外的贸易代表团, 居然来到了一个镇子里进行访问, 金燕磊想想都觉得脸上有光。 可也稀罕了, 雷欢喜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认识多少大人物啊? 他是法国那个什么什么勋章的获得者, 金燕磊也早就听说过了, 难道法国人这次来, 还是专程为了这件事吗? 表彰也表彰过了呀。 不管法国人来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总之, 走过路过不能放过, 要是他们在驻南镇投资一点什么项目, 那就太完美了。 出根烟呢, 欢喜。 金燕磊笑嘻嘻地掏出了烟。 不会啊。 欢喜哥看了看金燕磊手里的烟。 可以啊, 金叔姐, 中华烟。 金燕磊赶紧解释了一下, 我自己买的, 我自己掏腰包买的。 欢喜啊, 你这次要是能让法国人在咱们镇上留下一点什么项目, 我请你吃大餐。 玩我呢,金叔姐。 欢喜哥斜着眼睛说道, 一个项目啊, 你请我吃顿饭就完了。 别急, 这哪能呢? 金燕磊自己点上一根烟。 你要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我提, 办得到的, 我给你办, 办不到的, 我创造条件都给你办成了。 金叔姐, 我发现我有点喜欢你了。 欢喜哥一本正经地说道, 瞧, 你一个大书记, 能跟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打成一片, 这可不是多见的, 你放心, 要是有这方面的可能, 我总会先想着咱们的柱南镇就是。 这可是你说的啊, 说了可不带反悔的。 金燕磊忙不迭地把这事就这么确定下来。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 第1293章, 戴梦德也有自己的雄心壮志。 巴黎友好贸易经济代表团, 在阿芳瑟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仙桃村。 身为柱南镇的镇长兼书记, 金燕磊表示了柱南镇和新仙桃村对于客人们的欢迎。 阿芳瑟礼貌地表达了自己的感激, 但是很快, 目光就落在了欢喜哥的身上。 雷先生, 你好。 阿芳瑟热情地跟他来了一个拥抱。 很可惜, 我们的市长女士没有能够见到您, 本来在她的行程里是有这个计划的, 可惜, 一场漫长的暴雨, 却把全部的计划都给打乱了。 欢喜哥也礼貌地说道, 没关系, 阿芳瑟先生, 能够见到市长女士的权权代表, 也是我的荣幸。 诸位尊敬的客人们, 欢迎来到新仙桃村, 我将带你们参观我们美丽的仙女山和同样美丽的仙桃村。 诸位尊敬的客人们, 请跟我往这里走。 在导游甜美的声音里, 这些代表团的客人们, 饶有兴趣地踏上了观光之旅。 戴蒙德。 欢喜哥走到了特意落在队伍最后的戴蒙德身边。 是不是你把他们给我整来的? 嘿, 雷, 我的朋友, 来到云东, 怎么能不来仙桃村看看呢? 戴蒙德洋洋得意地说道。 你不用太感谢我, 身为一个朋友, 这是应该做的。 欢喜哥瞪大了眼睛。 应该做的? 麻烦问一声, 你们有没有买票? 买票? 要买什么票? 戴蒙德听得战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欢喜哥理直气壮地说道。 门票啊, 难道进来参观不要门票吗? 还有你们吃我的助我的, 这些让都怎么算呢? 戴蒙德哭笑不得。 唉, 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见了, 你怎么依旧还是个守财奴呢? 好不好吧, 我不会给你钱的, 但是我会给你另外一样东西, 当做你的报酬。 啊, 什么呀? 云东巴黎贸易商业促进会的会长? 啊, 什么? 什么什么的会长? 戴蒙德仔细地跟他解释了一下, 这个促进会是做什么的? 这个促进会的会长有什么样的职权? 以及雷欢喜在这个位置上具体要做些什么? 欢喜哥越听越觉得稀奇。 戴蒙德, 是这样的, 我到现在为止, 才知道这个叫什么什么的促进会, 你们就选我当会长了? 我一个堂堂的会长, 你们开会都不带叫我的。 这事说起来, 真有点太荒唐了是不是? 说给别人听, 谁会相信呢? 你别管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戴蒙德想想, 也觉得真的有点太滑稽了。 反正, 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不是坏事。 仔细考虑考虑, 你只要是接受了这个职位, 就等于拥有了很大的权利。 接受? 我为什么不接受? 欢喜哥很快便回答道。 那么好的事情, 我要是拒绝了, 那我脑子才是真正的进水了。 开什么玩笑, 会长啊, 而且还拥有最终裁决权 和最高否决权什么的, 想想就威风啊。 如果促进会的人知道了, 这位即将上任的新会长, 满脑子里想着的 只是显摆威风而已, 也不知道会做何感想。 戴蒙德刻意拉远了 很前面的队伍的距离。 哎, 我想, 你也听说过 IFO和钻石联盟吧。 咔, 又是这两个神秘的组织, 欢喜哥不知道 多少次听说过了。 他的历史和IFO 完全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可现在, 他却成为了IFO的劲敌。 不夸张地说, 这两个组织 把握着全世界经济的命脉, 为什么不能出现 第三个组织呢? 疯子, 又他妈的来了一个疯子。 这是我们的欢喜哥 心里的唯一想法。 上次听哈特曼说的计划, 就已经够疯狂的了。 现在, 戴蒙德 居然想成立一个 能够抗衡IFO 和钻石联盟的组织。 大哥, 别看你们这些人 现在一个个 都要武扬威的, 可人家不管是IFO 还是钻石联盟, 伸出一根手指头 就能够把你们给捏死了。 还第三个组织, 你绝对就是一个疯子啊。 促进会 现在的规模很小。 戴蒙德 却根本不管欢喜哥 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 他会慢慢地壮大, 会吸纳进 越来越多的人。 比如, 前面的那个银行家 克劳德·费伦奇。 你知道他的 另一个身份吗? 他是钻石联盟下属 红珊瑚资本的 一个成员。 但他现在 也同样是 促进会的 一个普通成员。 为什么不能 把他争取过来, 真正变成 我们促进会的人呢? 别开玩笑了, 大哥。 欢喜哥 实在已经 有些无语了, 人家好好的 放着 钻石联盟 这棵大树不靠, 非要陪你 玩什么促进会。 为什么欢喜哥 忽然有了一种感觉, 让自己当 这个促进会的会长 根本就是一个阴谋呢? 大哥, 我现在不当 行不行? 人总是要做点什么的啊? 戴梦德 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似乎话里有话。 很多人 都特别地重视你, 你把自己当成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但我知道 你不是, 你现在 非常渺小, 但你早晚有一天 会成为一个 了不起的人物。 诶, 这话 跟哈特曼 跟自己说过的那些话 似乎挺像的。 促进会 也许 是一个彻底 改变你人生的 重要机遇。 戴梦德 继续在那里说道, 紧紧地抓住他, 永远都不要撒手, 让这个组织 真正变成你的。 不要什么民主, 只要独裁, 去仲裁厅 对你的监督作用, 身为仲裁厅的厅长, 我将全力地支持你。 欢喜歌 开始觉得不太对劲了, 他死死地盯着戴梦德。 你到底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戴梦德 沉印了很久, 采用只有欢喜歌 才能听到的声音, 说道, 你听说过 光荣的拉古斯特的故事吗? 光荣的拉古斯特? 欢喜歌一正。 啊, 听说过, 一个很了不起的家伙, 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 他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家伙。 谢谢。 戴梦德 居然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 他异常缓慢地说道, 都说, 拉古斯特家族完蛋了, 但其实, 并不是这样的, 我, 李奇, 戴梦德, 就是光荣的拉古斯特的后人。 啊, 我, 李奇, 戴梦德, 就是拉古斯特的后人。 没有什么, 比今天更加让欢喜歌感到震撼的了。 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包括稳重的阿芳索先生在内, 也始终都是赞不绝口。 欢喜歌也是得意洋洋。 长见识了吧, 哥们儿, 这可是戴梦德专门请人来拍摄过专题片的呀, 开什么玩笑呢? 不过, 出于时间考虑, 仙女山还是没有完全地游览完。 中午十二点的时候, 客人们出现在方村饭店。 一桌桌的韭菜早就准备好了, 跟那次招待西锅村大盐洞适营夜时, 客人们的菜是一样的。 当然, 考虑到客人们的用餐习惯, 还特意准备了一些刀叉和红酒。 厄方索先生举起了杯子。 先生们, 女士们, 让我们感谢雷欢喜先生的慷慨。 在云东这个遥远的国度里, 我们感受到了热情和好客, 我们也更加认为, 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先生们, 女士们, 请让我们干杯。 举起杯子的安妮和墨胖子相视一笑。 慷慨, 这个词用在欢喜哥的身上, 未免有些那个什么了吧? 墨胖子却又皱了一下眉头, 厄方索先生的那句话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也更加认为, 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选择什么了? 等到举杯的客人们重新落座以后, 厄方索先生在那里停顿了一下, 才继续说道。 雷欢喜先生, 法兰西大十字英勇于战斗勋章获得者。 在巴黎, 他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勇敢, 仁慈, 公正的品德, 他赢得了全法官人民的尊敬。 所以, 我代表巴黎贸易经济访问代表团, 诚挚地邀请您, 云东城市英雄, 巴黎荣誉市民, 担任云东巴黎贸易经济促进会的会长。 这话一说出来, 代表团的中法成员并没有什么惊讶的, 这可是昨天就通过的决议。 但是, 对于今天, 新来参加宴会的中方人士来说, 很快就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 尤其是金燕磊书记, 虽然并不知道这个促进会的会长, 到底主要是负责什么的, 但肯定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否则也不会由巴黎市长的拳拳代表亲自发出邀请了。 嘿, 真的看不出来呀。 雷欢喜这个人, 平时嘻嘻哈哈, 吊儿浪当的, 可是, 居然能够得到那么多人的器重和欣赏。 厄方索先生, 发出了自己的邀请, 然后, 他凝视着雷欢喜。 雷欢喜先生, 您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吗? 饭店里, 立刻安静下来, 就连菜, 郭宇康也暂时不让服务生继续上了。 雷欢喜坐在那里, 想了一会儿, 然后站了起来。 其实在此之前, 我已经听人告诉我这件事了, 我的权力, 我的职责, 我的义务, 每一项我都非常清楚。 在外人看来, 我拥有了非常不错的权力, 但是, 我也更加注意到, 接受这个职位, 在更多的时间, 会让我觉得非常的难以抉择, 甚至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 我必须把每个会员的利益都确保最大化。 安妮和墨胖子, 又互相看了一眼, 好家伙, 欢喜哥这是真的变了, 他居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们继续听欢喜哥说了下去。 我是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适合管理一个这样的协议, 我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墨胖子笑了, 他是真心地笑了, 是的, 欢喜哥最需要的, 也是最欠缺的, 就是这样的霸气。 过去, 他一直不具备这样的品质, 总是要别人把他逼得忍无可忍了, 他才会展开反击。 可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欢喜哥也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 我接受。 当欢喜哥说出我接受三个字的时候, 代表团的成员都站了起来, 将掌声送给了这位新任会长。 戴梦德的眼中, 燃烧着熊熊的火焰, 完全难以遏制他的兴奋。 光荣的拉古斯特, 这个名字是很多人不愿意, 或者是不敢提起的。 但戴梦德身为他的后人, 却始终为自己这个名字而骄傲。 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 要为自己的先人复仇,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要恢复拉古斯特家族的名声。 一个英雄, 是不该背着屈辱 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的。 凭借他个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但是, 如果雷欢喜能够加入, 那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随着雷欢喜, 答应出任促进会的会长, 酒宴的气氛一下子就变得热闹了。 厄方索先生一再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这也算是奇闻了, 让自己做了这个会长, 居然还要感谢自己。 你知道吗? 会长先生。 现在, 厄方索已经开始称呼雷欢喜 为会长先生了。 在这次会长的推举中, 还是有一些反对声音的, 甚至是一些您比较亲近的人。 安妮和莫胖子都不在主桌上。 雷欢喜笑了一下。 哈, 是军城集团方面吧? 是的。 这件事, 雷欢喜早晚都是要知道的, 厄方索先生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我知道军城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是您的女友, 她们如此激烈地反对, 是我意想不到的。 真是可惜, 那天我甚至产生了幻觉, 也许有一天, 你们会反不成仇, 也说不定。 欢喜歌还是只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厄方索先生这时候又接着说道, 但是, 无论将来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我本人, 以及云东, 巴黎贸易商业促进会的绝大多数会员, 都是站在您这一边的, 我们都将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欢喜歌的心里忽然一动, 在那里喝了一口酒, 然后, 凑到了厄方索先生的身边, 用只有他才能听清的声音, 滴滴地说了四个字。 钻石联盟。 厄方索先生脸色骤然一变, 啊, 你怎么知道的? 欢喜歌淡淡地一笑, 他知道自己猜对了, 厄方索同样也是钻石联盟的人, 有趣, 真的太有趣了。 克劳德·费伦奇, 戴蒙德已经告诉过自己, 他是钻石联盟的一员了, 现在, 厄方索居然也是? 钻石联盟的人, 那么费力地, 要给自己那么高的地位做什么? 自己身上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值得他们那么看重自己啊? 欢喜歌怎么想都想不通, 不过, 起码有一点是好的, 欢喜歌知道, 自己正在逐渐掌握着某些暂时还看不到, 但是却巨大无比的权力。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早已经准备好的房间中休息, 一些客人要赶回云洞, 车子也早就准备好了, 而更多的客人却选择留下来继续参观, 毕竟方寸公司的项目还是很多的。 作为新任会长的公司, 每个项目都是必须要仔细参观的。 仙桃村的一草一木, 都让他们觉得新奇, 这里完全是没有被现代工业化破坏过的事败桃源。 喜欢钓鱼的客人, 甚至特意拿来了鱼竿, 坐在鱼塘边钓起了鱼。 这弄得我们的欢喜哥一阵心疼。 鱼塘边提供客人钓鱼, 这没什么稀奇的, 到时候一称分量给钱就行了, 可是这些客人呢? 一来, 自己身为会长刚刚上任, 也不好意思向他们要钱。 二来, 这个客人其实就是在享受着钓鱼的乐趣。 往往一条鱼钓上来了, 他们会把鱼从鱼沟上取下来, 重新扔回到鱼塘里去。 你们这他妈的, 哪里是在钓鱼呀? 根本是在那里玩鱼吗? 这鱼都被破相了, 将来还能卖出去不? 算了算了, 忍,忍, 谁让自己是堂堂的会长呢? 欢喜哥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会长先生, 方便谈一谈吗? 阿芳索来到了欢喜哥的身边, 客气地问道。 当然了, 全权代表先生。 欢喜哥微笑着, 跟他走到了一边清静的地方。 您是个很聪明的人, 会长先生。 厄方索也没有过多地绕圈子。 您没有猜错, 我的确是钻石联盟的人, 请记得, 是钻石联盟, 而不是红珊瑚资本。 嗯, 这就意味着, 他已经是高层了。 无论是亚德里恩先生, 或者是贝尔纳先生, 或普金先生, 都给予了您很高的评价。 当厄方索说完这些话的时候, 欢喜哥插嘴问了一句, 我一直都非常好奇, 你究竟是代表了巴黎市长, 还是代表了钻石联盟? 两个我都可以代表。 厄方索微微一笑说道, 我想您要问的, 是我究竟代表着哪一方的利益吧?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我代表的是巴黎市政府,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毫无疑问, 代表的是钻石联盟。 但其实,会长先生, 政治和经济总是密不可分的, 您说是吗? 欢喜哥笑了笑, 你他妈的根本就是代表的钻石联盟好吧? 不过,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 也证明了钻石联盟的可怕, 居然连巴黎市长的全权代表 都是他们的人, 天知道他们还有多么巨大而恐怖的势力, 也许真的只有IFO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畏惧了吧? 这两个组织, 要是真的有一天开战的话, 那肯定是石破天惊, 全世界都要被他们给牵扯进来呀。 欢喜哥都有点不敢想象, 那一天真的到来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了。 亚德里恩或者是贝尔纳或者是霍普金, 他们的看法都不是决定性的, 决定性是来自于最高的元老会。 厄方索淡淡地说道, 最高元老会一致认为, 您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而不是我们的敌人。 欢喜哥就纳闷了, 他不知道什么最高元老会都是一些什么人, 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地看重自己。 他只知道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天上也不会掉下一块大馅饼来, 掉下一个大陷阱还差不多。 我不是太明白, 真的不太明白。 欢喜哥在那里喃喃地自言自语, 我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呢? 等等等等, 你们在云东先对西海集团动手, 接着准备对军城集团动手, IFO那里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他们不重视云东市场? 不是的, 他们不敢跟你们竞争。 也不是, 是因为你们还没有触犯到他们的核心利益。 欢喜哥自己在那里嘀咕着, 可是这个时候厄方所的脸色却有些变了。 IFO在云东肯定有某些核心利益在的, 你们一直在谨慎小心地避免触碰这个雷区, 因为你们还暂时没有把握在跟IFO开战后取胜。 IFO同样也是如此, 他们没有必胜的信心, 但他们肯定有一个底线。 可是, 在击垮西海集团和军城集团的过程中, 你们不可避免地会碰线, 会触动到IFO的底线。 那时候怎么办? 全面开战? 无论胜败, 恐怕谁都承受不了开战后带来的巨大损失。 所以, 所以, 厄方所的脸色变得更加快了, 欢喜哥根本看都不看他一眼。 所以, 你们需要一个缓冲带, 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缓冲带。 这个人未必要多么地了不起, 未必要多么地有钱, 生意做得多么地大。 唯一的要求是, 当彼此的底线被触碰的时候, 这个人可以缓解紧张的气氛, 让双方冷静地坐下来谈判, 而这个人, 必须要得到双方的认可。 所以, 促进会就是缓冲带。 我就是这条缓冲带。 欢喜哥说到这里, 猛地叫了出来。 全权代表先生, 我猜到了, 我就是这条缓冲带。 你们根本不是器重我, 你们看中的是我认识的那些人, 是我在战争中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 能起到一定作用的那个家伙, 我猜得对不对? 此时此刻, 俄方索先生的脸上, 写满了震惊和骇嚷。 天哪, 这个年轻人, 是人还是魔鬼? 他居然把钻石联盟最高元老会的心思, 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可是, 他从来都没有去过钻石联盟的总部, 从来都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元老会的元老啊。 欢喜哥, 知道自己猜对了, 看看俄方索这个家伙的表情就知道了。 嗯, 事情是这样的, 自己跟IFO的终身荣誉主席, 斯蒂芬先生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出手帮助了自己。 而同时, 自己和斯蒂芬先生的弟弟哈特曼先生的关系, 同样也非常的微妙。 而欢喜哥更加可以确定的是, 哈特曼先生绝对跟钻石联盟,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吧, 那么自己的身份就有些特殊了。 其实, 欢喜哥并不清楚的是, 他的身份还远远不止这些, 不过, 有些荒谬的是, 很多事情连他本人都不知道而已。 欢喜哥的嘴角, 突然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我想, 我该狮子大开口, 要一些好处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最后一句话就是, 我会立刻向最高元老院 汇报你的所有要求的。 咔, 想让你家欢喜哥当炮灰, 不是, 当缓冲弹, 不给你家欢喜哥充足的好处, 我会去做吗? 富贵显中求。 再说了, 这事儿看着危险, 其实, 也没有什么的。 可自己如果不趁着这个机会, 狮子大开口, 勒索一把, 那就实在太对不起自己了, 是不是? 其实, 如果他的父亲乔远帆在边上的话, 肯定会告诉自己的儿子。 欢喜啊, 这可是再危险不过的事情了, 你这是在钢丝上跳舞啊, 一个不小心, 就要摔得粉身碎骨, 鑽石联盟最高元老院, 肯定会满足你的绝大部分要求。 但是, 之后呢? 你想过之后吗? 这些人, 能够在全世界呼风唤雨, 不可一世, 你雷欢喜在他们的眼睛里, 只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人物。 他们给予你多少, 将来都会十倍地要求你偿还的。 这些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啊! 可是, 偏偏我们的欢喜哥, 从来都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家伙, 他从来都不会去把事情想得面面俱到, 算无遗漏。 天底下, 哪有完美无缺的计划? 制定的再好的计划, 一旦遇到突发事件, 还不是只能翻白眼干瞪着? 诸葛亮那么大本事的人, 用七星灯续命, 什么都想好了, 偏偏就没有想到魏延会突然闯进来, 破坏他的好事, 结果只能来个星落五丈园了。 诸葛亮都这样, 又何况自己呢? 走一步看一步, 先把实实在在的好处弄到手再说不是? 没准再过几天, 那个什么什么的钻石联盟, 就遭到莫名其妙的事情, 自动瓦解了呢。 所以, 抱着这样的想法, 一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欢喜哥都还是美滋滋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已经跟安妮结婚了呢。 按照计划, 今天留在这里的客人, 全部都会住进方寸公司, 专门为他们准备的房间。 然后, 到了明后两天, 会带着他们去参观方寸公司的梨花村, 岸上渔村和西锅村大盐洞, 以及水族馆等项目。 陪吃, 陪玩, 陪聊天, 欢喜哥忽然发现自己成了三陪。 当然, 做三陪的还不止欢喜哥一个人, 经验类也全程都在陪同着。 这位筑南镇的最高长官是下定决心了, 一定要把雷欢喜牢牢地拉拢住。 欢喜! 宴会刚一结束, 经验类终于找到一个和雷欢喜独处的机会。 恭喜你啊, 成了促进会的会长, 这是你个人的荣誉, 同时, 也是我们整个筑南镇的荣誉。 荣誉什么也荣誉, 你都不知道这其中到底有多麻烦。 下午的时候, 我找市里的一个老同学, 在电话里聊了聊。 经验类那是图穷匕首线呢。 我的同学也在市政府里工作, 还全程参与了这次代表团的接待工作。 听他说, 这次市里和巴黎访问代表团, 谈妥了大量的合作项目, 有些项目, 咱们住南镇也是合适争取一下的。 比如, 据说有了腊肠灌装项目, 无公害, 无污染, 我看可以想办法, 引进到咱们这里来。 哼, 你经书记终于忍不住了。 欢喜哥一本正经地说道。 对,对, 经书记说得太对了, 那就争取引进呢。 经验类咳嗽了几声。 欢喜啊, 这个, 我只是个小小的书记, 说话分量不够啊, 盯着这些蛋糕的人还多着呢, 我看需要找一个有分量的人去说说。 娄叔姐, 欢喜哥装模作样。 娄叔姐可是咱们的老领导了, 而且据说又要高升了, 找他是最合适的了。 雷欢喜, 你小子是在跟我装傻还是怎么的? 经验类可真的有些急了。 怪不得娄书记、 左书记之前都跟我说, 别看你小子平时看起来傻兮兮的, 坏起来比谁都坏。 你小子是促建会的会长, 这个项目放在哪里, 法国人还不太听你的? 凭什么呀? 欢喜哥耿着脖子叫了起来。 凭什么我就一定得帮忙啊? 我有什么好处啊? 没好处, 我现在什么好处都给不了你, 可这忙你还得非帮不可, 等我缓过劲儿来了, 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那您这可是耍赖了? 嗯, 我就是耍赖了, 就是没脸没皮了。 得得, 你容我考虑考虑。 这时候, 厄方索带着一个同胞来到了雷欢喜的身旁, 说道, 会长先生, 请到这里来一下, 这位是我的朋友, 非得难得卡恩尔先生, 我很高兴地把他引荐给您。 欢喜哥和卡恩尔先生握了一下手, 可忽然发现身边多了一个人, 惊艳蕾。 我们的金书记, 就在距离欢喜哥不远的地方, 不声不响, 一个人闷着头, 巴达巴达地抽着烟。 和卡恩尔先生说了有十来分钟的话, 惊艳蕾, 就这么在边上等了十来分钟。 会长先生, 非常高兴能够跟您谈话, 期待下次在法国能够再次见到您。 我也是, 卡恩尔先生。 目送着厄方索和卡恩尔离开以后, 欢喜哥立刻把头转向了金燕蕾。 金书记, 你在做什么呀? 等你的考虑结果呀。 你不是吧? 真的呀, 你一天没有考虑出结果, 我就跟你一天。 那我吃饭睡觉你也跟着? 嗯。 我上厕所你也跟着? 嗯。 你不上班了呀? 现在我的工作, 唯一的重心, 就是尽快恢复驻南镇的经济, 除此之外, 没有比这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欢喜哥被打败了, 欢喜哥这一次是真的被打败了, 遇到这么一个无赖的书记, 你还能够怎么办呢? 金书记, 我投降, 我投降。 欢喜哥决定妥协了。 我帮你跟法国人去说好不好? 刚才那个卡恩尔先生, 就是这个腊肠项目的投资方, 我明天就跟他说。 金燕蕾立刻喜笑颜开。 嗯, 欢喜, 你早这样不就成了? 我代表我个人, 代表驻南镇全体, 谢谢你, 你真是为驻南镇 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别谢了, 你遇到了一个 为了达到目的, 吃饭, 上厕所, 睡觉, 都要跟着你的人, 能怎么办? 除了投降, 还能怎么办? 欢喜哥知道, 自己和这位金书记打交道, 可绝对是件 让他很头疼的事情。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 第1297章 光荣的拉古斯特的后人 入夜的仙桃村 格外的美丽, 暴雨带来的影响 已经消失了, 头顶的天空上, 星星点点, 俯瞰着地面的 这个小小的村庄。 初秋的夜晚, 带着一点寒意, 坐在外面, 戴梦德给自己 穿上了一件外套, 边上的暗机上 放着一瓶红酒 两只杯子, 一根抽到一半的 粗大雪茄, 就放在一边。 欢喜哥躺在躺椅上, 也是说不出的惬意, 他懒洋洋地说道, 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吧, 光荣的拉古斯特的后人。 我失败了, 但我并不认为 我是可耻的, 我的死是黑夜里的曙光, 我的死是黎明前 最后的黑暗。 戴梦德, 吟诵着拉古斯特 临终前留下的遗书。 拉古斯特, 巴巴多维奇, 朱利亚特斯基, 他是我的爷爷, 他在钻石联盟内 发动政变的时候, 你的父亲还只是个孩子而已, 他的政变失败了, 他死了, 他的家人也都因为破产而流亡, 他的两个孩子也神秘地失踪了, 有谣言说是被钻石联盟那些 了不起的元老们 秘密地斩草除根了。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语调非常平静, 一点都听不出愤怒的意思。 你父亲呢? 你父亲又是怎么一回事? 欢喜哥还是忍不住地问道。 他是拉古斯特的私生子, 戴蒙德的父亲叫约翰尼斯, 是拉古斯特和一个妓女的私生子, 很有一些讽刺的意味, 光荣的拉古斯特居然跟一个妓女有了后代。 拉古斯特在巴黎的时候, 认识的这个妓女, 一见面就疯狂地爱上了她, 并且跟她有了爱情的结晶。 但他非常清楚, 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来说, 这个孩子以及他的母亲 是绝对不能被外界所知晓的。 所以, 他一直严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 就连他最忠诚的管家 也没有让他知道。 那个妓女的名字叫迪丽斯。 迪丽斯同样也深爱着拉古斯特, 一直甘愿默默忍受着 没有任何名分的生活。 拉古斯特觉得自己非常愧 对迪丽丝和约翰尼斯, 所以, 在之后的几年里, 一边忙于发动政变, 一边秘密地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 转移到了巴黎, 交由迪丽丝来掌管。 众所周知的是, 拉古斯特的政变失败了, 他本人也破产, 走投无路, 除了死, 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那天夜里, 站在巴黎的街头, 拉古斯特好像一个疯子似的大喊大叫。 我, 拉古斯特, 巴巴多维奇, 朱利亚特斯基, 我将用最光荣的死法死去, 我将用我的鲜血唤醒麻木不仁的人们, 我的血不会白流, 会由我的后人挺身而出, 为我复仇。 我发誓, 我今天流的每一滴血, 必然会让你们在将来用十倍的鲜血偿还。 每个人都认为他发疯了, 因为, 就在当天后半夜, 在自己的临时住处, 拉古斯特留下了著名的遗书后, 自杀了。 当然, 为了确保他的后人不会来报仇, 他的两个亲生儿子都神秘地失踪了。 都被钻石联盟的人给解决了。 在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戴梦德始终都是那么的震惊。 因为拉古斯特知道, 钻石联盟的人一直都在监视着他,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拉古斯特在巴黎街头大声吼叫的时候, 我的祖母和我的父亲, 就在他边上的那栋小楼上, 听完了他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那一天, 迪蒂斯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儿子约翰尼斯, 泪流满面。 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但他没有出现, 因为拉古斯特告诉他, 无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都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跟我的孩子, 我的后人就是复仇者。 迪丽丽丝做到了, 所以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爱人死去, 他必须要为自己的爱人报仇。 而年纪小小的约翰尼斯, 也表现出了跟他年纪完全不相符的冷静。 从那一天起, 复仇成为了这对母子生活中唯一要做的事。 迪丽丽丝带着自己的孩子, 离开了巴黎, 一走就是三十年。 当他们再度出现在巴黎时, 那个巴黎街头曾经的妓女不见了, 而变成了一位贵妇人。 而三十五岁的约翰尼斯, 则成了一名了不起的大商人。 巴黎再也没有人认识迪丽丝了。 依靠着拉古斯特秘密留给他们的财富, 这对母子, 靠着在美国三十年的经商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 重新杀毁了巴黎。 拥有再多的财富, 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 只有看着仇人倒在自己的面前, 才能让这对母子的脸上重新绽放出笑容。 但是, 他们也很清楚地知道, 他们根本不可能是钻石联盟的对手, 所以, 他们必须等待。 约翰尼斯娶了巴黎一位议员的女儿为妻, 她现在的名字叫约翰尼斯·戴蒙德。 戴蒙德一家, 成为了全巴黎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可是, 复仇的火焰, 一天都没有在迪利斯和约翰尼斯的心中熄灭过, 反而越燃越旺, 他们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为复仇而做着所有的准备。 终于, 我的祖母倒下了。 戴蒙德喝了一口红酒。 在临终前, 他握着我父亲跟我的手, 只说了一句话, 不要忘记, 你们是光荣的拉古斯特的后人。 就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而已, 足够了。 再以后, 约翰尼斯也老了, 病重了, 在生命的最终时刻, 他同样握着自己儿子的手, 说了跟他母亲一样的话, 不要忘记, 你是光荣的拉古斯特的后人。 戴蒙德没有忘记, 一天都没有忘记过, 这是一个以复仇为终生信念的家族啊。 欢喜哥在心里这么想着, 然后顺口问了一声, 那你的母亲呢? 你母亲从来都不知道吗? 知道。 戴蒙德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非常沉重。 我的父亲在结婚当天的夜里, 就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了我的母亲, 但我的母亲一直提心吊胆, 她深爱着我的父亲, 知道她在做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最终, 在生下我以后, 没有多久就郁语管欢地离开了人世, 所以, 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婚, 只有一个原因。 我不想我的妻子, 蒙兽跟我母亲一样的担心与痛苦。 欢喜哥完全地明白了, 戴蒙德承受的压力, 是外人所难以想象的。 何必呢? 这又何必呢? 这事情都已经过去多少年了呀? 仇恨真的很容易让一个人和一个家庭彻底地为之疯狂。 当这种老套的复仇故事出现在自己身边的时候, 欢喜哥还是忍不住有种非常无奈的感觉。 哈特曼说, 自己要挑战IFO和钻石联盟, 还是让人觉得略略放心的, 因为欢喜哥总觉得这个家伙的财富和权力深不可测。 但是戴蒙德呢? 是, 戴蒙德也是一个亿万富翁, 可这个亿万富翁在IFO或者是钻石联盟面前, 就显得实在是太渺小了。 当年他的祖父光荣的拉古斯特都没有办法做到的事, 甚至为此破产自杀, 戴蒙德难道能够胜过他的祖父吗? 而且, 欢喜哥隐隐地有了一种不妙的感觉, 戴蒙德把自己完全地牵扯进来了。 现在, 就算自己想脱身, 也没有办法脱身了。 鑽石联盟一旦知道了这件事, 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和戴蒙德的。 一只小蚂蚁和另一只体型略大的蚂蚁, 只要一根手指头点两次就可以干掉了。 欢喜哥发现, 这个什么促进会的会长位置并不好玩了。 可是, 当你被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卷入这样的事件以后, 是没有任何脱身的可能的。 帮我, 雷。 戴蒙德凝视着欢喜哥, 眼神里掩饰不住自己的渴望。 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办到, 我必须争取更加多的盟友, 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我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欢喜哥不断地揉着自己的鼻子, 似乎这样才能让自己多少变得放松一些。 我只是你其中的一个盟友, 你对任何盟友都会说同样的话, 你是我最重要的盟友, 可是每一个成为你盟友的人, 全都要面对即将到来的可怕一幕。 用不了多久, 也许你跟你的盟友就会连内裤都输光了。 嗯, 有可能。 戴蒙德居然一点都没有否认。 要挑战钻石联盟这样的组织, 绝对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可是, 人的这一生, 如果能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 就算死了, 又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呢。 诶, 停。 欢喜哥赶紧打断了他的话。 戴蒙德, 我从小就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 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 要让全世界都记得我, 真的,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为什么非要轰轰烈烈的去死呢? 好好地活着难道不好吗? 我有朋友, 我有家人, 我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如果我死了, 你考虑过他们的感受没有? 我只喜欢喜剧, 我讨厌悲剧。 戴蒙德的眼神黯淡了下来, 这么说, 你不准备帮我了。 我当然不准备帮你了, 谁想帮你谁是王不蛋, 可现在他妈的, 怎么让我抽身? 欢喜哥忽然好像一个疯子一样, 大吼大叫了起来。 你要我做事, 不通知我, 先斩后奏, 他要我做事, 也不通知我, 先斩后奏, 这样也就算了, 一个个还非要弄出那么大的事情。 你们是疯子, 可为什么非要让我也变成一个疯子? 我现在怎么办? 我现在抽身都抽不了了。 戴蒙德顿时变得大喜, 不过, 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赶紧让欢喜哥收声, 要不然, 全世界都听到了。 谢谢, 谢谢, 雷, 我知道, 你会答应的, 我知道, 你一定会答应的。 其实, 戴蒙德不会知道, 欢喜哥答应的并不是他, 而是他早就答应了哈特曼, 一起去做这件疯狂的事情。 他不相信戴蒙德, 又干掉钻石联盟的实力, 但他却相信哈特曼, 那个异常猥琐, 异常疯狂的家伙。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并不是戴蒙德选择了雷欢喜作为盟友, 而是雷欢喜选择了戴蒙德作为盟友。 这里面的差别很大, 非常大。 戴蒙德, 我跟你合作, 但是我必须有言在先。 欢喜哥重新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和缓起来。 必须要按照我制定的节奏来进行, 不许强迫我做任何我不愿意做的事, 不要为我安排计划, 我的时间我自己掌控。 戴蒙德稍稍地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全部都答应了下来。 不要紧, 不要紧, 只要雷欢喜能够成为自己的盟友, 那么一切都好办了。 还有一件事, 欢喜哥紧接着说道, 我总听你们说, 钻石联盟有如何如何的可怕, 但我一直没有亲身体会过。 你看, 他们打个西海集团都费了那么大的劲, 我看也未必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吧。 欢喜哥坚信, 很多故事都是从人的嘴里流传出来的, 一件小事往往会被无限地夸张, 在历史上的某个小人物, 也经常会被后人夸张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雷, 你必须要了解一些事情。 戴蒙德恢复了他的平静。 钻石联盟要想击败自己的对手, 一般会有两种手段。 第一种手段, 是相对完整地收购这家企业, 把之前的企业创始人负责人扫地出门。 这种办法是相对较温和, 也相对较慢的。 第二种办法, 就是彻底地击溃对方, 只要对方露出任何破绽, 都将立刻遭到钻石联盟毁灭性的打击。 有这么悬吗? 欢喜哥还是有些将信将疑。 西海集团是第一种情况。 戴蒙德缓缓地说道, 因为钻石联盟并不想让他的完整性遭到太大的破坏, 而在几个小时前, 我得到了一些消息, 有一个钻石联盟准备解决的对象, 即将犯下一个很大的错误。 在十到十五天内, 他将灰飞烟灭。 想象一下, 一个足以媲美西海集团的大企业, 最多半个月的时间就将溢住。 你能够想象吗? 欢喜哥倒吸了一口冷气。 啊,谁啊? 戴蒙德神秘地笑了一下。 你跟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敌人, 但是他的儿子却是你很好的朋友。 欢喜哥先是一震, 接着脱口叫了出来。 杭宇来! 嗯, 杭宇来。 戴蒙德点了点头, 说道,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我会让你看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 我会让你亲眼见证, 钻石联盟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但是, 你必须要答应我, 不能向杭宇来或者他的儿子有任何的提醒, 否则也许会给你的未来带来很深的灾难。 相信我, 我不会欺骗自己的盟友。 欢喜哥有些发懵, 现在是真的有些发懵了。 维斯特的父亲即将蒙受可怕的遭遇吗? 头疼的是, 自己偏偏无法向他提出警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知道, 我知道, 正因为我经历过。 杭宇来微笑着安慰着自己的妻子。 诸国旭的一亿美金已经到账了, 可是, 我们就算还给了银行, 之后呢, 不说公司必须的现金流, 就算那些准备击溃我们的势力, 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应付了, 我必须要在短期内, 筹措到一大笔的巨款, 才能够成功地应对这次危机。 比莲, 还有什么是比期货市场更加适合我发挥的战场呢? 他之所以这么地有自信, 因为他曾经经历过。 国语集团也曾经遭遇过一次很大的危机, 而那次, 杭宇来义无反顾地将本来准备用来进货, 偿还欠款的资金, 全部铺到了期货市场。 短短的十天时间, 让他大获其力, 不但成功地度过了危机, 而且反而使得国语集团更加地壮大了。 他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现在他的手头, 可以动用的资金有1亿8千万美金, 再联合几个庄家签下短期合约, 肯定能够在期货市场大有斩获的。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愿, 距离费伦奇要求自己偿还借款的最终期限, 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正好利用这段时间, 把钱再生出钱来。 要不然, 不论是提前还款还是到期还款, 让资金白白闲置在那里, 都太可惜了。 杭宇来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生意人。 相信我的能力吧! 杭宇来充满着信心。 我明天就回加拿大去。 碧莲, 今年美国、中国、墨西哥等主要玉米出产国, 都因为天气等各方面的因素在内, 而连续减产。 监产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玉米价格的大幅上扬, 所以我确信, 玉米将在期货市场, 有着非常杰出的表现。 于来, 我知道, 你一旦决定了一件事, 谁也阻止不了你。 和碧莲轻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我明天就陪你回加拿大, 一切小心就是了。 杭宇来充满自信地点了点头。 对了, 临走前, 要去见一下木白吗? 和碧莲提醒了一下。 杭宇来又摇了摇头。 不必了, 木白现在过得很开心, 很幸福, 而且他有雷欢喜照料着, 没事了, 我相信雷欢喜。 和碧莲恩了一声。 木白呀木白, 你怎么总是不了解你父亲的一片苦心呢? 你们父子什么时候才可以好好的相处呢? 何必连这一刻, 发现自己的内心是空荡荡的。 期货, 杭宇来准备做期货。 雷欢喜挠了挠头。 这玩意儿好像挺可怕的是吧? 何止是可怕而已? 戴蒙德淡淡地一笑。 这个市场想要吞噬掉一个亿万富豪, 也许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能够让他彻底破产。 那些国际上声名显赫的金融炒手们, 一个个都如同恶狼一般地盯着这个市场, 在他们的身后, 拥有着无穷无尽的资金, 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 谁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谁会在这个市场里连骨头扎都不剩下, 然后他们的钱包就会继续地充实了。 按理说, 杭宇来也是个老手呢? 欢喜哥有些不太明白。 他肯定会知道这个市场的可怕, 为什么还会要进入呢? 杭宇来现在资金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他必须要尽一切办法渡过难关。 戴梦德似乎知道所有的事情。 期货市场是大庄家的游戏, 杭宇来一直都认为自己深谙这个市场的规律, 而且他的确也在这个市场上赚过大钱。 我跟你说说他的那次期货市场的经过吧。 那一年, 杭宇来经过周密的调查, 确定国际玉米市场会价格大跌, 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动用了自己的全部资金买跌。 而市场的走向也跟他预测的完全一样, 玉米价格一路下跌。 在美国和墨西哥, 甚至发生的农民宁可将玉米喂牛, 也不愿意进入市场的情况。 杭宇来靠着这发了大财。 他不知道一件事, 始终都不知道一件事, 唉…… 戴梦德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那一年的大庄家是IFO的某个职位, 他同样是在买跌, 你知道他可以动用多少资金吗? 即便在期货市场, 当时的玉米价格一路上扬, 他也一样有办法把玉米的价格给打下来, 打到一个史无前例的低度。 所以杭宇来并不是选择对了, 而是那年他的运气太好了。 环西哥完全地弄清楚了, 那年是杭宇来碰巧压对了宝, 压在了那位IFO的职位身上, 结果让他赚得盆满钵满满。 但是现在呢, 现在却完全地不一样了。 现在他面对的对手是钻石联盟,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杭宇来刚刚准备再度投身期货市场, 居然连戴梦德都知道了。 杭宇来身边肯定有钻石联盟的人, 这样的仗可怎么打呀? 本来杭宇来的倒台还有一段时间, 但现在他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呀。 戴梦德摇了摇头, 站了起来。 哎, 不要管这里的事了, 你不是想看看钻石联盟到底有多么可怕吗? 我已经预定了两张明天飞往芝加哥的机票,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欢喜哥几乎没有一秒钟的迟疑, 就答应了下来。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亲身经历这些事情的, 可是自己应该通知杭宇来吗? 戴梦德刚才就警告过自己了, 千万不要泄露任何风声, 否则对自己的未来是相当不利的。 可维斯特可是自己的朋友啊。 欢喜哥这个时候已经下定了一个决心。 对了, 戴梦德。 欢喜哥猛地想到了什么。 你说, 要是我买行与来相反的, 他买涨我买跌, 他买跌我买涨, 你说, 我是不是就发财了? 嗯, 是的, 是这样的, 我亲爱的朋友。 戴梦德笑着回答道, 你可以拿出一点钱来尝试一下, 你可以打进我的户头里, 但是雷, 千万不要贪心, 贪心永远是人类最可怕的敌人。 放心吧, 我不会贪心的, 我只是想尝试一下, 顺便赚点小钱, 说真的, 我现在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飞到芝加哥了。 欢喜哥伸了一个懒腰, 笑着说道。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先生们, 杭雨来先生, 昨日到达了加拿大, 他已经筹措了一笔数目非常庞大的资金, 并且签署下为期15天的短期合约。 不出意外, 两个小时芝加哥期货市场开盘后, 他将成为玉米市场的多头。 贝尔纳喝了一口咖啡说道, 伯纳德先生, 你是期货市场的传奇, 你的外号是金手指, 现在到了你大县身手的时候了, 杭雨来提供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机会, 请帮助我们彻底的击溃他吧。 贝尔纳先生, 霍普金先生, 唐纳斯先生, 我不是什么传奇, 我只是幸运地成为了你们御用的期货市场经纪人而已, 我的成功无非都是你们的功劳而已。 伯纳德还是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的, 面前的这几个人, 只要他们愿意, 在芝加哥期货市场里随便挑选出一个人, 都可以成为传奇的经纪人, 自己比较幸运, 碰巧被他们给选中了。 贝尔纳先生的一个助手走了进来, 先生们, 戴蒙德和雷欢喜先生, 已经到了芝加哥, 现在正在赶往这里。 戴蒙德, 巫族轻重, 不过, 雷欢喜来了,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去迎接一下他的。 贝尔纳站了起来, 唐纳斯, 这可是上面的那位大人物所看重的年轻人, 也许在未来将成为我们的盟友, 你还从来没有见过他, 现在, 就让我们去见见这位可爱的小朋友吧。 立刻撤退, 不要进入期货市场, 有人设局害你。 这是雷欢喜在离开国内之前给杭宇来发的一条短消息, 他不知道杭宇来是不是能够看到, 更加不知道他就算是看到了会不会相信自己的话, 可是自己必须要这么做。 杭宇来是维斯特的父亲呢, 他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好朋友的父亲破产呢? 他做不到, 他完全地说服不了自己, 所以, 就算是戴蒙德给了自己警告, 雷欢喜也必须命令自己这么做。 人,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总要活得堂堂正正, 问心无愧。 杭总, 您的电话。 杭宇来的助手克鲁奇, 将杭宇来在加拿大专用的手机交给了他。 杭宇来接过电话。 喂, 准备好了没有? 是的, 准备好了, 两个小时后, 芝加哥期货市场就将开盘, 按照您的命令, 我们将追涨。 市场情况调查无误吧? 杭宇来继续问了一声。 是的, 我们聘请了专业的团队, 进行了周密严谨的调查。 美国, 中国, 墨西哥等主要产玉米过的, 本年大幅度减产, 必然会引起全球玉米市场价格的大幅上扬。 杭宇来的嘴角又一次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雷欢喜又一次见到了贝尔纳和霍普金先生。 当然, 他也认识了两个新的朋友。 投资家唐纳斯先生, 和在国际期货市场素有金手指之称, 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传奇经纪人伯纳德先生。 雷, 能够再一次在这里见到你, 是我们的荣幸。 贝尔纳表现得特别客气。 那次里约之行, 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我们迅速地, 在第一时间, 摆脱了朱利亚公司, 这个沉重的包袱。 我想我们现在是朋友了。 朋友? 跟你们做朋友? 哪一天被你们给吃了, 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雷欢喜心里是这么想的, 可是脸上却笑嘻嘻地说道, 嗨, 我们当然是朋友了, 所以今天我是来跟你们赚钱的, 不过我必须事先声明, 我可没有什么钱, 我费尽了心思, 才凑出了五十万美金。 雷欢喜说的可不是假话, 虽然现在资金上宽松了不少, 但是方寸公司需要用钱的地方,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这五十万美金, 还是他刚刚到达芝加哥, 罗亚丹才刚刚打到戴蒙德的账户上的。 哼, 瞧, 我说过我们是朋友了。 贝尔纳笑着说道, 五十万, 那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数目, 你无法赚到足够的钱, 我想应该这样, 我私人借给你五十万美金, 让你凑够一百万美金吧。 咦, 还有人主动借钱给自己吗? 请接受贝尔纳先生的好意吧, 他可不是总那么大方的。 刚刚认识的唐纳斯也笑着说道,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 雷先生, 那么你可以这样, 你短期内向贝尔纳先生借款五十万美金, 期限是十五天, 利息呢, 我看到期了, 你就还他一百万美金吧。 欢喜哥差点没被噎死, 你们这是不是在寻我开心? 借五十万, 十五天到期还一百万? 你们这他妈的比高利财还高利财呀? 不过, 很显然, 他们的用意可不是在放什么高利财, 他们只是想传递给雷欢喜一个明确的消息, 他们想赚钱的时候谁也拦不住, 而且一旦赚钱就足以是惊天动地的, 所以, 我们的欢喜哥同样没有任何的迟疑。 好的, 贝尔纳先生, 这五十万美元就当成是我向你的借款吧, 期限十五天, 到期, 连本代利, 偿还一百万美元。 贝尔纳, 霍普金和唐纳斯互相看了一眼, 每个人的眼里都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胆量的, 万一这是个陷阱呢? 可偏偏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却毫无迟疑地答应下来。 其实, 他们不知道, 雷欢喜精明着呢, 真当你们一个个吃饱了都没事做, 自己千里迢迢地来到芝加哥, 你们就为了骗你家欢喜哥一百万的美金? 这点钱在别人眼里是笔巨款, 可是, 对你们来说, 恐怕都不够吃顿饭的吧。 咦, 为什么饭这么贵? 再说了, 你们现在还有利用你家欢喜哥的时候, 这么早就把你家欢喜哥给害了, 跟你们的长远利益也不符合呀。 看起来傻愣愣地欢喜哥, 早就把这一切给看透了。 伯纳德看了一下时间。 尊敬的各位先生们, 差不多了, 请大家看着好戏上演吧。 嗯, 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吧, 伯纳德。 贝尔纳邀请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 指了指包间里的大屏幕。 钱包已经打开, 无限支取额度, 伯纳德, 请卖力地表演吧。 大幕已经缓缓地拉开了, 一个之前雷欢喜,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 即将呈现在他的眼前。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是来自加拿大的资金, 开始大量地买入玉米涨。 很多人都在犹豫观望中, 玉米价格一路高奏凯割。 散户开始跟入了。 325了? 看着包间里的大屏幕, 雷欢喜忍不住嘀咕了一声。 雷先生, 刚刚只有少量的散户进入, 还没有到时候呢? 贝尔纳掏出了一个烟斗, 朝里面按平了烟丝, 点着打火机, 微笑着说道。 什么意思啊? 对于第一次进入期货市场的欢喜哥来说, 完全不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雷先生, 对于我们来说, 杭与来只是个小小的角色而已。 霍普金笑着说道, 他是一个巨商, 没有错, 但他有多少钱? 他有多少钱? 五亿? 十亿? 或者是一百亿? 雷, 你错了, 杭与来只是我们的一个契机而已。 你看到那些散户, 小户, 中户, 甚至是大户了吗? 他们才是我们的真正目标。 雷欢喜一刹那间, 全都明白了。 杭与来有多少资金? 按照戴蒙德的说法, 杭与来可以调用的资金, 不会超过两个亿的美金。 这么点钱, 像钻石联盟这样的机构, 是绝对不会放在眼里的。 而今天这么做的目的, 除了一举打垮杭与来之外, 那些为了期货市场而疯狂的人, 才是真正的目标。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 都只是一些普通人而已, 他们绝对没有杭与来那么有钱, 但这些人全部的资金加在一起, 那就是一个足以让任何机构 都动心的数字了。 雷欢喜的心里, 发出了一声哀呼。 他很想警告那些人, 可是谁又会听他的呢? 肯定当他刚一说出来这是一个骗句, 所有的人都会当他是神经病而已吧。 人生最大的悲哀, 也许就是这样了, 明知道会发生什么, 但你却没有能力去改变它。 三百三十了, 先生们。 当听到这个数字时, 贝尔纳满意地笑了一下。 继续放出消息, 墨西哥政府与美国政府, 就农产品进口关税问题, 僵持不下。 是的,先生。 欢喜哥一直没有说话, 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现在的他, 只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小学生而已。 三百三十五了, 杭总。 很好。 杭宇来带着满足的笑容说道, 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三百四十了, 先生们。 嗯, 继续放出消息, 墨西哥拒绝了美国政府, 新一轮的农业市场进口谈判, 接通墨西哥农业部部长, 卡纳摩多的电话, 让他亲口证实这个消息, 他会被免职的, 但是告诉他, 他不会受到任何调查, 而且他的账户里会多出一千万美金的存款。 好的, 先生。 无语了, 欢喜哥真的已经无语了, 一直到现在, 他才知道钻石联盟有多么的可怕。 一个国家的部长啊, 国籍干部, 居然也要必须停从钻石联盟的命令。 这个组织啊, 除了IFO, 欢喜哥实在想不出, 还有谁会是他们的对手。 杭总, 墨西哥政府已经拒绝了跟美国政府新的议论谈判, 并且墨西哥农业部长卡纳摩多已经召开新闻发布会, 证实了这一消息。 好! 杭宇来用力地挥动一下拳头。 赢了! 我们赢了! 此时此刻, 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全球期货市场上, 所有人的焦点都聚集在玉米上。 一路涨势, 已经涨到了350美元的价格了, 傻子都知道跟进就能够发财。 那些还在犹豫不决的人, 终于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跟进。 散户, 小户, 中户, 大户, 每一个人, 每一笔资金, 人人都会发财的, 真的, 人人都会发财的。 三百六十了, 先生们。 嗯, 还不够。 霍普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这个价格还不够, 卡农集团呢, 让他们开始大量收购玉米。 先生们, 食物交割。 好的, 我立刻就去办。 霍普金先生, 什么是食物交割呀? 身为这一行业, 过去从来没有染指过的人, 雷欢喜还是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嗯, 不再是看不到的纸账, 而是实实在在的食物。 霍普金先生的笑容, 看起来特别地灿烂。 这将极大的增加投资者的信心, 会让更加疯狂的资金, 涌入到期货市场来。 雷欢喜似懂非懂。 那么这么来说, 想把期货市场拖起来, 只要进行食物交割就可以了, 是不是? 贝尔纳霍普金和唐纳斯相视一笑, 贝尔纳摇了摇头, 微笑着说道, 哎, 你的说法, 理论上是成立的, 但你知道这需要多大的资金吗? 操作这一程序的人, 必须拥有天文数字版的资金, 才可以拖起这个市场, 而且未必能够成功。 这么一回事啊, 欢喜哥抬头看了一下大屏幕, 三百七十了, 已经远远地超过玉米的历史最高价位了。 拖到三百八十, 贝尔纳收起了笑容, 然后准备反击。 我去上个洗手间, 欢喜哥站了起来, 走了出去。 走啊, 赶快走啊, 他们要开始反击了。 在洗手间里, 欢喜哥再次发出了这样的短信, 时辰大海, 毫无回应。 欢喜哥真的急了, 万般无奈之下, 拨通了维斯特的电话。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冷冰冰的声音, 让我们的欢喜哥彻底地绝望了。 也许命中注定, 这一切都已经无可逆转了吧。 嘿,雷, 你这趟洗手间去的时间可真长啊。 看到雷欢喜终于回来了, 贝尔纳满脸都带着笑容, 瞧啊, 好戏就快要开始了。 378, 大屏幕上触目惊心地显示着这个数字。 触目惊心? 欢喜哥知道, 可怕的事情就快要降临了。 可是, 他发现自己居然如此的渺小, 面对这些事情根本就无能为力。 什么是钻石联盟? 这就是真正的钻石联盟。 他们在这里笑着喝着咖啡, 品着昂贵的古巴哈瓦那选家, 可是不经意见, 却有无数的人破产。 光荣的拉古斯特, 欢喜哥忽然就想到了这个人, 也许光荣的拉古斯特真的没有做错吧, 也许这个世界真的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就在这一刻, 欢喜哥的内心开始发生了变化。 三百八十了, 先生们。 贝尔纳带着满脸的笑容说道, 现在到了让暴风雨到来的时候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在三百七八十历史最高位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因此而疯狂了, 大量的资金涌入买涨。 可是, 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在一个包间里,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终胜负。 在三百七十八的高位上, 杭宇来继续大量跟进, 他坚信还会涨的。 墨西哥的农业部长卡纳摩多, 已经宣布了不会开启与美国政府的新一轮谈判。 三百七十? 忽然, 玉米大跌了十个点, 笑容一下子凝固在杭宇来的嘴角, 他几乎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可能, 怎么一下子就会跌下这么多? 杭总, 还在跌? 克鲁奇忍不住叫了出来。 稳住, 稳住, 技术性调整。 杭宇来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屏幕。 稳住, 继续跟进。 刚才还沸腾不已地交椅大厅, 也刹那间变得安静下来。 怎么跌了? 怎么那么快就跌了? 而且一跌就是十个点? 不会的, 不会的。 三百六十二? 可是, 现实却彻底击垮了所有人的幻想。 下跌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刚才上涨的速度, 而且快的让人根本没有办法反应过来。 交易大厅乱了, 彻底地乱了, 恐慌的叫声代替了刚才的兴奋。 三百六十? 下跌的速度稍稍地减缓了一些, 但这丝毫不足以将恐慌的情绪驱散。 杭宇来的面色铁青。 一定要稳住, 一定要把价格拉上去。 克鲁奇接了一个电话, 随即低声对杭宇来说道, 杭总, 交易所要求您追加保证金, 否则将强行平仓。 追加! 杭宇来在这个时候还是非常果断的。 平均购买价格, 已经超出了他能够承受的损失范围。 绝对要硬挺下去, 绝对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认输。 三百五十八? 价格暂时停在了这个数字上。 贝尔纳、霍普金、唐纳斯, 几个人同时站了起来, 脸上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真是辛苦的一天啊, 雷, 请允许我荣幸地邀请您共进午餐。 谢谢, 我接受您的邀请。 欢喜哥的脸上同样带着笑容。 他是跟戴蒙德共同乘一辆车的。 唉, 会有很多的人跳楼的。 戴蒙德低声叹息地说道。 在未来的几天内, 玉米价格还会在不断地反复绞杀, 但最终的趋势是跌跌跌, 不断地跌, 一直跌到无数的人破产, 跌到无数的人自杀为止。 欢喜哥默默地点了点头。 杭宇来的资金正在快速蒸发。 戴蒙德苦笑着说道。 他必须要不断地增加保证金才行, 可是他手上的资金很快就会用完, 能够快速筹集到大量资金, 他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办法, 质押手里国语集团的股份。 欢喜哥脸上的肌肉动了一下。 几天后, 他将一无所有。 戴蒙德又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今天上午就已经注定, 他完了。 他完了, 刚才才出来的时候, 欢喜哥就又给杭宇来发了一条短信, 可是依旧石沉大海。 同样, 维斯特也联系不到。 雷欢喜紧急通知了安妮, 让她无论如何都要找到维斯特, 让她第一时间赶紧通知自己的父亲, 撤退, 立刻撤退, 哪怕已经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也要立刻撤退。 杭总, 交易所再次要求我们增加保证金。 克鲁齐继续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追加。 杭宇来扭曲着脸说道, 可是我们的资金已经不足了, 最多支撑到后天。 我来想办法, 我来想办法。 宇来, 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何必脸, 握住了自己丈夫的手。 现在撤退还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杭宇来摇了摇头。 我们的资金已经深陷其中, 现在撤退的话, 你知道将让我们蒙受多大的损失吗? 可是。 没有什么可视了。 杭宇来断然说道。 我坚信价格还会涨上去的, 我的判断绝对不会错的, 一定有大庄家在那里搞鬼, 他们的资金也不是无限的, 只要我能够再坚持下去就可以。 和碧莲不再劝说自己的丈夫了, 只是提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钱呢? 克鲁奇说, 我们已经只能够支撑到后天了。 碧莲, 你帮我去做一件事。 杭宇来把自己的妻子叫到了一边。 把我们手里的股份质押出去一部分, 尽快地挠挠到大笔的资金。 和碧莲待在了那里。 这个时候质押股份吗? 要知道很明确的, 有人在对国语集团动手, 质押股份正是那些躲在暗处的人求之不得的。 一旦玉米市场没有任何好转的话, 杭宇来和碧莲夫妇在国语集团的股份将会被严重削弱, 话语权也将被极大的降低, 他们甚至有失去国语集团的可能。 她向丈夫看了看, 丈夫的脸色憔悴里透露着一丝严重的不安。 这一刻, 和碧莲就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无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都要坚决地陪着丈夫走下去, 哪怕前面就是悬崖峭壁。 我立刻就去办。 何碧莲定了定神, 说道, 云莲, 你也休息一下, 吃点东西, 路还长着呢。 我知道。 说这句话的时候, 杭宇来的声音里竟然透露着一丝不为人察觉的恐慌, 就跟那些交易所里同样恐慌的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卫尔纳把刀叉放到了一边, 擦了擦嘴。 博纳德先生, 您将如何操作下午的交易呢? 哦, 卫尔纳先生。 博纳德也放下了刀叉。 下午的波动不会太大的, 我将把价格达到350的价位。 根据我的计算, 杭宇来的平均交易已经达到了358到360之间, 而且他必须要不断地追加保证金, 大约在第十或者第十二天的时候, 他将弹尽粮绝, 他唯一能够看到的只是被强行平仓而已。 谢谢你, 博纳德先生。 贝尔纳满意地点了点头。 雷先生, 我想下午的战斗, 也没有什么可以观赏的地方了。 您可以回宾馆休息一下。 晚上, 我会带您去芝加哥最好的饭店, 最好的娱乐场所。 您是我们尊贵的客人, 一定能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招待。 哦, 谢谢你, 贝尔纳先生。 欢喜哥客气地说道。 说老实话, 我也真的有些累了, 是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 欢喜哥发现, 自己这次是真的有些累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 第一千三百零三章, 谁也没有这个能力制止了。 安妮, 找到威斯特没有? 一回到宾馆, 雷欢喜立刻打通了安妮的电话。 没有, 这小子不知道死哪里去了。 安妮的声音里, 明显有些无奈。 我听大富贵的经理说, 威斯特前天认识了一个女的, 结果对那女的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追到手了, 现在好像带着那个女的到哪里去旅游去了。 卧槽, 雷欢喜恨得牙齿痒痒的。 出去旅游, 怎么把手机给关了? 威斯特就是这样的人, 一看到美女脚都软了, 而且出去玩肯定关手机, 就怕被人打扰到她。 欢喜哥, 出什么事了, 你这么着急要找到她? 杭宇来要出大事了。 欢喜哥到现在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安妮, 我在芝加哥还会继续待上一段时间, 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找到威斯特, 告诉他, 立刻让他父亲从期货市场里脱身, 危险, 告诉他, 极度危险, 立刻撤退。 哦, 我知道了, 欢喜哥。 当挂断电话的时候, 尽管内心还存在着一丝侥幸, 但理智却告诉雷欢喜, 晚了,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杭宇来已经没有办法挽救他的命运了。 乔远帆挂断了电话, 然后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怎么了, 老乔? 梁雨丹问了一声。 刚刚卢卡斯给我来了电话, 杭宇来在做期货。 乔远帆苦笑着说道, 而钻石联盟正在对他进行狙击。 梁雨丹也是脸色一变。 糊涂啊, 糊涂啊, 乔远帆连声说道, 钻石联盟本来就在准备干掉国语集团。 杭宇来这个时候进入期货市场, 不是等于把一块大肥肉送到钻石联盟的嘴里吗? 梁雨丹也算是明白了。 老乔, 杭宇来我们虽然不认识, 但是他的孩子木白是我们欢喜的好朋友, 你看是不是能够去帮帮他。 完了, 完了。 乔远帆连连摇头说道, 除非有巨隔资金能够进场, 反狙击钻石联盟, IFO能够做到, 我也可以发起紧急提议。 但这就意味着, IFO直接跟钻石联盟开战了, 我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 IFO也没有谁能够承受这样的责任。 IFO和钻石联盟一直都是死对头, 双方都想吃掉对方, 但大家都知道, 自己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所以, 这对死对头一直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 双方谁也不愿意触碰到对方的核心利益, 即便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摩擦, 但两家也都会谨励, 会克制和约束自己的部下, 有时候, 甚至都还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因为谁都知道, 开战会给彼此带来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IFO不会同意自己这个提案的, 他们怎么可能为了一个跟自己没有一毛钱关系的航语来, 而承担起和钻石联盟全面开战的可能呢? 欢喜现在也在芝加哥。 乔远帆沉吻地说道, 嗯, 也好, 让他亲身地体验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战场, 什么才是真正的可怕, 什么才是真正的钻石联盟? 老乔, 梁雨丹迟疑了一下, 还是说道, 欢喜将来, 肯定要接你在IFO的位置, 而且根据你的三年安排, 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他现在和钻石联盟走得那么近, 真的好吗? 乔远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他脑海里想着的, 都是那天跟哈特曼说的话, 那是一个疯子才会想出来的计划, 以乔远帆那么冷静的人, 按理说是不会赞同的, 但是偏偏乔远帆就同意了哈特曼的计划, 甚至连自己也加入到了这一计划中, 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 自己是不是没有为欢喜考虑过? 一旦失败的话, 不仅仅是自己, 就连欢喜也会被毫无悬念地 拉到可怕的未来中, 可是乔远帆并没有后悔, 如果狂风巨浪迟早要来, 那就来吧, 很多事情的确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候了。 下午的玉米定格在三百五十的价位上, 整个市场弥漫着一片的惊慌, 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办, 杭宇来同样也不知道, 尽管在外人面前, 他依旧保持着镇静, 但其实, 这个时候, 他的内心是慌乱的。 也许, 明天价格就能够涨上去吧? 也许, 不, 明天, 价格一定要涨上去, 要不然, 国语集团跟自己就真的完蛋了。 宇来, 咱们去吃点东西。 何必连, 微笑着挽住了自己丈夫的胳膊。 从中午到现在, 你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光, 听说附近开着一家不错的饭店。 嗯, 走, 吃饭去。 杭宇来, 不想让自己的妻子失望, 当他走出去的时候, 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声。 股份质押出去没有? 嗯, 质押了, 你放心。 何必连绝的, 自己还是必须有责任, 提醒一下丈夫。 宇来, 如果我们把质押股份的钱, 继续投进去, 但是依旧没有起色呢? 那就继续质押。 杭宇来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一直质押到, 我们的最后一点股份也都没有了, 比连这场账我们不能输, 也输不起。 输了, 我们就一无所有了, 公司, 房子, 车子, 我们会彻底地破产, 彻底地沦为乞丐, 不, 比乞丐还要不如。 他不会忍受这样的生活的, 他辛辛苦苦创建了国语集团, 辛辛苦苦拥有了今天的一切。 失去? 不, 绝对, 他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我在担心, 诸国旭那里的一亿美金怎么办? 何必连低声地说道, 老猪帮了咱们这么大的忙, 万一, 我是说万一我们失败了, 这钱怎么办? 这是害了老猪啊。 不会的, 不会的。 杭语来, 喃喃地说道, 我不会失败的, 绝不会失败的, 就算我真的失败了, 还有木白呢, 他会帮我还的, 他一定会帮我还的。 说道他的儿子, 何必连拿出了杭语来一直在国内使用的电话。 语来, 还是给木白打个电话吧。 杭语来接过了电话, 手指按在了开机键上, 但迟疑了好大一会儿, 还是没有按下去, 而是把电话放到了口袋里。 暂时不打了, 再等等吧, 木白还没有原谅我, 我现在打过去, 肯定是自讨没去。 哪有老子打给儿子的电话都不敢打的, 何必连有些无奈, 打一个电话怎么了, 问候医生怎么了, 木白绝对不是那种真正的冷血动物, 他会原谅自己的父亲的。 何必连坚信, 这一天迟早都会到来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最大的一家夜总会里, 灯红酒绿, 音乐劲爆, 那些帅哥靓女们, 一个个跟着音乐, 不断地扭动自己, 释放自己, DJ也在那里, 声嘶力竭地, 调动起全场最嗨的气氛。 然后, 我们的欢喜哥, 就在夜总会里最好的那个卡座, 看到了一个老朋友, 哈特曼。 这家伙, 真是阴魂不散呢, 走到哪里, 都能够见到他。 而且他身边, 依旧坐着七八个, 肤色各异的美女。 您跟哈特曼谈吧。 贝尔纳必须提高自己的嗓子。 这样的场合, 实在不适合我这样年纪的人了, 再待下去, 也许我的心脏病就会犯了。 贝尔纳先生真的走了。 哈特曼让旁边的一个美女, 让出一个位置, 满脸笑容地朝着欢喜哥招了招手。 欢喜哥也老是不客气地, 一屁股坐到了她的身边。 老哈, 是不是你安排的? 当然, 当然是我安排的。 哈特曼拿起一杯酒送给了雷欢喜。 我的小朋友, 你难道不满意吗? 瞧, 这就是芝加哥的夜生活, 你会喜欢上这里的? 好语来的? 欢喜哥接过酒杯, 被问道, 杭宇来的事情你也参与了吗? 哈特曼笑了笑, 让身边的美女, 把夜总会的经理叫了过来。 不一会儿, 雷欢喜就跟哈特曼, 单独待在一个包厢里。 外面强劲的音乐声, 很快就消失了。 杭宇来, 是在自己寻死。 哈特曼喝了一口酒, 说道, 没有谁能够救他了。 你能? 雷欢喜立刻接口说道, 老哈, 鑽石联盟的那些家伙看到你都特别的客气, 你让他们留给杭宇来一条生路吧。 雷, 你真的特别的幼稚, 你知道吗? 哈特曼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生路, 为什么要给杭宇来生路? 你知道, 你知道为了等待这个机会, 鑽石联盟的那些人, 准备了多久, 花费了多少的精力, 调动了多少的人脉和资金吗? 你让他们现在放手。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以为我是谁? 哈特曼还是第一次这么声色俱厉地对雷欢喜说话, 一时间雷欢喜居然正在了那里。 没错, 哼, 我是拥有着巨大的权力和财富。 哈特曼冷笑着说道, 但我的权力和财富只会用在该用的地方上, 我不会为杭宇来这样的人, 动用我一毛钱的资金, 哪怕他死在我的面前, 我都不会伸手。 杭宇来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赌徒, 他会不断地寻找到资金投入进去, 一直到他再也找不到一分钱的资金为止。 对于赌徒, 我从来都不会仁慈的。 雷欢喜在那里, 发了好大的一会儿呆。 可是, 杭宇来的儿子维斯特, 也是你的朋友啊? 他不是我的朋友, 他不配当我的朋友。 哈特曼却出人意料地如此说道, 我只是觉得维斯特好玩而已, 他还没有当我朋友的资格, 雷, 你才是我的朋友, 也许是我唯一的朋友, 但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 哈特曼的口气缓和了不少。 这是一个战场, 交战的双方都希望对方第一个倒下, 如果仁慈和怜悯真的能够结束战争, 那么人类进化的历史上,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流血和杀戮了。 英法百年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不是靠得仁慈和怜悯结束的, 而是谁的实力更强, 谁才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雷, 你今天只是一个旁观者, 但早晚有一天, 你也会亲身面对这样的战争。 雷欢喜的心里动了一下, 他什么都没有说, 而是听着哈特曼继续说了下去。 当你真正必须要面对这样战争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你告诉你的敌人, 我寄予你们仁慈, 我寄予你们怜悯。 当你在高唱着你的道德观的时候, 你的敌人早就会把你碾得粉碎, 连骨头渣子都不会剩下一点。 杭宇来不值得你怜悯。 有一天, 当我或者斯蒂芬, 甚至是你的父亲, 成为你的敌人, 记得我说的话, 在这场战争中, 没有任何怜悯可言。 没关系, 有些头疼, 他不希望看着自己好朋友的父亲失败, 破产, 自杀, 可是在他的内心中, 竟然隐隐地认为, 哈特曼的话是对的。 斯蒂芬先生在这里会怎么样? 他一定会赞成用怜悯的方式来对待你的敌人。 他跟他的弟弟哈特曼是完全相反的两种性格。 哎, 不要让我失望, 永远都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哈特曼放下了手里的酒杯。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杭宇来, 谁都救不了了。 我, 或者是任何人, 从他决定投机期货市场的第一分钟, 就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 他会悲惨的失败, 他的公司, 他的家庭, 他的全部, 很快都将再不属于他所有。 而你呢? 你将见证到一段 惨烈的过程。 你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把你看到的这一切, 告诉你的那位好朋友。 维斯特? 把在芝加哥发生的事情都告诉维斯特吗? 而维斯特能够做的, 就是想尽所有的办法, 为他的父亲报仇。 哈特曼站了起来, 缓缓地说道, 他可以去赚钱, 壮大自己的商业帝国, 然后进行反击, 他也可以雇佣杀手, 把害死他父亲的人逐一杀死, 他甚至还可以拿一把刀, 亲自为他的父亲报仇, 如果他真的敢这么做, 那么我会仁慈地借给他一把刀的。 雷欢喜哭笑不得, 在哈特曼的世界里, 无所谓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只要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了。 可是, 维斯特一样会失败的。 哈特曼在那里淡淡地笑着, 他不可能是那些人的对手, 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 还是当一个旁观者? 仔细地看着每一步, 发现敌人的破绽。 雷, 没有一个人一个组织, 是完美无缺的, 肯定会有漏洞。 一旦发现了, 抓紧他, 千万不要放手, 用最正确的方式, 利用这个漏洞去击败他们。 这? 难道你让我去击败钻石联盟? 老哈, 你这也未免太看得起我了吧? 那可是强大的, 不可一世的钻石联盟。 而且, 我看着你老哈, 也跟钻石联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欢喜歌, 都有一些无语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都是一片的哀嚎。 有的已经被强行平仓了, 有的并不甘心就这么失败, 还在不断地追加着投资, 想尽一切办法弄到保证金。 这其中就包括杭宇来在内。 他已经多次追加了保证金。 而质押股份获得的资金, 也在一天之内投入进了大半。 他永远都不会知道, 他的对手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发力。 这三天来都是跟他在玩着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而已, 因为他的对手知道杭宇来, 还没有拿出自己的全部。 我们的资金坚持不下去了,杭总。 克鲁奇也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现在撤吧, 虽然会让我们损失巨大, 但起码还能保住一部分的资金。 撤,现在撤。 杭宇来哭笑了一声。 现在撤了, 我拿什么还费伦奇的借款? 现在撤了, 国语集团怎么办? 现在撤了, 我还能够拥有什么? 克鲁奇, 我们现在就好像是迷失在狂风巨浪里的一艘小船, 明知道前方危机重重, 随时都会沉船, 但起码我们还能期盼着奇迹的发生。 克鲁奇不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劝说自己的老板了。 继续质押股份, 把我们的所有股份都质押出去。 杭宇来红着眼睛, 像足了一个真正的赌徒。 股注一致, 鱼丝网破, 会涨上来的, 会的, 一定会的。 何碧莲同样, 什么也没有说, 他知道,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劝说自己的丈夫了。 其实仔细想想, 就算真的失败了, 也没有什么, 顶多就是失去公司, 失去房子, 失去车子而已, 但他们一家人还能够继续待在一起, 不是吗? 何碧莲想到这里, 嘴角居然露出了一丝微笑。 杭宇来已经质押出了他跟何碧莲在国语集团全部的股份。 伯纳德语气平静地说道, 而且那些期货市场追玉米的幸存者们, 也都纷纷跟进了保证金。 贝尔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场简单的游戏比我们设想得更加快。 霍普金先生, 唐纳斯先生, 我想我们该结束这个略略有些无聊的游戏了。 是的, 网里的鱼已经足够多, 足够大了。 霍普金也带着笑容说道, 结束这一切吧。 雷欢喜一直都在旁边, 一直都在安静地听着。 他已经无力去阻止什么了, 他也没有这个本事。 他现在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学生, 他在努力地听着, 努力地汲取着一切他所需要的知识。 早晚有一天, 你也会踏入这个战场的。 哈特曼的话, 一直都在他的脑海中盘旋着。 美国当地时间上午8点30分。 昨天的新闻中, 墨西哥政府因为农业部长卡纳摩多, 发表了未经政府同意的不实言论, 宣布免除了他的农业部长职务, 并且宣布和美国政府的谈判依旧在进行着, 双方就关键性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 同时, 美国方面也确认了这一情况, 并且表示, 虽然本年度由于气候等因素造成了农产品的一定减产, 但美国、中国、墨西哥等国共同认为, 他们能够拿出充足的货源供应市场, 保证市场的稳定性。 这对于玉米期货市场, 简直就是致命的一击, 但这还仅仅是开始而已。 芝加哥当地时间上午8点30分, 美国农业大亨、金凯德公司、 爱萨克农业发展集团、 全美农业联合会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 他们将向市场提供充足的包括玉米在内的各种农产品, 世界农业市场绝不会出现暴涨的情况。 8点35分, 美国著名的投资商唐纳斯的发言人宣布, 开满公司、红珊瑚资本、艾斯蒙德投资集团, 将向以美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农场主, 提供高达3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以敦促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 维护市场的稳定性。 崩盘了。 当这几则消息接连出现以后, 玉米期货市场彻底地崩盘了。 309, 当芝加哥期货市场刚一开盘, 玉米的价格就被打到了一个如此之低的地步。 完蛋了。 一个投机失败的家伙, 时魂落魄地不断喃喃地说道, 他走到了交易市场的顶楼, 惨笑一声, 然后从楼上一跃而下。 他死了, 可是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多看他一眼。 很快, 还会有更多的人步他的后尘的。 加拿大当地时间九点十分, 杭宇来哆嗦着, 给自己点着了一根烟。 303还在继续跌着, 而且跌势根本就无法止住。 杭总, 他们再次要求追加保证金。 追加追加, 要多少都追加进去。 杭总, 按照目前的跌势, 我们的资金还可以支撑三天左右, 情况好的话也许四天, 短期合约也很快就要到期了。 到了这个时候, 克鲁齐也不再劝说老板什么了。 反正目前的情况明知道是死, 也必须要不断地追加资金进去, 要不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承受这样的损失了。 知道了, 我知道了。 杭宇来的声音颤抖着, 克鲁齐, 去做你该做的事吧。 克鲁齐苦笑着走了出去, 他清楚, 自己的老板完蛋了, 公司保不住了, 那些债主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上门, 甚至, 就连董事会的董事们, 也会对老板提起诉讼的。 因为国语集团的全部资金, 都被老板挪用到了期货市场上了, 而董事会却对此一无所知。 天是踏不下来的。 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何必连总是站在自己丈夫这一边的。 会有办法解决的, 肯定会有办法解决的, 雨来, 答应我, 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样可怕的情况, 都千万不要做傻事。 你还有我, 你还有你的儿子。 我不会的, 不会的。 杭雨来, 暗灭了手里的烟, 可是很快又点上了一根。 再大的困难, 我们都一起度过了, 这次也一样, 他们打不倒我的, 他们谁都打不倒我。 何必连续发现, 此时的丈夫正处在崩溃的边缘, 他还发现, 自己的丈夫从来都没有这么绝望过。 这一次, 他们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他的丈夫投机失败了, 被彻底地打败了, 也再也没有任何的翻身机会了。 现在他们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只有等待着命运的最后裁决。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 欢迎大家, 但是他的心意 瑞瑞感受到了 谢谢我家金哥 而昨天直播的时候呢 风筝哥也来到了直播间捧场 谢谢风筝哥对我的支持 风筝哥说他最近很忙 那么这部小说我估计啊 他可能是也没有听到这集 等什么时候听到了 希望能够告诉瑞瑞一声啊 还有萧恩 昨天为我下了一场流星雨 那么我在这里 感谢所有在直播间里 陪伴着我的小耳朵们宝贝们 今天这部小说更新十集 同时也希望收听这部小说的宝贝们 有空闲的时候 到我的直播间去聊个天啊 让我们之间的感情再加深一步好吗 我们之间的距离啊 就差你来到我直播间的那一步了 瑞瑞等你来啊 好的 废话不多说 请大家收听小说 第一千三百零六章 崩盘的玉米期货市场 玉米期货市场 已经没有救了 它下跌的速度并不快 但每小时都在跌 以一种抽茧波斯的方式 让你慢慢地感受到绝望和痛苦 杭宇来知道自己快要完蛋了 但他依然抱着最后的希望 一次接着一次地追加着保证金 他完全不知道 这样的折磨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完全不知道 自己可以坚持到什么时候 但是 他必须要去做 他的妻子何必连 根本就没有劝他 就快要结束了 何必还要继续劝呢 就让他一个人 肆意地玩上最后一次吧 原计划杭宇来 还可以抵抗十到十二天 但现在看起来 我们是太高估他了 在唯一还洋溢着欢乐的包间里 伯纳德·厄特利 知道这场战争 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 明天这个时候 他就会完蛋了 贝尔纳先生 满意地点了点头 亲爱的霍普金先生 我们已经掌控了 杭宇来的公司了吗 是的 亲爱的贝尔纳先生 我们已经完全掌控了 杭宇来的公司 霍普金先生 同样是春风满面 现在 国语集团的创始人 杭宇来先生 以及他的夫人 何碧莲女士 手中 再也没有一股 国语集团的股份了 贝尔纳先生 指了指大屏幕 等到这里的战争结束 立刻接管国语集团 并且追究 杭宇来挪用公司资金 进行期货市场投机的责任 同时 同志克劳顿 费伦奇先生 可以全面地对杭宇来夫妇的名下资产 进行查封了 赶尽杀绝 这是真正的 在赶尽杀绝呀 欢喜歌 一直都在标上听着 这就是钻石联盟的作风吗 一旦动手 绝不容情 必须把对方彻底地逼上死路 这样的对手 毫无疑问 是最可怕的 而哈特曼和戴蒙德 居然要颠覆这样的对手吗 他们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几天的时间 就让杭宇来灰飞烟灭 辛苦创建下的财富 化为乌有 在钻石联盟面前 他甚至连一丝抵抗的力量都没有 还有那个戴蒙德 戴蒙德带着雷欢喜 来到了芝加哥 并且见到了这些了不起的大人物 可是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在这间包间里出现过 全欧洲最吃香的钻石王老五 年轻的亿万富豪 在贝尔纳这些人的面前 连座位都不配拥有 而不管是贝尔纳或普金 或者是刚刚认识不久的唐纳德 他们还仅仅是钻石联盟的高层而已 还有那个神秘的元老慧呢 他们才是真正掌握着钻石联盟 全部权利的幕后boss 对了 还有一个绝大多数人 根本就不知道他身份的那个 终极大boss 也许能够对抗他们的 只有IFO吧 雷欢喜已经见识到了 钻石联盟的雷霆手段 那么IFO呢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这个组织究竟又蕴藏着 多么大的能量呢 云东巴黎经济贸易促进会 戴孟德居然要用这个 刚刚成立的促进会 来对抗钻石联盟 这未免也太可笑了吧 雷欢喜的心里 第一次有了一种沮丧感 过去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 他都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今天 他觉得自己 就是一颗小小的石头 在仰望着雄伟的高山 斗不过他们的 就算自己 使尽了浑身的解数 也斗不过他们的 戴孟德疯了 居然想靠着拉拢自己 来挑战 来挑战钻石联盟 那可怕的权威 贝鲁奇先生 感谢您这么多年 对我跟国语集团的服务 距离新的一天 芝加哥期货市场开盘 还有半个小时 杭宇来的脸上 看不到任何的失败后的沮丧 你一直都忠心耿耿地 跟在我的身边 无私地为我本人 和国语集团 奉献着你的才华 但现在 我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 您被解雇了 贝鲁奇不生气 也不愤怒 他知道 这是杭宇来 在尽最后的能力 保护自己 这次 为了玉米期货市场 杭宇来 大量地挪用了 集团的资金 而没有通过 董事会的同意 当这里失败以后 他肯定会被追究责任的 而自己 身为杭宇来的助手 肯定也无法脱掉甘心 所以 他必须要在彻底失败前 解雇自己 杭宇来 朝自己的妻子看了看 何必连 很快就从包里 掏出了两份文件 贝鲁奇先生 这是解雇信 以及我跟杭宇来先生 亲笔签名的诚情函 证明在本次期货交易中 你竭力反对我们 动用公司的资金 进行期货市场的投资 但是你的建议 都被我们否决了 谢谢你 杭总 夫人 贝鲁奇 接过了这两份文件 他也有家庭 也有老婆孩子 需要保护 就算他再忠诚 也不得不为自己的 未来所考虑 杭宇来手里 剩下的资金 顶多支撑完今天上午 然后下午一开盘 可怕的事情 就会发生了 去吧 贝鲁奇先生 杭宇来 还在那里淡淡地笑着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不再是上下级的关系了 我们是朋友 希望将来 有空的时候 你能够来看看我们 我会的 先生 玉米的价格 还在不断地下滑 一个接着一个的噩耗 不断地传来 杭宇来 麻木地 不断增加着保证金 进行着一场 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 没有任何胜算的战争 杭宇来先生 您必须再次增加保证金 否则 我们将对您进行 强行平仓 这是杭宇来 接到的最多 最频繁的电话了 他已经将手里 最后的一笔资金 投了进去 290 288 282 玉米的价格 还在继续一路下跌 杭宇来先生 您必须再次增加保证金 否则 我们将对您进行 强行平仓 当又一次 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 杭宇来忽然发现 自己的手里 已经没有一分钱了 要结束了吗 真的到了 该结束的时候了 下午 芝加哥期货市场 继续如期开盘 已经没有什么哀嚎了 所有人都已经麻木了 就在沉默中死去吧 很多时候 挣扎和反抗 反而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杭宇来看了看他的妻子 居然还对他笑了一下 悲凉 绝望 无助的笑容 何必连也对他笑了一下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陪伴在你身边的 电话再次响起 这次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是 杭宇来先生 由于您无法在规定的时间里 继续追加保证金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通知您 您被强行平仓了 就是这样 杭宇来知道 这一刻终于还是到来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雷欢喜投资了100万美元 按照投资比例分配 雷欢喜拿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小头 他分到了战利品 630万美元 在偿还了贝尔纳先生 借给自己的 连本带利的资金 100万美元后 雷欢喜净获利530万美元 可怕吗 几天的时间而已 就获得了如此之高的回报 可是 一点都不可怕 雷欢喜的那100万美元的投资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他分到的 只是一点小的不能再小的利益而已 可是 钻石联盟呢 他们是十几倍 几十倍 甚至是上百倍的在获利 无数的人破产了 无数的人自杀了 可是 在这个小小的包间里 这一群人 却获得了天文数字一样的利益 财富 掌握在极少数的人手里 那种从昨天就开始强烈的畏惧 继续充斥在雷欢喜的身体里 贝尔纳先生愉快地跟雷欢喜 约定了晚上的晚宴 可是 一直到回到自己的房间时 雷欢喜还是心神不宁 一开门 发现哈特曼居然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品尝着红酒 用茶杯喝红酒 真是一个不错的发明 哈特曼的手里 端着一个茶杯 笑着说道 你怎么进来的 心情非常不好的雷欢喜 闷声闷气地问道 我想进的地方 总是能够进的 哈特曼 根本就不管雷欢喜的心情如何 恭喜你 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回报 尽管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但起码这是个不错的开头 不是吗 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可以高兴的 雷欢喜 颓丧地躺到了床上 他们杀起人来都不用刀 受害者在他们面前 居然连一点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除了动用整个IFO的力量 还有谁可以阻挡住他们 我感觉到了你的害怕 畏惧了 畏惧了我的朋友 哈特曼 似乎早就对雷欢喜的态度 有所准备 老实说 谁第一次看到钻石联盟 如此可怕的实力 都会畏惧退缩的 这是你最正常的反应 没有什么奇怪的 可是 如果你问起 谁可以阻挡他们 当然有 他们有畏惧的人吗 当然有 IFO 完全能够阻挡住他们 我跟我那位 总是那么正直的哥哥 斯蒂芬先生 同样是他们所畏惧的人 现在 还有一个 你 我的朋友 你疯了 你这个家伙真的是疯了 我算什么 方寸公司的总经理 奥运冠军 世界纪录的宝石者 这些头衔 在他们的眼里算个屁 他们想要捏死自己 比捏死一只蚂蚁 还要轻松十倍 雷欢喜 一点都不想相信 哈特曼的话了 哈特曼 晃动着手里的茶杯 就好像 在晃动着一只 装着红酒的 专用高脚杯 哎 你又有什么 我说的是财富 啊 雷欢喜 在那里挣了一下 财富 自己现在 是有点小钱 可是 在钻石联盟的眼里 自己的那点钱 根本就算不上是财富 哈特曼又问了一句 你可以失去什么 雷欢喜的眼睛 盯着天花板 一眨不眨 自己能够失去什么 无非就是公司破产了 无非就是自己 还回到过去的 那个穷小子而已 这个问题 自己过去也想过 但当亲眼目睹了 钻石联盟的威力后 自己自然而然地 在内心里 生腾起一种恐惧感 我喜欢看足球 我最喜欢的球队是曼联 哈特曼 忽然把话题 转到了足球上 英国的足总监 是任何级别的球队 都可以参加的 曼联是超级球队 他们在足总监的 某场比赛里 遇到了一支 英国业余联赛的球队 赢了 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输了呢 那必然将会是 他们的奇耻大乳 那将会轰动 整个足球圈 这支业余球队的名字 将被所有人所铭记 雷欢喜从床上坐了起来 对呀 自己凭什么要害怕 顶多公司倒闭了 顶多自己破产了 可那又有什么呀 自己大不了 重新开始在仙桃村里 养鱼养虾养螃蟹呗 再说了 自己其实还拥有 很大的财富啊 那些在水底 在湖底的财宝 正安静地等待着自己 什么时候有机会去挖掘呢 雷欢喜开始有些鄙视自己了 自己过去 可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啊 怎么现在一看到 钻石联盟的架势 居然会被吓到了 卧槽 自己就是那支业语球队 没准 瞎猫碰到死耗子 乱拳打死老师傅 干掉了超级球队曼联呢 那可够自己吹上一辈子的 你也并不孤独 哈特曼的嘴角 露出了一丝神秘的微笑 你有许多的人在帮你 比如我 尊贵的哈特曼先生 有钱的哈特曼先生 了不起的哈特曼先生 我的财富 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所以我现在 给你一个绝佳的机会 我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做我的养子吧 亲爱的雷欢喜先生 滚 雷欢喜毫不犹豫地 就说出了这个字 我当你的朋友 当得好好的 凭什么要当你的养子 那个汉娜 是你哥哥的孙女 我当了你的养子 不成了他的叔叔了 你做梦去吧 哈特曼笑了 可是 眼神中却略带着 一丝失落 你以为 我真的想这么做吗 基于我财富的人 太多了 我可不能把 我的巨大财富 那么轻易地交给你 你当我稀罕呢 雷欢喜翻身下床 整理了一下衣服 我最烦那些 动不动就要收人 当干儿子干女儿的 我就一个爹 我爹叫乔远帆 人送外号 乔疯子 兰花界 赫赫有名的 大师级人物 哈特曼 不知道是该哭 还是该笑好了 乔远帆的保密工作 也做得未免太好了 居然把自己的亲生儿子 都一直蒙在鼓里 这个雷欢喜啊 聪明的时候 聪明地要命 可傻起来 也真是傻得可爱 我走了 你就待在我的房间里吧 擦 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不行 我得向酒店投诉去 客人的房间 居然被人给闯进来了 雷欢喜在那里 嘀咕着说道 这酒店的治安 也太差了吧 酒店是绝对不会接受你的投诉的 哈特曼大笑着说道 哦 对了 你要去哪儿啊 雷欢喜伸了一个懒腰说道 啊 晚上还有一个盛大的宴会 等着我去参加呢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桌 第1308章 杭宇来最后的安排 杭宇来给自己打开了一瓶酒 席地而坐 喝了一大口酒 然后给自己点上了一根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喷出了几个烟圈 太舒服了 很久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 长久以来的超负荷工作 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 所以喝酒抽烟 这些不良爱好 他都已经戒掉了 可是在交易期货的时候 他破戒了 现在 现在是彻底的不管了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 打开看了一下 我最最亲爱的妻子 很高兴这些年 你一直都陪伴在我的身边 这次失败是我连累了你 让你一无所有 银行很快就会来收缴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 甚至包括我们的结婚戒指 也都无法幸免 我欠你的 恐怕只能下辈子再偿还给你了 我不恨谁 我一个人都不恨 包括那些 我至今不知道是谁的对手 我帮你想好出路了 在云东 投靠雷欢喜吧 跟我的儿子一样 雷欢喜会好好地照顾你的 他是一个善良的人 哪怕是我的妻子 他也一样会好好照顾的 但是 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去投靠诸国旭 他的儿子朱金言是个坏人 一个真正的坏人 但是 要告诉穆白 我欠朱家的钱 一定要还了 我杭语来一声 虽然称不上顶天立地 但也绝不会害朋友的 还有一件事 我要告诉你 我打开了那个 在国内使用的手机 本来是想给穆白打个电话 做最后的道别的 可是 却发现了无数的短信 都是雷欢喜发给我 警告我的 可惜啊 我到今天才刚刚看到 如果早一点能够发现 也许 我就不会落到现在的下场了 雷欢喜 很有趣的一个小家伙 可惜啊 我认识他的时候 太晚了 我在你喝的咖啡里下了安眠药 当我写这封信 以及走到天台上的时候 你正在熟睡 我曾经答应过你 不会做傻事的 但请你原谅我 我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对你食言了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失败 我无法忍受 我们的未来 那种凄惨的日子 所以 请原谅我这个懦弱 而又自私的丈夫 我走了 我要解脱自己了 永别了 我亲爱的妻子 永别了 我亲爱的孩子 在天堂里 我会默默地祝福你们的 永远爱着你们的杭宇来 绝比 杭宇来仔细地看完了这封信 小心地把它放到了口袋里 然后 又掏出一个手机 他一条条地 翻看着那些短信 危险 撤离 赶快撤离 你的对手早就有预谋了 撤离呀 再不撤离就来不及了 这些都是雷欢喜 发送给自己的 当他看到这些短信的时候 却已经太晚了 雷欢喜 谢谢你 我死了 也一样会保佑你的 杭宇来不断地往自己嘴里灌着酒 不断地大口大口地抽着烟 当一瓶酒完全喝完以后 他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他站了 他站了起来 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 他朝天台上看了看 笑了 他张开双臂 好像一只老鹰一样 从天台上 一跃而下 住南镇 维斯特从车子上下来的时候 满脸疲惫 哈欠连天 累死了 真的要累死了 可一连玩了那么多天 太爽了 维斯特 你死到哪里去了 安妮终于看到维斯特了 大声地嚷了起来 哇 玩去了呀 维斯特哈欠不断 不说了 我先回去睡会儿 这几天 真的累死我了 安妮对这个家伙 简直就是哭笑不得 睡你个头啊 欢喜哥找你好几天了 他让我一看到你 就让你立刻给你父亲打电话 告诉他 危险 赶快撤离 啊 怎么了呀 维斯特的脸色一变 我也不知道啊 你赶快打呀 打国内电话 还是打他在加拿大的呀 肯定是在加拿大的呀 国内的欢喜哥他有 哎等等 我为什么要打呀 维斯特忽然好像想起了什么 想行的 不管有什么事 都是活该 维斯特 安妮的脸色 罕见的阴沉下来 我知道你对你父亲有意见 但我相信 如果不是发生了特别重大的事情 欢喜哥是不会那么紧张的 你不相信你的父亲 难道还不相信你的大哥吗 大哥我肯定信 我先打给大哥 我先打给大哥 维斯特嘀咕着拿出了手机 云冬跟芝加哥时差相差多少 13个小时吧 现在咱们这里是晚上9点 大哥那里就是早上10点呢 他打通了雷欢喜的电话 大哥 我维斯特呀 什么事那么着急呀 雷欢喜的声音 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 听着 维斯特 我现在在芝加哥 期货交易市场 你父亲要破产了 啊 怎么会这样啊 不光是破产 而且肯定所有的一切都保不住了 他完了 你仔细地听我说 我知道你恨你的父亲 但你父亲对你隐瞒了很多 关于你亲生母亲的事 他从来都没有对不起 你跟你的母亲过 具体的情况 你去问问何必连吧 如果你不相信何必连的话 我就当面告诉你 大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快急死我了 维斯特这次 真的是有些急了 电话里说不方便 现在你打你父亲的电话 已经太晚了 回加拿大去 回到你父亲的身边去 我这里的事情了结了 会到加拿大跟你会合的 你父亲还有一些 留给你的东西 存放在我这里 电话说到这里就挂断了 维斯特完全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自己的爸爸 从来没有对不起 自己跟自己的母亲 自己的爸爸 有什么留给自己的东西 要放在大哥那里 还有 大哥去芝加哥 到底做了什么呀 维斯特 欢喜哥对你说了什么 安妮 推了推呆若目击的维斯特 大哥 大哥让我立刻回家的大去 他说电话里说不方便 那你还等什么呀 赶快去呀 安妮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继续道 维斯特 你记住 父亲永远是你的父亲 他也许会对你很严厉 但我相信 没有一个父亲 会害自己的子女的 也许 也许吧 也许吧 安妮说的话 也许真的有一定的道理吧 到了这个时候 维斯特的脑海中 已经是一片空白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女女们 端着酒杯 用自己认为最高贵的姿态 在那里低声交流着 唐纳斯先生 是今天的主人 他在这次期货市场上的斩获 足够让他休息上一年 什么事都不做了 可谁会想休息呢 他还要赚更加多的钱 让自己变得更有钱 他带着雷欢喜 引进了很多上流社会的人物 尤其是那位 据说是特别有钱的寡妇 艾德纳霍奇森女士 霍奇森女士三十岁 具有四分之一的英国血统 之前是个超级名模 后来嫁给了美国的船运大亨 超级富豪霍奇森先生 他们结婚的时候 霍奇森女士只有二十七岁 而霍奇森先生却已经八十岁了 他们对外宣称 他们完全是真爱 从来不关乎金钱的什么事 一个八十岁的老人 娶了一个二十七岁的 美丽性感的妻子 所以霍奇森先生 第二年就死了 也就是说 霍奇森女士在结婚的次年 就变成了一个寡妇 然后霍奇森女士 跟霍奇森先生的十二个子女 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遗产官司 最终的结果是 霍奇森女士 成功地打赢了这场遗产官司 获得了霍奇森先生 绝大部分的财产 她成了全芝加哥 乃至全美国 最年轻 最漂亮 最富裕的寡妇 见到雷欢喜的时候 爱德纳霍奇森女士 明显对这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 有种强烈的好奇心 我认识你 那个毫不客气的 用侮辱的方式 回忌了侮辱你的霍顿的游泳选手 雷欢喜笑了一下 什么也没有说 天哪 我喜欢她做事的方式 霍奇森女士 开始变得兴奋起来 绝对的侮辱 这件事 也许会毁了霍顿的职业生涯 霍先生 你当初是怎么想的 雷欢喜 还没有来得及回答 唐纳斯 已经抢着说道 哦 又有客人来了 霍奇森女士 希望 你能够跟雷欢喜先生 聊得愉快 擦 就这么抛下自己走了 不可否认的是 霍奇森女士 是绝对美丽的 合身的晚礼服 处处将她美妙的身材显露出来 而且 三十岁的年纪 让她浑身上下 都充满了一种成熟的迷人风采 雷欢喜 胡乱敷衍了几句 偏偏这位霍奇森女士 却听得非常认真 听到开心处的时候 还会抿着嘴 发出笑声 您真是太有趣了 雷先生 霍奇森女士 赞叹地说道 总说你们东方人是内敛的 是谦逊的 可是 这些品质 在您的身上 一点都看不到 那脸谦虚 也需要因人而异 雷欢喜 淡淡地在那里笑着 对于一再侮辱你的人 我喜欢选择 用更加直接的方式回击 是的 我完全赞成你的看法 霍奇森女士 叫住了适应声 拿过了一杯香鞭 轻轻地勉了一口 也有很多侮辱我的人 说我嫁给我的先生 就是为了他的财产 但是真实情况 是什么呢 真实情况 你们是真爱 对不对 雷欢喜 早就猜到对方 想要说什么了 真实情况是 霍奇森女士 在那里停顿了一下 然后才说道 我就是为了他的财产 啊 这会儿 轮到雷欢喜 张大了嘴巴 呃 这个 这也不用那么直接吧 霍奇森女士又笑了 笑起来 非常的迷人 一个当时 只有27岁 年轻貌美的女人 怎么可能看上一个80岁 就快死了的老头子呢 除了因为金钱 难道还有别的理由吗 好吧好吧 你赢了 欢喜哥认输了 这他妈的是 丝毫没有伪装啊 不过老实说 像这么直白 毫无掩饰的女人 还是引起了 欢喜哥很大的好感 做了就是做了 有什么了不起的 遮遮掩掩 才真的让人无语呢 霍奇森先生死了以后 为了针对他的遗产 他的12个子女 聘请了庞大的律师团 跟我打起了遗产官司 霍奇森女士的弹性 似乎是非常的浓厚 而且 他们不断地在外面造谣 诽谤重伤我 可我一点都不在乎 既然我嫁给霍奇森先生的 本来目的 就是为了金钱 那么为什么不能允许 别人评论我呢 不过 当他们把精力 用在对我污蔑上的时候 我却把精力 用在了跟我的律师讨论 如何赢得这场遗产官司上 所以 霍奇森女士赢了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但赢了 就是赢了 我开始有点佩服你了 雷欢喜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真的 我是真的有点佩服你了 女人能够做到你这样的 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见过 换成别的女人 面对满城的话题 恐怕早就忍不住了 当然了 我拥有着巨额的财富 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 巨额财富 我每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晚上该参加什么样的宴会 至于霍奇森先生 留下的那些生意 自然有专人帮我打理 霍奇森女士的笑容 愈发的迷人 但是我也有烦恼 我已经成为了我丈夫 庞大的商业帝国 唯一的继承人 一举一动 关注的人更多了 所以 我必须要对我的一举一动 必加小心 我没有办法再婚 甚至都没有办法找一个情人 那么多的记者都在盯着我 我简直毫无隐私可言 不过 也许找一个东方的情人 不会那么的引人关注吧 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欢喜哥 蒙在了那里 霍奇森夫人 凑近了欢喜哥 一阵阵淡淡的 但却特别好闻的香味 扑鼻而来 然后霍奇森夫人 用很低的声音 在欢喜哥的耳边 说道 我随时随地 都可以到中国去 也许 你会在那里 开好一间房间 等着我的到来 我擦 我擦你个擦 这是赤裸裸的勾引呢 瞧 你长得很好看 很有魅力 而且还是一个 著名的运动员 完全符合 当我情人的条件 霍奇森女士 却丝毫没有把这些话 当成一回事 至于我 我会给你提供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便利 也许这就是 我们的交换条件 对彼此都有力 以后这样的场合 自己还是少来参加的好 太可怕了 简直比在芝加哥的 期货市场还要可怕 欢喜哥长这么大 都没有见过 这么可怕的女人 真的毫无遮掩 毫无遮拦 居然公开要自己 成为她的情人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霍奇森女士 告诉自己 不用急 自己完全可以 仔细地考虑一下 她的建议 然后 霍奇森女士 把自己的私人电话号码 留给了欢喜哥 这会闯祸的事吧 万一让安妮知道了这件事 简直不堪设想 还有 千万千万别来云动 像霍奇森女士这样的女人 有什么样的话说不出来 跟安妮在一起 那是妥妥的 针尖对脉麻 不对 应该是火星撞地球啊 欢喜哥 越想越是害怕 还好 过一会儿 贝尔纳 霍普金 唐纳斯 三个人出现了 霍先生 有一个朋友 特别地想要见您 您现在方便吗 身为这里的主人 唐纳斯 客气地询问道 啊 方便呢 欢喜哥也不知道 是谁 想要见自己 唐纳斯带着他 上了二楼 最靠里的一个房间里 一推门 便恭恭敬敬地说道 等斯坦先生 雷欢喜先生来了 欢喜哥发现 无论是贝尔纳 还是霍普金 或者是唐纳斯 一走进这间房子的时候 脸上都同时露出了恭敬的表情 雷欢喜先生 欢迎您的到来 房间里 那个估计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站起来 说道 我是布鲁诺 邓斯坦 很高兴 能够在这里 见到您 哦 邓斯坦先生 您好 欢喜哥 礼貌地跟对方握了一下手 年纪虽然大了 但精神和身体 看起来都相当的不错 几个人都坐了下来 欢喜哥 很快又发现了 贝尔纳 或普金 唐纳斯 都坐在边上 而把跟邓斯坦 坐得最近的位置 留给了自己 年轻的雷欢喜先生 大名鼎鼎的雷欢喜先生 能够在这里见到你 太美妙了 邓斯坦先生 微笑着说道 你的身份 我都已经知道了 而我想 也许我有必要 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 住在伊利诺伊州 南部的乡下人 我有一个小小的农庄 养着三头牛 鸡皮马 和一些鸡鸭 我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可惜呀 他们谁也不愿意 继承农庄 住在伊利诺伊州的乡下人 一个农夫 一个农夫 会让贝尔纳这样的三个人 如此尊敬吗 当然了 我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 邓斯坦先生 钻石联盟中 可我知道 我为什么不是真的农夫呢 邓斯坦先生 连我自己 像这样的一样的一样的 像这样的场合 我是不会参加的 尽管贝尔纳先生 他们是钻石联盟的高层 但以我的身份 他们还是无法倾动我的 当邓斯坦先生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 表情非常自然 而贝尔纳 贝尔纳 霍普金 唐纳斯的脸上 也没有任何的尴尬 仿佛这一切 都是天经地义的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因为你 雷先生 邓斯坦先生 出人意料地说道 芝加哥期货市场一战 是我们 兽医戴孟德先生 带您来的 我想 你已经见识到了 我们强大的 不可战胜的力量 雷欢喜 完全承认这一点 但是 这老家伙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呢 邓斯坦先生 缓缓地说道 我们也非常的欣赏你 你现在 又是云东巴黎 经济贸易促进会的会长 所以 经过元老会 慎重的考虑 以多数通过的方式 正式邀请你 加入钻石联盟 今天 带给欢喜哥的震撼太多了 可没有什么 比这更加让欢喜哥震撼的 邀请自己加入钻石联盟 你是在那里说笑话吗 当然了 以你的年纪和资历 还没有办法加入我们的核心组织 所以 我们会先把你 安排到红山湖资本去 邓斯坦先生 自顾自地 慢慢地说着 你将成为 我们在云东的代言人 三年后 如果你表现出色 你将成为 我们在整个远东的代言人 十年后 在经过考察合格后 你会正式加入钻石联盟 我想 在你四十五岁左右 你将成为 钻石联盟的高层之一 就跟他们一样 他的手指 指向了贝尔纳 霍普金和唐纳斯三个人 哎先生啊 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 贝尔纳在那里解释了一下 四十五岁 就能够成为 钻石联盟的高层 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了 这足以说明 我们对你的器重 等等等等 欢喜歌 却忽然打断了贝尔纳的话 元老呢 元老也需要这么漫长 而复杂的考察吗 那不需要 元老是世习制 邓斯坦先生 摇了摇头 元老是终身制的 当我死前 我会指定我的亲人 继承我的职位 如果 我来不及指定我的继承人 那么元老会 会在我的孩子 或者直系亲属里 挑选一个 欢喜歌 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唉 你们都帮我 规划好我的未来了 偏偏 只有我这个当事人不知道 钻石联盟 了不起的组织 很强大的组织 多少人梦寐以求啊 邓斯坦先生的脸上 又露出了 胜利者的微笑 可是 我拒绝 啊 你说什么 几个人同时 惊叫起来 其中 也包括 邓斯坦先生在内 欢喜歌 一个字 一个字地说道 我说 我拒绝 邓斯坦先生 完全惊呆在那里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邓斯坦先生 完全没有预料到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他的脸色 从震惊中 变得阴沉起来 雷先生 你居然拒绝了 我们向你递来的 橄榄枝 怎么着 咬我 欢喜歌笑嘻嘻地说道 我这个人懒散惯了 从来不喜欢别人 给我约束什么 让我按照 你们为我制定的计划走 每一天 每一个月 每一年 都是如此 那会把我逼疯的 而且 这事不好玩 一点都不好玩 邓斯坦先生 你们找错人了 雷先生 你知道 拒绝了钻石联盟的好意 将意味着什么吗 邓斯坦先生 强忍着怒气说道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欢喜歌 大大咧咧地说道 会跟杭宇来的下场一样 不 也许 比杭宇来的下场 还要惨 可我就是不高兴 我不高兴的事情 就是不高兴 怎么着 你家欢喜歌不高兴 咬我呀 你咬我 难道我就没有牙齿啊 邓斯坦先生怒了 他这次是真的怒了 他活到73岁了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就算曾经 跟钻石联盟的死对头 IFO 进行谈判的时候 对方对自己 也是一样非常尊敬的 可是 面前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小家伙 居然敢这么对自己说话 正当邓斯坦先生 准备爆发的时候 房门却被推开了 接着 一个很好听的声音 传了进来 我就说过 他未必会答应的 霍奇森女士 进来的竟然是霍奇森女士 霍奇森女士的笑声 也是同样的好听 你没有看到过 雷欢喜先生 在奥运会上的表现 邓斯坦 一个敢如此强硬地 回击自己对手的人 怎么可能让你 为他安排好 未来的人生呢 霍奇森夫人 您好 贝尔纳 霍普金 和唐纳斯 同时站了起来 用一点也不逊色语 对待邓斯坦先生的 恭敬口气 说道 你到底什么身份啊 欢喜哥 摸着脑袋 疑惑地问道 叫我霍奇森女士 不是夫人 我的丈夫已经死了 我还要 再找一个情人呢 霍奇森女士 居然在 众目睽睽之下 给欢喜哥 抛去了一个媚眼 然后才说道 我是钻石联盟的元老啊 这 该说什么才好呢 先让你家欢喜哥 冷静一下再说 邓斯坦先生 是钻石联盟的元老 对吧 这是自己 今天见到的 第一个元老 然后 第二个元老 又出现了 居然他妈的 是如此年轻的 霍奇森女士 今天过得 太他妈刺激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 霍奇森先生本身 就是钻石联盟元老会的元老 霍奇森女士 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死了 在临死前 指定我为他在 钻石联盟元老会内的 继承人 所以 我才能打赢了官司 你还真以为 是我整天 跟我律师 研究的结果吗 好吧好吧 现在 现在完全明白了 怪不得 刚刚嫁给霍奇森先生 才一年时间不到的女人 能够打赢 遗产官司呢 有钻石联盟出手 什么样的官司 不能打赢呢 可是 这个女人对待自己 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态度呢 警惕一些 欢喜哥的心里 不断地在警告着自己 霍奇森女士 在那里咯咯地笑着 媚态 一点都不像个元老 根本就像个 风骚的女人 年轻的帅哥 你知道吗 我在元老会上 说那些话的时候 他们没有人相信 他们没有人认为 有谁会拒绝 钻石联盟的邀请 为此 我还跟邓斯坦先生 打了一个小朵 你果然没有 让我失望 请注意你的仪态 霍奇森女士 邓斯坦先生的脸色 要多难看 就有多难看 雷欢喜先生 侮辱了我 也侮辱了 钻石联盟 这是不可饶恕的 所以 他很快 将面临到 最严峻的惩罚 吓唬谁呀 你家欢喜哥 早就准备好了 我不同意 霍奇森女士 却忽然这么说呢 我拒绝 给予雷欢喜先生 任何惩罚 这是一个元老提出来的惩罚要求 邓斯坦先生 我想惩罚雷欢喜先生 恐怕要等到明年了 不过 我想明年 我会继续行使我的豁免权的 邓斯坦先生 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为什么 霍奇森女士 你之前 甚至跟雷欢喜先生都不认识 你为什么为了他 甘愿得罪一个元老呢 他比你英俊啊 霍奇森女士的话 让人哭笑不得 他比你年轻 比你健康 所以 我想让他当我的情人 既然这样 难道他还没有当上我的情人 就要遭遇到不幸吗 邓斯坦先生 我也必须要提醒你 如果你还是固执地 准备追查雷欢喜先生 所谓的罪责 那你 等于也是得罪了一个元老 欢喜哥 咽了一口口水 这是什么女人啊 一口一个情人的 你好歹顾及一下 你家欢喜哥的面子啊 邓斯坦先生 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 忽然笑了 哈哈 当然 我不会得罪你的 尊敬的霍奇森女士 雷欢喜先生 我为我刚才的师太 向你道歉 既然 你不愿意加入钻石联盟 那就算了 但是 你失去了一个 强大的朋友 这算是威胁吗 欢喜哥 也在那里笑着 哼 也许有一天 我会后悔的 但肯定 不是在今天 邓斯坦先生 站了起来 那么 我就告辞了 雷欢喜先生 霍奇森女士 我农场里的牛 还在那里等着我呢 唉 现在的年轻人 总是让人 那么的不放心呢 这个该死的老家伙 为什么还活着呢 等到 邓斯坦先生 离开以后 霍奇森女士 收起了笑容 说道 总是摆出 这样的架势 让所有的人 都觉得 他特别的神秘 特别的畏惧他 像他这样的人 早就应该 建坟墓了 啊 霍奇森女士 简直是 判若两人呢 现在说起话来 居然 又是如此的恶毒 贝尔纳 霍普金 和唐纳斯 完全地尴尬了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两个元老 可是他们一个 都得罪不起的大人物啊 可是 还真的不得不佩服 雷欢喜 那无与伦比的胆量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要让你当我的情人 等等之类的 欢喜歌是半句也不相信的 像霍奇森女士 心机那样深沉 短短的时间里 就成为了超级富豪 解决了前夫的那些财产 独享巨额资产 接着又摇身一变 成为钻石联盟元老的女人 怎么可能 为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绝不可能 可是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这次 虽然未必得罪了整个钻石联盟 但是 邓斯坦先生那个家伙 是妥妥地得罪了 他妈的 来芝加哥赚了一点钱 结果 得罪了一个 钻石联盟的元老 这将来可有的乐了 贝尔纳 霍普金和唐纳斯 一秒钟 都不敢在这个地方逗留了 在得到了 霍普金女士的许可后 这三个家伙 灰溜溜地 溜出了这间屋子 要知道 就在不久前的芝加哥 期货市场上 这三个人 可是呼风唤雨 不可一世的呀 可是 在邓斯坦先生 和霍普金女士的面前 他们居然 就像三个特别驯服的 小学生一样 什么话也不敢说 权势和金钱 所产生的威力 果然是不容小觑的 霍奇森女士 又向我们的欢喜哥 抛去了一个媚眼 我们的欢喜哥 于是又打了一个哆嗦 她是真的害怕 霍奇森女士 这样的媚眼 眼神里的寒意 似乎能够把欢喜哥 一口给吃了 英俊的帅哥 什么也不要说 霍奇森女士的笑容 要多暧昧 就有多暧昧 换到希尔顿酒店去 去找那里的大堂经理 对他说 是霍奇森女士 安排你去的 做什么呀 欢喜哥害怕了 难道你准备今天 就对我动手吗 好像是看出来 欢喜哥的意思 霍奇森女士 走了过来 居然轻轻地 扶摸一下 欢喜哥的脸颊 放心 你早晚都会 变成我的猎物 但肯定不是现在 暂时我还没有心情 你不是想要知道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住过去 明天你就知道了 太大胆了 居然把你家欢喜哥 成为猎物 可是 欢喜哥的兴致 却真的被彻底地 调出来了 霍奇森女士 为什么要这么对自己 为了自己 甚至不惜得罪了 她的同伴 一直到来到 希尔顿酒店 走进霍奇森女士 专门为自己准备的 豪华套房时 欢喜哥 还在想着这个问题 明天 明天真的会有答案吗 天知道 洗了澡 打开电话 里面正在播放着 芝加哥期货市场 刚刚发生过的 可怕的灾难 一天之内 仅仅在芝加哥一个地方 自杀的人 就超过了35人 可见 这次灾难 带来的影响 有多么的大 换了一个频道 同样播放的是新闻 可是 有一条新闻 让欢喜哥的血液 都快要凝固了 尽管他对此早有准备 来自加拿大的电视台报道 某加拿大级 亚裔男子 跳楼身亡 该男子姓杭 某公司董事会主席 据说 跳楼原因 因为投资期货市场失败 杭宇来 欢喜哥很快就知道 这个人是杭宇来了 他破产了 完蛋了 很有可能走上绝路 这一点是欢喜哥 早就想到的 可是 那么快 却让人无法想象 维斯特呢 维斯特回到加拿大了吗 他能够接受这个现实吗 他本来想给维斯特打电话 可是 想了想 手指 又从电话上 放了下来 也许 这个时候 最不应该打扰他吧 国语集团完了 可杭宇来 可杭宇来 还有一笔 一亿两千万美元的秘密资金 存放在自己这里 杭宇来 居然对自己那么信任 也不怕自己悄悄地黑了这笔钱 维斯特 能够靠着这笔巨款 东山再起吗 欢喜哥 接通了自己的全球经纪人 卢卡斯的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 那头的卢卡斯就说道 哎 我知道你现在在芝加哥 也知道你赚了不少的钱 但相信我 不要再跟那些人纠缠下去了 你已经看到了你想看的东西 回去吧 我知道 卢卡斯 我今天遇到了一点事 欢喜哥并没有问出全部 只是说道 你认识爱德纳霍奇森女士吗 卢卡斯 一下子沉默下来 过了好久之后 才说道 你见到这个女人了 是的 我见到了 离她远点 能够离得多远就多远 雷 卢卡斯的声音 略有一些急促 听着 这个女人非常的可怕 不仅仅是她嫁给了霍奇森的第二年 这位大富豪就忽然死了 在她很小的时候 她就已经非同反响了 卢卡斯 告诉了欢喜哥一些事 那还是在高中的时候 竞选橄榄球队 拉拉队员的选拔中 当时 无论是相貌 还是身材 都不算特别出众的爱德纳 霍奇森 仅仅获得了替补队员的名额 而在比赛的前一天 爱德纳的好朋友卡洛林 却得了急性腹泻 不得不住到了医院里 于是 爱德纳顺理成章地替补上去 成为了一名正式的拉拉队员 如果说 这仅仅是巧合的话 那么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足以让人耐人寻味了 女大十八变 到了大学的爱德纳和卡洛林 越长越漂亮 身材也越来越火辣了 无数人追求她们 但是却都被她们拒之门外 两个人一直都是 大学的拉拉队主力成员 毕业以后 也都走上了模特之路 当时 她们被称为 全美最有希望的年轻模特 顶级服装设计师 克里斯丁·范特尔 挑选一位新的御用模特的时候 爱德纳和卡洛林 是最有希望入选的 在范特尔家族 举办的春季时装秀上 将是考验两个人最好的时候 谁能够在这次时装秀上 获得霍特尔的青睐 那么她就从此后 踏上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可是 在时装秀的前一天晚上 卡洛林再一次因为急性腹泻 而进入到医院 爱德纳最终成为了 范特尔的御用模特 最终也变成了 全世界知名的超模 两次发生的事情 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连卡洛林住院的病因 也都是一样的 这就不得不让人生疑了 两次都是爱德纳和卡洛林 在进行某样竞争的时候 而随后出院的卡洛林 发表了一则愤怒的声音 也证明了大家的猜测 卡洛林召开记者发布会 声泪俱下地痛斥 自己的好朋友 在自己的水里下毒 也一下子就把爱德纳 推到了风口浪尖 爱德纳坚决否认 并且很快就召开了 一个新的新闻发布会 指责自己的好朋友 完全是在捏造事实 造谣重伤 自己从来没有做过 那么卑劣的事情 警方也迅速地进行了调查 但是 有可能被下毒的那瓶水 已经神秘地失踪了 没有任何的证据 能够证明爱德纳 跟此事件有任何的关系 这以后 连番遭到好友出卖的卡洛林 心灰意冷 彻底地退出了模特界 再以后就销声匿迹了 而爱德纳却越来越红 风头一时无两 伴随着她的负面信息 也随着时间的流逝 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甚至后来都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啊 欢喜哥好奇地问道 我曾经是他们两个人 共用的经纪人 卢卡斯的回答 让欢喜哥恍然大悟 但是她还是有一个问题 不太理解 当年出了那么大的事 范特尔还依然用了爱德纳吗 克里斯丁是范特尔家族里的一个异类 相信我 我了解她 因为我也一样是她的经纪人 卢卡斯在电话那头 缓缓地说道 她特别喜欢 启用一些劣质斑斑的模特 吸毒的 公众场合辱骂记者的 甚至是进过监狱的 她认为 这样的模特 才真正地懂得生活 才能够真正地理解自己 设计里的含义 这什么呀 这算是什么真正地懂得生活呀 这些艺术家的生活 才是真正地让人不懂 欢喜哥也只有苦笑了 我当了爱德纳很多年的经纪人 一直到她结婚嫁人为止 卢卡斯在那里 劝告着欢喜哥 我太了解这个女人了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她是绝对的不择手段 在她的字典里 从来都没有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甚至连霍奇森的死 我都怀疑 跟爱德纳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也是霍奇森的子女 一直怀疑的 芝加哥警方也同样地介入了 但是检查出来的结果 是霍奇森先生 因为兴奋过度 而引发心脏病猝死的 兴奋过度 引发心脏病 这里面包含的含义 所有的人都懂了 所以霍奇森的子女们 也不得不请求警方停止了调查 欢喜哥现在了解了 可是她的内心 却更加地好奇了 明天爱德纳 找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 男人的心里总是这样的 当对一件事情产生好奇的时候 是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 想要知道真相的 哪怕其中蕴含了巨大的危险 也同样如此 我一直都在怀疑 霍奇森和钻石联盟 有着什么密切的联系 卢卡斯又继续说道 爱德纳 继承了霍奇森 几乎全部的家产 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他也是钻石联盟的人 所以离他远远的 千万不要靠近他 欢喜哥敷衍了几句 就连卢卡斯这样的人 也无法知道 钻石联盟的内部机密 而今天自己却一连见到了两个钻石联盟的元老 还得罪了其中的一个 另一个呢 另一个天知道明天会要自己做出什么事 我今天在唐纳斯的酒会上 还看到了一个叫邓斯坦的人 你认识他吗 欢喜哥 还想从卢卡斯的嘴里 探索到一些什么自己还不了解的事情 邓斯坦 赫拉斯 邓斯坦 卢卡斯 一口就准确地爆出了这个人的全名 如果 你说的是这个人的话 我建议你 宁可跟艾德纳在一起 也千万不要跟他独处 为什么呀 欢喜哥听的是一头雾水 他是一个很大的富豪 总是在人前摆出一副从来都不在意金钱 更喜欢农家生活的样子 可是 他对金钱的贪婪 是你难以想象的 像他这样的超级富豪 会为了一美元 跟别人争得面红耳赤 在他身边那么多年 已经有19位助理 21位司机 以及连我都记不清的保姆辞职了 原因嘛 原因都是相同的 他让人无比厌恶的吝啬 卢卡斯 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也是带着苦笑 他总是想办法 要榨干身边 每一个人身上的最后一美分 甚至对他的子女 也是一样的吝啬 就连他的儿子上学时候 打工赚下的钱 也被他给骗了 天哪 你能够想象 一个父亲 能够骗自己亲生儿子的钱吗 所以 他的儿子 女儿 都在他们成年之后 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 这个人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在他的世界里 只有金钱的概念 还真的有父亲 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子女 这再一次 刷新了欢喜哥 认识上的下线 如果 仅仅是吝啬 也就算了 可这个人 还特别的记仇 有的人 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小事 得罪了他 结果 在不久的将来 肯定会遭到他的报复 有的人 甚至会因此 而家破人亡 雷 仔细地听着 当他找到你的时候 肯定不会是为了什么好事 他接近你 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好不好吧 你卢卡斯 现在说这些话 已经太晚了 你家欢喜哥 何止是为了一点小事 得罪了他 简直是彻底地 把他给激怒了 按照卢卡斯的说法 像邓斯坦这样的家伙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报复 来吧 反正 不管得罪了你们 钻石联盟里的任何一个人 你家欢喜哥 总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得罪了一个高管 跟得罪了一个元老 难道还有太大的区别吗 听到我说的话了吗 雷 卢卡斯的语气里 明显地有一些急促 哦 听到了 卢卡斯 欢喜哥 发现这个时候 自己的心情 居然是一片的平静 你放心吧 后天 我就离开芝加哥 我会去一趟加拿大 杭宇来自杀了 我想去看看他的儿子 哎 可怜的杭宇来呀 他在错误的时间里 选择了错误的对手 卢卡斯 在电话里 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请代表我 送上我的哀悼 让他节哀顺便 并且千万不要想着报仇 你也千万 不要帮着杭宇来的儿子报仇 尽管我知道 你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杭宇来的敌人 绝对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能够抗衡的 哦 我知道了 卢卡斯 欢喜哥挂断了电话 报仇 自己不想去报什么仇 可是 以维斯特这样的性格 肯定会去报仇的 而且是义无反顾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欢喜哥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才好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雷先生 您准备好了吗 哦 是的 我已经准备好了 欢喜哥发现 现在的自己 既有一些紧张 又有一些期待 一会儿 会发生什么呢 霍奇森女士 会让自己看些什么呢 会不会找几个人 绑架了自己 然后把自己给强暴了 呸呸呸 乌鸦嘴 可是为什么心里 还是有些期待感呢 男人总是这样的 对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会有特别的期待 比如一个心如蛇蝎 可拥有着天使面孔 魔鬼身材的女人 强暴自己 如果说一点都不动心的话 那么这个人 非但是个君子 而且还是个伪君子 经理没有带欢喜哥进电梯 而是直接走的安全通道 一路走到了一楼 经理一转身 又直接下了地下车库 他打开了一辆黑色轿车的车门 李先生 请上车 这么神秘 欢喜哥带着满腹的疑惑 上了这辆黑色的轿车 没有什么人来绑架他 更加没有幻想中会发生的事情 这位经理 是个很沉默的人 一路上都没有主动说过什么话 他似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专职司机 就算是欢喜哥问他一些什么 他都回答得非常简单 没意思 欢喜哥非常无聊地等待着赶快到达目的地 开了很长的一段路 轿车终于停了下来 雷先生 雷先生 我们到了 经理帮助欢喜哥打开了车门 这里已经远离繁华的市区了 一幢孤零零的乡村别墅 伴随在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河边 从外观来看 这幢别墅已经很破旧了 不过 外面却打扫得干干净净 甚至还种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 雷先生 我就陪您到这里了 霍奇森女士 正在里面等着您 欢喜哥忽然问了一声 艾德纳喜欢别人叫她霍奇森女士 而不是霍奇森夫人吗 经理沉默了一下 他讨厌霍奇森这个姓 可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坚持 要别人称呼她为霍奇森女士 说完这些话 经理便急匆匆地上了轿车离开了 都是一些怪人呢 欢喜哥嘀咕着 来到了别墅前 心里又莫名地紧张起来 里面会隐藏着什么 怪兽 人狼 吸血鬼 对了对了 艾德纳会不会是吸血鬼变的呀 电影电视里的那些吸血鬼 可不要么就是帅哥 要么就是美女吗 欢喜哥的想象力 真的是太丰富了 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 本来以为 像这样老旧的房子里 里面一定是阴暗的 布满了灰尘的 让人一进来就感到恐惧的 可是很快 欢喜哥就发现 自己又错了 里面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阳光充足 许多盆看起来 就让人心情舒畅的植物 非常巧妙地 摆放在客厅的各个位置 雷欢喜先生 您来了 一个看起来 跟艾德纳差不多年纪 就连长相和身材 都不相上下的年轻女士 走了过来 请跟我来 艾德纳已经在等着你了 卧槽 有钱人就是有钱人 连保姆都长得 那么漂亮性感 跟随着保姆 来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 透过门上的玻璃 雷欢喜看到 艾德纳正跟一个老人在里面 老人估计有六十岁左右的年纪 穿得干干净净 可是目光呆滞 两只手食指交叉 紧紧地握在一起 嘴里一直都在 喃喃不断地说着什么 他在说 对不起先生 对不起先生 保姆低声地 对欢喜哥解释道 对不起先生 这个老人对不起谁了 房间里的艾德纳 什么话也没有说 只是坐在那里 安静地看着老人 一扭头 看到欢喜哥来了 艾德纳朝他微微地点了点头 站起身来 在老人的额头上 轻轻地吻了一下 接着走了出来 重新回到了一楼的客厅里 欢喜哥刚刚张口说了一声 霍气森女士 却很快就被艾德纳打断了 请叫我艾德纳 或者科恩伯格 艾德纳科恩伯格 这是我结婚前的名字 我说过 我讨厌霍气森这个姓 艾德纳科恩伯格 现在 欢喜哥知道艾德纳原来的姓了 科恩伯格女士 你今天叫我来这里的目的是 你想知道 我今天叫你来这里的目的吗 艾德纳 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 风骚入骨的魅态 而是变得异常地认真 请允许我 先给你讲一个故事 艾德纳讲的故事是 从前 有一个银行的小职员 从建银行的第一天开始 就特别的勤奋好学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他的目的 就是将来有一天 能够成为这个银行的经理 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回报 三年后 他成了这家银行的某个部门主管 并且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他跟他的妻子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很快又有了自己爱情的结晶 小职员这段时间是最幸福的 一直到某一天 他迎来了一个客人为止 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就连银行经理 也都亲自出来迎接了 幸运的是 大人物前来办理的业务 是由这个小职员 亲自负责的 那可是个不错的机会 可是 小职员做梦都想不到 这却是他噩梦的开始 他对大人物 恭恭敬敬 一点都不敢怠慢 桌子上的电话响了 对不起先生 我接一下电话 小职员抱歉地说道 当接完这个电话时 小职员不淡定了 那是他的母亲给他打来的 他的妻子在医院里 刚刚帮他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女儿 小职员高兴坏了 那是自己的女儿啊 可惜的是 自己这个父亲 居然没有办法陪在妻子身边 第一眼看到自己的女儿 因为之前 经理早就通知过大家了 今天有了不起的大人物要来 谁也不许以任何的借口请假 只是这个好消息 却一直牵动着小职员的每一寸神经 让他多少也有些心不在焉起来 有几次 那个大人物跟他说话 他都没有听清 不得不抱歉地说道 对不起先生 请您再说一遍 那个大人物的脸色 越来越阴沉了 看起来也越来越可怕了 忽然 这个大人物 忍无可忍地站了起来 你的前途 从现在开始 完蛋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无论小职员如何哀求 但都得到了冷冰冰的一句回答 滚出这里 没有别的了 小职员失业了 在他有了女儿的当天 就失业了 仅仅是因为得罪了一个大人物 小职员傲丧到了极点 从这以后 他一直在努力寻找着一份新的工作 可是有几次 他明明已经应聘成功了 但是当拿到银行经理那里审批的时候 却很快就得到了几乎相同的话 对不起 先生 我们不能录用你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能录用 小职员百思不得其解 最终 一个负责招聘的好心的银行职员 悄悄地告诉他 你大概是得罪了什么人 已经上了银行高层之间的一份黑名单 在全芝加哥 全伊利诺伊州 甚至是全美国 都没有任何一家银行 再会录用你了 小职员 晴天霹雳 他在银行业的生涯 就这么完蛋了 可他回到家中 还不得不强颜欢笑 不把真相告诉自己的妻子 以免他会担心 而且每天晚饭后 总会跟自己的妻子 一起带着女儿出去散步 直到有一天 一辆偶尔路过的轿车 在路边停了下来 车窗里 一双邪恶的眼睛 盯上了小职员和他的妻子 当天晚上 小职员就接到了一份邀请 正是那个 他得罪的大人物发来的 邀请他和他的妻子 去他的家中做客 小职员大喜过望 认为自己的命运 终于出现了转折 他急忙跟妻子 做了惊心的准备 还专门去买了礼物 准时出现在大人物的家中 那个大人物的眼睛 不断地落在 他那美丽的妻子身上 你想重新获得职位 很简单 当那个大人物开口说话时 小职员的妻子才知道 自己的丈夫居然已经失业了 然后那个大人物说道 我甚至可以让你当上那家银行的行长 我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那天我偶尔路过你家门前 正好看到了你的妻子 我一见钟情 我爱上了你的妻子 所以你只需要让你的妻子 陪我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这话 如同晴天霹雳一般 砸在了小职员的脑袋上 不 先生 我之前做的对您非常抱歉 我可以另外找工作 但我不会出卖我的妻子的 我比任何人都爱她 她的手 紧紧地跟妻子的手握在了一起 可是 那个大人物 却拿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钻石 来到了她的妻子面前 美丽的女士 你愿意离开你的丈夫 到我的身边吗 故事的发展 跟有些故事是一样的 在那个大人物财富的诱惑下 小职员的妻子 松开了丈夫的手 一个是已经失业 根本无法提供她富裕生活的丈夫 一个是拥有着巨大权力 和财富的大人物 小职员的妻子 选择了后者 她抛弃了自己的丈夫 不顾小职员的苦苦哀求 她被扔出了大人物的家 在门口 小职员撕声裂肺地大声叫着 可是却根本没有人理会她 她失魂落魄地回到家里 把所有的一切都痛哭着 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这个世界上 只有母亲才能够给予她安慰了 更加大的不幸发生了 一个星期以后 芝加哥警方在一个肮脏的小胡同里 发现了一具女尸 女尸的身上遍布伤痕 明显是死前受尽了折磨 而且根据尸检的结果 该女性在生前遭到了不止一个男人的侵犯 最终她因受尽折磨而死 那是小职员的妻子 当小职员看到自己妻子的尸体时 她一瞬间崩溃了 她跪倒在警察局的地上 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 对不起 先生 对不起 先生 她疯了 她只因为得罪了一位大人物 而家破人亡 她的母亲一边照顾着精神失常的儿子 一边照顾着自己还在抢宝中的孙女 一边向那个大人物发起了诉讼 希望法律能够还给自己儿子一个正义的结局 可是 她失望了 那个大人物的权势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庞大的律师团为大人物做出了辩护 最后 让陪审团一致相信 是小职员的妻子率先勾引了她跟她的手下 小职员的妻子绝对是一个淫荡无耻的女人 大人物当然是无罪的 大人物带着胜利者的笑容 离开了法庭 小职员的母亲 知道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正义可言了 这个坚强的女性没有怨天尤人 而是勇敢地承担起照顾儿子以及孙女的职责 在孙女刚刚懂事的时候 她就把这段悲惨的故事告诉了自己的孙女 并且不断地告诉她 报仇 一定要报仇 所以 在小职员女儿很小的时候 仇恨就已经占据了她的全部身心世界 这就是爱德纳所讲的故事 她讲得非常平静 从容 每一个字都说得非常清楚 欢喜哥已经有些隐隐地猜到了 就是刚才你在陪伴的那个老人吗 是的 就是她 爱德纳淡淡地说道 她的名字叫乔舒亚科恩伯格 乔舒亚科恩伯格 爱德纳科恩伯格 什么都不用多说了 她 是我的父亲 爱德纳虽然竭力想要保持着冷静 可是 她的眼中分明闪动着泪花 我的父亲疯了 我的母亲虽然背叛了父亲 但她毕竟是我的母亲 可是 却惨死了 还有我的祖母 她一直都照顾着我跟我的父亲 终于 她的身体垮了 甚至都没有能够等到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天 可是 我在她临终的时候 向她发誓 我一定会为科恩伯格家族复仇的 欢喜哥 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美丽风骚 说话全无顾虑的女人身上 居然会有这么样的一段故事 她更加没有想到 爱德纳的身份居然会是一个复仇者 事情转折得太快了 快地让欢喜哥几乎无法接受 那个大人物是谁 其实 当欢喜哥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心中一惊 大致地有了一个名字 爱德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这个人的名字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赫拉斯 邓斯坦 赫拉斯 邓斯坦 欢喜哥听到这里 也只有苦笑了 他心里猜测的那个名字 跟爱德纳的仇人 是完全一样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满了怨恨和诅咒 我一直都在想着报仇 雷欢喜先生 爱德纳又重新恢复了自己的冷静 但是我也知道 以邓斯坦的势力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 所以 我必须要出名 要让一个更加有权势的大人物看上我 然后 只有借助这个大人物的力量 才能够帮助我 嗯 他说的这个大人物 就是后来的超级富豪 霍奇森 从高中的时候 我就在努力着 我进了高中橄榄球队的拉拉队 然后 又进了大学的拉拉队 最终 我走上模特 这一个最容易结识到富豪的职业中 爱德纳的话 让欢喜哥 想到了他的好朋友 卡洛林 爱德纳 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 完全是踩着他曾经的好朋友的脑袋上去的 我成功了 我成了超模 我认识了大富豪霍奇森 我用最快的速度 俘虏了他 并且成为了他的妻子 获得了他的家产 爱德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一点都听不出来 有什么自豪的地方 我原本以为 霍奇森 只是一个超级富豪而已 但绝对没有想到 他居然 会是钻石联盟的元老 而且 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在元老会上 我居然看到了我的仇人 赫拉斯 邓斯坦 他竟然也是钻石联盟的元老 只是 他绝对不会想到 我会是被他害的 那家破人亡的 那个小职员的女儿 事实是 就是这么的奇特 赫拉斯 邓斯坦 大概也绝对不会想到 一张复仇的网 已经在悄悄地笼罩着他 此时的欢喜歌 脑海里 却还在转动着 卡洛林的名字 不由地顺口说了出来 那卡洛林呢 你为了你的复仇计划 却牺牲了曾经 最好朋友的前途 你难道 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 卡洛林 你也知道卡洛林 艾德纳明显地震了一下 而那个 一直都在安静坐着的保姆 嘴角却露出了一丝 淡淡的微笑 接着 说了一句 欢喜歌 怎么都意想不到的话 我就是卡洛林 啊 欢喜歌 再一次地懵了 是自己听错了 还是幻觉 这个人 居然是卡洛林 这个自己 以为是 艾德纳聘请来的保姆 其实 跟保姆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吗 我就是卡洛林 雷先生 卡洛林 微笑的样子 跟艾德纳 一样的迷人 你很奇怪是吗 按理说 我应该非常痛恨 艾德纳 是他夺走了 我的前途 是他让我在模特界 肖正逆戒 不 其实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帮艾德纳策划的 欢喜歌 今天很头疼 头疼得要命 转折 变化得实在太快了 快得让欢喜歌 根本无法接受 一个漂亮的女人 居然是一个 复仇的使者 一个本该是 仇人的女人 居然是自己 命运的破坏者 这该让欢喜歌 怎么样接受啊 我是艾德纳 最好的朋友 也是他 唯一的朋友 卡洛林 所表现出来的冷静 无疑 是让人吃惊的 他很早就知道了 艾德纳的悲惨身世 所以 他决定 帮自己最好的朋友 报仇 甚至出名 让别人注意 然后 接近某个大富豪 都是卡洛林 一手策划的 拉拉队的选举 卡洛林 成为了拉拉队员 艾德纳 却只是一个替补 计划的一开头 就遇到了挫折 所以 卡洛林决定 让艾德纳 取代自己 就编造出 自己得了 急性腹泻的 这个理由 艾德纳 成功地 取代了他的位置 以后 他们一直都在 循序渐进地 发展着 直到共同步入了 模特圈 然后 遇到了 克里斯丁 范特尔 卡洛林 了解 克里斯丁的性格 也知道 这将是 艾德纳 成为超模的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 他再一次地 生病了 接着 他愤怒的指责 是他的好朋友 艾德纳 害的他 艾德纳 处在了 风口浪尖 而这些 他们的努力 果然引起了 性格 特立独行 喜欢有 劣迹模特的 克里斯丁的好奇 艾德纳 被克里斯丁 选中了 他成为了 他的御用模特 并且迅速地走红 成为了 超级模特 然后 他遇到了 霍奇森 并且几乎 不费吹灰之力的 就俘虏了 这个老头 成为了 他的妻子 而卡洛林 则安静地 躲到了幕后 承担起 照顾艾德纳 父亲的责任 其实 艾德纳 是一个复仇者 而卡洛林 扮演的 则是军事的职位 使他 亲手策划了 整起事件 并且为此 牺牲了自己 本该拥有的 大好前途 请允许我 向你致敬 卡洛林 女士 欢喜哥 站了起来 非常认真地 说道 不管他们 采用了 什么样的手段 但卡洛林 所做的一切 无疑 是让人 肃然起敬的 而人的一生 能够拥有 卡洛林 这样的一个朋友 也该知足了 请叫我 卡洛林小姐 我还没有结婚 卡洛林 微笑着 纠正了 欢喜哥的错误 好吧好吧 欢喜哥 更加尊敬 面前 这位美丽的小姐了 为了帮助 自己的好朋友 复仇 不但牺牲了 自己的前途 而且三十岁 她应该有 三十岁了吧 依旧 没有结婚 这样的好朋友 到哪里去找 我这一生 最大的幸运 就是认识了 卡洛林 埃德纳 握住自己 好朋友的手 所以 我的一切 都愿意 跟她分享 我所得到的财富 也都有 卡洛林的一半 当我复仇结束 我会跟卡洛林 远远地离开 再也不会 回到这个城市了 呃 这个 你们除了是好朋友外 是不是 还有其他的 什么关系啊 邪恶的欢喜哥 在他那邪恶的心里 冒出了这样 邪恶的想法 好不好 自己在那里 胡思乱想 什么呀 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 而且 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 欢喜哥 还是问了出来 你们要把这个故事 告诉我做什么 是啊 毕竟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秘密 可是 我们的欢喜哥和爱德纳 才刚刚认识没多久啊 因为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我的帮助 欢喜哥一听这话 头立刻摇得像个波浪鼓一样 别找我 别找我 我自己的事情 就已经够多了 我们必须要找你 因为有人告诉我们 想要报仇 就必须需要你的帮助 咦 当爱德纳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的欢喜哥 反而好奇起来 是谁啊 谁那么看得起我 爱德纳 跟卡洛林相识一笑 然后 才缓缓地说道 是你的好朋友 让人尊敬的 哈特曼先生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叫 哈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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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个该死的哈特曼 又冒了出来 怎么这个该死的哈特曼 又给自己 搅了这么一档子事啊 在我 嫁给霍奇森以后 在我的婚礼上 我认识了哈特曼先生 一说到哈特曼的名字 爱德纳 就非常的尊敬 有一天 哈特曼先生 秘密地找到了我 对我说了一句话 那天哈特曼先生 对爱德纳说的是 我找人调查了一下 很费力 但还是查清楚了 你是乔书亚 科恩伯格的女儿 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爱德纳被吓坏了 可是 隋吉哈特曼先生 就安慰他 说道 不用担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对于你父亲 和母亲的遭遇 我也有所了解 而邓斯坦 是绝对想不到 你是乔书亚的女儿 那么 你想要做什么 当时的爱德纳 是非常的疑惑的 你以为 嫁给了霍奇森 就可以复仇了 你错了 科恩伯格女士 哈特曼先生 淡淡地说道 你根本不知道 霍奇森 和邓斯坦的真实身份 你也根本不知道 他们有多么的可怕 霍奇森的儿子 安东尼 已经在对你 进行秘密调查了 以他的能力来说 要查清楚你的身份 是早晚的事情 不过 你也不必担心 我已经做了一些 技术上的处理 安东尼 是绝对不会 查出真相的 爱德纳心中 惊疑不定 他听着哈特曼先生 继续说道 就算你将来取得了 霍奇森的家产 也没有办法复仇 因为 你根本不知道 你所要对付的人 有多么的强大 他会轻易地把你杀死 不 当他知道真相后 他会用一种 你生不如死的办法 不断地折磨着你 还有 你也无法得到 霍奇森的全部家产 因为 他早就立下了遗嘱 他大约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遗产 由他的子女来继承 并且 他在某个组织里的位置 也是由他的儿子 安东尼来继承的 那个组织 当然就是鑽石联盟 并且 这份遗嘱 已经放到了 钻石联盟 所属银行的保险柜里 当他去世以后 他的律师和钻石联盟的元老们 将会共同开启这份遗嘱 也就是说 一旦霍奇森死了 爱德纳 仅仅只能够得到他 不到百分之一的财产 尽管这个数字也不错了 可是 对于爱德纳的复仇大计来说 却完全发生了 可怕的转折 爱德纳 根本就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些 他原本以为 霍奇森 已经彻底败倒在 自己的石榴群下 可是 绝对没有想到的是 在霍奇森的眼里 自己依旧只是一个玩物而已 怪不得 在结婚前 霍奇森的律师 会让自己签署一份 婚前财产协议 当时 报仇心切的爱德纳 根本就没有考虑那么多 直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想 在结婚以后 再慢慢地谋夺 霍奇森的家产 可是 老奸巨华的霍奇森 却早就做好了 完全的准备 正当爱德纳 心丧若死的时候 哈特曼先生 接下来的话 却让爱德纳 重新燃起了希望 但是 我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让那份遗嘱 不复存在 不管它是放在 什么银行的保险箱里的 我也可以 让那几个起草 这份遗嘱的律师 永远地闭嘴 我可以帮你打赢 未来的遗产继承官司 我还可以 让你获得霍奇森 在那个组织里的职务 总之 霍奇森 所有的一切 未来都是你的 这当然是有条件的 可是 复仇心切的爱德纳 连想都没想 就答应下来 面前这位神秘的 哈特曼先生 已经成为了 自己报仇的 唯一希望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 也就顺理成章了 霍奇森 在做某些男女间 经常会做的 剧烈运动的时候 因为兴奋过度 并且使用了药物 而呼发心脏病 当时 治疗心脏病的药物 就在一边 但是 爱德纳却微笑着 把药 朝边上挪动了一下 挪动到一个 霍奇森的手 无法碰到的地方 霍奇森 就这么死了 爱德纳 立刻给哈特曼先生 打了一个电话 哈特曼先生派来的人 很快就到了 那幢海边的别墅 他们用最短的时间 安排好了一切 他们甚至 还用一种特殊的办法 给霍奇森的尸体 服用下了心脏病急救的特效药 并且保证 试检官在检查的时候 会确认 爱德纳已经进行了 力所能及的急救 最终的结果 也证明了这一点 霍奇森先生 被试检官 进行了严格的实检后 确认是正常死亡 在此次事件中 爱德纳 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接着就是霍奇森的遗产 和他在钻石联盟里 元老的位置了 哈特曼先生 帮助他安排好了一切 爱德纳成为了霍奇森 最大的 也几乎是唯一的继承人 不管是在财产 还是在地位上 欢喜哥现在才算是明白了 怪不得爱德纳的计划 会进行得那么顺利 怪不得钻石联盟 会支持他 哈特曼 都是那个哈特曼 在暗中策划的这一切 没有哈特曼的话 爱德纳和卡洛林 共同策划的计划 根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甚至 在霍奇森 或者是邓斯坦 这样的人眼里 如此的复仇计划 根本就是在那里玩过家家而已 哈特曼先生 在不久前 再次地找到了我们 卡洛林 接着自己好朋友的话 说道 他告诉我们 即使爱德纳 成为了钻石联盟的元老 也一样不可能 有任何的机会 撼动邓斯坦 在钻石联盟里的地位 而只要他一天 是钻石联盟的元老 我们的复仇计划 就没有办法成功 要想成功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找到一个人 寻求到他的帮助 不会说的是我吧 欢喜歌 还是抱着最后的一丝幻想 说道 就是你 雷欢喜先生 当爱德纳带着笑容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欢喜歌 已经在心里 把哈特曼 诅咒了一百次 大哥 你开什么玩笑 你给我这么个难题做 那可是 钻石联盟的元老啊 弄不好 会连自己 都给搭进去的 嗯 你家欢喜歌 已经答应 帮你对付 钻石联盟了 可绝对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啊 我拒绝 欢喜歌 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不会说出 你们的秘密的 但是 我也绝对不会参合进 你们的什么复仇计划 你可以先听听 我们的条件 雷先生 不听不听 我什么都不听 当复仇成功以后 我全部的一切 都是属于你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或者还有他跟卡洛林 果然 艾德纳随即 又非常坚定地说道 我可以向你保证 不 我可以当着哈特曼先生的面保证 我想当着他的面 做出的保证 没有谁敢于抵赖的 只要你能够帮我 成功地复仇 赫拉斯 邓斯坦 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 每一个每分 都将是你的 而我 将嫁给你 这样 你就可以成为我的丈夫 成为 我在钻石联盟中的继承人 成为钻石联盟 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元老 当做到了这一切 当你玩腻了我 我会跟你离婚 不带走任何东西 远远地离开你 天哪 一个女人 居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她复仇的决心 是何等的强烈呀 还有我 可是 让欢喜哥 更加惊讶的事情 还在后面 卡洛林 也接口道 只要你能够帮助 爱德纳 复仇成功 我也会成为你的女人 不论你用什么方式 蹂躏我 羞辱我 我都心甘情愿 好吧好吧 欢喜哥 真的有些无语了 爱德纳 能够这么说 还勉强说到过去 毕竟 她是当事人 可是 卡洛林呢 她不过 只是爱德纳的 好朋友啊 为了朋友 居然能够 做出这么多的事 完全让人 难以想象 看着两个美丽女人 期盼的眼神 欢喜哥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哎 我不要你们 我也不想折磨你们 羞辱你们 我又不是变态 而且 我有未婚妻了 虽然 我连戒指 都没有送给她过 可我还是有未婚妻了 至于 你们的家产 说老实话 我也兴趣不大 不是自己的 凭空得道了 总是心里 也觉得有些不安 爱德纳 和卡洛林的眼神 渐渐地黯淡下去 他们刚刚认识 雷欢喜不久 根本就不知道 雷欢喜 到底拥有 多么大的能量 可是 既然是哈特曼先生 向他们推荐的 那就肯定不会错的 然而 现在 听雷欢喜话里的意思 是拒绝了 他们的请求 邓斯坦是什么样的人 凶残 无情 冷血 而且 他还是 钻石联盟的元老啊 欢喜哥在那里 喃喃地说道 我的经纪人 曾经跟我说过 得罪了他 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再说了 你们想啊 要是邓斯坦 真的那么好对付 哈特曼 还不是早就出手了 为什么一定要 让你们来找我 他每说一句 爱德纳 和卡洛林的眼神 就愈发暗淡了一些 可是 唉 欢喜哥 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忽然一下子 跳了起来 欢喜哥 早就看这个老东西 不顺眼了 装枪做事 拉荣你家 欢喜哥不成 就威胁我 钻石联盟的元老 我插插他的全家 他欢喜哥 还当过仙桃村的村长呢 干了干了 他妈的 不就是个老家伙吗 有多了不起 他还能够跑到仙桃村 干掉我 干了干了 弄不死他 也得咬掉他身上的一块肉 他一番话 英语里夹杂着汉语 速度又快 可爱德纳和卡洛林 却还是听出了一个大概 雷欢喜 答应帮助他们了 爱德纳 兴奋的 身上都开始颤抖起来 他紧紧握住了自己最好朋友的手 雷先生 你 你真的答应 帮我了 帮了帮了 不帮的是乌龟王八蛋 欢喜哥 一口气 说了刚才那么多的话 自己都觉得 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我要是不帮你们 哈特曼那个见鬼的家伙 妥妥的 又要找到我 别说 我看到他 还真有点头疼 可是 我必须 要跟你们先说好几件事 请您说 无论什么事 我们都答应您 爱德纳 迫不及待地说道 邓斯坦 可不是哪个村里的小流氓 我不知道怎么个对付法 我想 你们也不知道 欢喜哥 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所以 我们得找机会 可谁也不知道 这个机会 什么时候会出现 我们得等 也许是一年 也许是十年 不要逼我 立刻就想出办法来什么的 也许没准 十年后 邓斯坦就死了 你本事再大 还能打败时间吗 艾德纳和卡洛林 也都清楚 欢喜哥说的是真相 尽管有些不甘心 却还是答应下来 欢喜哥 很快又说出了自己的第二个要求 我也有我自己的正常生活 我答应 尽我自己的一切可能 帮助你复仇 但是 我不希望 在此之前 我的正常生活被破坏了 更加不希望 我的家人和朋友 受到任何的影响 艾德纳 还是答应了下来 但是 从雷欢喜到达芝加哥的第一分钟开始 她的正常生活 就已经被打乱了 如果有一天 复仇计划 真正开始实施的时候 她的家人 她的朋友 无一例外地 会被牵扯进来的 没有谁可以避免 没有 欢喜哥 又何尝不清楚呢 但她还是心存侥幸 答应帮助艾德纳报仇 她可没有那么高尚 那么伟大 她就是隐隐觉得 早晚都会跟邓斯坦 发生最直接的正面冲突 与其这样 还不如先找到一个帮手再说 艾德纳 戴蒙德 再加上一个 鬼知道整天心里 在琢磨什么鬼主意的哈特曼 有这几个人的帮助 当有一天 邓斯坦真的决定对付自己的时候 起码 还有个回旋的余地吧 至于 其他的 其他的 欢喜哥 可暂时考虑不了了 天哪 自己本来只是云东市 筑南镇仙桃村 一个小小的村民 为什么会牵扯进 那么多的事情中呢 本来觉得 一个朱进言 够让人头疼的了 现在看起来 朱进言 根本就算个屁 不 连个屁都不是 谢谢你 雷先生 爱德纳的眼睛 又变得诱人起来 无论将来的结果 是怎么样的 我都会永远地感谢你 雷先生 你明天 就要离开芝加哥了吧 今天 我邀请你留在这里 就你 我 和卡洛林 呃 这 这话里的意思 再明显不过了 一个如此美艳 而充满了诱惑的女人 再加上另一个 不管从相貌 还是身材上 都丝毫不逊色的女人 两女一男 就在这里 这可是每个男人 都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可是 我们的欢喜哥 却揉了揉鼻子 苦笑了一声 还是算了吧 我真的有些害怕 继续跟你纠缠下去 再多发生一些什么 我可不知道 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 欢喜哥 就这么拒绝了爱德纳 如此致命的诱惑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可是 也同样 带了一大堆的麻烦回去 认识了一个 具有致命诱惑的 钻石联盟的元老 得罪了一个 非常可怕的 钻石联盟的元老 还有呢 鬼知道将来 还会有什么 在他准备离开之前 贝尔纳 霍普金 和唐纳斯 三个人 同时出现了 他们是代表 钻石联盟 来为雷欢喜 送行的 还有那个 虽然把欢喜哥 带到了芝加哥 但却基本上 没怎么出现的 戴梦德 本来在欢喜哥的眼里 戴梦德 是个大富豪 可是 来到芝加哥以后 才发现 他其实 在钻石联盟的 高层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 本来以为 贝尔纳 霍普金 和唐纳斯 三个人 可以呼风唤雨 但是 跟邓斯坦 爱德纳一比 他们又根本 不算什么了 那个钻石联盟 神秘的大boss呢 他到底是谁 不去想了 不去想了 想那么多做什么 雷先生 希望这趟芝加哥之行 会在你的记忆里 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唐纳斯 礼貌地说道 邓斯坦先生 让我转告你 他本来今天 也是要来的 但是一些事情 却打断了他的行程 他希望 之前的那些误会 不会影响到 您和他本人 以及 您和鑽石联盟 之间的友谊 友谊 有意 屁个友谊 欢喜哥 怎么都觉得 自己身上 肯定是有些 值得 钻石联盟 利用的地方 要不然 早就被这帮 无法无天的家伙 给像蚂蚁一样 捏死了 哦 当然了 我当然希望 维护着跟你们 以及整个 钻石联盟的友谊 欢喜哥 也假惺惺地说道 如果我有失态的话 也希望邓斯坦先生 能够原谅我 不就是个演戏吗 好像弄得 谁不会似的 您在期货市场 获得的回报 已经打到了 您的账户上 贝尔纳接着说道 这样的合作 我想我们将来 还会不断的 合作 这算鬼的合作呀 我就是在那里 看你们上演了一出 惊心动魄 让无数人 破产跳楼的 大戏而已 可是 这也给了欢喜哥 一个最深刻的教训 没有十足的把握 千万不要跟 钻石联盟 正面为敌 军城集团 当钻石联盟 对付完西海集团以后 下一个目标 自然而然的 就会是军城集团了 以自己所看到的来判断 军城集团 完全不可能 是钻石联盟的对手 当诸国旭 还在辛勤地经营着 一心想要把自己的企业 做大的时候 一双恶狼的眼睛 却早已经盯上了他 并且已经布置下了 一个接着一个的陷阱 等着他逐一地跳下去 雷先生 您可以来到这边一下吗 霍普金先生 请雷欢喜 来到了另一边 当这里只剩下 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霍普金先生 用不大的声音说道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一个你朋友的父亲 跳楼了 他就是杭云来 温哥华警方 在他的身上 找到了一部移动电话 我们的人看到了 这部电话里的一些内容 比如 这是一个陷阱 赶快撤退 等等之类的 有人在我们决战 期货市场的时候 就向他提出了预警 雷先生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雷欢喜的眉毛 跳动了一下 明白 我明白 那是我发给他的 他是我好朋友的父亲 您真是一个善良的人呐 雷先生 霍普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唉 你慷慨地帮助了您的朋友 但对于另一些朋友 就不够真诚了 我说的是我们 钻石联盟 我们决定 不再追究这些事了 但也不希望 下次会发生 类似的情况 雷先生 您能够答应 我们的请求吗 你这不是在请求 你这他妈的是在命令啊 本来按照欢喜哥 之前的脾气 老早就一口唾沫唾上去了 可他现在 居然强迫自己 冷静了下来 哦 当然 我对我的朋友 已经做到了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也不想得罪你们 我新的朋友们 不过 我也有一个要求 不要强迫我做任何事情 可以吗 霍普金先生 哦 当然可以 我的朋友 霍普金先生笑了 虽然我们暂时不会见面了 可在云东 我们还会开始新的合作的 哦 你向亚德里恩先生提出的要求 我们已经收到了 我们完全答应 在未来的军城集团 给朱家的人保留一个位置 但是 我们必须要说明的是 能够坐上 未来军城集团 董事会 董事位置的那个人 要么是你 要么是你未来的妻子 安妮 他说的是安妮 难道说 除了安妮之外 其他朱家的人 他们都准备赶尽杀绝了吗 欢喜哥不动声色 我知道了 霍普金先生 感谢你们对我的招待 一辆拉风的大红色敞篷跑车 停了下来 迷人性感的爱德纳 霍奇森女士出现了 在钻石联盟的面前 爱德纳不再是那个 一心想要复仇的爱德纳 而只是一个 很容易让男人停止呼吸的 充满了诱惑力的 霍奇森女士 欢喜哥甚至能够看到 远处被这些人的保镖 紧力拦住的狗仔们 霍奇森女士在哪里出现 哪里就会有狗仔的身影 殷亲的帅哥 难道你这么早 就准备走了吗 霍奇森女士的眼神 永远都那么的充满了杀伤力 我还准备在今天举办一个舞会呢 也许在舞会上 我们之间会发生一些什么 不过那不要紧 很快我就会去你的国家的 别了别了 还是千万不要了 可欢喜哥不得不佩服爱德纳的演技 瞧瞧人家 好像之前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大家都是在演戏 那就看谁演得好 谁演得不好而已 在钻石联盟的一个元老面前 贝尔纳或补金和唐纳斯 根本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刹那间就变成了三个小学生 还是那种上课的时候 非常非常规矩的小学生 霍奇森女士 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给了欢喜哥一个热情的拥抱 远处的那些记者们 虽然看不清楚 但还是疯狂地举起了手里的照相机 这一下 新闻的素材可就有了 人人都艳羡欢喜哥得到的待遇 可只有欢喜哥 听到了爱德纳在自己的耳边低声说道 我会等待着你 兑现自己诺言的那一天 我相信你 我亲爱的雷先生 雷欢喜也只能在心里发出了苦笑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还有事儿 必须尽快回去 只是在钻石联盟那些人离开以后 戴蒙德是这么告诉雷欢喜的 我带你在芝加哥 看到了一些之前 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也无法想象的事儿 是钻石联盟的人 让我这么做的 但我现在想想 也许我做错了 也许我真的该找借口推辞的 可是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那就没有转环的可能了 记得我的朋友 钻石联盟 毫无疑问是可怕的 可是 我永远都跟你站在一起 最好 还是不要跟我站在一起 大家各过各的生活吧 一直到飞机降落在温哥华机场 雷欢喜还在想着这件事儿 没有谁来接机 雷欢喜在这里 不再是什么明星 也更加不是 谁要争取的对象 他自己走出了机场 叫了一辆车 按照之前 维斯特留给自己的地址 让司机直奔那里 维斯特肯定已经回到温哥华了 现在他怎么样了 他能够承受那样的打击吗 司机把他送到了目的地 付了车费下车 一眼就看到了 十多辆轿车和卡车 停在了那里 对面是一幢 占地面非常大的豪华别墅 门口还有两只 中国特有的石狮子 跟这幢充满了西方设计色彩的别墅比起来 多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一些工人 正在面无表情地 把一件件的家具 或者别的什么 从别墅里搬出来 再搬到卡车上 一些西装革履的人 正在统计盘点着什么 不一会儿 雷欢喜看到了维斯特 跟何必连出来了 可是 很快有两个西装男 拦住了何必连 做什么 何必连苦笑了一下 把随身携带的一只小包 打开 给对方检查 示意自己 没有带走别墅里的任何东西 这已经是近乎于一种羞辱了 西装男又指了一下何必连的手指 嘴里再说着一些什么 何必连似乎在那里苦苦哀求着 而一边的维斯特 则在那里暴怒地狂吼着 最终何必连还是妥协了 他制止了狂怒中的维斯特 恋恋不舍地 将手上的戒指摘了下来 那是当初 他跟杭宇来结婚时候的戒指 这么多年了 他一直都戴着 尽管不值多少钱 但起码这是丈夫生前 留给自己最后的一点念想了 可是没有办法 他们破产了 欠着银行的大笔债务 任何值钱的东西 何必连都没有办法 从这间屋子里带出去 维斯特强忍地怒气 跟何必连一起走了出去 叫了一辆出租车 出租车离开了 雷欢喜在那里逗留了一会儿 走到了别墅前 叫住了那个没收何必连戒指的西装男 先生 我需要这个戒指 哦 这可可不行 这里的所有一切都是属于银行所有的 西装男一口拒绝了雷欢喜的请求 雷欢喜也没有多说什么 把身上所有带着的钱都掏了出来 先生 银行如果拍卖这只戒指的话 能够卖到多少钱呢 我想这里的钱 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这只戒指本身的价值 你回去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银行的那些懂事们 你为他们最大程度地挽回了损失 西装男有些迟疑起来了 他跟身边的同伴简单地商量了一会儿 觉得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于是答应了雷欢喜的请求 办了一个必要的手续 现在这只戒指的主人是雷欢喜了 看了一眼这庄豪华的大别墅 雷欢喜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感慨的 这里的主人曾经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可是他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对手 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于是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站在路边发了一会儿呆 还是打通了维斯特的电话 是我 你现在在哪里 大哥 我现在正带着阿姨去汽车旅馆 阿姨 维斯特管何必连叫阿姨了 看起来他已经知道了一切 到了以后把地址发给我 我再温哥华 好大哥 电话挂断了 雷欢喜叫了一辆出租车 我需要购买一幢房子 不需要太大 你知道我要去哪里吗 我看哪 我看哪 这里的房子就不错 司机开了一句玩笑 发动了汽车 听说这里的主人以前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 七货投机失败了 自杀了 他也是一个亚洲人 你认识他吗 雷欢喜淡淡地回答道 嗯 他是我的朋友 司机叹息了一声 说道 哎 真是可惜了 他很有钱 非常非常有钱 可他为什么还要去投机呢 这个问题好像挺有趣的 雷欢喜反问 那你说呢 贪婪 只有贪婪才会这样 司机是个非常健谈的人 贪婪蒙蔽了他的双眼 他希望自己的财富 十倍二十倍 一百倍地往上翻 哦 先生 我这可没有任何歧视亚洲人的意思 我想说 我的薪水并不是很高 但足够养活我的全家 而且 我们每年都会去国外旅游一次 我们住不起高档的宾馆 但我很快乐 我跟我的全家都很快乐 贪婪 是啊 贪婪 也许真的是贪婪 毁了杭于来 朱国旭 已经借给他一亿美金 虽然无法让他完全走出困境 但足够暂时松一口气了 可是 杭于来 却并没有满足 他想靠着这一亿美金 让自己赚到几个一亿美金 而这 却正中 钻石联盟的下怀 结局 是原本还可以继续坚持一段时间的国语集团 彻底地垮了 然而 反过来想一想 即便杭于来 不这么做 他已经被钻石联盟盯上了 他又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呢 最终的结局 还是失败 唯一不同的 就是不必让自己的妻子 何必连 那么凄惨而已 说到底 何必连 落到今天的结局 还是因为 杭于来的贪婪 司机把雷欢喜 带到了一处房屋中介公司那里 你叫什么名字 雷欢喜问了一声 哦 安德烈 安德烈先生 你去过中国吗 哦 还没有 那么 请把你那里的纸和笔给我 雷欢喜 接过了纸和笔 在上面写了一些什么 然后 交给了安德烈 今年 你跟你全家 来中国度假吧 这是我的地址 和电话号码 到了那里以后找我 我招待你们全家 啊 太感谢了 先生 可是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 你今天让我明白了 做人不能太贪婪 这个其实 很简单的道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 第一千三百二十一章 杭宇来 赌赢了这一次 轻轻地敲响了汽车旅馆 一间房间的门 大哥 你来了 你来了 维斯特 打开了门 这才几天没见呢 原本一直 意气风发的维斯特 憔悴了许多 头发也乱砰砰的 甚至下巴上 还出现了 胡子茶 雷先生 您来了 房间里的 和壁脸 站了起来 尽管遭遇了 那么多的不幸 尽管眼睛里 还带着泪水 但和壁脸的神态 依旧优雅 哦 我来看看你们 雷欢喜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 我带我们家老行 谢谢你 和壁脸 微笑地说道 他给我们 留下了遗书 在进入期货市场的前后 你已经多次地 警告过他了 可是 他一直都没有看到 不过 我太了解老行了 毕竟 我们那么多年的夫妻了 即便他看到了 也不会收手的 大哥 谢谢你 维斯特的眼眶 红红的 我已经知道 爸爸妈妈的一切了 是我不懂事 是我那么多年来 始终都在错怪爸爸 我就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混蛋 说完 他对和壁脸 深深地 拘上了一躬 阿姨 阿姨 对不起 我们都是一家人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何壁脸刚刚说完这句话 也许是又想起自己的丈夫了 眼泪扑苏苏的流了下来 雷欢喜在那里 劝慰了一会儿 等何壁脸擦去了眼泪 把手里的一份文件 和几把钥匙 交到了维斯特的手里 我在温哥华 刚买了一套房子 不大 但足够两个人住了 我先借给你们住 大哥 这怎么可以呢 维斯特急忙说道 你叫我什么 大哥呀 那不就成了 雷欢喜笑了笑说道 一天是大哥 一生是大哥 你是我小弟 吃大哥的 用大哥的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 维斯特乐乐的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 手下吧 木白 何壁脸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你爸爸出事 也同样连累了你 你母亲留给你的基金 也被冻结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还给你 我们需要地方住 不要辜负了 雷先生的一片好心 维斯特终于收了下来 国内你暂时不要回去了 雷欢喜 接着说起了自己 来这里的另一个目的 维斯特 还有一些事情 你可能不太清楚 大富贵酒楼 是你父亲留给你的财产 他只是委托我 暂时帮你照看一下而已 大富贵酒楼 还是你的 回国以后 我会找专人帮你打理 所有的收入 都是你的 大哥 这 维斯特没有想到 事情会是这样 想起父亲 对自己的一番苦心 眼眶一红 眼泪差点流了出来 你先别哭 雷欢喜 很快又说道 我准备在加拿大 或者欧洲 别的什么国家 投资一亿两千万美金 你自己想想 有什么好的项目 我将聘请你 全权掌管 这一亿两千万美金 维斯特 再一次的被惊呆了 一亿两千万美金 大哥哪里来的 这么多钱呢 何必连知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也知道 雷欢喜 为什么隐瞒了一些真相 你大哥我很有钱的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雷欢喜摆出了一副 得意洋洋的样子 记住 你是这一亿两千万美金 我唯一信任的掌控者 你想做什么项目都行 为公司赚到的利润 扣除掉必须的开支 我会在开满 设立一个离岸公司 你应得的所有 都会打到那家公司上去 同样完全由你控制 雷欢喜为什么这么做 这一点 维斯特倒是知道的 他是杭云来的儿子 现在 他的父亲破产了 从法律上来说 他也一样非常麻烦 大哥这么做 是避免那些银行家 来找自己的麻烦 自己在未来的公司里 只要拿一份保障 最低生活水准的工资 就行了 一直到这件事情 在法律上跟自己 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为止 可大哥到底从哪里 弄来那么多的钱呢 而且大哥为什么 这么信任自己呢 维斯特 你身上还有没有钱 还有一点 不多了 给我弄点吃的来 我饿了 好 维斯特立刻就出去了 杭夫人 很抱歉 我没有说实话 这一亿两千万美金 其实是杭云来 留给维斯特的 雷欢喜关上门 抱歉地说道 不 你不应该道歉 而是应该 我向你说声谢谢 何必连的眼里 流露着感激 你完全可以不承认 有这笔钱 可是 老行生前信任你 雷先生 我知道 你为什么不告诉 木白全部的真相 如果银行那边知道 还有这笔钱的存在 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追回来的 以木白的性格 如果知道了真相 肯定会在不自觉的时候 暴露的 这就是雷欢喜所想的 他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这笔钱是他的 跟行家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样 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 银行方面 就算是猜到了什么 也拿他们 无可奈何 还有 你想一次 来激励木白 何必连 似乎已经猜测到了一切 你要木白知道 这是你的钱 所以 在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 都一定要小心谨慎 绝不要再犯 跟他父亲一样的错误了 木白经历了这样的打击 该长大了 再加上 他是在为你打工 为你管理资金 这样的想法存在着 我相信 总有一天 他会成为 他父亲希望的 那样的人的 雷欢喜点了点头 是的 杭夫人 我就是这么想的 等到几年以后 这一切的风波都过去了 我会告诉维斯特 全部的真相 并且 把早就该属于他的钱 全部归还给他 雷先生 维斯特 能够有你这样的大哥 是他最大的幸运 何必连笑了 非常欣慰地笑了 他父亲 也许做错了很多的事 但这一点他做对了 他完全赞同 木白跟着你 因为他知道 当木白最困难的时候 你会永远地 站在他的这一边 杭与来 做错了很多的事 但唯独这一件事情 他做对了 而且做得非常漂亮 他知道 雷欢喜 绝不会抛下自己兄弟的 就算自己再难 也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受苦 而雷欢喜 也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一直都在照看着自己的兄弟 维斯特 杭与来的这一生 这一次的赌博 赌赢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自己的感激了 有这样的大哥 真是自己最大的幸运 出去走走 看到何碧莲 在那里打扫房间 雷欢喜带着维斯特 一起走了出去 你好好的计划一下 准备投资什么项目了 就跟我说一声 钱的方面 你不用多考虑 一出去 雷欢喜就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刚才大致想了一下 那么庞大的资金 不能全部投出去 经历了这场风波 维斯特变得谨慎多了 我想 现在加拿大跟美国 是一下水 不过大哥 我需要你的支持 嗯 说 要什么样的支持 我都给你 雷欢喜毫不犹豫地说道 我要海马海葵 黑磨虾 在欧美市场的独家代理权 维斯特这话一说出去 雷欢喜反而有些迟疑了 这恐怕有些困难吧 像海马海葵 黑磨虾这样的药材 尽管在欧美有市场 但要想完全打开市场 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不说别的 光是当地的药监部门 对中药材始终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要想获得许可证 太难了 要不然 像魔手多姆这样精明的经纪人 早就全面进军欧美市场了 大哥 你相信我 交给我来做 维斯特却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不会让你失望 也不会再让任何人失望了 好 我全力支持你 雷欢喜也不犹豫了 方寸公司的所有产品 你需要什么都可以跟我说 只要我有的 要我调些人来支援你吗 暂时不需要 维斯特摇了摇头 说道 我很快 有很多事情要做 欢喜哥 我想放开手脚来做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别让那些银行里的人 老跟着我了 他似乎特别相信他的大哥 要知道 想摆脱那些银行里的家伙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偏偏维斯特 就是相信大哥能够办到 雷欢喜很快就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 霍奇森女士吗 你好 我有一点小事需要你的帮忙 他大概地说了一下情况 而霍奇森女士也很快地就告诉他 我知道了 英俊的帅哥 让你的朋友放手去做吧 那些讨厌的银行家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不会再打扰到他了 谢谢你 霍奇森女士 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 迷人的雷先生 电话就这么挂断了 维斯特根本就没有问 谁是霍奇森女士 也没有问电话里的结果是什么 反正他就是相信大哥帮自己办到了 这是一种几乎盲目的信任了 最后一件事 大哥 维斯特又提出了自己最后一个要求 阿姨告诉我 父亲生前向诸国旭借了一亿美元 现在父亲没有办法还了 但请你转告诸国旭 这笔债务由我来偿还 最多十年 我一定会连本带利偿还清的 十年 诸国旭跟他的军城集团 还能够再坚持十年吗 雷欢喜非常怀疑 但他欣赏维斯特这么做 都说人死债轻 可维斯特却偏偏扛起了 这本不应该由他来扛的债务 光凭这一点 他就像自己的兄弟 我会去跟诸国旭说的 如果真的要逼债的话 咱们兄弟俩一起扛 雷欢喜也豪气地说道 大哥 我的债务由我自己来扛 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维斯特却表现出了一种固执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你多次向爸爸发出了警告 那你肯定知道 在背后主使这件事的人是谁 害死我爸爸的人是谁 雷欢喜再一次沉默了 他知道 他当然知道了 可是该怎么跟维斯特说呢 大哥告诉我 维斯特却追问了起来 雷欢喜在那里想了好大一会儿 才说道 是 维斯特 我也不想骗你 我知道背后的人是谁 但你暂时还不要弄清楚这些人 你还不是他们的对手 远远不是 当你自己的实力壮大了 我会告诉你的 看到维斯特 还是一脸的不甘心 雷欢喜拍了拍自己 这位兄弟的肩膀 维斯特 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你父亲为什么会死 贪婪 是贪婪在那里作祟 其实 从刚开始 玉米期货价格大涨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被贪婪 蒙蔽了双眼 但价格开始下跌的时候 他不知道赶紧收手 反而还一次次地 不断追加着保证金 说到这里 他朝维斯特看了看 发现他听得特别认真 这才放心地继续说道 你在未来 也同样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听我的一句话 收手 即使地收手 永远都不要被贪婪 蒙蔽了你的眼睛 我绝不希望我的兄弟 也出现一样的悲剧 我知道了 大哥 维斯特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一定不会犯 跟父亲一样的错误 维斯特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人走了过来 贝鲁奇 是行以来生前的助手 贝鲁奇 贝鲁奇先生 你怎么来了 看到贝鲁奇的出现 维斯特有些惊讶 是雷先生让我来的 贝鲁奇认真地说道 我知道了你们遭遇到的不幸 在老板罪无助的时候 我却切弱地离开了他 现在我的家人 我已经安顿好了 雷先生告诉我 您准备东山再起 所以我就来了 如果您不嫌弃我的无能 请允许我 继续追随在 行家的身边 谢谢 谢谢 贝鲁奇先生 这一刻 维斯特的感激 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贝鲁奇 是父亲活着的时候 最得力的助手 而且他也听 何必连说过了 不是贝鲁奇 要离开父亲的 而是父亲让他走的 所以 贝鲁奇 从来都不是一个逃兵 贝鲁奇先生 我必须要 郑重地提醒你 雷欢喜却在一边说道 这一次的开始 会非常的艰难 甚至还可能 会再一次的失败 也许经过这一次以后 就再也没有 翻身的机会了 你还是依然 准备这么做吗 当然 我已经做好了 所有的准备 贝鲁奇 却根本不在乎地说道 成功 或者是再一次的失败 我活在这个世上 总是要去做一些事情的 对吗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总是要去做一些事情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1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朋友 杭宇来 居然死了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啊 我的傻兄弟 再难的事儿 咱们两个难道不能一起扛吗 难道真的有必要 走到最后这一步吗 面前的电脑上 是一封打开的电子邮件 那是杭宇来 发给朱国旭 最后的一封电子邮件了 老朱 当你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 我已经走了 这次是永远的走了 再也不回来了 老朱啊 我破产了 完蛋了 这次是彻底的完蛋了 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连我家沙发下的钢磅 都要被银行给没收了 没办法呀 欠着银行一大笔的钱呢 还不清喽 真的还不清喽 只是拖累了 这次拖累了碧莲和木白了 当初我赚了一点钱 还想着回来帮你 还清为止 相信我 说到孩子 人之将死 起言也善啊 老朱 临死前 我掏心窝子的 跟你说几句话 你的女儿安妮 是个好闺女 她乡中的对象 雷欢喜 也是个好小伙子 有这样的闺女女婿 那是你跟施若雅的福气呀 可今天 我们要说的 不是他们 是你的儿子 靳岩 靳岩这孩子聪明 打小啊 就特别的聪明 可惜 就是体弱多病了点 可这人的身体坏了 心不能跟着坏了呀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我在云东 专门找人打听过 靳岩的名声 真的很不好 老朱啊 你看清楚了 是很不好 她做过很多 不应该做的事 很多人都知道 唯独 你这个当父亲的 不知道啊 俗话说 恩大 无非救命 说雷欢喜 救了靳岩的命 一点都没有错吧 可是 你知道靳岩 是怎么对待 雷欢喜的吗 你不知道 那些个手段 连我这个当长辈的 都觉得不迟啊 你不必相信 我说的这些 反正很快 我就是个死人了 可我还是要说 你不爱听 我也要说 靳岩做的那些事情 靳岩做的那些事情 都不是人做的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 将来军城集团 也是要交到他手里的 可真交到靳岩的手里 我在地下都为你担心呢 而且 你知道 我最怕的是什么吗 靳岩 交不好了 改不了了 一辈子 都是这样的性格了 老朱啊 我儿子 不认我这个父亲 你儿子 又是这样的性格 你说说 我们这一代人 怎么就这么命苦呢 就算赚了再多的钱 积累下再大的财富 又有什么用啊 成了 啰哩啰嗦的 跟你说了这么多 别人还以为我怕死呢 不说了 不说了 老朱啊 永别了 别想着我 我呢 也不给你托梦了 欠着你的钱 跑了 我在梦里 不好意思见到你啊 可我想你 是真的想你啊 多想咱们老哥俩 再喝一顿酒啊 杭宇来 绝比 眼泪 一滴滴的 从朱国旭的眼睛里 流了出来 一滴滴的 落在了键盘上 老杭啊 我的好兄弟啊 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欠点钱算什么 你欠我的酒呢 你离开云冬前 答应我下次 再一起喝酒的呀 朱国旭擦去了眼泪 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锦炎妈 立刻来我办公室一趟 等了十几分钟 朱锦炎 推开办公室的门进来了 爸爸 什么事 你杭叔叔走了 我已经知道了 朱锦炎 装模作样的 擦了一下眼睛 听说是投资 期货市场 失败自杀的 太可惜了 你说 我们现在 应该怎么办呢 周国旭在那里 缓缓地问道 爸 有句话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说 咱们是父子 有什么话 不能说的呢 那我就说了啊 周锦炎 壮了壮胆子 说道 我知道 您跟杭叔叔 亲如手足 他有困难 您立刻借给了他 一亿美金 现在杭叔叔死了 可这钱 你有什么想法 朱国旭 还是不动声色地问道 朱锦炎的胆子 更大了一些 到底是一亿美金呢 这对军城集团的 意义很重大 我们损失不起啊 所以我建议 立刻派出律师 向温哥华法庭 提起财产保全的诉求 要求跟银行 一起对行家的财产 进行监管 能够挽回多少损失 就挽回多少损失 朱国旭 脸上的肌肉 跳动了一下 人都死了 还要这么做吗 再说了 杭宇来 还有个儿子呢 杭木白 您别指望他 朱锦炎 朱锦炎很不屑地 撇了一下嘴 您都说了 人都死了 杭木白 能认账吗 要是我死了呢 朱国旭 忽然这么问了一句 朱锦炎 在那里迟疑了一下 爸 这话可是您先问的啊 如果 我说如果 您真的过世了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 那些欠款 我肯定不会认 是啊 是啊 你是个好孩子 朱国旭一边说着 一边站了起来 慢慢地来到了朱锦炎的面前 他凝视了朱锦炎一会儿 忽然一仰手 啪的一声 一个耳光 重重地响起 朱锦炎被打傻了 从他出生到现在 爸爸从来都没有打过自己 这就是你 朱锦炎 你就是我朱国旭 养的好儿子 朱国旭气得浑身哆嗦 在你的眼里 人命永远没有钱重要 在你的眼里 只有你自己 别人什么都不是 在你的眼里 信誉一分钱都不值 所有的人 都只是你利用的对象 爸爸你 我养的好儿子 我养的好儿子 朱国旭一瞬间 好像苍老了十岁 过去 不管别人 对我说你的什么坏话 我都不相信 可现在 我信了 我信了 我朱国旭 活到现在 顶天立地 可到头来 却要回在儿子手上 你出去吧 出去吧 爸爸 你听我说呀 别说了 出去吧 朱国旭 挥了挥手 似乎连看都不愿意 再多看自己 这个儿子一眼 朱近言 信信地离开了 朱国旭 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面前 是那封杭与来 留给自己的 最后一封信 老杭啊 你没有说错 我的儿子啊 朱国旭 猛然一张嘴 一口鲜血 全喷到了面前的 电脑屏幕上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那什么事情 他居然为了杭与来 打了自己一个耳光 朱敬颜怎么都想不通 哎 苗少杰 我 朱敬颜 出来陪我喝酒 办什么事 赶紧的出来 苗少杰发现 自己真的变成了 朱敬颜身边的一条狗了 必须随喊随盗 要怪也只能怪自己 当初贪心 为什么要收 朱敬颜的那些钱呢 现在 就算想摆脱他 也不可能了 可是 一见到朱敬颜 却发现他脸上 居然有几道手指咽 怎么 他居然被人给打了 谁敢打他呀 敬颜 怎么了 苗少杰 苗少杰在他对面 坐了下来 你平时又不喝酒 今天怎么想起来 喝酒了 朱敬颜 闷着声音说道 心情不好 废什么话 赶紧的 把酒倒上 喝的是红酒 苗少杰不敢怠慢 急忙给自己 倒上了满满的一杯 敬颜 喝一个 朱敬颜 实在是不会喝酒 只是浅浅地 抿了一小口 放下杯子 说道 少杰 你说这个社会 是怎么了 一个人死了 居然弄到我爸爸 把火气 发泄到我头上 原来 是被诸国旭给打的 活该 苗少杰 居然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我说立刻去追战 有什么错 朱敬颜 继续恨恨地说道 还有那个雷宽鞋 就是一个土包子 农村人 居然弄到 跟我平起平坐了 他有什么资格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对了 雷宽鞋好像出国去了 难道是这个家伙 在暗中 鼓刀他什么鬼 什么样的人 就存在着 什么样的心思 朱敬颜越想越觉得 有这个可能 没准 真的是雷欢喜 在背后搞的鬼 他妈的 我早晚弄死他 朱敬颜这次 居然喝了一大口酒 可是 再仔细想想 要弄死雷欢喜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他是名人 是奥运冠军 而且 现在还很受 势力的一些领导赏识 朱敬颜眼珠子 在那里转了一会儿 少杰 看来 要动用到干老的关系了 啊 干老 开什么玩笑 不能不能 苗少杰 苗少杰被吓了一大跳 赶紧一口回接 少杰 你听我说 不是真的要让干老 帮我们什么忙 朱敬颜这次 倒显得特别的有耐心 你家不是跟干老的关系 特别好吗 你爸爸也是他的老部下 他虽然退下来了 可是影响力依然大呀 他的老部下 遍布全国各地呀 怎么着 你让你爸爸 把干老 请到咱们云东来 不为别的 做客呀 然后呢 苗少杰 不是特别明白 朱敬颜的用意 然后 你让干老参观一下 军城集团 指导我们的工作 朱敬颜 一整套方案都想好了 我爸明天 就要去加拿大温哥华 干老一来 我负责出面接待 到时候的事情 你就交给我吧 放心 我绝对不会给你 招惹是非的 我靠你的地方 多着呢 苗少杰 还是有些迟疑 干老昨天 还跟我爸爸通过电话 说他现在 正在衡阳市疗养 也说过 准备来云东看看 这要是来了 也就是两个小时的车程 不过 他不愿意惊动任何人 也就是在家里 跟我爸爸见个面 去你那里 我想能有办法 可是 静言 你可想好了啊 干老一来 要是这事弄巧成拙的话 你跟我都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放心 我有计划 朱静言好像在那里 安慰着苗少杰 你请干老 后天就来 参观完军城集团后 我在市里最好的饭店 宴请干老 成 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苗少杰 就算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也只能跟着朱静言 一条路走到黑了 我今天晚上 就让我爸邀请干老 不过 一定记住 不要去什么饭店 你就让你们食堂 炒几个简单的菜 拿到你的办公室里去吃 大蒜炒肉片 一定要有 干老就好这口 还有 准备一瓶酒 也别买贵的 十五块钱一瓶的那种 就可以了 朱静言一一地记了下来 这次干老来这里 事关重大 无论如何 都要接待好了 也幸亏苗少杰熟悉 要是真把干老 请到了大饭店里 再弄上几瓶好酒的话 没准还会怪了大事的 少杰 我下午 再往你卡里打三十万 你先用着 朱静言是大棒夹胡萝卜 一起上 这事要是真办成了 我们之间的那些事情 一笔勾销 我再也不会提起了 但愿你是说到做到 苗少杰心里 也只能这么祈求了 静言 我说句我这个外人 本来不应该说的话 你跟雷关喜之间 有什么解不开的矛盾呢 非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才可以 反正这段时间以来 我觉得雷关喜这个人不好对付 朱静言冷笑一声 哼 所以才要把干老请来 我还把话放在这里了 我跟雷关喜之间 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 总之 肯定要倒下一个 他想要进我朱家的门 做梦 他想要娶我姐姐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不把他打得变回原形 我也不叫朱静言了 说得急了 脸上好像又疼了起来 这可不仅仅是打自己一个巴掌 那么简单了 彻底的把朱静言的尊严 也给打没了 如果不是雷关喜的话 爸爸能打自己吗 人往往就是这样的 一旦遇到了什么事情 总喜欢把责任推卸到自己 最讨厌的那个人身上 成 这是你们的事 我一个外人 也管不了这么多 苗少杰端起酒杯 喝了一口酒 可我今天有言在先 你想做什么就做 我也紧力地配合你去做 但是 不准你牵连到我身上 尤其是 不能牵连到我爸爸身上 要不然 我不管你朱静言 会怎么样对付我 我第一个就跟你拼了 朱静言笑着 举起了酒杯 少杰啊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咱们是朋友啊 过去我说的那些话 都是气话 你别往心里去 我郑重向你道歉了 我再重申一遍 这次事情办成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来 找你的麻烦了 苗少杰勉强地 跟他碰了一下杯子 反正他现在 已经不怎么相信 朱静言的话了 他也奇怪 自己怎么就认识了 朱静言这么一个朋友呢 可现在 就算是想后悔 也已经太晚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赶紧带着 军城集团的高层们 迎了上去 这就是军城集团 在苗局长 和苗少杰父子的陪同下 甘老看了一下 军城集团的外观 和朱静言握了一下手 年轻的朱经理 你好啊 听小苗他们介绍过你了 热心助人 帮助师学儿童 做了好事还不留名啊 惭愧惭愧 朱静言 谦虚地连说了几声惭愧 甘老 我带您参观一下军城集团 好啊 走 甘老见不如飞 居然走在了前面 陆忠明悄悄地拉了一下朱静言 低声问道 静言 甘老怎么今天来了 朱总昨天 刚走去了温哥华呀 甘老来军城集团 那是我们的荣幸 朱静言笑了一下 说道 我爸爸不在 难道我们就不能接待了吗 卢总 这些事情 你就不用管了 我来吧 鲁忠明也不好多说什么 可心里 为什么总有一种 不踏实的感觉呢 参观完整个军城集团 用了差不多一个上午的时间 甘老对一些问题问得特别细致 军城集团的那些高管们 也都一一做了解答 眼看着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苗局长还有个会 很早就离开了 苗绍杰低声对甘老说道 甘老 您在这里吃个饭吧 好啊 那我就打个秋风咯 甘老也是个爽快人 不过 弄得简单一点 好的好的 朱敬言忙不迭地答应下来 按照苗绍杰的交代 中饭就是在朱敬言的办公室里吃的 朱敬言 苗绍杰 甘老 跟他的秘书小叶 一共就四个人 菜也非常简单 一条红烧鲜鱼 一个炒青菜 一个番茄蛋汤 和一个甘老最喜欢吃的 大蒜炒肉片 甘老看起来非常满意的样子 甘老 喝点酒吧 朱敬言拿出了一瓶酒 甘老一看 啊 朱敬言啊 你堂堂的军城集团少当家的 就喝这么便宜的酒啊 是少杰告诉我的 朱敬言早就想好该怎么回答了 少杰说 您最反对铺张浪费 所以我想就买了这么一瓶酒 您要是不喜欢 我立刻给您换去 这个好 这个好 甘老叫出了朱敬言 坐下坐下 倒酒 我呀 穷孩子出身 一辈子就痛恨铺张浪费的行径 为此 当年我的部下 没少挨我的批评 现在退下来咯 管不到了 但是你这么做 我还是很开心的 甘老的酒量还是不错的 朱敬言不喝酒 就靠苗少杰陪着甘老一起喝酒 席间 苗少杰不住地在那里夸着 朱敬言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年轻有为 朱敬言也都一一地在那里谦逊着 过誉了 过誉了 不要光检好听地说 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实际的困难呢 甘老一白手 打断了苗少杰的话 困难肯定是有的 朱敬言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比如之前 我们在筑南镇和外资一起投资一个海洋馆 是为了丰富当地群众精神文明生活的 可是开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关门了 哦 为什么呀 甘老关切地问了起来 朱敬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甘老有些不耐烦了 你这个小同志 有什么话就说嘛 吞吞吐吐的 是啊 朱敬言 有什么话都可以当着甘老的面说 秘书小叶笑着说道 甘老的性子爽快 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他反映 不用担心 那我就说了 甘老 朱敬言一副好像豁出去的样子 我们主要遇到的困难 第一个就是同行间的恶性竞争 大肆诽谤我们 甚至还派人在我们的海洋馆里 悄悄地下毒 毒死了我们大量的海洋生物 结果海洋馆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你这个小同志就不对了 甘老的眉头皱了起来 有人故意下毒 那你就可以报案吗 难道我们的人民警察是摆设吗 朱敬言 朱敬言常常地叹息了一声 唉 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可人家头上有光环 全国冠军 亚洲冠军 世界纪录保持者 我们是正当商人 我们惹不起他呀 可我想 我们躲总躲得起吧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呀 甘老很快就追问了一句 雷欢喜 甘老 我也不再跟您隐瞒一些什么了 朱敬言咬着牙说道 他是筑南镇 甚至是云东市 乃至全国的名人 雷欢喜 这个名字很熟悉嘛 甘老觉得 这个名字在哪里听过 秘书小叶赶紧解释道 就是那个奥运冠军雷欢喜 哦 是他呀 甘老恍然大悟 继续说 不要怕 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好的 甘老 朱敬言 立刻开始侃侃而谈 雷欢喜 公然跟前筑南镇 货柜喜书记 相互勾结 对我们海洋馆 进行排挤打击 我们距离力争 但是 都被货柜喜 压在了那里 哦 那还有上级机关呢 货柜喜 一个小小的镇书记 也不能一手遮天嘛 甘老略有一些不满地说道 我们也想过 可雷欢喜 要是只跟货柜喜 勾结 也就算了 问题是 朱敬言 演戏演全套 苦笑了一声 说道 他还跟黑恶势力 互相勾结 什么 干老立刻注意起来了 那个人叫贺建军 苗少姐帮助朱敬言说了下去 此人多次被判刑 是云东市里那些流氓中 所谓的老大 跟雷欢喜的关系非常亲密 海洋馆开幕以后 贺建军手下的人 多次上门无理取闹 工作人员屡屡被打伤 到了后来 海洋馆根本就没有办法 正常经营下去了 是啊 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朱敬言一脸的无奈 我们是去做生意赚钱的 不是去打架的 我们惹不起 难道还躲不起吗 那个贺建军 大家都叫他军哥 我们是真的怕他呀 所以 干脆就把海洋馆给关闭了 反正以后 我们是再也不会去筑南镇投资了 干脑 你也别生气 我就是说说发泄一下而已 反正这事儿也过去了 岂有此理 干脑怒发冲冠 就算是奥运冠军 我也要好好地过问一下这事儿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 第1326章 今天你家欢喜哥请客了 雷欢喜 终于回到了仙桃村 这一趟芝加哥之行 可把他给累坏了 看到欢喜哥出了一趟国 却什么礼物也没有带回来 安妮 田田和彤彤这些人 都有些不高兴了 在那里数了欢喜哥好半天 本来因为杭宇来的事情 弄得心情不太好 可一看到这些大美女们的欢喜哥 心情却一下子就变好了 问了一下公司的运转 都很正常 没有任何异常 去地下室看了一下小胖 这条完成蜕变没多久的神龙 现在每天睡觉的时间 比清醒的时间要多 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静养 时间也许半个月 也许一年多 也说不准 听到有人进地下室 小胖也只是睁开眼睛 看了一下 便又接着睡了 亏得欢喜哥 还想跟他好好地聊聊呢 看到小胖不搭理自己 自说自话半天的欢喜哥 也觉得没意思了 也觉得没意思了 兴兴兴兰地走出了地下室 算了 还是去村子里看看吧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自己不在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正好是周一 客流量最冷清的时候 不过那些保安们 还是在那里尽忠职守地巡视着 欢喜哥 闲着也是闲着 干脆 就来到了村子门口 搬了张凳子 坐了下来 一边跟保安们闲聊着 一边打发着时间 一辆老旧的捷达车停了下来 从车上下来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和一个年轻人 老人看起来年纪不小了 可是精神绝朔 步履轻快 看到年轻人准备去买票 欢喜哥也是心血来潮 别买了 进去吧 哦 为什么呀 老人明显就有些好奇 老爷子你肯定到 不用买票的年纪了 欢喜哥笑嘻嘻地说道 今天这里也没有什么游客 那是你孙子吧 我请客了 我外孙 老人也笑着问道 你那么大方 你请客 你是这里的老板呢 他是我们雷总 一边的保安讨好了介绍道 雷总 老人皱了一下眉头 那个 有名的奥运冠军 雷欢喜 哎哟 你家欢喜哥的名气那么大 连你这老人家 连你这老人家也知道了 是啊 我就是雷欢喜 老人家 你贵姓啊 我姓甘 这是我外孙 小叶 老甘 小叶 欢喜哥 念叨了一下这个名字 走吧 走吧 进去吧 老甘在那里迟疑了一下 雷总啊 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我们都是外地来的 对这里也不熟悉 你能不能带我们参观一下呀 呃 这不是得寸进尺吗 欢喜哥在那里想了想 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情做 闲着也是闲着 就当做一次好事吧 成啊 走吧 我堂堂的雷总 就当一次你们的导游 于是 我们的欢喜哥 今天就兼职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导游 老甘兴致勃勃地 跟在他的身边 不断地在那里问着 其中还有一些 跟旅游毫无关系的问题 比如 雷欢喜是怎么承包下仙女山的 欢喜哥 倒也没有任何的隐瞒 一五一十的 全部都说了出来 反正 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丑事 这个价格很低廉呢 老甘皱了一下眉头 说道 这样 仙桃村不是吃亏了 老甘呢 你这话可就不对了 欢喜哥 很快就纠正了他的说法 你自己想啊 仙女山闲置在这几百年了 都没有人来开发 垃圾遍地 人都走不进去 你是没有看到仙女山之前呢 村民有个什么生活垃圾的 都往这里倒 后来 是谁开发出来的 这仙女山 你别看现在这么漂亮 可是当初呢 我简直就是仙女山之父啊 老甘跟小叶 同时笑了出来 虽然雷欢喜 有些在那里自吹自雷 可是你仔细想想 她的话还真有道理 就算仙女山是一块瑰宝 但没有人赏识 也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已 我当初为了开发的资金 可没有少受罪 欢喜哥很久没有跟人 这么吹嘘过了 现在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机会 怎么肯那么轻易地放过呢 你看看 现在包括仙桃村在内的建设情况 这些资金哪里来的 都是我找来的 要不是我找到了军城集团进行合作 能有今天的规模吗 老甘明显地震了一下 啊 仙女山 是你跟军城集团合作的 你也知道军城集团 当然了 虽然我们是外地来的 但是对于军城集团的鼎鼎大名 还是多少知道一些的 小叶在一边 代替老甘回答道 我不光是跟军城集团合作 还是直接跟他们的董事长 朱国旭合作的 欢喜哥又得意洋洋地 开始吹嘘起来 人家对我 那叫一个客气 可事实证明 他们选择跟我合作 也是英明正确的呀 他们也赚了不少的钱 哦对了对了 最后 朱国旭的女儿都看上了我 你真的假的呀 小叶忍不住问了一声 你当我吹牛啊 欢喜哥瞪大了眼睛 啊你啊 现在是我未婚妻 这我能骗你吗 老甘看样子 是越听越弄不明白了 我听人说 朱国旭还有一个儿子 朱金言呗 我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呢 老甘跟小叶 互相看了一眼 都是满脸的不解之色 算了 那小子不是个东西 不说了 欢喜哥现在 特别不愿意提到 朱金言这个名字 咱说点别的啊 外人光看到我赚钱了 可是 你看看现在的仙桃村啊 过去的仙桃村 经济模式单一 只靠着水蜜桃在维持 可现在呢 筑南镇 绝对的当之无愧的 经济第一强村 就算放到全国范围内 也差不了多少啊 我不敢说 全部都是我的功劳吧 但起码是一大半 老甘沉吟着点了点头 走 老甘 我再带你去别的地方看看 欢喜哥跟老甘的身高差不多 说到兴致起来了 居然一把 搂住了老甘的肩膀 小叶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正想有所动作 可是老甘 却悄悄地在身后摆了摆手 小叶也只有苦笑了 多少年了 甘老居然被人搂住了肩膀 这要是传了出去 那些熟悉甘老的人 还不得一个个都惊讶地掉了下巴 这个雷欢喜 胆子也真是大 也不是 他这是不知道身边这个老人的真实身份 要不然 借他三个胆子 他也不敢这么做 不过 从前期的考察来看 朱进言肯定没有说老实话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所以 我们的欢喜哥 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他要请老干和小叶吃饭 嗯 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情 欢喜哥 居然主动请别人吃饭了 当然 还是在自家的方寸饭店 今天仙桃村的客流量少 来饭店的更加是没有了 郭宇康在那里 无聊的看着手机视频 欢喜哥进来的时候 都没有注意到 喂喂喂 在看没收了你的手机 欢喜哥 一进饭店 就摆出了一副老板的派头 赶紧的 给我们弄点吃的去 一天到晚 就知道吃 郭宇康这时候 才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等着啊 给你弄去 吃死你 老干有些看不懂了 小雷啊 我看着饭店 叫方寸饭店 也是你的饭店吧 当然了 是我的饭店 欢喜哥挺着肚子说道 那是你的伙计 你伙计就这么对你说话 这一下 可算是戳到我们 欢喜哥的软肋了 欢喜哥 一下子变得丧气起来 别说了 你说人家老板一个个 都有老板的样子 可我这个老板 哎 就没有人尊重我 说到这里 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嘿 其实 他们中很多人 都是我的朋友 无所谓了 习惯了 老干听着点了点头 把员工 当成自己朋友的老板 未必会是个好老板 但肯定是个不错的人 老干 要说 还是你了解我呀 欢喜哥 立刻就变得兴奋起来 我是不是个好老板 咱们俩说 但我绝对是个好朋友 得 今天你都这么夸我了 我再请你喝酒 我们这儿的特色梨花酒 欢喜呀 你出国回来了呀 就在这个时候 经过饭店的徐大哥 看到了坐在里面的雷欢喜 走了进来 问道 你婶子昨天还问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 没去家里了呢 晚上去我那儿吃饭啊 老人家呀 您是 老干问了一声 徐大哥 我们前任村长 见村支说 欢喜哥笑嘻嘻地回答道 我不是刚才跟你说过 我当过村长吗 就是取代的徐叔的位置 呃 这个 老干在那里 组织了一下词汇 呃 老徐 我叫你老徐了啊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你的位置都被雷欢喜给取代了 你还对他这么热情啊 嘿 你这个老同志 年纪比我都大 怎么一点事都不懂呢 徐大哥很是不满地说道 那能叫取代吗 欢喜是我们仙桃村 自家的孩子 再说了 欢喜当这个村长 那可是吃力不讨好 他要不是为了我们好 何必当这个村长 当初受了那么多的气 早就回城里 当他的大老板去了 说到这里 说到这里 好像还不解恨似的说道 要怪 最该怪那个货贵席 处处针对我们欢喜 现在 报应来了 跑了吧 这种人抓回来都不用神 直接枪毙了事 老干跟小叶 面面相去 小叶实在忍不住了 问道 货贵席 不关心你们仙桃村吗 他关心个屁 徐大哥哪里管这些 要不是他 能把我们欢喜毕得给辞职了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仙桃村 哪里不是我们欢喜的功劳啊 你到村子里去打听打听 有人说我们欢喜的坏话吗 成了成了 徐叔 赶紧回家吃饭去吧 像我们的欢喜哥 那么皮厚的家伙 也被徐大哥给夸得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成 我走了 晚上别忘了 来家里吃饭啊 徐大哥是走了 可老干 却好像是陷入到了沉思里 老干 你别听他们瞎说 欢喜哥笑着解释道 他们都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 当然要帮我说好话了 不过那个货贵席 的确做了不少的坏事 可惜了他跑了 却把我们筑南镇的经纪 弄得一团糟 便听则暗 监听则明 老干莫名其妙地 自言自语了这么一句话 这时候 几道菜已经烧好了 雷欢喜拿来了一瓶梨花酒 老干 小叶 你们能不能喝呀 我不会 干 我外公可以喝的 小叶差点脱口而出 干老两个字 成 会喝酒喝点 这可是正宗的梨花酒 欢喜哥帮老干 倒上了酒 顺口问了一声 老干 你以前做什么的呀 工人 工人好啊 有技术 现在退休了呢 到处游山玩水吗 对呀 老干笑着 品了一口梨花酒 这酒不错 一会儿帮我买几瓶带回去 贵不贵呀 买啥买呀 欢喜哥大咧咧地说道 梨花酒厂也是我的 等你们回去的时候 带一箱回去 老干 你平时 有没有别的兴趣爱好了 有啊 老干又忍不住 喝了一口梨花酒 这酒的味道可真好 我喜欢养养兰花什么的 欢喜哥一正 啊 兰花 是啊 兰花 说到兰花 老干大有感触 我过去 曾经在云东 工作过一段时间 后来啊 认识了一个朋友 就是跟他 学习养兰花了 这一学呀 可就入迷了 从此以后 再也没有放下来过 不会那么巧吧 欢喜哥在心里嘀咕着 嘴里却在问 你跟着学兰花的那个人 叫什么名字啊 你个小年轻 哪里会认识啊 老干一摆手 说道 人家可是大名鼎鼎的兰花大师 看样子真的巧了 欢喜哥还是继续追问道 猪猪看呢 没准我就认识了 老干也被他纠缠的 没有办法了 乔疯子 你认识不 欢喜哥差一点就笑出声来 他 他居然问我认不认识乔疯子 乔疯子我就不认识了 欢喜哥一本正经的说道 不过 我倒认识一个叫乔远藩的人 什么 老干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认识乔远藩 他就是乔疯子啊 他在哪啊 他在哪 后来我调到了别的城市去工作 听说乔疯子也失踪了 我之后找了他很多年 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 这个问题 问你家欢喜哥 算你问准人了 他可是自己的父亲 你家欢喜哥能不知道吗 欢喜哥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的父亲就叫乔远藩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什么 你爸爸就是乔疯子啊 老半天 老干才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爸就是乔远藩 我爸爸就是乔疯子 雷欢喜笑嘻嘻的 吃惊吧 嘿嘿 不过自己的爸爸也够牛的 居然有那么多人认识他 小雷啊 你爸爸呢 你爸爸现在在哪啊 老干早就急不可耐了 一叠声地问道 你别急 我给我爸打个电话 问他现在有没有空 欢喜哥说着 就拿出了电话 喂 爸 我呀 你现在在云东吗 哎 你来一下仙道村呗 这里有你一个老朋友 你别问是谁了 来了就知道了 撑 我就在这里等着啊 挂断电话 他笑着对老干说道 老干 等着啊 估计我们吃完这顿饭 我爸就能到了 哎 好好 老干说着叹息了一声 这么多年了 我本来以为 再也见不到乔疯子了 没想到啊 你居然是小乔的儿子 小乔 他居然叫自己的爸爸是小乔 咦 大乔小乔 欢喜哥 又开始有些胡思乱想起来 老干很快就让自己 从狂喜中冷静下来 来这里能够见到老朋友 当然是开心的 但也不能忘记了真正的目的 如果老朋友的儿子 真的像朱进言说的那么不堪 那就太让人失望了 可是 从目前自己得到的反馈来看 雷欢喜这个人 跟朱进言所说的 还是有着很大的出入的 老干很快又把话题转到了正题上 小雷啊 以前我在云东工作的时候 认识了很多人 比如你爸爸 还有别的人 哦对了 还有个叫贺建军的 你认不认识啊 军哥 认识啊 老干 你到底是谁啊 警察 年纪也太大了 欢喜哥 开了一句玩笑 军哥现在也在我这里 是保安公司的总经理 老干 老干习惯性地皱了一下眉头 我听说这个人 是个大流氓头子啊 小雷 你把他招进你的公司 这个 恐怕影响不太好吧 他尽量用委婉的口气 说出了这些话 可是雷欢喜 却一点都不在乎 怎么就不太好了呀 是 军哥以前是混道上的 而且很有明气 可是 他犯的那些错误 早就在监狱里偿还完了 还不能让人洗心革面 怎么着 雷欢喜 也一丝一毫没有隐瞒 把贺建军 是怎么成立保安公司的 又怎么把保安公司 跟他的兄弟 托付给了自己 等等 前后的情况 说了一遍 老干听得非常仔细 等到雷欢喜说完以后 接口道 嗯 不错不错 如果 贺建军的那些手下 继续流落在社会上 那对治安 肯定会造成重大的隐患 现在 把他们集中起来管理 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不再危害社会 这一点 做得还是很好的 哎 我说老干 你说话的腔调 我听着怎么像是个领导通知呢 欢喜哥笑着 问了一句 我 领导 老干急忙掩饰着 我哪里算是什么领导啊 来来 小雷 我借花献佛 敬你一杯 感谢你的招待 欢喜哥 也就是这么顺口一说而已 根本就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 不过 如果要说老干 没有做过户籍井的工作 欢喜哥 还真的有些不太相信 他居然 把雷宽喜所属的所有产业 都仔仔细细地问了个遍 一点都没有遗漏 你说 你个老干 就算是我爸爸的朋友 就算以前是个警察 顶多也就是个派出所所长吧 这问的也未免太详细了 你这就算是所长 也都早退休了 还问那么多事做什么 方寸公司的其他产业 老干倒也不是特别的重视 让他特别感兴趣的 是龙果和梨花村 龙果自然就不用说了 治病救人 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而梨花村 则让老干沉吟地说道 梨花村这个村 我了解 以前 我在云东工作的时候 那就是 全市有名的贫困村 经济啊 一直上不去 你能够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小雷啊 我要代表云东市 谢谢你啊 雷花喜 终于觉得不太对劲了 带着狐逸的眼神 看着老干 老干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以前 是不是领导干部 你这说话 一套一套的 哦 我外公以前 在云东 做过车间主任 小叶急忙接口说道 你也知道 他们这些老同志啊 总是改不了这个腔调 对对 老干也哈哈地笑了出来 官不大 但官也大呀 正在那里说笑着 林奇急匆匆地走进了饭店 李总 村子里来了几个人 也不参观仙俊山 也不吃饭 就在村子里到处乱逛 我怕不是好人 你们盯着点也就是了 我这里陪着客人吃饭呢 雷花喜倒是一点都不在乎 老干对小叶使了个眼色 小叶站了起来 我出去买包烟 雷总 您坐 我知道在哪里买烟 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了 一走出去 跟一个留着板寸头的游客 打了个对面 小叶什么也没有说 脚步缓慢地 朝着烟酒店的方向走去 板寸头快走几步 看看周围 放低声音说道 叶秘书 干老在里面吧 在 干老让你们全部不许进去 离开村子 不要打扰到村子 可是 我们负责保护干老的安全 万一出了事 出什么事啊 小叶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这里民风淳朴 是 我们立刻离开 不知道干老什么时候走 干老还要见一个老朋友 估计要明天上午才走 这样 你安排两个精明的警卫 开一个房间 只需两个 打发走了这些人 小叶买了一包烟 在外面抽了一根 这才重新走回了饭店 老干跟雷欢喜 弹性正浓 不时地爆发出一阵欢笑 还真的是结成忘年交了 很久没有看到干老 那么开心过了 别说 雷欢喜这个小家伙 其实还是很可爱的 根本就不是 朱进言说的那样的人 一个高大的身影 走进了饭店 欢喜 我哪个朋友要见我呀 小乔 老干站了起来 乔远帆正了一下 接着也是脱口而出 老干 哎呀 老干 老干 两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又再一次地见面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我说小乔啊 这些年 你都跑到哪里去了 老干紧紧地握住 乔远帆的手 我想你呀 到处都在找你 可连我都找不到你呀 别说了 别说了 我培养的一种大唐美人 怎么都种不好啊 现在你来了 问题就解决了 好家伙 这两个人一见面 居然就聊上了兰花 乔远帆一点也不客气 拉着老干 一屁股坐了下来 仔细地跟老干 说起了培养 大唐美人的诀窍 看到讨论的津津有味的两个人 小叶对雷欢喜使了个眼色 走到了饭店外 雷总 谢谢你的招待 小叶又给自己点上了一根烟 我外公见到了老朋友 今天估计啊 是要住在这里了 麻烦你给我们开一个房间 多少钱我照付 付什么付啊 雷欢喜大大咧咧地说道 老干是我爸爸的老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我请你们 小叶笑了一下 也没有多争辩什么 只是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 雷总 你很不错 和传说中的不一样 传说中的 什么传说中的 难道传说中自己是个 青面刘牙的怪兽 还是田螺王子 欢喜哥嘀咕着 把房间安排好了 正好看到官宝方经过 大师兄 二师弟 哎 啊 老官 你骂人呢 擦你个擦呀 你个冷面官宝方 现在也居然会这么骂人了 大师兄是孙悟空 那二师弟是什么呀 被人占了便宜的欢喜哥 就算不干 那又有什么办法 老官 你师父在方村饭店呢 嗯 我知道 是去见老干了 官宝方 还是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跟老干一进村子 我就看到了 估计师父肯定会来 师父跟老干一聊起来 没有几个小时 不会结束 啊 你也认识老干呢 废话 我跟着师父的时候就认识了 官宝方说到这里 忽然疑惑起来 欢喜 你不会到现在 还不知道老干是谁吧 不就是那个之前 在云东工作过的车间主任吗 欢喜哥 依旧还是迷迷糊糊的 车间主任 官宝方哭笑不得 凑近了雷欢喜 用很低的声音说道 他是猪 啊 这次轮到欢喜哥 张大的嘴里 足够塞进三个鸡蛋了 这他妈的哪里是车间主任啊 这他妈的简直 是一百个车间主任 都比不上的呀 自己刚才 居然还跟老干 勾肩大背的 丢人了 丢人了 老干的确在我们云东工作过 对云东很有感情 现在虽然退居二线了 但依然很有影响力 官宝方 似乎也没有太把干老 当成一回事 没事 欢喜 老干这个人 其实脾气不错的 得 得 回到饭店的时候 欢喜哥 还是有些失魂落魄的 看到在外面抽烟的小叶 小叶领导 小叶一笑 什么叶领导啊 知道老干的身份了 哦 知道了 知道了 欢喜哥那个尴尬呀 我刚才 是不是对老干 哦 不是 干老 太不礼貌了 没事 干老不在乎 小叶还是在那里笑着 就叫老干吧 他喜欢别人这么叫他 我还敢这么叫吗 小叶没有忘记 又提醒了一句 注意保密工作 小范围内知道就行了 还有 干老刚才吩咐过了 他跟你父亲 一会儿直接去房间里 晚饭呢 你们送到他的房间里就可以了 不要打扰到他们 哦 对了 还得麻烦你 单独给我开间房 成成 欢喜哥连连硬着 忽然有些好奇起来 叶领导 你们怎么会想起来到仙桃村呢 也不用隐瞒你什么了 小叶 把他们为什么会来仙桃村的原因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卧槽 朱进言 又是这个天杀的朱进言 有人说的是真话 有的人却是满嘴谎言 小叶的烟瘾挺大 在干老面前能够控制 但是一出来 一根接着一根 好像要过足引头似的 最早听到你的时候 干老是很生气的 在宾馆的时候 干老忽然说 小叶啊 我们一起去仙桃村看看 干老路上就说了 偏听则暗 兼听则明 现在我们来了 也看到了 我们了解了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雷欢喜想一想 还是有些后怕 朱进言这个王八 那什么 差点被他给害死了 其实啊 朱进言很幼稚 小叶淡淡的一笑 他认为 像干老这样的人 高高在上 再加上老苗 又是他曾经得力的部下 他们说什么 干老就会听信什么 荒唐 干老在云东 主持工作的时候 就速来是一道 基层实地考察 而闻名的 嗯 反正你家欢喜哥没事 就一切OK了 现在看起来呀 你是没有问题的 但朱进言 苗绍杰跟老苗 有没有问题 那就不好说了 小叶冷笑了一声 干老曾经说过一句话 好人就是要保护 坏人就是要抓起来 这个社会才会清静 对于朱进言 如果仅仅是这些 他诽谤你的话 那我们对他 没有什么办法 可是我看老苗啊 未必就没有问题了 其实呢 苗局长本身 估计还真的 没有什么问题 要说问题 就出在他的那个宝贝儿子 苗绍杰的身上 有的儿子是帮老子的 比如你家欢喜哥 嗯 这没有什么可谦虚的 有的儿子是浪子回头 比如维斯特 还有的儿子呢 害老子没商量 朱进言和苗绍杰 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人物 欢喜哥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嘴里却并没有说出来 苗局长和苗绍杰 到底有什么问题 肯定会有专人查出来的 像落井下石这样的事情 欢喜哥是不太谢于去做的 雷总啊 走 咱们也找个地方 好好地聊聊去 小叶笑着说道 有些跟朱进言苗绍杰 有关的问题 我还想征选一下你的意见 你放心 我们今天所有的谈话 都是保密的 对你个人的生活 绝对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擦 你家欢喜哥怕什么 难道朱进言和苗绍杰 还能吃了你家欢喜哥 他们有牙齿 难道你家欢喜哥 就没有牙齿 欢喜哥很快 就一口答应下来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准备对军城集团动手以后 欢喜哥的心里 还是有些为朱国旭担心的 但现在 他的心态 正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现在却未必这么看了 军城集团将来早晚 是要交到朱进言手里的 而朱进言掌控军城集团以后 这家公司会发生什么样 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朱进言是什么样的人 心胸狭隘 资诸必报 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 现在看起来 还有非常关键的一点 他看起来很聪明 其实 他跟聪明 一点都站不上边 他就是一朵 被温室养大的花朵而已 完全不了解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他自以为 非常聪明的那些办法 在其他人看来 是如此的幼稚可笑 上次的朱利亚公司 再加上这一次 已经能够非常充分地 说明这些了 既然这样 自己也没有什么好过分 为朱国旭和军城集团 担心的了 既然早晚要毁在朱进言的手里 那自己能不能从中 分一杯羹呢 这也算间接地 为朱家保留下来一些东西吧 在那里胡思乱想的 一会儿迷迷糊糊地睡去 一会儿又很快地醒来 天还蒙蒙亮的时候 欢喜哥就起身了 来到了旅馆那里 发现小夜也早就出来了 地下扔了一地的烟头 好家伙 夜领导 您这烟烟可真够大的呀 欢喜哥连连则舌 以前我也不抽烟 小夜苦笑了一下 可是啊 跟在领导身边工作以后 说老实话 压力挺大的 不知不觉就有烟瘾了 你别说 跟领导在一起的时候 哪怕一整天 我都想不到抽一根烟 可一个人的时候 我这烟是一根接着一根呢 欢喜哥听着 也觉得这样抽烟挺有趣的 朝甘老的房间里看了看 什么时候起来呀 我要准备早饭去 小夜看了看表 甘老的生活很有规律 还有十五分钟就该起来了 好家伙 昨晚跟你的父亲 一直聊到了后半夜 欢喜哥 刚吩咐人准备好早饭 就看到自己的父亲和甘老 一起有说有笑地走了出来 甘老 欢喜哥赶紧迎了上去 小滑头 甘老居然开了这么一句玩笑 我可是听你父亲说 你是个标准的小滑头啊 说完 他自己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欢喜哥大是尴尬 甘老 先去吃早饭吧 不吃了 不吃了 甘老摆了摆手 我马上要回恒明市 那里有些事 小雷啊 你很好 很不错 看到老朋友的儿子 那么出息 我也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哦对了 房间里 我留了点礼物给你 甘老真的没吃早饭就走了 这让欢喜哥倒还有点恋恋不舍 礼物 甘老给自己留下了什么礼物 走进甘老的房间 看到了桌子上放着一幅字 坚持自己 坚持自己 这是甘老留给自己的 欢喜哥 欢喜哥一瞬间 就明白了甘老的用意 嗯 这幅字 自己肯定要找人表起来 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欢喜哥倒不是那种 须言覆试的人 而是这几个字 真的很有含义 乔远帆送走了甘老 也走了进来 陪儿子一起看了会儿这字 你的情况 我跟老甘也都仔细地说了 是非曲直 公道自在人心 你也不用担心什么 朱进言对我的那些诽谤 我倒不担心 不过爸 我在芝加哥 倒是遇到了一些 让我特别担心的事情 欢喜哥一五一十地 把自己在芝加哥 遇到的那些事情 说了一遍 自己怎么得罪了邓斯坦 怎么认识了爱德纳 以及戴蒙德 爱德纳 都要求自己 帮他们报仇的前后经过 说了一遍 戴蒙德 居然是光荣的 拉古斯特的后人 这一点 倒是乔远帆 没有想到的 你怎么看哪 乔远帆 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反问了一句 我觉得吧 戴蒙德跟爱德纳 加在一起 也不可能是 钻石联盟的对手 欢喜哥在那里 沉吟着说道 更加不用说我了 我就不明白了 他们为什么 非要拉上我 这件事情 如果有成功的可能 那必须出现一个 X元素 X元素 乔远帆 有些好奇起来 对 X元素 欢喜哥 倒是回答得非常肯定 比如斯蒂芬先生 我虽然不知道 斯蒂芬先生 到底有多少财产 可我确信 他能够成为一个 举足轻重的力量 乔远帆笑了一下 为什么不是哈特曼呢 哈特曼 没错 哈特曼也跟自己 建立了微妙的同盟关系 而且他是竭力反对 钻石联盟的腐朽顽固的 可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欢喜哥 提出X元素概念的时候 想到的第一个人 还是斯蒂芬先生 跟我出来 欢喜哥 跟在自己爸爸的身后 走了出去 乔远帆 抑制仙女山的方向 如果你没有去过仙女山 知道那里面 都有一些什么吗 这 欢喜哥摇了摇头 没有去过 怎么能够知道 里面有什么呀 走近他 了解他 才能够发现他的全部 乔远帆淡淡地说道 我不会做生意 我一辈子只会养兰花 但我知道一个道理 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人 必须要走进他的生活 斯蒂芬先生 是一个好人 某种程度上来说 甚至是一个玩人 可是 他的弟弟哈特曼呢 外形的确不怎么样 说话做事 也很让人讨厌 但他内心的真实世界 是怎样的 欢喜哥陷入了沉思中 从自己第一次认识哈特曼开始 这个猥琐讨厌的家伙 处处都让自己哭笑不得 可是仔细想一想 他真正地害过自己吗 没有 从来都没有 相反 他的那些恶作剧 更像是在帮助自己 还有其他被他恶作剧过的人呢 他是在害他们 还是在用另外一种形式 帮助他们呢 瞧 你也不能确定了吧 瞧眼帆笑着笑 先自保 再考虑 怎么帮助别人 自保的最好方式是什么 就是在一边安静 而又耐心地观察 优点 缺点 什么时候 是最适合自己出手的机会 什么时候 必须要忍耐住自己 当你学会了这些 我想 那才是你真正长大的一天 听起来 似乎很有道理的样子 欢喜哥 从自己爸爸的嘴里 听出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欢喜哥正在那里跟墨胖子说着话 被安妮一惊一乍地给打断了 什么呀 这个 就这个 安妮的手里 拎着一个袋子 里面放着一些稀奇古怪 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水果 外形看起来 有些像石榴 可又不是石榴 掰开一个 里面跟石榴一样 都是一粒一粒的 不过 并不像石榴那样有子 拿出一粒放到嘴里 甜 真甜 入嘴即化 不光是甜 而且是满嘴芬芳 这一吃可就停不下来了 欢喜哥跟墨胖子两个人 一粒接着一粒地 把这奇怪的水果放到嘴里 你们少吃点 给我留点 安妮可急了 抢过了水果 就买到这么几个 还得给甜甜她们尝尝呢 这是什么水果呀 欢喜哥 简直是闻所未闻 那么奇怪 可偏偏那么好吃 我也不知道 安妮大概地说了一下 这水果是怎么得到的 她去利昆市办完事情以后 女人的天性 让她选择了逛街 一圈逛下来 发现在一个商场的门口 蹲着一个中年人 身边就放着一个筐子 里面就有几个这样的水果 也不吆喝 也不招揽顾客 有顾客好奇 来询问这是什么水果 这个怪人也根本就不回答人家 这样子 谁还来做你的生意呀 再加上 这水果 模样古里古怪的 谁也不认识 万一吃下去 吃出什么病来怎么办 结果 摆了半天 一个都没有卖出去 安妮好奇呀 可问了半天 那个怪人 就是一句话也不说 安妮大小姐的脾气 一下子就上来了 多少钱 我全要了 怪人伸出了一个巴掌 于是 我们的安妮大小姐 扔出了五百块钱 连筐子一起拿走了 我把这水果放到车子里 开车走的时候 看到那个怪人 还等在路边拿着钱 朝我连连挥动呢 安妮很是不屑地说道 五百块钱还不知足 这家伙也太心黑了 欢喜哥跟墨胖子 面面相去 墨胖子 咽了一口口水 大小姐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人向你伸一个巴掌 要么是五块钱一个 要么是五十块钱一筐 人家等在路边 向你挥钱 我猜那意思 是人家想告诉你 你给钱给多了 啊 真的假的呀 安妮有些发懵 这水果就算是再好吃 也不用那么多钱 欢喜哥知道 这位大小姐对钱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 在她眼里 五百块钱跟五千块钱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她只是对这个水果 产生了浓厚的好奇 打开电话 在上面搜索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这种水果 这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之前 从来都没有看到过 而且难得的是 味道还那么的甜美 不客气地说 这种甜美 甚至已经超过了 仙桃村桃子的味道 不行 安妮 陪我去一趟立坤市 欢喜哥 很快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还去那里做什么呀 找到那个人 我得弄清楚 这水果是从哪里来的 到哪里去找呀 我又不知道那个怪人 住在哪里 欢喜哥 却不容分说地 一把拉起安妮 就往外面走 你想啊 那个人 既然在商场外面卖 没准还会来呢 咱们就用笨方法 守住带兔 于是 倒霉的安妮大小姐 就这么被欢喜哥拖着 又一次来到了立坤市 立坤市是一个县级市 距离云东 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到了那里的时候 天都黑了 开了一家宾馆 休息到第二天一大早 欢喜哥就迫不及待的 要安妮带自己去那里了 没有看到那个怪人 还好 在对面有一家咖啡室 欢喜哥跟安妮 在咖啡室里 一坐就是一整天 中饭也都在咖啡室里解决了 欢喜哥 有必要吗 安妮都坐得无聊死了 不免抗议起来 有必要吗 你把那个摸子给去了 欢喜哥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外面 你想啊 这水果 暂时叫它无名果 从来没有在市场上出现过 偏偏味道又那么好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是什么 怎么种植出来的 我敢确定 大有市场 那是前途啊 安妮 欧了一声 其实 她对这些 是并不太重视的 不过 既然欢喜哥喜欢 那怎么样都行吧 等了一整天 那个怪人并没有出现 一无所获 可是欢喜哥却并没有失望 第二天 又带着安妮来了 抛下公司事情的欢喜哥 跟安妮两个人 一口气 在利昆市逗留了整整六天的时间 弄得那家咖啡室里的服务员都认识他们了 哎 那两个人又来了 还是老样子 嗯 还是老样子 哎 你说他们是做什么的呀 你看他们这几天 一直都在盯着对面商场一个方向 便是便衣警察吧 好不好吧 我们的欢喜哥跟安妮 在咖啡室服务员的眼睛里 成为了两个便衣警察 来了 就是他 安妮忽然一指玻璃外面喊道 一个穿着很朴素的中年人出现了 拿着一只筐子 什么话也不说的 蹲在了商场的门口 欢喜哥立刻扔下了钱 跟安妮一起冲了出去 于是 那些服务员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 看 我说的没错吧 他们就是便衣警察 嗯 就是就是 我也猜到了 怪人看到了安妮 一句话也没有说 掏出了四百五十块钱 就放到了面前的地上 指了指钱 又指了指安妮 那意思是 你上次给的钱给多了 安妮这可就尴尬了 欢喜哥跟墨胖子 果然猜的没有错 这一筐水果才五十块钱 不过 这个怪人 也真让人佩服 居然一直都把四百五十块钱 带在身上 随时随地的 都在准备着还给自己 虽然古怪了点 但是 要做到这一点 可真不容易 你好 我想问一下 这是什么水果 欢喜哥问出了自己 最关心的问题 怪人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说 别是个哑巴吧 欢喜哥不死心 这些水果我全要了 麻烦你告诉我好不好 他说着 从安妮的手里 拿过了五十块钱 递给了那个怪人 怪人接过了钱 拿出一个袋子 把水果都倒进了袋子里 然后站起来 拎着筐子就走 啊 这就走了呀 欢喜哥赶紧拉着安妮 紧紧地跟在了怪人的身后 没有什么 这可苦了安妮了 我们的安妮大小姐 从来都是高跟鞋狂魔 出门一般都是穿的高跟鞋 现在那个怪人 做得那么快 怎么跟得上啊 大小姐脾气 再度爆发 安妮叫了出来 喂 哑巴 你有没有功德心啊 就这么对待一个女孩子啊 怪人听到了安妮的声音 迟疑了一下 脚步居然慢了下来 安妮 你去开车跟上 我跟着她 跟丢了 我发定位给你 欢喜哥赶紧趁机说道 安妮求之不得 怪人回了一下头 看到那个漂亮的女孩子走了 脚步一下子又加快起来 可是欢喜哥是谁啊 你走得再快 又怎么可能把他给甩了呢 好家伙 这怪人到底住在哪里啊 走了都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两边变得越来越荒凉起来 一座座的小山丘出现了 怪人住在山里 要真是这样的话 他去城里靠的就是两条腿 已经看不到人家了 而且真的是进了山里 欢喜哥一边跟着 一边拿出手机 给安妮发了一条短信息 别来了 车子开不了了 你去宾馆等我 山里崎崎的路 又走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 几间破败的草屋出现了 现在要看到这样的草屋 可真的是不容易了 草屋门口 种着一些辣椒和别的植物 可欢喜哥最关心的那种水果 又是种在哪里的呢 怪人一下子停住了脚步 猛地转过头来 面孔胀得通红 欢喜哥被吓了一跳 正想解释一下 自己没有任何恶意 可是始终没有说话的怪人 却率先开口了 你 你 你 想想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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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欢喜哥终于明白 怪人为什么不说话了 他有结巴的生理缺陷 而他一直不说话 肯定是因为自卑的原因 我没想做什么 真的没想做什么 欢喜哥赶紧说道 我从云东市猪南镇仙道村来的 我叫雷欢喜 我那个女同伴叫朱安妮 我们吃到了你的水果 觉得特别好吃 所以我们就找到这里了 怪人的脸色 这才放松了一些 大福 谁呀 这时候 从草屋里走出来一个老妇人 怪人急忙走过去 搀扶住了老妇人 妈 没谁 一个来买水果的客人 哦 客人哪 那快请人家到家里去坐呀 现在 欢喜哥知道怪人的名字了 大福 大福看起来 是并不愿意请欢喜哥进去的 可是妈妈的话 又让他有些无奈 看了一眼泪欢喜 进来吧 草屋虽然破旧 但却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大福 去烧点水 给客人倒茶 多放点糖啊 老妇人特别的热情 客人哪 快坐快坐 我们这里都很久没有来过客人了 我叫雷欢喜 欢喜哥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哦 雷欢喜 雷欢喜 这个名字好 老妇人陪着雷欢喜坐了下来 我叫人前春花 那是我儿子 任大福 哦 阿婆 你们怎么会住在这里呢 欢喜哥 有些好奇地问道 人前春花的画匣子 一拉开 可就止不住了 他跟他丈夫 一共有一个亲生儿子 一个亲生女儿 任大福 还不是他们亲生的 而是人前春花的丈夫 在路边捡到的弃儿 他们夫妻心肠好 就把任大福 当成亲儿子 养了起来 只是任大福 长大以后 夫妻俩发现 他有结巴的生理缺陷 怎么纠正 都纠正不过来 为此 任大福 一直都遭到了 同伴们的嘲笑 这也让他从小就养成了 自卑的心理 能不说话 就尽量不说话 把自己当成一个哑巴来看待 后来 任前春花的丈夫去世了 任前春花的儿子女儿 居然联合起来 把自己的亲生母亲 跟任大福 一起赶了出去 我靠他老了的 这还是人吗 一般不骂脏话的欢喜哥 这时候 再也忍不住 在心里大骂起来 任大福 虽然只是领养的 但是心肠好 也不求别人 带着老母亲 就离开了村子 他们也没有去处 后来来到了这里 任大福 建了几间茅草屋 跟自己的养母 一起住了下来 一住就是十年 家里穷成这样 又住在山里 任大福自然就从来没有成过家了 佩服 欢喜哥心里 大叫佩服 亲生的儿女是猪狗不如的畜生 可是领养的儿子 却是如此的重情重义 任大福 别的本事没有 但会种水果 而且特别聪明 他发现 种出来的普通水果 在市场上的竞争太激烈了 所以就刻意研究 别人没有的品种 按照任前春花的说法 自己的儿子 总是把西瓜 橘子 苹果 这些水果的种子 胡乱摆弄 说想要种出 跟别人 完全不一样的水果来 那种好像石榴一样的水果 就是任大福 最新种植出来的 而母子俩这些年 也都靠着任大福 种植出来的水果 拿到城里 去卖了 维持生计 我靠 这哪里是聪明啊 这根本就是天才啊 这玩的是嫁接不 不不 比嫁接的还有牛啊 欢喜哥差一点 就要叫出来了 按照任前春花的说法 任大福上到小学三年级 就因为无法忍受 同学们的嘲笑不上了 文化程度 完全可以无视 他没有受过任何专家的培训 没有接受过任何专家的指点 可他却发明出 对 发明 欢喜哥觉得 这就是发明 发明出了一种新的水果 这不是他们的天才 是什么呀 欢喜哥读过一些文章 说是有些有生理缺陷的人 比如自闭症 或者是什么别的问题 在某些方面 却总能够表现出天才的一面 看样子 任大福 也是这样的人呢 宝贝 自己绝对是捡到宝贝了 最最让自己感到幸运的是 十年了 居然没有人发现这么个大天才呀 十年 欢喜哥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很多专家 很多专家一辈子都无法成功嫁接出一种新的品种 可是 人大福 却凭借着一个人的力量 以及 在没有任何专业设备的情况下 发明出了新的水果品种 这是何等的了不起啊 这是何等的惊人啊 这样的天才 要是自己放跑了 那自己可就是个棒槌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宝的夜明珠 任大福被他看得浑身发毛 这家伙 别是心里有问题吧 大福哥 这个时候的欢喜哥 嘴巴要多甜就有多甜 我听说 你种出了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水果 你带我去看看呗 哦 任大福闷声闷气地嗡了一声 可眼睛却一直盯在那碗糖水上 明白了 明白了 欢喜哥立刻端起碗来 连鸡蛋带水的 喝得一滴不剩 任大福的眼睛里 这时候才露出了一丝笑意 大福 客人要看你种的 赶紧带他去看看 任前春花 倒先催促起来 任大福一句话也不说 扭头就走了出去 欢喜哥立刻跟在了他的身后 任大福去的方向是屋子后 又朝山里走了几分钟的样子 一块种植着十几株水果的地就出现了 欢喜哥的眼睛亮了 这些都是什么呀 那个那个 就是好像石榴一样的怪水果 还有那个那个 外形看起来像苹果又像压力 大福哥 我尝尝行不行 在得到了任大福的同意以后 欢喜哥立刻摘下了一个水果 放到嘴里一咬 既有水果的甘甜 又有压力一样 那么充足的水分 这他妈的哪里是天才呀 这根本就是天才里的战斗机呀 大福哥 为什么不多重一些呀 欢喜哥这问题刚一问出来 自己也觉得荒唐地笑了出来 任大福就是一个人 能够培养出那么多新型水果出来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还想大规模种植吗 我就是种了 能够养活我跟我妈的 其他的我没有多想过 任大福憨厚地说道 你这些研究了多少年啊 欢喜哥满是期待地问道 研究个啥呀 在那些虾谷道 任大福搓着手拘紧地道 像那个 就是苹果梨 我自己给取的名字 用了一年多才成功 那个山石榴 也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用的时间长了点 快两年了才能成功 欢喜哥再一次地无语了 一年两年 请接受你家欢喜哥深深地膜拜吧 欢喜哥忽然有了一种跪下来膜拜的冲动 这是什么样的天才啊 自己靠小胖的力量 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 而且培育的时间更短 但那毕竟靠的是一条神龙的力量 可任大福呢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普通人中的天才 一个普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了 走 大福哥 我们回你那里去说点事 欢喜哥的眼珠子不断地转着 想着主意 一回到任大福的草屋里 欢喜哥很快就把路上想好的话 说了出来 大福哥 我是房村公司的总经理 我那里也种水果 也有新的品种 叫仙女果 我是这么想的 我想请你到我那里去 去你那里 任大福正了一下 对对对 去我那里 欢喜哥忙不迭地说道 我每个月给你发工资 我专门为你成立一个研究所 你占股份 咱们新开发出来的品种 卖出去的钱 你也有份 你在云东 任大福问了一声 嗯 云东 不去 任大福断然拒绝 说道 那地方太远了 我不想离开这里 欢喜哥可绝不轻易放弃 大福哥呀 你看 这里的条件也太差了 你习惯了 可是你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 谁能保证没个病痛的 到时候怎么办 我说句不好听的 从这里到医院 什么病都给耽误了 一说起自己的母亲 任大福有些动心了 欢喜哥赶紧趁热打铁 我那里的住宿环境也非常的好 你跟伯母住起来也舒服方便 大福哥 伯母辛苦了大半辈子了 也该好好地想想福了 任大福也有些心动了 但是 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 还是让他下不了最终的决心 大福啊 去吧 去吧 这时候 人前春花开口说道 咱们也不贪图什么钱啊 钱的 可你都四十了 到现在还没有成家 你总不能不为自己考虑考虑吧 妈年纪大了 活不了几年了 就想着呀 在死之前 能够看到我的好儿子 娶上一个媳妇 再让妈抱上一个大胖孙子 妈死了 也能在地下跟你爸交代了 妈 任大福一下子就急了 别老说死不死的 那不吉利 说完 目光落到了雷欢喜的身上 雷老板 我也不贪图别的 要是去了你那里 我就想把我妈照顾得舒舒服服的 成成 我保证把你妈当成我妈一样来看待 欢喜哥兴奋的差点跳了起来 大福哥 你别叫我什么雷老板的 你就叫我欢喜好了 这样 你准备准备 我明天一早就安排车来接你 还有 你在山里中的那些 我都请了人 把他们给医植到我们那里去 任大福点了点头 答应下来 那我先回去准备一下 我送你 任大福陪着雷欢喜走了出去 一路上也不说话 这次可真的是捡到宝了 这时候 欢喜哥的心里 要多美就有多美 哎 欢喜哥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好主意 大福哥 你的哥哥姐姐 就是那两个不是好东西的家伙 住在哪里 一说起人前春花的亲生儿女 任大福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暗淡 不过 倒也看不出任何的愤怒 他们住的地方 有一百来里的路程 好家伙 当年任大福 带着自己的母亲 硬生生地 靠着两只脚 走到了这里 大福哥 明天咱们还不急着走了 欢喜哥新的主意又冒了出来 我先带着你到城里 给你还有伯母买几身新衣服 然后咱们再在城里住上一个晚上 后天带着伯母一起回家乡去看一看 去那里做什么呀 任大福皱起了眉头说道 都那么多年 没有回去了 那里也没有人欢迎我们了 没有人欢迎你们 欢喜哥坏笑着说道 嘿嘿 你等着大福哥 我保证你这次回去 我让那两个畜生 恨不得跪下来欢迎你 这口气 我无论如何 都要帮你给出了 任大福哪里会想到 面前的这个人 会想到什么办法呢 我们的欢喜哥 那可是眼睛一眨 就能够想出一个坏主意的家伙呀 和超市都集中在这里 早上九点多的时候 几辆豪车忽然出现在立坤市 这是雷欢喜 从云东市调过来的旧兵 领头的是墨胖子 而四个方寸保安公司的保安 则西装革履的 由林奇带队 这两个家伙 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 昨天晚上 从电话里 听说了雷欢喜的计划 立刻兴奋起来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就往立坤市赶了 再加上之前 就陪着雷欢喜 一起来到立坤市的安妮 这些家伙聚在一起 好戏算是正式上演了 安妮做得更加过分 一个电话 她在云东经常去的 那个美容美发中心的总监 带着几个手下 也全部来到了立坤市 要知道 安妮可是这家 美容美发中心里 VIP中的战斗机 就算提出再过分的要求 那也是必须要立刻办到的 援兵既然到来 那欢喜哥的计划 就可以实施了 带着一大批人 浩浩荡荡地 朝着山里出发 只不过 开到昨天的那个店 车子就没有办法 继续开进去了 一群人下车不行 安妮是吃一欠长一智 今天 可无论如何 都不敢再穿高跟鞋了 当这一大群人出现时 任前春花和任大福 这对母子 算是被吓到了 雷欢喜做什么呀 带来这么多人 尤其是那四个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还戴着墨镜的家伙 看起来就有些吓人的样子 万幸的是 雷欢喜依旧和颜悦色 让他们不用害怕 反正跟着他走就行了 事已至此 除了按照雷欢喜说的去做 还能怎么样呢 母子俩的行李非常简单 几个保安帮着一拎就走了 剩下的那些桌子椅子什么的 任前春花还舍不得 可是雷欢喜再三向他保证 一到云冬 这些东西根本就不用他操心 胖子 帮我联系一下专业的搬迁公司 这里的果树 全部都给我在最短的时间里搬走 放心吧 欢喜哥 已经联系好了 这两天就能办好 任前春花和任大福 终于走出了这座 陪伴了他们十年的山里 坐上了那辆奔驰保姆车 母子俩明显的有些不太习惯 任前春花十年里 顶多去过城里不超过三次 而他的儿子任大福 之前去城里卖水果 也都是靠着两条腿 今天算是鸟枪换炮了 一到城里最大的宾馆 母子俩被恭恭敬敬地请了下来 在一群人的簇拥下 在饭店经理服务员诧异的眼神中 走进了宾馆里唯一的一间套房 任前春花母子被套房里的豪华给吓到了 活到那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住人的房间居然能够这么漂亮 光是一个硕大的会客厅的豪华 就足够让人头晕了 老太太好 任先生好 刚一进去 早就在里面等着的美容美发中心的总监 立刻带着自己的手下站了起来 毕恭毕敬地 异口同声地说道 欢喜呀 这是做什么呀 你别吓唬我们哪 人前春花的身子都有些发抖了 这也是任大福想问的 要不是自己有口吃的毛病 刚才在路上就问了 老太太 别害怕 他们帮你们整理一下 欢喜哥笑着说道 事已至此 雷欢喜让他们做什么也都得做了呀 母子俩被请着坐了下来 总监带着自己的手下开始动手了 欢喜哥 按照你昨天晚上在电话里说的 这个任大福绝对是个宝贝呀 在一边等候着的墨胖子低声笑着说道 宝贝 简直是超级宝贝 欢喜哥得意洋洋地说道 咱们那里虽然有水蜜桃和仙女果 但其实一直没有形成新的突破 现在有人大福了 嘿嘿 你们就等着看好吧 安妮倒不会去管这里 欢喜哥 明天咱们要做的事情 那才就精彩呢 我就喜欢这一段的内容 我那是弘扬正气 打击丑恶 欢喜哥满脸的忧国忧民 好人 一定要有好报 安妮和墨胖子互相看了一眼 脸上写满了满满的不屑 哼 就你还弘扬正气 你这根本是想让任大福 对你死心塌地 啊 人太熟了 真的不好 心里再赚点什么小酒酒 一眼就被他们给看穿了 帮人前春花和任大福 一打理 就是几个小时 母子俩 虽然怎么都觉得别扭 可是居然在那里一动不动 雷总 朱总 好了 总监满意地 把他的作品 呈现给了欢喜哥和安妮这些人 头发被惊心地做过了 母子俩一下子变得精神了许多 照了照镜子 人前春花 居然还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自己就出嫁的那天做过一次头发 是村东头那个剃头师傅 拿着火钱什么的做的 可他的手艺 哪里可以跟这个年轻的大师傅比啊 可怜的总监 要是知道 这个老太太 把他看成了是剃头的大师傅 不知道一口老血 会不会当场喷出来 他可是正经的金剪刀获得者呀 人家可是有正八经的国家级证书了呀 安妮对人前春花母子的改造 才刚刚开始而已 简单地吃了点东西 一大群人马立刻直奔利昆中心广场 这么多人同时出现 还是很引起了在这里的市民的好奇的 安妮早就做过研究了 带着这群人直奔这里最大的商场 安妮小姐 我们已经接到电话了 商场经理亲自出来迎接 贵宾是准备好了 欢喜哥也有一些好奇起来 你认识的呀 我家投资的呀 安妮反而奇怪的朝欢喜哥看了看 好像在责怪 欢喜哥连这一点都不知道 你家欢喜哥哪知道你们家在利昆市也有投资的呀 人家母子俩此时此刻已经完全成了木耳了 反正这个雷欢喜跟他的朋友们让自己怎么做 自己怎么做就是了 坐在贵宾室里 母子俩一句话都不敢多说多问 一件件的衣服 一条条的裤子 一双双的鞋 都被源源不断地送了进来 这对于安妮来说是种享受 可对于人家母子俩来说 真的就是一些折磨了 要试那么多的衣服 得试到什么时候啊 这每一件衣服看起来都挺好的呀 可为什么这个安妮大姑娘总都不满意呢 非得要她们试那么多呢 算了算了 人家也是一片好心 我们的欢喜歌已经在心里笑出声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有常年外出打工的 一些中青年只是在没有农活的时候 去临近的城镇打打短工 所以这里的经济一直处在不死不活的状态 说穷吧也不穷 起码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 空调电脑也不在少数 说富吧也远远的谈不上 村子里基本上都是摩托车 汽车少之又少 村子的牛村长也曾经有过雄心壮志 想要把三界排村的经济给发展起来 但坐着坐着也就不了了之了 村子里的人起来的都很早 这里有个习惯 吃完早饭 喜欢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喝茶吹牛 一吹就能吹到吃中饭的时间 土生土长的牛村长也一样 他今天喝的茶 可是他的远房侄子上次来看他的时候 专门从城里带来的 听说要三十五块钱一两呢 牛村长 给我们尝一口呗 去去去 牛村长挥了挥手 吹了吹水上面漂浮着的茶叶 美滋滋的喝了一口 我平常都不舍得喝 今天还因为是我生日 我才弄这么一杯尝尝鲜 你们就别做着念想了 要说呀 还是我大侄子孝顺 人家可是坐着轿车来的 任有福扔上了一颗烟 牛村长 你什么时候也买辆轿车呀 哇 下辈子吧 牛村长笑嘻嘻地点上了烟 你任有福的日子 现在可好过了 瞧瞧 新摩托车都买上了 任有福和洪翠霞夫妇 她的姐姐任金莲和贾正刚夫妇 在三界白村也算是个名人了 这两对夫妇平时就喜欢鼓到点小生意 从城里批发些小龄小岁的到村子里来卖 一年也能弄上几千块钱 不过 两对夫妻的口碑可不是太好 他们的父亲刚死 他们的母亲连着那个领养的弟弟 就被他们给赶出了家门 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 谁也不会把这事放到明面上说 正在那里吹着牛 牛村长的儿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爸 有几辆汽车进咱们村子了 汽车 这里除了过年过节 那些外地亲戚 可难得有汽车进来呀 牛村长跟那些村民们站了起来 手搭在额头上 朝着进村的地方看去 果然有三辆汽车朝着这里开来 那是什么车呀 看中间那辆 怎么那么奇怪 牛村长自言自语地说道 有个经常出去打工的人看到过 算是村子里见多识广的了 那是保姆车 价格可高了 都是大明星做的呢 大明星 牛村长眨巴了一下眼睛 大明星 怎么会来自己的村子呢 难道是要在这里拍电影吗 那肯定能够给三界排村 带来大大的好处啊 牛村长赶紧招呼着村民们都起来 准备欢迎忽然来到村子里的 不速之客 三辆车子 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第一辆黑色的奔驰车上 连驾驶员在内 一共四个穿着黑色西装 带着黑色墨镜的大汉 率先下车 将保姆车保护了起来 这当然是方寸公司的保安们了 可看他们今天的打扮 说是保镖也可以 说是黑社会的也不为过 压阵的那辆大红车的跑车上的人也下来了 不过 跟跑车的画风似乎有些不太协调 人家跑车上下来的是大美女 可这辆大红色的跑车上下来的 却是一个非常精神的小伙子 跟一个大胖子 这当然是欢喜哥和莫胖子了 欢喜哥紧走几步 来到了奔驰保姆车前 打开了车门 连驾第一个下车 接着是安妮 安妮也是做过精神打扮的 一身贴身的职业套装 黑色的高跟鞋 无镜片的黑框眼镜 这么一打扮 让漂亮的安妮 浑身散发出一种成熟的魅力 这大姑娘好漂亮啊 那些村民们 尤其是那些大小伙子们 看的眼睛都是直勾勾的 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 来这里做什么呀 好大的排场 看起来没准 真的是来大明星了 安妮用非常恭敬的声音 对着保姆车里说道 袁总 老夫人 三界排村到了 人总 人有福福福 人金莲福福 八只眼睛 互相对视着 难道是自己家的亲戚 爸爸死的时候 也没跟自己说过 有这么有钱的亲戚啊 一个穿着西装 同样戴着墨镜的中年汉子 下车了 他没有打领带 那身西装 就算再不识货 一看 价格也老贵了 这个人总 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 村子里的人 同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 妈 咱 咱家到了 人总从车子里 搀扶出一个 穿着淡色旗袍的老太太 这老太太 只在脖子上 简单地戴了一串珍珠项链 可穿着这身旗袍 却透露着雍容华贵 老太太一抬头 顿时 三界排寸的村民们 纷纷震惊地脱口而出 人家的 人前春花 妈 乱了 全乱了 人前春花 竟然是十年前 被赶出村子里的人前春花 妈 人有福的脑子转得快 一声妈的喊叫钟 一个人 立刻朝着自己的亲妈跑去 站住 那些墨镜大汉 冷冰冰地 拦住了人有福 和随后赶到的红翠霞 人金莲 贾正刚 让开 没事 是我儿子媳妇 女儿女婿 人前春花 低声说道 听着她有些底气不足 安妮悄悄地 在她耳朵边说道 老太太 我们都帮你撑腰呢 想想你儿子女儿 是怎么对待你们的 一说这话 人前春花的腰 立刻挺直了 是啊 这些大小伙子 大闺女 这么帮着自己母子 自己怎么也不能 给他们丢人了 不光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那个 跟自己相依为命 那么多年的好儿子 虽然有人前春花的命令 但那些尽职的墨镜大汉 还是没有让人有福 人金莲 这两对夫妇 靠近老太太 春花啊 真的是你啊 春花啊 牛村长也总算是从震惊中 清醒过来了 哎哟 春花啊 你这些年去哪了呀 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你这是发了什么财呀 牛村长 我一个老太太 能发什么财 人前春花 淡淡地笑了一下 只是啊 我有一个好儿子 这才让我有了一点钱 儿子 你儿子人有福 不是在这里吗 这个时候 任总来到了老太太的身边 他慢慢地摘掉了自己的墨镜 然后 三界牌村 再一次地被震撼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人大福 这还是人有福 第一个师生惊叫出来的 人大福 对 是他 人大福 那个说话结巴 谁都可以欺负 最终带着人前春花 一起被赶走的 人大福 天哪天哪 人大福 人总 这个变化也太大了吧 欢迎继继续 欢迎继续 欢迎继续 走到了牛村长的面前 你是这里的村长吧 我们人总跟老太太路过这里 非要回来看看 啊 哎 可不是该回来看看吗 牛村长好半天 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您贵姓啊 免贵姓雷 我是任总的助理 哦 雷助理 雷助理好啊 牛村长悄悄地问道 雷助理啊 大福是做什么的 那么发财啊 叫任总 欢喜哥面无表情地 纠正了牛村长的叫法 然后掏出了一张名片 交给了他 方寸国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任大福 名片上是这么写的 这可不是在那里乱吹牛 方寸国品开发有限公司 是欢喜哥准备成立的新公司 而且他就准备让任大福 担任这个总经理 当然 他主要是负责新品水果研发的 助手肯定是要给他配备的 不过 这对于牛村长和三界排村的村民来说 还是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 任大福摇身一变 成为大老板了 就那个连一句的完整话都说不出来的任大福 村民们纷纷朝着任大福看去 任大福只是微微地笑了一下 一句话也没有说 可这却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 任有福 红翠霞夫妇 任金莲 贾正刚夫妇 被吓到了 怎么十年没有见到的那个结巴 居然成了大老板 居然有那么大的气派了 这让人怎么都想不通啊 这可怎么得了啊 欢喜哥这时候 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碟钱 差不多有三千来块的样子 牛村长 任总和老夫人 还有我们这些人 今天中午在这里吃饭 麻烦你给安排一下 这是饭钱 牛村长的眼睛亮了 可嘴里急忙说道 这怎么使得呀 怎么使得 大 任总 跟春花 都是我们三界排村的 哪有自家人吃顿饭 还要收钱的道理呀 我们任总到哪里 都是要花钱的 欢喜哥却依旧面无表情地道 所以 请你一定要把这钱收下 等等 等等 人有福的脑子 赚得还是蛮快的 妈 大夫 都回家了 怎么去别人家吃啊 回自己家吃 回自己家吃吧 对 对 红翠侠 任金莲和贾正刚 也算是反应过来了 一个接着一个地叫了起来 妈 大夫 回自己家里吃啊 去别人家吃 这不是让人看着笑话吗 任大夫一笑 根本就没有搭理他们 而是掺住了人前春花 在几个保镖的护卫下 这对母子 在牛村长的带领下 朝着他家走去 任永福这两对夫妇 呆若木鸡 安妮和墨胖子 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安妮朝他们看了看 任永福 红翠侠 有些慌买 弄不明白 律师要找自己做什么 其实也很简单 墨胖子的眼睛 同样不可谓不精湛 我们是来谈一下 关于任总母亲 也就是人前春花 赡养费的问题 赡养费 什么赡养费啊 任永福 这两对夫妇 只觉得莫名其妙 赡养老人 是每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 墨胖子的架势十足 像极了一个真正的律师 但是在这十年来 你们没有尽到任何 赡养的义务 任前春花 所有必须的生活费用 都是由任大福先生 一人承担的 所以这十年来 以及未来的赡养费 必须由你们 共同承担 啊 任永福张大了嘴 还要我们出钱 大福都这么有钱了 我们凭什么出呀 凭什么我们出 她老婆红翠霞 本身就是个 又泼辣又吝啬的女人 平时把钱 看得比自己的命 都要重要 一天要自己出钱 立刻叫了出来 任前春花 又没有跟我们一起住 我们不出这钱 眼看着自己的老婆 任金莲也要帮枪 平时在城里 打工的次数多 也算知道一些的贾正刚 赶紧拉了老婆一把 这不是你们不出 就能不出的 墨胖子的表情 非常严肃 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也不能说 一方有钱了 另一方 就不用尽赡养义务了 当然 我说了也不算 所以我们会代表 人前春花 向法律提出诉讼 我相信 法院一定会支持我们的 我就是不出 法院判了也不出 红翠霞撒开了泊 安妮微微笑了一下 法院有专门的办法 对付你们这样的人 你们会进入失信老赖名单 还会被拘留 红翠霞被吓到了 什么进入失信老赖名单 他倒是不怕 可是要被拘留 老天哪 那将来可怎么做人呢 这都做大牢了 两位律师啊 两位律师 有事好商量 有事好商量 贾正刚急忙打起了圆场 可墨胖子的话还没有完呢 你们住的地方在哪里啊 这次 这两对夫妇不敢怠慢了 赶紧把两位律师 带到了他们的住处 两家人挨在一起 都是在原来的宅基地上 盖起来的 为了分家 两家人一度 还闹得很不愉快 墨胖子大概的看了一下 按照继承法 人前春花 是任德贵先生 也就是你们父亲 所有遗产的第一继承人 任大福先生 虽然是养子 但也同样享有继承权 而你们 却把他们赶了出来 蛮横无理地 剥夺了他们的继承权 所以 我们将在近日 向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我的当事人 所属的正当权力 能够重新得到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任有福这两对夫妇 听得有些头晕了 简单点说吧 安妮指了指 他们身后的房子 就是这些房子 任总同样有份 你们准备搬出来 把应该属于 任总和老夫人的 还给他们吧 啊 这一下子 任有福 这两对夫妇 彻底的傻眼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1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你能想到 人家吃一顿饭 就要花上三千块钱吗 牛村长和媳妇儿子儿媳 想了半天 就算把家里的 鸡呀鸭呀鹅呀什么的 全杀了 那也远远不够啊 还是牛村长的儿子 牛望成聪明 告诉自己的老爹 他们是大老板 从大城市里来的 可不在乎吃了多少钱 关键是要吃出 农村菜的特色来 牛村长 这才恍然大悟 吩咐自己的媳妇和儿媳妇 撒开膀子 拿出一切本事来 把菜给做好了 红烧鸭 老母鸡汤 韭菜炒鸡蛋 菜是一道接着一道的上 人大福和人前春花 十年没有吃到家乡菜了 这时候吃到嘴里 别有一番滋味 牛村长一个劲地在那里劝着 存心要讨好他们 只不过 任大福话总是很少 顶多也就是恩 好 这些简单的词汇 牛村长也知道 任大福的生理缺陷 倒也没有放在心上 既然任大福说话少 那就重点讨好那位雷助理吧 看他们之间的关系 任大福似乎非常信任雷助理 陪着雷助理喝了一会儿酒 牛村长小心翼翼地说道 雷助理啊 您瞧 咱们大 任总都是那么大的老板了 他总也是三界排村的人 咱们这个村子啊 经济呢 一直没有什么特色 大家过得都半死不活的 主要经济来源 除了农活外 就是靠到城里去打工了 他虽然说得吞吞吐吐的 但雷欢喜 还是知道他想要说什么 牛村长是想要我们任总 在三界排村进行投资吧 哦 对对 牛村长忙不迭地说道 我就是这个意思 雷欢喜装模作样的 朝任大福那里看了一眼 似乎是在征求意见 任大福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只说了句很简单的几个字 你 负责 一点也不口吃 这是安妮紧急询问了一下 这方面的纠正专家的意见后 得到的结果 口吃在短时间内很难治愈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世界上最著名的口吃患者 大概就是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了 这位英国国王患有严重的口吃 可最终在后颜治疗师莱纳尔·罗格的治疗下 克服障碍 在二战前发表鼓舞人心的 也是最著名的国王的演讲 而第一步 就是让口吃患者说简单的 并不连贯的单词 一般治多两个字 这在任大福的身上 很快就体现出了效果 甚至让牛村长误认为 任大福的口吃已经被治好了 你负责 果然是雷助理全权负责 牛村长充满期望的眼神 落到了雷助理的身上 其实来三界排村之前 雷欢喜就跟任大福 进行过一些交流 这次除了帮助任大福 扬眉吐气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三界排村的水土非常好 适合种植农作物和植物 一些长在村民家里 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橘子树 根本不用人去浇灌 长出来的橘子也特别的甜美 这些野橘子树 果实从外表来看是青色的 会让人误以为非常酸 但其实却根本不是这样 再加上三界排村的经济并不发达 如果在这里承包土地的话 价格绝对不会太高 这等于是方寸公司的第二战场啊 心里虽然早就存了这样的主意 但雷欢喜却不动声色地说道 我们任总对三界排村 也还是很有感情的 也想回报家乡 不过我们找不到什么合适的项目啊 牛村长一听这话 赶紧接口说道 对搞经济我们是外行 可是雷助理 你看 咱们三界排村的闲置土地多 您那里就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吗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雷欢喜在那里 一本正经地皱着眉头 想了很久 监货又不断地跟任大夫 莫胖子安妮交流一些什么 安妮跟莫胖子 几乎都要笑出来了 装吧 你就装吧 你欢喜哥早就迫不及待地想答应的 这么做 还不是想尽可能地 在谈判中占据到最有力的位置吗 牛村长 你看哈 在牛村长忐忑不安的等待中 雷欢喜终于开口说道 三界排村啊 并不是适合开办工厂之类的 闲置的土地虽然多 其实也只适合进行一些农作物 或者水果的栽培 可最大的问题是运输啊 从这里运送到大城市去 光是运输费 就是一笔很大的成本了 一听说有希望 牛村长赶紧说道 雷助理啊 这些都好说 如果贵公司 能够在我们村进行投资 具体的要求 你们来提 我们都会进到最大的程度 满足你们的要求的 之前呢 牛村长也曾经邀请过一些老板 来视察三界排村 但得出的统一结果就是 这个村子里的土质松软 地下水过于丰富 并不适合进行厂房之类的建设 还有一个就是雷欢喜所说的 交通运输问题了 所以雷欢喜这么说 牛村长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他也曾经想过种植水果 但现在水果市场的竞争这么激烈 再加上困扰人的交通问题 也让他彻底地放弃了这一想法 牛村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雷欢喜摆出了一副 经过深思熟虑后 才做出的决定 但是具体要怎么操作 还是要仔细讨论的 牛村长 你儿子现在在做什么 哦 忘成啊 牛村长朝自己的儿子看了一眼 他就在村子里种种田 平时也就去城里打打零工 跟村子里别的年轻人 没啥不一样的 雷欢喜漫不经心地说道 要不跟我去云东吧 我们之间需要一个联系人 我看你儿子就可以胜任 啊 牛村长和牛忘成 同时张大了嘴 去大城市云东 联络人 这等于是一下子从土洼洼里 飞到了金窝子里啊 我去 我去 牛村长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 牛忘成已经一叠声地说道 林如丽 任总 我去 我早就想去大城市里 开开眼镜了 墨胖子 墨胖子跟安妮相视一笑 这可是欢喜哥 带到云东去的人质啊 有牛忘成在云东 将来在谈判的时候 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方寸公司 那可是占尽了主动 牛忘成 妥妥的 是站在方寸公司这一边的呀 欢喜哥这把算盘 打得可是太精明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第1338章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热闹 牛村长一家子美滋滋的 儿子终于要去大城市了 终于要出人头地了 可是 有人开心 有人忧 人有福那两对夫妇 可一个个的都胆战心惊的 一个是赡养费 这个还好解决一点 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房子 居然要分给人大福 这可是两家人最值钱的财产 一想到要分给别人 在他们的眼里 人大福始终都是别人 那么他们的心里 就止不住地一阵阵发疼 两家人互相埋怨着 你说你当初对人大福不好 你又说 明明是你把人大福 跟咱妈给赶走的 这官司 总之是打不清了 可光是埋怨 有什么用呢 事情总还是要解决的 两家人 一边你怪我不好 我怨你不懂事 一边在牛村长家外面等着 叙事声音大了 刚刚跟牛村长 谈完正事的雷欢喜 皱了一下眉头 谁啊 那么吵 是谁 牛村长也跟着皱了一下眉头 接着听出了声音 是人有福 红翠侠两口子 和人金莲 贾正刚两口子 一听到他们的名字 人大福和人前春花的神色 都有一些暗淡下来 牛村长太知道 这当中有什么事了 我这就去 把他们都赶走 哎 别 雷欢喜笑嘻嘻的 让他们进来吧 我们人总跟他们之间 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人有福福福和人金莲福福 被叫进来的时候 异口同声地道 妈 大福 我们错了 人大福和人前春花 一句话都没有说 所有的事情 都是由雷助理来处理的 雷助理朝他们看了看 怎么回事啊 人有福反应得快 抢先说道 雷助理 我们知道 赡养老人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赡养费 我们出 我们出 您能不能 别让人总去法院告我们了 任金莲也在一边帮腔 是啊是啊 我们也是一时糊涂 才做出那些错事的 雷助理 我们也不富裕 大福又是那么大的老板了 您看 这赡养费 能不能便宜点 雷欢喜爽快地让人 有些难以置信 可以啊 不过 我有两个条件 您说 您说 两对夫妻忙不迭地说道 第一 这房子 任总跟老夫人都有份 谁也不能占 任大福夫妇 和任前春花女士 任人有份 他们不会过来常住 但是属于他们的 就是属于他们的 必须为他们保留 雷欢喜变得非常严肃地说道 任有福这两对夫妇 心里盘算了一下 这还是比较划算的 你想啊 任大福都那么有钱了 是什么什么公司的大老板 带着任前春花 肯定是一直住在城里呀 就算偶尔回到三界排村 住在家里 那也总比他们生生地 分出一半房子 要好得多呀 再说了 任大福和任前春花 住在家里 那还能给他们一个 拍马屁的机会呢 没准任大福一高兴了 既往不咎了 大手随便一抖 那就够他们花的了 牛村长多激怠啊 存心要讨好任大福 和这位雷助理 在他们进行谈判的时候 早就让儿子 把村委会的公章 给拿了过来 然后又亲自拟定了 一份条款 按照雷欢喜说的意思 都记录在上面 然后 他比雷欢喜 还要严肃地说道 任有福 红翠霞 任金莲 贾正刚 你们过来看一下 要是没有意见的话 就过来按手印吧 任有福这两对夫妇 过来规规矩矩地 按上了手印 牛村长又按上了公章 这份合同我收着 由村委会来进行保管 是 是 在村民们的眼里 带着村委会公章的东西 那可是非常了不得的 这事既然办完了 雷欢喜很快就说出了 自己的第二个条件 至于赡养费的问题吗 任总知道 你们也不是特别的富裕 但我看着 你们过的 肯定比三界排村 别的村民小日子 要舒服 这样吧 你们仔细地把当初 为什么要把我们任总 和老夫人给赶出来 是谁 第一个说出的这个主意 说得仔细了 我们任总 会考虑减免赡养费的 任有福 再次地抢先说道 都是贾政刚出的坏主意 雷助理 任大夫是我弟弟 还有一个是我亲妈 我怎么可能做出 那么丧心病狂的事情呢 全部都是贾政刚出的坏主意呀 任有福 你瞎说什么呢 贾政刚还没有说什么 任金莲已经抢先 帮自己老公出头了 那天说 要把咱妈跟大福赶走 就属你最起见 我好歹还劝说过 别把事情做得那么绝 是吧 红翠霞也拉到了嗓门叫了起来 你胡说 坏事都是你们两口子做的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你个烂货 我扇你的巴掌 两对夫妇 这是一言不合 当场动手 为的就是谁能少给一点山羊费 要打给我出去打 牛村长的脸可挂不住了 这里是三界排村 自己可是三界排村的村长 兼村之书 在任大福那么大的老板面前 不是丢自己和三界排村的脸吗 出去打就出去打 两对夫妇倒是一点也不客气 直接把打架的场子拉到了外面 牛村长连连叹气 丢人呐 丢人 人前春花也是怨恨自己 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一堆东西 老头子在天上看着 非要被气死不可 雷欢喜的任务到这里 也算是结束了 就让外面的那两对夫妇 狗咬狗去吧 这一场架打下来 人有福福福和人金莲福福的梁子 就算是彻底的结下了 而且绝对没有复合的可能性的 天天住在同一屋檐下 天天要见面 只怕他们天天都要吵架 打架 指望他们能够改邪归正 痛改前非 那基本上是属于痴人说梦 就让他们天天这么逗下去吧 反正这次来的最主要的任务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以低廉的价格 承包了三界排村的大量土地 为方寸公司业务的拓展 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 任大福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对雷欢喜肯定已经是死心塌地的了 这个天才的农民 绝对会将成为方寸公司的栋梁 绝对会成为雷欢喜的左膀右臂 绝对会为方寸公司带来大笔利润的 这一点雷欢喜还是确认不移的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住的环境非常好 电视机热水 移应生活设备一样不少 这让母子俩又是连神感谢 一直在那里说太麻烦了一款喜了 麻烦 不麻烦 你家欢喜哥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光安顿好了他们 还专门找了一个仙桃村的村民 在这几天里照顾他们 让他们能够尽快地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等到这些都做完了 安妮眨了一下眼睛 欢喜哥 胖子 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 莫胖子那是第一个响应的 好久都没有放松过了 欢喜哥立刻拍板下来 庆祝一下 今天什么事情都不管了 就去云洞疯一天 说干就干 安妮立刻拿出电话 订了一个包厢 车子开到了云洞 正好是吃饭的点 安妮把车子往停车场一放 直奔包厢 三个人点了一大桌子的菜 要了两瓶红酒 你们行不行啊 欢喜哥对他们的酒量还是非常疑惑的 安妮还算好 安妮还算好 能喝不少 莫胖子可是酒量平平 莫胖子豪气冲天 哼 今天谁不喝趴下在这里 谁就是孙子 什么喝趴下在这里啊 安妮摆了他一眼 这是第一场 一会儿酒吧 咱们再来第二场 啊 莫胖子有些傻眼了 牛皮已经吹出去了 看来这孙子是当定了 欢喜哥还是有些感慨的 当初他们三个刚认识的时候 自己只是一个一文不明的穷小子 吃饭什么的 全是安妮和莫胖子买单 现在呢 现在好了 他雷欢喜有钱了 所以 吃饭照旧 还是安妮和莫胖子买单 凭什么呀 安妮跟莫胖子同时叫了起来 欢喜哥深深地叹息了一声 唉 人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就难在 做一辈子的好事 你们买单有经验了 轻车熟路的 我也不能跟你们抢啊 滚 三个年轻人笑着闹着 不一会儿 一瓶红酒就见底了 莫胖子的脸红的 好像一个稍熟的猪头 口齿也有些不轻起来 我 我准备明年 和 和惠敏结婚 好 欢喜哥跟安妮同时尽叫 结婚 嗯 结婚 莫胖子很肯定地回答道 我跟惠敏 分过手 现在又在一起了 我想结婚 我想娶他 想得要命 所以明年 我一定会娶惠敏 然后 给我爹抱上一个大胖孙子 欢喜哥兴致勃勃地说道 好好啊 我当你的伴郎 结婚的所有费用 公司里都承担了 哎 这个主意不错 我们可以这样 只要为公司服务了多少年 结婚生孩子的费用 公司里就全部承担了 安妮跟莫胖子 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这个主意 的确是不错 一旦这么做了 公司的员工 肯定会死心塌地地 愿意为公司效力 你呢 欢喜哥 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 安妮忽然有些忧怨地说道 呃 这个 欢喜哥 咯噔了一下 大手一挥 同志们 目标放得长远一点 公司要发展 企业要生存 说人话 呃 任重道远 我们要同心协力 把祝南镇的经济搞上去 雷欢喜 哎哟 可怜的欢喜哥 一声惨叫 耳朵已经被安妮给拎住了 雷欢喜 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 安妮胸向毕露 一只手 拎住了欢喜哥的耳朵 一只手 已经操起了那只 喝空了的红酒瓶 这算是逼婚吧 放开 放开 疼 欢喜哥 哀嚎连连 求助的眼光 不住地投向 墨胖子 可是 墨胖子 这个丝毫没有 意气可言的家伙 却把头 低了下去 哎 刚才的那盆鲍鱼呢 哎 难道 我们有点橡皮棒吗 人呢 人呢 越是到了关键的时刻 越可以看出人心 说 没关系 空的酒瓶 已经被拎到了半空 我说 我说 等我真正地回到云洞了 我肯定娶你 迫于安妮的强大压力 可怜的欢喜哥 只能做出了这样的承诺 安妮这才松开了手 虽然还不是特别让人满意 但是能够让欢喜哥 做出这样的承诺 已经很可以了 安妮自己想想 都笑了起来 她居然 围在了欢喜哥的肩膀上 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 和刚才凶悍的模样 判若两人 欢喜哥 反正你也飞不出我的手掌心 你早晚都得娶我 等我们结婚了 我什么事情也不做 就天天去健身 天天把自己最漂亮的一面 给你看 就给你一个人看 其他人谁都看不到 好冷啊 墨胖子打了个寒颤 难道是空调开得太大了 安妮根本就不理墨胖子 欢喜哥 我给你生一个儿子好不好 不 还要生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就是一个好字 我想吐 墨胖子忽然觉得 这里是个是非之地 呃 这个 欢喜哥干咳了几声 注意场合 注意场合 有不该在这里的人在呢 墨胖子 泰然自若地说道 哦 你们别管我 当我是空气好了 服务员 再给我来半打北极呗 安妮挽住了欢喜哥的胳膊 欢喜哥 好不好吗 好 好 这时候的欢喜哥 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安妮可真是什么话都敢说 说什么都不在乎 可是 一想到有一天 真的跟安妮结婚了 欢喜哥的心里居然有些期待起来 要是真的生了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正好凑一桌麻将 凭自己的水平 那肯定是大杀四方的呀 哎 好像赢来赢去都是自己的钱吧 儿子要叫什么名字呢 雷小欢 这个名字貌似不错 女儿呢 雷小喜 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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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喜哥 很佩服自己取名字的水平 仙女山里 奔奔爸和爸奔奔 幽怨地互相看了一眼 这他妈的 谁给自己取的破名字啊 地下室里 小胖 哀伤地叹息一声 自己好歹是一条神龙啊 居然被取了这么一个破名字 欢喜哥那里 还没有影子的儿子和女儿 也许从一出生 就有了一个悲剧 他们未来的老爸 给他们取了两个 很烂很烂的名字 而偏偏 这个家伙 还为自己取名字的水平 洋洋自得呢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家云东年轻人 最爱去的酒吧 强劲的音乐 DJ声嘶力竭的吼声 台上那些妙龄少女的领舞 舞池里 卡座前男男女女的疯狂扭动 让这里的气氛 嗨到了极点 这里就是云东的不业地 安妮订的是一个卡座 一瓶皇家礼炮已经打开 安妮举着杯子 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摆 干杯 干杯 既然来到了这里 那也就不用再顾虑什么了 安妮有些喝多了 脱掉外套 正好这时候 DJ嘶声大叫 音乐再次劲爆地响起 喝多的安妮 安妮离开卡座 随着音乐摆动 台上领舞的女孩一伸手 把安妮拉到了台上 贴身的白色短袖衬衫 把安妮完美的身材 衬托得一览无语 热裤 让她的两条白嫩嫩的大长腿 特别的养眼 再加上安妮的最爱 一双足以让很多男人 心跳的大红色的高跟鞋 让站在舞台上的安妮 一下子就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半舞的女孩子围在周围 完全成为了安妮的陪衬 在劲爆的音乐声中 安妮尽情地舞动着自己 纤细的腰身 充满了诱惑力 不断摆动的臀部 让台下的尖叫声响成一片 一个领舞的漂亮女孩 从后面抱住了安妮 于是 两个女孩贴身跳起了 足够让无数男人疯狂的热辣舞蹈 疯狂了 气氛完全变得疯狂起来 尖叫声 口哨声 此起彼伏 DJ也越发地在狂热地 调动着全场的情绪 从一个疯狂走向另一个疯狂的巅峰 欢喜哥看得口干舌燥 相信其他的男人也跟自己一样吧 台上那个最漂亮的女孩可是自己的女朋友 你们就羡慕去吧 哎 那个抱着安妮的女孩子是不是在吃安妮的豆腐呢 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抱着那个女孩把豆腐给吃回来呢 欢喜哥又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一曲长达十分钟的劲爆舞曲终于结束了 安妮跳得香汗淋漓 身上的白衬衫 也在汗水的因素下更加的贴身了 于是那样展现出来的身材 是很容易让男人为了她不惜犯罪的 在无数根本停不下来的尖叫和口哨声里 安妮下台回到了自己的卡座 她一口喝掉了杯子里的酒 眼睛变得更加迷离 欢喜哥 我漂不漂亮 漂亮 欢喜哥 你是不是在脑子里在转坏主意 安妮的声音很大 啊 这个 说不转坏主意 肯定是假的 欢喜哥 我们今天不回去了 就你跟我 好啊好啊 欢喜哥头点的跟小鸡捉迷似的 这可是自己盼望已久的事情了 以前每次准备跟安妮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 啊 这个意思大家都懂 就是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进一步的发展 总会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给打断 现在 在云东 开个宾馆 绝对不会再有人来打找到自己了 酒精是很容易让人犯罪的 坐在卡座里的欢喜哥 轻轻地抱住了安妮 安妮整个人 也完全依偎在欢喜哥的怀里 于是 我们的欢喜哥的手 就有些不安分起来 安妮也懒洋洋地 根本不想抗拒 于是 干扰他们的人出现了 很讨厌 太讨厌了 三个染着头发的年轻人 出现在他们的卡座前 领头的那个 看着欢喜哥跟安妮牵迷的样子 满脸都写满了 不加掩饰的妒忌 美女 我们大哥 想请你喝杯酒 滚 安妮想都不想 年轻人脸色一变 美女 我大哥可是鸡哥 鸡哥听说过没有 今天是我大哥的生日 喝杯酒 给个面子 滚 安妮还是那么一个字 太讨厌了 欢喜哥正准备跟自己亲热呢 这么讨厌的家伙就来打断了自己 你 年轻人有些翻脸了 指着欢喜哥和墨胖子说道 给老子滚出去 不然打断你们的腿 墨胖子早就喝多了 欢喜哥 要打架了 那就打呗 欢喜哥满脸无所谓的说道 既然出来疯了 那就疯到底呗 墨胖子笑嘻嘻的 也压根没有想过 自己根本不会打架 先说好 我打一个 剩下的 剩下的 就交给你 成 欢喜哥大包大揽了下来 你们 你们给我挡着 三个年轻人转身就走 安妮拍着手笑了起来 要打架了 我知道 这个酒吧后门可以打架 你们去那里打 打完了 欢喜哥 我们回宾馆去 喝多了 全都喝多了 酒量那么大的欢喜哥 也被这里狂热的气氛 给冲击的 再也不去多想什么了 那个讨厌的鸡哥 带着手下来了 三十来岁 脖子里 带着老粗的一根金项链 抽着烟 带着七八个小弟 气势汹汹的一来 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欢喜哥 已经站了起来 大反派出现了 别废话 后门出去打架 鸡哥倒是傻在了那里 这 这小子居然一开口 就是要打架 安妮还是在那里拍着手 欢喜哥 大反派来了 这张脸好讨厌 你帮我打他几个耳光 快点啊 我在这里等着你 鸡哥气得脸都扭去了 刚才安妮在舞台上 跳舞的时候 她一眼就看中了 这个小妞 没想到 自己的小弟来 却吃了那么大的一个憋 现在 自己亲自来了 这个小妞 居然又说出了这样的话 自己要是不应战的话 还怎么在道上昏下去啊 于是 鸡哥带着自己的小弟 怒气冲冲的 走向了酒吧的后门 于是 欢喜哥和跌跌撞撞 拎着一个烟缸的墨胖子 走向了酒吧的后门 十五分钟以后 我们的欢喜哥和墨胖子回来了 墨胖子的脸上 有好几处瘀青 一只眼睛也被打肿了 欢喜哥的身上 脸上虽然没有伤 但是衣服被扯得破破烂烂的 安妮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 打 打赢了没有 肯定打赢了呀 帮我扇了那个讨厌的家伙 耳光没有 肯定啊 欢喜哥 你太棒了 我们回去 回去 回去 回宾馆去 胖子 拜拜 拜拜 喝醉了酒的墨胖子 一点都不觉得伤口疼 欢喜哥觉得 最美好的事情 就要在今天晚上发生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看到一个衣服被扯得破破烂烂的年轻人 扶着一个醉得东倒西歪的漂亮女孩 堂而皇之地走了进来 堂而皇之地开了一间房 张头鼠目 一看就不是好人 大唐经理对着年轻男女的背影 嘀咕了一声 于是 我们张头鼠目的坏人 欢喜哥和安妮 一起走进了房间 欢喜哥 你先去洗澡 安妮咬着欢喜哥的耳朵 低声地说道 欢喜哥的一颗心呢 扑通扑通地跳着 洗澡 太麻烦了 居然还是那种透明的玻璃浴室 睡觉的房间里 一眼就能够看到里面的一切 欢喜哥想想 还是有些难为情 拉上了帘子 欢喜哥 慌里慌张地 随便就冲洗了一下 等他出来 安妮扶着墙壁站了起来 脸红红的 欢喜哥 我去洗澡 欢喜哥的那颗小心脏哦 要我陪你吗 讨厌 安妮笑骂的样子 要多迷人就有多迷人 欢喜哥看到一个人影 出现在玻璃浴室之中 虽然隔着帘子 但是却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影子 衣服脱了 一具凹凸有致的身影 隐隐约约地伴随着水声出现了 欢喜哥的那颗小心脏啊 越是看不清的东西 越是隐隐约约的东西 就越有诱惑力 是这个道理不 欢喜哥下决心 今天晚上 绝对不能由人来打扰他 他干脆把手机也给关了 谁知道自己跟安妮在这里呢 一会儿再等一小会儿 最美好 最让欢喜哥期待的事情 就要发生了 等待的时间 过得是如此的漫长 我的宝贝安妮 你像你家欢喜哥一样 随随便便地冲洗一下 不就行了 洗得那么仔细干什么 漫长而煎熬的等待中 水声终于停了下来 他看到那个隐隐约约的人影 离开了玻璃浴室 欢喜哥的那颗小心脏啊 安妮终于出现在他的面前 身上裹着一条浴巾 可是大半个身子都裸露在外面 只能够包裹住最重要的部位 欢喜哥 安妮的脸红得跟什么似的 滴滴地叫了一声 哎 欢喜哥傻傻地应了一声 安妮的牙齿咬了一下嘴唇 然后缓缓地解开了浴巾 玉巾滑落到地上 一具完美无缺的铜体 出现在欢喜哥的面前 欢喜哥的那颗小心脏啊 头脑中一片空白 鼻子里就快要流血了 欢喜哥几乎是茫然机械地站了起来 挪动着脚步 一点点地走到了安妮的面前 安妮的脸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了 欢喜哥的手轻轻触碰到了安妮的某个部位 咚咚咚 房间门被急促地敲击着 谁啊 欢喜哥那一瞬间是暴怒的 他发誓 如果是谁来打扰他们 自己一定要杀死那个家伙 警察开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张头鼠目的那个家伙 带着一个喝醉酒的大美女来开房 宾馆的大唐经理越想越不对劲 那个张头鼠目的家伙 肯定是看到大美女喝醉了 想要成人之威啊 所以充满了正义感的大唐经理 选择了每一个正义人士都会做的事情 报警 嗯 没错 这个该死的家伙真的报警了 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么事情的进展又如何呢 慌里慌张穿好衣服的欢喜哥 不知所措 欢喜哥打开了房门 发现门口站着的真是警察 一男一女 做什么呀 男警察威严地看了一眼欢喜哥 对身边的女警察说道 你先进去看一看 不一会儿 女警察的声音就从房间里传来 醉了 睡着了 啊 安妮一旦从刚才面对欢喜哥 紧张而兴奋的情绪中松懈下来 酒精上涌 勉强穿好了衣服 就在欢喜哥开门的时候 酒精上涌 再也支持不住地倒在了床上 男警察更加严肃地说道 你在这里照顾一下 你 跟我走 去哪儿啊 派出所 警察同志 你听我说 她是我的女朋友 女朋友 回派出所再说吧 于是 我们倒霉的欢喜哥 就这么地被带进了派出所 欢喜哥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了 警察一直在跟她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要是有用 还要你们警察做什么 不对 有的时候 警察太及时地出现 那也不是什么好事 毁了 那么浪漫的一个夜晚 就算是这么被毁了 一走出派出所 欢喜哥就看到安妮 已经在那里等着自己了 安妮的酒全醒了 一看到欢喜哥的样子 居然没心没肺地 咯咯地笑了起来 欢喜哥咬牙切齿 走 陪我去超市 买把刀 做什么 我要杀人 我要去杀了那个大唐经理 欢喜哥 安妮发嗲地 挽住了欢喜哥的胳膊 人家大唐经理也不是故意的 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放过他吧 大人不计小人过 那么美好的一个夜晚 也不是天天都会有的呀 安妮看到欢喜哥 气还没有消 媚眼如丝 踮起脚尖 咬着欢喜哥的耳朵 用很低的声音说道 欢喜哥 以后还有机会 你就别生气了 好吧好吧 虽然不知道下一次的机会 什么时候会来到 可是被安妮这么一说 耳朵边痒痒的 欢喜哥的气 一下子全部都消失了 打开关了一个晚上的电话 发现墨胖子从凌晨 就开始给自己打电话了 有什么急事啊 欢喜哥回波过去 跟墨胖子聊了几句 哦 知道了 等欢喜哥挂断了电话 安妮急忙问道 出什么事了 苗局长被抓了 欢喜哥面色凝重地说道 啊 安妮有些没反应过来 苗局长被抓了 那天干老来了 了解了情况之后 他们知道苗局长肯定要出事 但却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这是典型的被儿子给害的呀 云东很多事情都要发生变化了 欢喜哥让自己冷静下来 虽然跟我们暂时没有关系 但肯定要及早地做出准备 安妮 我们回公司去 啊 知道了 安妮难得地如此顺从 欢喜哥确信 云东的局面即将发生重大的改变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甘老这次还来过呀 甘老来了一趟云东 自己的爸爸居然被抓了 电话响了起来 是朱进言打来的 苗少姐想了想 还是接通了电话 少姐 怎么回事 我刚才听说 你爸被抓了 我也不太清楚 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 现在完了 全都完了 你冷静一点 少姐 这样 我估计这事 肯定要牵扯到你的身上 检察院的人 很快就会来找你的 这样吧 我安排你去个地方 咱们暂时 先避避风头 成 静言 就这么办 不过 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你今天晚上来接我吧 晚上八点 我派人来接你 你自己小心点 挂断了电话 苗少姐看着电话 冷笑一声 哼 我信你会帮我 我信你才会有鬼 如果说之前 还不清楚朱静言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现在 苗少姐太清楚 这个家伙的为人了 他会帮自己 屁 他想害自己还差不多 朱静言 肯定担心 他们之间的那些交易 一旦曝光 对他会有很大的影响 他这是想把自己给软禁起来 嗯 没准还会干掉自己 朱静言 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出来的呢 不行 云东肯定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检察院要找自己 朱静言也想要提前抓到自己 父亲这棵大树一倒 干老这座大靠山 也未必能靠得住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跑 苗少姐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 朱总 我们回来了 嗯 人呢 没找到 林阳无奈地说道 我们提前两个小时到的 等到了约定的时间 我们去敲门 可怎么都敲不开 跟邻居一打听 苗少姐中午的时候 就拎着一个大箱子开车走了 他还跟邻居说 出去旅游几天才回来 妈的 这小子是真的跑了 朱静言一正以后 随即咬牙切齿地说道 林阳 他跑不远的 这小子 肯定还躲在云洞的什么地方 你带人 全程地到处找他 是 朱总 记住 我猜 他会跑到国外去 现在的护照 肯定是不能用了 没准 检察院的人 也在找他 他想出去 唯一的办法 就是偷渡 给我密切地 监视住那些 做偷渡的人 告诉他们 发现苗少杰的话 立刻打电话通知我 只要能够抓到人 我一律 奖赏他们十万块 好的 朱总 林阳离开了 朱静岩坐在那里 发了半天的呆 又从那个保险柜里 拿出了那个老式的手机 言大哥 我可能需要你帮忙了 说吧 什么忙都可以 给我调几个人来云洞 我现在特别缺人 好 三天后就会到达 货柜戏找到没有 还没有 我们正在抓紧寻找 好的 不急 那就这样 我先挂了 后半夜了 苗少杰终于还是出现了 躲了整整的一个白天 外面听到警车的声音就害怕 父亲那里 一点消息都没有 苗少杰也管不了了 必须要尽快地离开云洞 才是上策 点了根烟 等了一会儿 夜幕里 一个人出现了 阿圣 苗少杰低声地问道 是我 你是杰老板 嗯 苗少杰往边上看了看 你放心 我绝对不是警察 以前 你安排偷渡的那个孙军 是我朋友 是他向我介绍你的 嗯 我知道 孙军跟我打过电话了 他现在在国外 快活得很 杰老板 你准备去哪 苗少杰早就想好了 东南亚我不想去 离国内太近了 很容易被抓回去 非洲有没有办法 哟 南非 阿圣很肯定地回答道 先把你弄到东南亚的 什么小国家 在那里待上三天 直接安排你去南非 好 苗少杰满意地点了点头 多少钱 去南非可不便宜 一百万 这还是因为孙军的面子 给他友情价 一百万 成交 我明天先给你五十万 到了以后再付剩下的 阿圣答应了下来 然后忽然问了一句 金老板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是苗少杰吧 苗少杰脸色大变 啊 你怎么知道的 给我根烟 阿圣看起来 没有什么恶意的样子 向苗少杰拿了一根烟 点着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 有人放出话来 如果我们中 有谁能够发现你 并且抓到你的话 就给十万奖金 苗少杰更加害怕了 情不自禁地 往边上看了看 生怕黑夜里忽然会冒出什么人绑架了自己 你别怕 就我一个人来了 阿圣 看出了他的心思 笑了一下 说道 那个悬赏十万抓你的人 真是脑子进水了 我安排你偷渡到国外 这一百万里 除去各种开销 应付国外那里的费用 落到我手里的 至少还能有二十万 我会为了十万 放弃二十万吗 一直到了这个时候 苗少杰的一颗心 才算是彻底地放了下来 朱进言 肯定是朱进言 在那里悬赏捉拿自己 现在 他可以更加确定自己逃跑 而没有听朱进言的办法 是正确的了 苗少杰也是个聪明人 他立刻从随身携带的包里 掏出了厚厚的一叠钱 阿圣 这里是十万 我自己买自己的消息成不成 嗯 杰老板是个聪明人 阿圣也没有客气 接过了钱 点都不点 放心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我们这些人是求财 谁给的钱多 我们就帮谁办事 我们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苗少杰的眼珠子转了转 阿圣 我再给你十万 你帮我放一个消息出去 好不好 谁还会嫌钱多呀 杰老板 说吧 要办什么事 你帮我放出风声 我跑到缅甸一带去了 阿圣忍不住地笑了出来 一束大拇指 杰老板 聪明 把对方的注意力转移到缅甸去 你自己却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南非去了 你放心吧 收人钱财 为人消灾 这个忙 我帮定了 谢谢 不用 都是看在钱的份上而已 你明天带上定金 我们还在这里碰头 然后我们连夜就走 记得 全部要现金 我们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银行转账和支票 放心吧 我早就准备好了 一分钱都不会少你们的 苗少杰终于发现 自己之前就准备好的大笔现金 终于可以发挥作用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老说 苗局长的倒台 让非常多的人感到意外 毕竟 之前没有听到任何这方面的风声 而且 在绝大多数场合下 苗局长给人的印象 还是非常正直的 一直到了后来 才渐渐地有了一些 这方面的风声传出来 苗局长 完全是被他的那个宝贝儿子 苗少杰给害的 打着他老子的名头 苗少杰大肆地所惠受惠 而且 还利用他父亲的地位 非法干了不少的坏事 现在 苗局长被抓了 苗少杰也逃跑了 警方已经发出了通缉令 据说 苗少杰跑去了东南亚 还有更加确切的消息说 他跑到了缅甸 毫不出人意外的 朱进言 再一次地自首了 他痛心地说 自己遭到了苗少杰的欺骗和勒索 给了他不少的钱 他也曾经想反抗过 但是苗少杰却威胁他说 不给钱 你的海洋馆 就别想正常开张了 我们这做企业的难呢 这是朱进言 痛心疾首 对检察院同志说的话 朱进言得到了严肃的批评 不过 在苗少杰没有归案之前 他还是个受害者 只是这个受害者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太多太多的人 早就已经知道了 雷欢喜对苗局长的落马 还是做了充分的安排 他倒不是担心别的 就是生怕朱进言 这个无耻的家伙 又把这件事往自己的身上拉 这家伙 为了达到目的 有什么样的事情做不出来 只是 随后 小叶秘书的一个电话 彻底地让雷欢喜吃下了定心丸 雷欢喜 干老让我转告你 人只要腰杆站直了 就什么事情都不用怕 我们的政府给你撑腰 谢谢干老 谢谢 我会的 挂断了电话 雷欢喜这才算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看起来 朱进言的好日子 也快要到头了 一转身 他吓了一跳 啊 荆出去 你什么时候来的 荆燕磊 就站在他的身后 哦 就刚刚 就刚刚 荆燕磊 在那里黑黑笑着 跟干老打电话呀 你想做什么 雷欢喜立刻警觉起来 我跟干老只是认识 可帮不了你的什么忙 瞧你说的 瞧你说的 惊艳磊 一脸憨厚的样子 就干老那样的大领导 咱们就算是有天大的事情 也不能让你麻烦人家 对不对 咱们这点觉悟 还是有的 你有个屁的觉悟 鬼知道你心里 在打着什么小九九呢 从楼书记 到左书记 到货柜系 再到经验磊 就属这个经书记 最坏了 平时哄着你 让着你 捧着你 一举一动 都特别的小心 让人根本看不出 他是一个书记 可是 一旦他要求你办事了 你不答应还不行 为什么 这家伙 会没皮没脸的 赖上你呀 雷欢喜在这一点上 体会的可太深刻了 不过老实说 跟之前的货柜系相比 金燕磊倒是个实实在在 想做事的人 来打听苗局长事情的 雷欢喜 雷欢喜试探着问了一声 关我什么事啊 金燕磊 居然出人意料地这么说 啊 雷欢喜 反而正在了那里 金燕磊 却是阵阵有词 苗局长 不管是被抓 还是被放 只要不影响到 我们筑南镇的经济发展 就可以了 这些跟筑南镇 不相关的事情 我根本就不想多管 好好 算你直接 这样的领导 这样的说话 雷欢喜 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过 呃 我今天来呀 主要是想问问那个 腊肠 灌装厂的事情 金燕磊 带着讨好的笑脸问道 雷总啊 这事儿 基本上敲定了吧 得 这算是图穷匕首线了吧 雷欢喜有些哭笑不得 我的金书记啊 放心吧 既然答应了你 那就肯定会办到的 法国人那边 已经原则上 同意把这个腊肠灌装厂 放到筑南镇来办了 谢谢 谢谢 金燕磊 大喜过望 一叠声的不断的说道 别谢 我可是还有条件的 哦 什么条件 金燕磊 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我先说明啊 要钱 我可没有 雷欢喜挠了挠头 说道 瞧你的小气的样子 好像我要抢你钱包似的 我的条件是 这个腊肠灌装厂 我们方寸公司 也要一起参与投资 中方的管理 主要交给我们来做 说到这里 好像是为了在那里 宽慰着金燕磊 道 你放心 金书记 在税收方面 我们肯定会严格遵循的 该筑南镇的钱 我们一分钱都不会少 同时 筑南镇镇政府 也将参与到管理工作当中 金燕磊 这才完全地放下心来 啊 雷总啊 你帮了我们 筑南镇 那么大的一个忙 我代表筑南镇 谢谢你 我也可以向你表个态 筑南镇镇政府 虽然加入到管理层 但我们 绝对不会插手 日常管理的 我们只是挂个名头 方便你们经营 金燕磊的话 还是引起了雷欢喜的好奇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如你们 懂经营和管理 金燕磊坦诚地说道 外行领导内行 这样肯定不行 所以我决定彻底放手 完全让你们自由自在地 去展开工作 不带给你们 任何额外的负担 说实话 雷欢喜 多少 还是有些被感动了 这个话 他爱听 这才是 做实事的样子 按照经验类的思路 坚持地走下去 筑南镇的经济 再一次地腾飞 指日可待 你给我提出的条件 我答应了 可是 我也有一个条件 金燕磊口风一变 忽然这么说道 咖 这是领导的谈话吗 这他妈的是菜市场上两个小商贩 在那里讨价还价呀 我听说 你从立坤找到了一个宝贝 金燕磊神神秘秘地说道 你准备大力开发新的品种 我呢 是这么想的 在筑南镇组织一批人 加入到你的队伍中来 一同学习进步 怎么样 雷欢喜非常认真地说道 金书记 你不应该当这个书记 你应该去做生意 不 应该让你当外交部长 你不去代表国家和外国人谈判 实在是太可惜了 金燕磊可没什么开玩笑的心思 别开玩笑 我说认真的 你就老老实实地告诉我 答不答应 程程 我怕了你了 你到时候再没日没夜地缠着我 好 我答应答应 我的金大书记 雷欢喜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唉 反正不管怎么说 你都是在为筑南镇做实事 随便什么要求 只要是不太过分的 我都答应了 雷欢喜觉得自己 算是被这位金书记给打败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种桃子的能手 但想了半天 也没有弄明白 这些水果到底是怎么种植出来的 还有一个问题 雷欢喜是怎么就把任大福这么一个奇人给弄回来了 算了算了 也不用去考虑那么多了 反正雷欢喜的本事大着呢 天知道什么时候 他又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惊喜 方寸国品开发公司正式成立了 本来是计划让任大福担任总经理的 但是 这个憨厚的汉子怎么都不肯答应 争论到后来 本来治疗已经出现成效的口吃 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雷欢喜只能作罢 让任大福担任了副总经理和技术研究总监 而这个总经理的位置 在考虑了许久之后 雷欢喜决定由白小萨来出任 并且将人参种植基地 也并入到了这个国品公司之中 白小萨可不再是刚来仙桃村时候 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了 他现在完全可以堪称是人参种植方面的专家 尤其是在董山北的指导之下 这小子变黑了变壮了 也不像以前那样是画牢了 听到了雷欢喜的任命 白小萨也没有推辞 一拍胸脯 放心吧 欢喜哥 我肯定帮你把这个公司给办好了 任大福的那些水果 我都看过了 太神奇了 而且绝对会有很大的市场 废话 这还用你说吗 还有 我有一个想法 白小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人参种植基地 完全靠自己培养的人参已经出土了 之前也有一些老板闻风而来 想要购买 但是都被白小萨拒绝了 他倒不是不想赚钱 而是觉得石猴味道 现在 随着任大福 水果新品种的到来 白小萨觉得 火猴差不多了 他准备 在云东市 办一个新品展销会 让方寸国品的牌子 一炮打响 同时 也讲仙桃村的人参 正式推向市场 这个办法好啊 雷欢喜一听到这个计划 立刻举双手赞成 不光如此 白小萨早就做了调查 本来在云东市一个星期以后 就有一个大型的食品秋交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品供货商 大超市 大卖场的负责人 都会云集于此 这也正是方寸国品 最好的一个机会 可以啊 雷欢喜 朝白小萨上下的看了看 这事我都不知道 你居然也弄清楚了 白小萨咧嘴笑了一下 嘿 欢喜哥 就是有一个问题 展位 我们没有展位啊 截止报名时间已经过了 雷欢喜想都不想的说道 嗯 这个我来想办法 我去找楼书记 再不行 去找凤书记 你跟任大夫 把参展的展品准备好就行 反正咱们死皮赖脸的 也一定要参加 拍着胸脯 大包大揽的下来 脑子里却在急速转动 怎么能够说服楼书记 或者是凤书记 找任大夫 要了一批苹果梨 用来派什么用场 他没有跟任大夫说 欢喜 这批苹果梨 还没有完全长好 最起码 还要等五六天 现在吃着 略有些酸 任大夫 好心地提醒了一下 欢喜哥一正 啊 撑 你别管了 我有数 差个几天 混后 那怕什么呀 自己有办法 没欢喜的办法 只有一个 小胖 自从完成了那次 非常重要的蜕变以后 小胖似乎变得 奇懒无比 近时也比之前 少了许多 每天都是在那里 懒洋洋地睡觉 起初 欢喜哥还是非常担心的 生怕小胖的身体 出了什么问题 但是 小胖勉强跟他 做了一次交流后 这才让欢喜哥的 一颗心放了下来 荣在完成了 那样的进化以后 身体会遇到一次 长时间的虚弱状态 胃口差 试睡 具体的恢复时间 那就不好说了 有可能是几天 也有可能是一年 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反正在这间地下室里 安全得很 也不用怕任何人来打扰 一进到地下室 小胖果然是在那里睡觉 欢喜哥把他叫醒的时候 这条胖胖的神龙 还是非常的不乐意 小胖 这个酸了点 欢喜哥 指着指带来的苹果梨 我明天要派用场 你帮我想个办法呗 擦 就这么点小事 也好意思来打扰本神龙睡觉 小胖大不满意 可是面对欢喜哥这样的无赖 他膜都能把你给膜屈服了 小胖也不搭理这家伙 勉强用头朝着地下室的 百草原方向点了点 什么意思啊 小胖看欢喜哥 笨成了这个样子 实在是无奈 在手机上写了几个字 埋在图里 一晚上 就这么几个字 却好像让小胖精疲力竭了 立刻又昏昏沉沉地睡去 睡吧睡吧 你这他妈的 早晚要变成一条睡龙 欢喜哥兴冲冲地 走到百草原面前 把手里的苹果梨 一个个埋到了土里 一晚上 今天晚上 自己就待在这里了 苹果梨全部地埋了进去 欢喜哥这才想起来 这百草原的土质 现在变得那么神奇了 水果埋一个晚上 就能变甜 百草原里 种满了各式各样的 奇花异草 欢喜哥 一样都叫不出名字来 不过 在这么多的植物里 最吸引人注意的 还是那来自于 西锅村大盐洞的 黑色枝花 也不知道小胖 用了什么办法 黑色枝花 完全被冰封住了 只是诡异得很 即便如此 黑色枝花 依旧还处在生长之中 只不过是生长的速度 明显放慢了而已 黑色枝花 越发地漂亮 妖艳 已经和当初 在大盐洞里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 不仅如此 仔细看的话 还会发现 它隐隐地 透着一股奇怪的 神秘气质 甚至会让人看一眼 就再也舍不得 将眼睛 从它上面挪开 欢喜哥 差不多看了 黑色枝花 大半个晚上 什么时候睡着的 都不知道 一觉醒来 发现 已经是早上 八点多了 欢喜哥 赶紧从土里 把苹果梨 给挖了出来 苹果梨的色泽 已经在这 一个晚上的时间里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看着就让人 爱不释手 味道呢 欢喜哥 拿着一个苹果梨 小心翼翼地 在身上擦了擦 一口啃了下去 就这么一口 差点让他 发出了一声欢呼 成了 成了 要的就是这个味道 欢喜哥 对一会儿 要做的事情 也更加的 有把握了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 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正在那里 批阅一份文件的 陆书记 抬起头来 雷欢喜 你小子现在 把我这里 当成你家了 想来就来 有正经事 真的有正经事 也不用人招呼 雷欢喜自己 一屁股坐了下来 楼书记发现 雷欢喜的手里 还拿着一个 黑色的袋子 也不知道里面 装的是什么 说吧 我一会儿 还有个会 楼书记 楼书记 秋交会 雷欢喜 迫不及待地说道 秋交会啊 我们方纵公司 也想参加 报名去啊 报名截止了 那你来我这里 做什么 我不是来找你 楼书记 想办法的吗 楼书记 有些哭笑不得 雷欢喜 你小子 把我当成万能的了 你当我什么事 都能帮你解决呀 秋交会 又不是我负责的 我哪里有 那么大的本事啊 雷欢喜 早就猜到 他会这么说了 从黑色的袋子里 拿出了一个苹果梨 楼书记 您先尝尝这个再说 这什么东西啊 古里古怪的 楼书记拿起雷欢喜 送到自己办公桌上的苹果梨 翻来覆去的 看了好大一会儿 这才小心翼翼地 尝了一口 他脸上的神情 居然渐渐地 变得严肃起来 又仔细端详了苹果梨 好大一会儿 三口并做两口 一会儿就吃的 只剩下一个果盒 然后擦了擦手 拿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 马副书记 一会儿的会议 你帮我主持一下 我去凤书记那里一趟 挂断电话 楼书记站了起来 走 带上你的宝贝 跟我去见凤书记去 我可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帮你加三 秋桥会组委会的厂主任 和华副主任 被叫到凤书记办公室的时候 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坐在凤书记办公室的楼书记 他们是认识的 只是年轻的雷欢喜 他们只是觉得有些眼熟 凤书记的办公桌上 放着几只模样古怪的水果 也不知道是什么用的 程主任 华副主任 坐 坐 凤书记让他们坐了下来 求教会准备的工作 进行得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 厂主任立刻回答道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 已经陆续地进入云东了 华副主任也接口说道 是的 展商们的热情都很高涨 对本次秋桥会也很重视 我们有信心把它办成一次成功的秋桥会 辛苦了 凤书记点了点头 微笑着说道 你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所以我今天请你们来 一是问一下秋桥会的情况 第二个也是想慰劳慰劳你们呐 说着 凤书记站了起来 拿着两个苹果梨 亲自给两位主任每个人发一个 来 吃吧 两个主任有些摸不着头脑 凤书记这么急着把自己叫来 就是为了请自己吃这模样古怪的水果吗 可凤书记请客又不能不吃是吧 一口咬下去 两个主任的脸色都瞬间的变了 难以置信的看着手里的苹果梨 过了一会儿 也不顾凤书记和娄书记在场了 几口就把苹果梨消灭了个干干净净 味道怎么样啊 凤书记笑着问了一句 好吃 好吃啊 厂主任赞不绝口 甜脆水分充足 凤书记我今年五十了 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水果 华副主任对这种苹果梨的评价更加高 有很多水果都自称自己是水果之王 我看呢 他才是名副其实的水果之王 凤书记 这是什么水果呀 怎么我们从来都没有在市场上见过呢 凤书记笑着 重新做了回去 新开发出来的一个品种 苹果梨 苹果梨 厂主任 华副主任 俗话说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你们吃了我的苹果梨 现在 我可要找你们开个后门 求你们办点事了 厂主任和华副主任相识一笑 凤书记 您开玩笑了 有什么事情 您吩咐就是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凤书记也不再开玩笑了 这种水果呢 是方寸公司新开发出来的品种 这位就是方寸公司的总经理 雷欢喜先生 雷欢喜 那个大名鼎鼎的雷欢喜 怪不得一进来 就觉得好像在哪里 看到过这个年轻人呢 凤书记 接着在那里说道 方寸公司 也想参加本年度的求教会 但是 由于工作上的疏忽 没有能够及时的报名 我呢 也知道这次的求教会 人满为患 所以就找到了你们 两位主任 看能不能开个后门 帮我们的雷欢喜 找一个展位呀 厂主任显得有些为难 凤书记 您说的没有错 的确是人满为患了 实在是找不出什么展位了呀 厂主任呢 凤书记打断了他的话 我呢 不是对雷欢喜 有什么偏爱 而是他们种植出来的水果 的确让我大开眼界 这也是我们云东市 自行研究 开发出的新品种 我个人的意见呢 还是应该鼓励 并且大力推广的 两个主任 低声地商量了一会儿 厂主任 这才重新抬起头来 说道 成 我们一会儿 就帮方导公司报上名 展位的问题 我们也会紧力地 想办法解决的 但是雷总经理 这我可有言在先 展位的位置 我不能保证有多么的好 也许会非常的偏僻 也请你体谅 我们工作上的困难 雷欢喜急忙说道 厂主任 华副主任 能够帮我解决 展位的问题 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 偏僻一些 无所谓 我们自己来想办法 吸引客商们的注意 那行 有你这句话 我们也就放心了 厂主任和华副主任 一起站了起来 丰书记 龙书记 那我们就先回去准备了 他们一走 雷欢喜对凤书记的帮忙 感激不已 凤书记 我这次可真的要 好好地感谢你了 要不然 我还真的想不出 什么办法来 凤书记露出了笑容 说道 小雷啊 你也不用谢我 我对你的期望 还是很高的 而且 你们研究 种植出的水果 的确好吃 这也等于 是帮我们云东市 打响了一块 新的招牌嘛 回去好好准备 千万不要给我丢人 要不然 我可是要打板子的 放心吧 凤书记 绝对不会给你丢人的 雷欢喜 信心满满地说道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 第1346章 江胜利的旧时代 结束了 没欢喜 这段时间 春风得意 但身为他曾经的竞争对手 江胜利的日子 却异常地难过 董事会新的一轮 罢免会议 已经形成 而且 这次来的风暴 是江胜利 无论如何 都阻挡不住的了 他可以继续耍狠 可以继续当着 所有董事的面 殴打某一个董事 但是 他的下台 已经是注定的事了 西海集团 亏损严重 巨额债务 压得他们 喘不过气来 就算是有 东华银行的 再一次输血 江胜利也知道 已经无力回天了 尤其是 来自 红山湖资本方面 强大的压力 由于对赌协议的失败 红山湖资本 已经成为了 西海集团的大股东 在董事会里 占据了 举足轻重的地位 再加上 几乎所有的董事 都轻一色地 倒向了 红山湖资本 面对这样的情况 江胜利 还能够怎么办呢 对他打击最大的 却还不是这个 而是他的儿子 再一次的 不是他的亲生的 江胜利 选择了 原谅曾若宏 这在以前 根本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是 他却还是这么做了 但他的心 在那一刻 已经死了 西海集团 董事会的 全体董事 都已经到了 这其中 就包括了 亚德里恩先生 和朱进言 奇怪 朱进言的脸色 为什么看起来 那么难看呢 他本来 应该是春风 得意的才对呀 走过朱进言 身边的时候 江胜利 刻意地 停下了脚步 凑到朱进言的耳边 低声地 说了一句 苗宏 苗宏洁 迟早会被抓到的 对吗 朱进言 冷笑了一声 但是 很勉强 会议 还是按照 预定的时间 开始了 朱进言 清了清嗓子 说道 关于本次董事会 提出的 罢免董事长提议 已经得到了 超过三分之二 董事的同意 并且 在罢免决议上 签署下了 自己的名字 丁建国董事 现在 就缺少 你的意见了 西海集团 上上下下 全都知道 丁建国 是江胜利 最忠诚的部下 最铁杆的心腹 现在 江胜利 已经是重判亲离 丁建国 会做出 什么样的选择呢 每个人的目光 都落到了 他的身上 丁建国 在那里迟疑了 很长很长的时间 然后 才艰难地 一个字一个字地 说道 我 同意罢免 江胜利先生 西海集团 董事长的提议 大局已定 亚德里恩先生 露出了 胜利者的笑容 给予丁建国 同意提议的条件 已经非常的优厚了 他如果 还是站在 江胜利那一方 最终倒霉的 只会是他自己 其实 这次的罢免 也不多 丁建国的 这一票 但身为 江胜利 最重要的部下 西海集团资格 最老的员工 他的同意 还是具有 很重要的 象征意义的 朱进言 再次 开口说道 江胜利先生 很遗憾 对于你这么多年 在西海集团的服务 集团上下 都表示感谢 不过 既然这份罢免协议 已经得到了 全体董事们的 一致通过 你从现在开始 已经不再是 西海集团的 董事长了 你有24个小时 收拾你在 集团内的 私人用品 不必了 我已经没有 什么需要 带走的了 江胜利 有些疲惫 但神情 还算是 比较轻松 西海集团 就如同 我的亲生孩子 说到 亲生孩子 这几个字的时候 江胜利 明显地 停顿了一下 然后 才继续说道 当年 我跟贺建军 一手创办了他 后来 贺建军 进了监狱 他就完全 是属于我的了 现在 这个孩子 被迫送人了 我遗憾吗 有些遗憾 可也不全 都是遗憾 我从贺建军的手里 夺走了 这个孩子 总有一天 西海集团 也会有人 来取代 你们的位置 这不是在恐吓 江胜利知道 这一天 迟早都会到来的 亚德里恩先生 笑了笑 哼 我们知道了 江胜利先生 哦 对了 江胜利 好像突然 想起来什么 在我走之前 我想 我还有一些事情 需要交代一下 西海船运公司 和新未来研究所 由于前一段时间 集团内部 面对很大的 资金压力 所以 我已经变卖了 啊 什么 亚德里恩先生 朱进言 和几乎所有的董事 都失声地叫了出来 即便西海集团 经营得再不善 再面对 巨大的资金压力 但是 西海船运公司 却一直是 营收利润 最稳定的增长点 也是西海集团 最赚钱的一家公司 而新未来呢 尽管新未来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但谁都知道 它的巨大价值 可现在 江胜利 居然把西海集团 最赚钱 和最有希望的 两家公司给卖了 这样 得到了西海集团 其利益 也至少被削减了一半 朱进言气得 脸色有些扭曲 江胜利 你背着董事会 变卖集团资产 这是犯罪 犯罪 闭嘴 江胜利 冷冷地 看了朱进言一眼 无论是西海船运公司 还是新未来研究所 都是我一手栽培出来的 我是最大的股东 在董事会章程上 我对这两家公司 有最终的决定权 我只是行使了 我的决定权而已 当然 变卖这两家公司 获得的回报 我会按照 各位股东的股权 一一地分配给你们的 犯罪 我江胜利这一生 犯了太多的罪 但唯独 只有这一次不是 朱进言的脸色发白 江胜利 这么做 对你有什么好处 所有的钱 都砸在了 维系西海集团上 你一无所获 于此网破而已 江胜利 淡淡地笑了笑 我早晚 都会被赶出董事会的 这两家公司 也早晚 都会落到你们的手里 既然 我无法保住 我也不会 让你们得到的 很有趣 是不是 很有趣 是不是 亚德里恩先生 朝朱进言 摇了摇头 目已成舟 再怎么愤怒 也无济于事了 虽然 这两家公司被卖 对整体计划的破坏很大 但西海集团 还是具有很高的价值的 滚出去 滚出去 朱进言 气急败坏地坐了下来 你说什么 江胜利 死死地盯着朱进言 一想到江胜利 是个什么样的人 朱进言 终于强迫自己 冷静了下来 江胜利 已经失去了一切 再激怒她的话 没准 她会当场 把自己给打个半死 江胜利的脸上 重新露出了笑容 我放过你一次 不是因为我心慈手软 而是我要等着 看到那一天 你会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会等着看到军城集团 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然后 这个西海集团 曾经的掌舵人 就这么走了出去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还是你会过日子啊 以前我在电影里 总是看到那些世外高人 任他花开花落 我自一杯清茶 你大概就是这样的 世外高人吧 乔远帆淡淡的一笑 哼 电影里的世外高人 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可我 每天要吃饭 喝点小酒 还喜欢 背着我的老婆偷吃肉 你看我 哪里有一点点 世外高人的样子啊 江胜利 哈哈地笑了几声 哈哈 你是高人 你真的是高人 红珊瑚资本 费尽心机的 想要夺走我的西海集团 可你跟你的儿子 却不动声色的 得到了我最珍贵的 两笔资产 这不是高人 谁是高人呢 乔远帆又是一笑 没有多说什么 啊 报应啊 江胜利忽然叹息了一声 这就是报应 年轻的时候 我从贺建军的手里 夺走了当初的西海公司 现在 又被别人给夺走了 老乔 我的公司被夺走了 两个儿子 都不是我亲生的 你说 这是不是老天爷 对我的报应啊 乔远帆 有些出神的说道 我不知道 也许是好事了 西海集团 本来就已经成为了烂摊子 你正好 可以成功地摆脱 这些年 你赚的钱 也足够下半辈子用的了 跟我一样 喝喝茶 看看他们 逗得个你死我活 不好吗 至于你的孩子 如果你不说 你妻子不说 她永远都会认为 你是她的亲生父亲 江胜利 江胜利 只能苦笑了一声 她没有办法忽略这个事实 甚至没有办法再去面对江济海 不 她不姓江 从她出生的第一天开始 她就不姓江 虽然她放过了曾若红和江济海 但并不是说她就原谅了他们母子俩 她什么都没有了 老乔 你知道我剩下来的日子会做些什么吗 江胜利端起杯子 又喝了一口茶 皱了一下眉头 嗯 这里难道就没有好茶叶吗 又苦又涩的 乔远帆笑了笑 这要看你怎么个喝法了 你当她是普尔 龙井 就能够喝出普尔和龙井的滋味来 江胜利可不觉得这样劣质的茶叶 能够喝出普尔龙井的滋味 我还年轻呢 五十岁而已 我起码还可以活个三十年 这剩下来的三十年 我会静静的看着朱进妍 落得跟我一样的结局 我相信这一天早晚都会到的 乔远帆摇着摇头说道 你错了 你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你的敌人从来都不是朱进妍 他有什么资格 他只是被浇灌坏的 自以为是的一个孩子而已 他不配当你的敌人 真正的敌人 是红珊瑚资本 其实江胜利也清楚这一点 但他知道 自己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去击败红珊瑚资本了 可他必须要给自己树立起一个敌人 要不然他根本不知道剩下的漫长岁月 他该怎么去度过 你永远都不可能是红珊瑚资本的对手 乔远帆帮他说出了心里的困惑 可是你可以找人帮忙啊 比如我的儿子 相信我 早晚都有一天 我的儿子会跟红珊瑚资本面对面的发生冲突的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你想报仇 帮助他 怎么帮啊 江胜利苦笑了一下 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没有人是真正的一无所有 乔远帆说的是如此的若无其事 你还有智慧 有霸道 有力气 再不计 你还有一条命 你是说 有一天让我为了雷欢喜去死 江胜利 大概觉得 这是自己听到的最荒唐的事了 就在不久之前 自己跟雷欢喜 还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现在 居然要自己 为了雷欢喜去死吗 你们早就已经不再是敌人了 乔远帆 还是如此的冷静 你把新未来 交给了雷欢喜 因为你的心里知道 将来 能够帮你报仇的 只有我的儿子 将来的某一天 我们的每一个人 都会被牵扯进来 你想躲 也躲不开 杭雨来 已经死了 你呢 你以为 把西海船运 和新未来变卖了 红珊瑚资本 会那么轻易地放过你 你以为 自己的命运 会比杭雨来 强多少 江胜利 不说话了 他大口地 喝了一口茶 别说 他现在 真的好像 品出了普尔龙井的味道 心里的苦 远远地超过了 茶叶的苦 老乔 跟你谈话挺有趣的 江胜利 在这一刻 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你说的也是 与其被那些人给逼死 还不如把这条命 卖给你的儿子 虽然你儿子在我眼里 也不是个东西 但起码 比朱进言 和红珊瑚资本 这帮孙子 要强多了 将来 真的能够帮我报仇的 恐怕 也只有他了 请你放心 如果未来有人 对雷宽喜不利 我会拼命保护他的 起码我还有一条命去拼 是不是 然后 他又缓缓地说道 你呢 该你对我 做出承诺了 我承诺 乔远番 郑重其事地说道 早晚有一天 朱进言 和红珊瑚资本 会倒在我儿子的手中 江胜利笑了 舒心地笑了 那好 老乔 我也做出一个决定 什么决定啊 何建军 已经彻底地 退出江湖了 江胜利 掏出了一包烟 给自己点上了一根 吐出了几个烟圈 他的位置 总是需要有人去填补的 过去 我是跟他一起打江山的 由我来顶替他的这个位置 再合适不过了 你真的想重新进这个圈子 是的 我真的想重操旧业 江胜利回答得非常肯定 生意场上 我做不过那些人 但我起码可以在别的方面 对他们进行打击 我不想当一个流氓 可他们 却逼我当一个流氓 既然他们想 那他们就会看到 他们想要的 我还有一点钱 我还认识一些人 做这些事情来 起码要简单上许多 这就是江胜利 做出的决定 一个听起来 多少让人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 当一个人 被逼上了绝路 已经再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失去了 也许都会做出 类似的决定 看起来非常疯狂 非常可怕的决定 属于他的旧时代 已经结束了 而属于他的新时代 却才刚刚开启 从这一刻开始 江胜利 已经变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赌徒 都会云集于此 一笔笔的大额订单 也会在这里产生 方寸公司 是第一次参加 如此大规模的活动 负责勘查现场的雷欢喜和 墨胖子一进去 整个人都被惊呆了 一个字 大 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而且 随着秋交会的开幕临近 各大展商 早就开始布置展台了 从已经接近完工的几个来看 要多气派就有多气派 要多华丽就有多华丽 如果按照厂主任 和华副主任说的 都已经满园了 根本没有地方 安排新的展位 那么这样说来 参加这次秋交会的商家 得有多少啊 雷欢喜和墨胖子 都实在不敢去想象了 由于是凤书记交代的事情 所以华副主任 亲自出来迎接了 雷总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华副主任的确是忙 他的身材跟墨胖子 有的一拼 特别怕热 已经是十月份了 却依旧还拿着一块毛巾 不断地擦着脑门上 流下来的汗水 华主任 是我们不好意思才对 你都这么忙了 还要来打扰你 雷欢喜也客气地说道 走 我带你们去看看 你们的展台去 墨胖子开口说道 华主任啊 我们这两天想了一下 我们呢是新公司 又是第一次参加 这样的大型活动 知名度肯定是不够 所以呢 我们想弄个抽奖的环节 您看怎么样 这样 我们想可以吸引更加多的客人 关注我们的展台 抽奖 华副主任停下了脚步 饶有兴趣地看着墨胖子 墨总 你们准备送出什么奖品呢 一等奖 二等奖 是苹果电脑和手机 华副主任笑了 也没有直接说不好 而是指向了不远处的一个展台 看到那里没有啊 是一家新的方便面企业的 人家要跟几家老牌方便面企业 争夺市场 所以呢 这次 只要完成意向性签约的客户 都可以参与抽奖 一等奖 是一辆奥迪Q8 卧槽 雷欢喜和墨胖子 面面相去 这他妈的是卖方便面的 还是卖原子弹的呀 一出手 就是一辆奥迪Q8 就这苹果电脑跟苹果手机 怎么跟别人打仗啊 还抽奖 抽你妹 华副主任笑了笑 哈哈 雷总 墨总 你们呢 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里面的水有多深 你们可能还不清楚 参加这样的活动 重要的 不是能够当场 签订下多少的单子 而是如何让客户们 知道你们的品牌 知道你的实力 就算国内 再大的企业来到这里 也必须跟后企之秀们 拼了命的争夺市场 在这里 要想出头 可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 一旦能够杀出一条血路 那前途可就不可限量了 华副主任说得非常仔细 雷欢喜和墨胖子 也如同两个小学生一样 听得非常仔细 我们这里开玩笑 有两个字 一句话 两个字是什么呢 砸钱 一句话又是什么呢 有多少钱 砸多少钱 前年 有家企业 为了打开市场知名度 别出心裁的 把大魔术师 大卫科博菲尔都请来了 专门在这里 进行了一场大型的魔术表演 结果呀 第一时间 就能让所有人 记住了他们的品牌 好吧 今天真的算是大开眼界了 之前想象 这样的展销会 跟以前进行的全国酒夜评比会 也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次 方寸公司的展台 同样不算是很好 但雷欢喜 硬是扭转了局面 这次 无非是再来一次而已 但是 当真的来到了现场时 才知道 自己的想法 实在是太幼稚可笑了 九夜评选的那次展览会现场 跟这里一比 根本就是米粒 跟泰山的比较 这么大的场地 这么多的展台 你要是没有一点 强大的经济实力 没有一点足够吸引人的噱头 哪会有人来关注你呀 可是论钱 方寸公司 怎么跟别人比呢 论噱头 麻烦 谁有大卫科布菲尔的电话呀 好好想想 你们该怎么操作吧 毕竟是凤书记介绍来的 华副主任 还是比较关心他们的 我只能尽量给你们安排出一个展台 剩下的就要靠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好的 华主任 我们明白了 雷欢喜有些心不在焉 到底该用什么办法 来让大家都记得自己的公司呢 场地 场地实在是太大了 走了有一会儿 终于来到了国品及副食品展场 同样的一个字 大 这里就是了 华副主任笑着说道 你们看 各家都已经在布置自己的展台了 凤书记的一句话 真的让我们伤透了脑筋啊 我们只能跟几家协商 降低了他们的租赁费 让几家各自让出了一点面积 这才完成了凤书记交代的任务啊 谢谢 谢谢 在雷欢喜和莫胖子 一叠声的谢谢中 他们终于看到了属于自己的展台 不看还好 一看 心都凉了 六个平方的面积 按理说也够用了 可是 跟附近的展台一比 那根本就是一滴水扔到了大海里 连看都看不到 刚才一路过来 看到的绝大部分 至少都是十个平方朝上的呀 当然 也有比六个平方还小的 甚至有的 才仅仅够摆一张办公桌而已 但是那些单位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壮志 只要能够签下一两张单子 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 这对于一心想要打开国品市场的雷欢喜来说 的确是有些不够不够施展 的确是有些不够施展了 华主任的亲自交代 能够给方寸公司腾出放一张办公桌的位置 也已经算是非常客气的了 谢谢 华主任 辛苦了 雷欢喜说的倒不是魅心话 他知道 华副主任做的这一点 相当的不容易 那么多的单位 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进行协调 并且还要确保人家没有意见 这要不是凤书记的面子 能够做到这一点 让你在厕所门口摆张小板凳 就算很不错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 雷欢喜还是非常感谢华副主任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说 第1349章 全国国品及副食品行业联合会 华副主任 你好 你好 哦 韩会长啊 你好 你好 华副主任 跟向自己打招呼的那个三十五六岁 带着一副眼镜的女人握了握手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全国国品及副食行业联合会的会长 韩宝云女士 这位就说 这位是方寿公司的雷欢喜总经理和莫大伟总监 雷总 莫总 你们好 韩会长 你好 雷欢喜和莫胖子 对这个什么什么联合会 是非常陌生的 早就听说过雷总的大名了 大名鼎鼎的奥运冠军 韩宝云不失时机地恭维了一句 今天终于能够见到真人了 真是我的荣幸啊 韩会长太客气了 话是这么说 但是雷欢喜的心里 也有一些奇怪 这个联合会 应该是全国性的行业协会 而云东市驻南镇的水蜜桃 在全国的范围内 也算是很有名气的了 可为什么 从来都没有接到过邀请入会呢 这个疑问 也只能是暂时放在心里了 我那里还有点事 韩宝云看了一下时间 这样吧 中午我做东 就在附近的饭店吃点饭 华主任 您是政府官员 我就不邀请您了 省得给您带来麻烦 雷总 方便留个电话吗 雷欢喜把自己的电话号码 留给了他 韩宝云给他们约定了时间后 便急匆匆地走了 这个韩会长 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看着他的背影 华副主任说道 还在十年前的时候 全国国品及副食品行业联合会 还只是一个影响力有限的民间组织而已 当时 行业内部管理混乱 就连办公地点的租赁费都发不出来了 会长这个位置 也被视为是烫手山芋 没有谁愿意接受 当时 年仅二十六岁的韩宝云 出人意料地 成为了这个联合会的会长 每个人都在等待着 看他的笑话 但是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刚一上任的韩宝云 立刻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 凡事亲力亲为 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让联合会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在而后的三年时间里 联合会的影响力开始逐步扩大 五年后 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 全国性的行业联合会 全国所有的食品 副食品企业 基地 经销商 都能够以进入这个联合会而为荣 他们颁发的3A级证书 也成为了这个行业的 最高荣誉 而韩宝云 也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 现在的韩宝云可不得了了呀 华副主任笑着说道 那时候他刚上任 出差洽谈业务 无论是坐火车还是汽车 都是买的最便宜的票 住的是最便宜的招待所 现在呢 飞机都是头等舱 住的全是五星级宾馆 还没有人能说一个反对的字 为什么呀 要不是他 哪有这个联合会的今天呢 成 雷欢喜算是服了 自己做水蜜桃和仙女果这些水果 也有一段时间了 居然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联合会 和这个了不起的会长 还是没有弄明白 水蜜桃那么有名的水果 为什么就没有进入到这个联合会呢 还有那个什么3A级的证书 我们曾经给住南镇 寄送过三次参选邀请 在中午的宴请上 雷欢喜终于从韩宝云的嘴里 弄清楚了这个心中的疑惑 第一次呢 是在九年前吧 那时候 我刚刚当上这个会长没有多久 联合会在国内也没有什么知名度 我们邀请住南镇的水蜜桃加入联合会 住南镇不予理会 自然也是很正常的 第二次是在五年前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不错的知名度 那时候3A级评选刚刚开始进行 报名费是1800元 但是邀请函寄出以后 一直都是石沉大海 原来是这么回事 五年前 那时候还是徐大哥在当村长呢 当时仙桃村的经济不行 再加上镇里肯定不会帮忙出这笔钱 以徐大哥的性格来说 让他掏1800元报名费 去参加什么评选 弄张什么证书回来 那是根本不用谈的事情 那第三次呢 墨胖子追问了一声 第三次就在今年 韩宝云的回答 让人有些大为吃惊 今年 今年方寸公司做的 已经是风生水起了呀 为什么联合会的邀请 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呢 等到韩宝云 一说到寄出邀请函的时间点 这让人就恍然大悟了 那时候 正好是货柜系当正的时间点 那时候的货柜系 正恨不得 把雷欢系和方寸公司置于死地呢 这样的评选 怎么可能让他们去参加呢 甚至连这事情 都没有通知过先桃寸 再以后 就是货柜系 东窗事发 跑了 这事 自然而然的 就没有人问起了 雷欢系 其实 也并不是特别重视 这个什么3A级的证书 没有嘛 自己一样混得风生水起 水蜜桃和仙女果 根本就不用担心销路 他只不过 是要弄清楚心中的疑惑 给自己和水蜜桃 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已 我们真的觉得 非常的遗憾 韩宝云的话语里 却觉得有些惋惜 仙桃村的水蜜桃 在全国 都有很大的知名度 而且出口到了东南亚 成功地解决了水蜜桃 保存期短的大问题 说到这一点 我们的行业协会 也邀请了一些 国内的知名专家 对此进行了研究分析 但却始终 没有弄明白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嘛 可是一个秘密 那可是 基本上全是小胖的功劳 但是这个秘密 绝对不能告诉你啊 韩宝云也知道 雷欢喜 肯定是不会说出来的 还有你们 新开发出来的仙女果 我特意让人 从云东市 帮我购买了 无论从外形 还是口感上 都是第一流的 如果水蜜桃和仙女果 能够同时参选 我相信 祝南镇 就能够同时拥有 两个3A级的 水果品牌了 听你这么说 好像的确是 有一些可惜的 可是现在补救 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行业协会的 3A级评选 为了保证其品质 每五年 才会进行一次评选 所以 水蜜桃和仙女果 要想入围的话 恐怕至少 也要等到五年以后 再说了 到了那个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都说不好 那么 雷总这次 带来参展的水果 是什么呢 还是水蜜桃 和仙女果两样吗 韩宝云 话锋一转 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们这次带来的 是市场上 从来都没有 出现过的品种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第1350章 欢喜哥拒绝了这样的邀请 韩宝云 显然对 雷欢喜说的新品种 充满了兴趣 要知道 在国品行业 新鲜水果 能够开发出 一个全新的品种 那绝对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 在欢喜哥的嘴里 却似乎是 如此的轻描淡写 根本就不算是一回事 其实 之前 他已经开发出 一个全新的品种了 仙女果 难道除了仙女果外 他还有什么别的 全新的品种吗 但是 仔细地继续追问下去 雷欢喜却不肯再说了 过去的欢喜哥 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可现在 欢喜哥也明白了 逢人只说三分话的道理 毕竟 韩宝云 是刚刚认识的 谁知道 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刚认识朱进言的时候 他纯真的 可跟个孩子似的 韩宝云 见到雷欢喜 并不是特别愿意说出来 淡淡一笑 也没有再继续多问什么 不过 他很快 就向雷欢喜提出了一个 极具诱惑力的邀请 邀请房寸公司 加入全国国品 及副食品行业联合会 这可是个不错的机会 从韩宝云的介绍里得知 这个行业协会 关系多 人脉广 对未来的新品种的开发和推广 都有着极大的好处 甚至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比如这次的秋交会 如果房寸公司 早一些加入这个行业协会 那么甚至不用去找凤书记 行业协会内部 就能够帮他们腾出一个空位置出来 莫胖子觉得这个邀请不错 正想跟雷欢喜说些什么 雷欢喜却率先说道 加入这个行业协会 平时有什么要求呢 韩宝云一五一十地说道 第一 缴纳会费 以方寸公司的规模 我个人倾向于 你们每年缴纳三万九千八的会费 能够给予你们B级会员的资格 雷总 每个级别的会员 享有的特权都不一样 这个呢 具体我会发详细的资料给你的 方寸公司的B级资格 在未来的三年里 我认为是应该足够用了 这一点非常合理 等于是交保护费了 韩宝云继续在那里说道 第二 会员单位的产品 在外省市的推广 由行业协会前权负责 会员起到协助的作用 所获得的利润 将会按照比例进行分配 这个 这个可就要考虑一下了 雷欢喜的眉头皱了起来 我的产品 我来进行推广 应该你才是协助的对吧 但现在却颠倒过来了 怎么想都觉得有些不太合理 还有 这个利润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听韩宝云话里的意思 好像自己在这里 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啊 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嘴上却并没有这么说 对于雷欢喜的不动声色 韩宝云大概也是有些意外 但还是很快地 说出了第三个条件 第三 会员单位之间的产品技术是共享的 由行业协会进行监督协调 彼此共通有无 诶 等等 雷欢喜到底还是忍不下去了 韩会长 你说的产品技术 应该指的是普通的产品 顶多再进行一些小的改进 打个比方 怎么让西瓜更甜 怎么让柚子水分更加充足 顶多也就是如此了 这样的技术共享 人人都乐意 但是一个全新的品种呢 你比我更清楚 要开发研究出一个全新的品种 需要耗费多少的人力精力财力 技术共享 那不等于把我本来可以占领市场的杀手锏 拱手送人吗 雷总 我理解你说的 韩宝云微微一笑说道 但是你也应该知道 技术虽然共享 但技术资料是由行业协会来保管的 绝对不会外泄 别的会员单位要想使用这一技术 必须要缴纳使用费 由行业协会派人现场进行指导 而这一使用费 享有这项技术的会员单位 是占大头的 行业协会呢 只收很小的一部分管理费 来支付必要的开支 韩会长 你要知道 一项新技术的诞生 能够给发明者带来多大的利润 诶 等等 说到这里 雷欢喜忽然停顿了下来 韩宝云刚才说什么 技术资料是由行业协会保管的 那么这么多年来 水果市场的新品种虽然不多 但副食品市场的新品种 几乎每天都在涌现 由此可以推算 这个行业协会手里 掌握了多少新产品的核心资料啊 这跟自己的新未来一样 都是一座大金山呢 我拒绝 雷欢喜决定 不再多考虑了 韩会长 我这个人习惯了自由自在 不喜欢受到条条框框的束缚 所以 你的邀请好业 我先领了 谢谢你 但是 我拒绝加入这一行业协会 韩宝云 似乎早就预料到了 雷欢喜会拒绝 她并没有生气 反而还是保持着微笑 说道 雷总 加入这个行业协会的好处 多得你难以想象 不过 我可以跟你说明 之前 也有人拒绝加入我们的行业协会 但是很快 他们就发现 进行市场开发的时候 所要面对的压力 毕竟呢 我们的会员单位全国各地都有 一旦失去了我们的支持 市场前景 我认为并不乐观 甚至会遭到行业协会 所属会员单位的抵制 威胁我 你是在那里威胁我吗 雷欢喜笑了出来 韩会长 你大概是不了解 你家欢喜哥的个性吧 你家欢喜哥这个人呢 平时就大大咧咧的 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但唯独 就是不害怕别人威胁我 钻石联盟怎么样 钻石联盟的元老邓斯坦怎么样 跟你这个什么行业协会比起来 一个是在天上 一个是在地下吧 可他们的威胁 你家欢喜哥都不怕 还会怕了你 所以 我们的欢喜哥脸上 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拒绝 我拒绝 拒绝就是拒绝了 再怎么威胁也没有用 你家欢喜哥就不相信 离开了你们这个全国国品 及副食品行业联合会 就不能生存了 我知道你的态度了 雷总 韩宝云一态不变 优雅地擦了一下嘴 站了起来 可我还是要提醒你 慎重地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这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好事 看着他走到了包厢门口 雷欢喜却忽然说道 诶 等等 韩宝云转过了身 脸上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雷总 你考虑清楚了吗 不是 雷欢喜指的指一桌子的菜 义愤填膺地说道 你请客 要想走 好歹也要把单给买了呀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工程 由军城集团承包 依照施工进度 今年过年前 就可以完成绝大部分的工程建设 向全市人民献礼了 这个工程段 是由军城集团 邵当家的朱进岩 主要负责的 之前已经闯了不少的祸 所以朱进岩一点也都不敢怠慢 必须在实现前 漂亮地完成任务 所以 他特别交代了这里的总负责人 范春大 绝对不能够出现任何工程上的延误 吴复根 是范春大的小舅子 所以在工地上 还是有点小权利的 工地上的火石 历来是让人头疼的 大锅饭的味道 绝对不是那么美好的回忆 缺盐少油 让人难以下咽 毕竟要做那么多人的饭菜 谁会像饭店里做得那么细致啊 唯一的好处就是 在这里吃饭不用花钱 当然 也仅仅限于中饭 那些一心想要赚钱回家 盖房子娶媳妇 不舍得花钱的工人 宁愿忍受大锅饭的难吃 但是 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 所以 快餐行业在周边 还是很有市场的 一辆三轮车上放着做好的饭菜汤 几张桌子 几张长凳 不一会儿 就坐满了工地上的工人 来晚的 只能端着饭菜和汤 蹲在路边上吃 卫生 在这里吃饭 谁还会管卫生条件合不合格呢 中午尚且如此 到了晚上 那就更加不用说了 去得晚了一点 根本就别想吃到 在这里摆摊的 一共有三户人家 那可都是有些来历的 每家每个月 都要向工地上孝敬好处的 要不然 谁会给你在这里摆摊 早就被轰走了 所以 无复根每个月 都能从这上面 捞到不少的好处 三家摆摊的领头的 叫菜金水 也是无复根的 一个远房亲戚 替无复根在这里 收钱管理 一个月下来 除了正常的营业收入外 另外两家孝敬他的收入 小日子也过得 有滋有味的 今天中午 菜金水却发现 摆摊的不止三家了 有一对陌生的年轻夫妇 居然也在这里 摆起了快餐摊 这不是开玩笑吗 以前也有人 不知深浅的 在这里摆过摊 可刚摆起来 就被他们联手轰走了 遇到个把的刺头 进工地 找一下无复根 什么事情 都能够解决了 工地上那么多工人 一起围住你 你怕不怕 这里 毕竟是人家的 一亩三分地嘛 你们怎么回事 谁允许你们在这里摆摊的 菜金水大模大样地走了过去 没谁允许啊 小夫妻中的男人 抬头看了一眼菜金水 你摆你的摊 我摆我的摊 没有爱着你吧 他这一抬头不要紧 倒把菜金水给吓了一跳 好家伙 裸露在外的脖子部分 都有纹身呢 再仔细看他的双手 也都闻满了各式各样的图案 菜金水是这三家做快餐的头 平时的好处没有白拿 这时候也只能是硬着头皮说道 这里不是谁都能来摆摊的 要经过工地里的允许 懂吗 我要经过工地上的允许做什么 年轻男人 根本就没有搭理菜金水 工商税务卫生部门来管我还差不多 工地上凭什么管到我 得 又遇到个刺头 菜金水刚想发作 一想起 吴复根 昨天晚上还交代过自己 最近工程紧张 大老板经常会来工地上视察 少给自己惹事 这口气暂时压了下来 到了晚上工地停工的时候 再收拾你 可是很快的 菜金水就发现 自己实在忍不到晚上了 这对小夫妻卖的快餐 一律比另外三家便宜太多了 他们三家卖15的 小夫妻卖10块 他们三家卖10块的 小夫妻俩居然7块就卖了 工人们认的就是一个便宜 这是杂场子抢生意来了 金水 怎么办 金水 这家伙身上全是温身 看起来不好惹呀 急什么 蔡金水一瞪眼睛 你们在这里看着 我找我家 傅根输去 蔡金水 很快就把吴傅根给找来了 吴傅根听了一个大概 心里也很不高兴 哪里来的不开眼的家伙 又不交钱 还那么横 这不是让自己蒙受损失吗 要不赶走 那三家还会心甘情愿地交钱吗 他当时 就带着几个保安和工人 出现在那对年轻夫妇的面前 这里是云东市重点工程的工地 重点工程 懂吗 不懂 小伙子头都没有抬 嘿 真的遇到刺头了 吴傅根 只得指小夫妻的三轮车 停着啊 重点工程 这就是全部由我们负责的 周围都是我们的工地 没有得到我们的许可 谁都不许 在这里摆套 所以赶紧的 给我收拾收拾滚蛋 你让谁滚蛋呢 小伙子一瞪吴傅根 好凶的眼神 吴傅根居然也有一些被吓到了 可是 后面那三家都在看着自己呢 再说了 自己带着那么多的人 小伙子再横 毕竟也只有一个人 想跟我耍横是吧 吴傅根也不留情面了 来人 给我把他们轰出去 几个保安和工人 一下子把小夫妻围了起来 小伙子猛地操起了饭勺 怒吼一声 我看谁敢 这气势居然把那么多人给挣在了那里 不敢动手 我跟我媳妇就想来吃口饭 你们谁敢动一动 我跟你们拼了 小伙子气势不减 他媳妇好像根本没有看到一样 自顾自地在那里准备着饭菜 没王法了 没王法了 吴傅根觉得自己的面子大损 从一个保安手里 接过了一条橡胶棍 在那挥舞着说道 再不走 我们可真的要动手了 来呀 动手啊 小伙子看起来 还是个倔脾气 你还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着 吴傅根彻底地激动了 一举橡胶棍 一下子就用力地砸了下去 他不是那种没轻没重的人 落下去的速度虽然快 但举起来的时间特别地慢 任何一个人早就有防备了 轻松地就能躲过去 可见鬼的是 这个小伙子居然根本没有躲 任凭橡胶棍 砸到自己的脑袋上 一团血花似箭 小伙子一下就倒在了自己的快餐车上 血顺着他的脑袋流了下来 吴傅根拿着橡胶棍正在那里 这傻小子怎么就不知道要躲呢 杀人了 杀人了 刚才始终都默不作声的那个小媳妇 忽然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播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播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整个人平时都是做点小本生意的 在云东市水竹里工程 某工程段 进行快餐售卖的时候 被工地负责人吴傅根打伤 现在 满身是血的侯海红 就躺在了工地的外面 既家梦也不报警 也不叫120 就守着紧紧闭着眼睛的丈夫 嚎啕大哭 吴傅根知道 自己今天闯了一个小祸 赔点钱是肯定的了 现在最关键的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人给送到医院去 要不然影响到工地的正常施工 那这责任可就大了去了 可是好说歹说 既家梦除了哭 一句话也不说 吴傅根 吴傅根朝着自己的保安队长 使了个眼色 那意思是说 先把人给弄到车上送到医院里 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一个女人 一个受伤的 还能怎么着 保安队长正想用墙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谁敢动 也不知道从哪里 忽然冒出来三十来个人 好家伙 一个个都是纹身 满脸满横的家伙 领头的那个人 看起来四十来岁的样子 到多少显得斯文一些 你 你们是 吴傅根胆战心惊地问道 我们都是他的亲戚 领头的那个 一纸地上昏迷不醒的侯海红 正好路过这里 怎么着 你们把人打伤了 就想送医院里了事 敲敬 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季家梦哭得更加伤心了 我们 我们就想做点小生意糊口啊 我们家海红 被他们给打成了这样 抽根烟 吴傅根 隐隐猜到对方 肯定是有备而来了 自己手下的保安 肯定打不过这些家伙 他急忙掏出了一包烟 抽出一根递了上去 看来今天 看来今天可是要出不少血的了 不抽 弟兄们 抬着人 进宫地 领头的看都不看吴傅根 谁敢阻拦 打 一个打字 杀气腾腾 保安们 居然都自觉地 让出了道路 尽会给老子惹祸 范春大心里 一直在骂着吴傅根 可眼前的事情 必须要处理 一个闭着眼睛 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浑身是血的年轻人 就这么躺在宫地中央 他媳妇在边上嚎啕大哭 宫地上根本没有办法开工了 再加上那群 一看就是在社会上混的家伙 范春大 想想就头疼 老板 您贵姓大名啊 范春大 到底是老江湖了 客客气气地问道 江胜利 领头的那个人 淡淡地回答了一声 江胜利 怎么这个名字听起来 那么耳熟啊 范春大 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起来 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名字 江老板 您看 把您的外甥给打了 是我们的不对 我们赔钱 赔钱 这样吧 我们呢 出一万块钱的医药费 一万块钱的物工补偿 怎么样啊 这补偿已经不少了 看到江胜利 毫无反应 老江湖的特性 在范春大的身上 表现无疑 呃 这样吧 您带来的弟兄们 我每个人 再给他们五百块钱的辛苦费 另外呢 我在饭店里 在白几桌 给您 还有您的外甥赔罪 大家交个朋友 三十个人 可又是一万五了 范春大 唯一想的就是 让这些人赶紧走 让工地赶紧的正常开工 可是江胜利 依旧在那里淡淡的笑着 还不满意 范春大冷笑了一声 哼 江老板呢 我说句不好听的 事情的经过 我也大致地了解了一下 您的外甥 可是先招惹到 我们工地负责人在先的呀 要说起来 他可是主要责任呢 江胜利 还是淡然一笑 说道 哦 真的吗 来 把咱们的东西 拿给范老板看看 一部手机 凑到了范春大的面前 把侯海虹 怎么受伤的经过 完整地拍了下来 我靠 对方这是准备充分呢 范春大 终于开始担心起来 这是一个热心市民 正好路过 拍摄下来给我们的 江胜利 特别强调了 热心市民 几个字 范老板 你看看 从头到尾 我外甥 有没有动过手啊 这工地外 是你们的 这是云东市的 是云东市人民的 你们七行八市 不给你们好处 就赶人走 还打人 这还有没有枉法了 江老板 万事好商量 范春大 觉得自己的后背 有些出汗了 您说 您说 这事 您准备 怎么解决 江胜利 给自己点着了一根烟 两条路 第一条 赔偿一千万 你怎么不去抢呢 范春大在心里嘀咕了一声 但面子上 可不敢露出一点不愿 第二条 江胜利缓缓地说道 打电话 给你们的老板 诸国序也好 朱锦炎也好 都可以 哼 最好是打给朱锦炎 就说 流氓现在 正在工地上捣乱呢 啊 居然还有人 自称自己是流氓的 范春大现在 可以确定了 这可不是来找 自己麻烦的 而是来找 大老板麻烦的 想通了这一点 一颗心 反而放下来了 跟自己 反正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怕什么 范春大 陪着笑脸说道 啊 江老板 您稍等 您稍等 我这就去给 朱总打电话 我这就去给 朱总打电话 江胜利 看了一下时间 嗯 三十分钟 告诉朱锦炎 三十分钟内 还不出现 这事情 可就闹大了 朱锦炎最近 过得实在是 有些不顺 千辛万苦 把西海集团 变成自己的了 可是最值钱的 西海船运公司 和新未来研究所 却已经被江胜利 给卖了 这是个什么滋味 这就好像 好不容易 做了一股 升滚鱼片粥 结果端到桌子上 却发现 忘记放鱼片了 整个集团 少了那两个 最重要的部门 到手了 还有什么意义 亚德里恩先生 却为什么 一点想要 兴师问罪的意思 都没有呢 甚至都有些无动于衷 难道这跟他们 没有什么关系吗 朱锦炎不太明白 电话响了起来 朱锦炎 根本就没有 接电话的心思 电话 一遍一遍地响着 谁呀那么固执 朱锦炎 万般不情愿地 接动了电话 谁 朱总 我呀 范春大 什么事 等范春大 把前后的经过 说了一遍 朱锦炎 整个人都待在了那里 什么个情况 江胜利 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江胜利 什么时候 变成流氓了 而且居然还跑到 自己的工地上 闹事了 朱锦炎 怎么想 都没能够想明白 人的变化 也未免太快了一些 江胜利 这才离开西海集团 几天呢 在得知了工地上的情况以后 朱锦炎的第一选择就是报警 这是跟这种人打交道最直接的办法 朱总 看到朱锦炎终于出现了 江胜利 淡淡地一笑 啊 江总 朱锦炎同样也抱以了笑容 警察很快就要到了 一切都让警察来处理吧 当然 江胜利看起来 似乎非常赞成朱锦炎的说法 我们的国家是法治社会 当然一切都要靠法律来解决 警察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 哦 对了 跟你说一下 下一次发生的时间 是在明天的同样的时候 什么下一次 和今天一样 朱锦炎忽然觉得有些头疼起来 你啊 没有见过真正的流氓 就像我这样的 江胜利笑得非常轻松 我们这样的人呢 尊重警察 尊重法律 可我们的骨子里 就是流氓 我们一天都不会让你轻松 我们天天都会来找你麻烦 一直到达成我们的目的为止 目的 什么样的目的 当然是让你的工程 无法按照进度完工 这也是目前 朱锦炎最担心的事情 何必呢 江总 朱锦炎竭力在脸上挤出笑容 你请这些人 一定要花不少钱吧 可是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啊 就为了报复我吗 有这个必要吗 江总 你已经输了 还是拿出点风度来吧 江胜利笑了 笑得非常开心 乔远帆有一点说得真没有错 朱锦炎的骨子里 就是个非常幼稚的家伙 他居然让自己这样的人 拿出点风度来 他以为是在拍电影吗 江胜利甚至都懒得 跟他解释什么了 警察终于到了 做了笔录 看了江胜利提供的视频 警察对事情的大概情况 有了一个了解 他们一般是建议双方私了的 但是江胜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江胜利提出的要求 简单地不可思议 给自己的外甥验伤 走医院的正规途径 然后赔偿医药费和务工费 他绝不敲诈勒索 这样的要求 看起来无可厚非 这是云东市的重点工程 咱们不能给势力添乱是吗 江胜利居然如此说道 侯海红被抬去了医院 事情总算是得到了初步的解决 只是工地上因为这件事情 而被耽搁了大半天 江胜利走的时候 对朱进言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朱进言的心里 没来由地一下子紧张起来 江胜利成功地转身 变成了流氓地痞 朱进言的苦日子也开始了 就在侯海红事件 发生后的第二天 工地上发生了一起工人的 小规模斗殴事件 事态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 甚至再一次的把警察给招来了 工地再次停工了 又是一天的时间消耗 然后朱进言就接到了江胜利的电话 朱总 好玩吗 明天还有更好玩的 更好玩的事情 毫无悬念地发生了 疯传工程出现了资金问题 工人们的工资不能及时发放了 于是 在十多个工人的带领下 大部分工人停止了工作 要求工地负责人立刻给他们发放工资 范春大吉的眼睛都红了 资金绝对没有问题 但要今天立刻给工人们发放工资 到哪里去弄那么多的现金呢 最终 最终还是朱进言紧急在军城集团内部抽掉了一大笔的资金赶来救火 这才让工人们重新复工 可是 又是一天被消耗了 江胜利的电话再次的适时打了过来 朱总 好玩吗 朱总 好玩吗 朱进言快要发疯了 对着电话 失态的怒吼起来 江胜利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呀 电话那头的江胜利笑着说道 玩你呀 在西海集团 朱进言玩死了江胜利 现在该反过来了 朱总啊 再这么继续下去 工程没法做了 范春大哭丧着脸说道 天天出事 天天出事 工程可怎么按时完工啊 不好了不好了 吴复根被人打了 怎么回事 朱进言和范春大同时问道 吴复根带着我们出去采购材料 路上跟人发生了纠纷 对方突然窜出来了十几个人 对着我们就打 吴复根现在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打人的抓到没有 没 他们打完 上了两辆车就跑了 车牌号都没有啊 朱进言发现 自己惹麻烦了 而且是个很大的麻烦 可是他束手无策 他派人去调查了一下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江胜利 真的成了道上的老大 贺建军退出后的位置 被他给取代了 他手底下聚拢起了一大票的人 目的似乎只有一个 专门对付军城集团 或者更加准确地说 是专门对付朱进言 朱进言也尝试 扭转这样的被动局面 他请了几个道上 有头有脸的人 帮着自己去谈判 可是反馈回来的消息 却是一致的 江胜利 拒绝任何形式的谈判 他就是要整死朱进言 朱进言也组织起了一票人 准备狠狠地教训一下江胜利 可是 他们很快就被断胳膊断腿地打回来了 工地上还是天天出事 工程进度已经被严重地耽搁了 这甚至都惊动到了势力 势力严重批评了军城集团 一旦工程无法顺理完工 所有引发的后果 必须由军城集团全部承担 到底是怎么回事 忍无可忍的朱国旭 还是把儿子叫到了自己面前 江胜利 朱进言低着头 把事情的经过 大致地说了一遍 一个生意人 变成了一个流氓 你不知道有多可怕吗 朱国旭 长长地叹息了一声 唉 你不知道江胜利 过去是什么样的出身吗 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他这是跟你在玩命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根本没有办法 爸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朱进言真心地发慌了 怎么办 你根本就没有想好后果 朱国旭面对自己的这个儿子 真的有些无奈 只能让我厚着脸皮 出面了 可是 话虽然是这么说 朱国旭 却还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才好 江胜利 是绝对不会给他面子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 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 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 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 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江胜利成了一个流氓 而且还在那里 不断地找军城集团的麻烦 这样的转变 未免让人一时太难以接受了 而朱国旭居然会跑来 寻求自己的帮助 这一点 更加让雷欢喜没有想到 难道他以为 江胜利是在帮自己吗 虽然自己跟江胜利 曾经进行过几次长谈 但他们之间 目前的这些事 也没有外人知道啊 欢喜 我知道你们一直是死对头 但禁言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 我却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 朱国旭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水出力工程是云东市的重点工程 也是军城集团 目前的工作重心 我总觉得 你要是能出面 江胜利会听你的 所以你朱叔叔 厚着脸皮 来找你帮忙了 朱总 雷欢喜并没有称呼 安妮的爸爸为朱叔叔 而是依旧叫了一声朱总 我真的不知道 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而且 我相信 即便我去找江胜利 同样也没有任何办法 其实 真正能够解决这件事的 还是禁言自己 朱国旭皱了一下眉头 雷欢喜忽然说道 朱总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小时候呢 仙女山里有蛇 但是并不出来伤人 可是 我们仙桃村的人 却总喜欢进山抓蛇 还可以换钱 一般的村民们 抓到了蛇 是直接打死 然后放到被楼里 拿到城里去 有一天 一个村民 抓到了一条毒蛇 同样打死了 放到被楼里去 回到家 他的手伸到了被楼里 可你猜怎么着 他被蛇给咬了 雷欢喜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些出神 那条蛇并没有死透 而且 是条剧毒的蛇 蛇越有毒 卖的价格越高 那时候 我们村子里穷 村民被蛇咬了 根本没有办法 得到有效的治疗 没过几个小时 他就死了 至于那条毒蛇 也死了 像这样的事情 每年我们村子里 都要发生一两起 后来 大家都不去抓蛇了 自然也就没有人 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了 朱国旭很快就明白了 雷欢喜想要告诉自己什么 江胜利就是那条毒蛇 非常毒 很值钱 而自己的儿子 朱进炎 就是捕蛇的村民 江胜利的确受了很重的伤 但却并没有死透 依旧还有还击的余地 所以 还击 很快就暴风骤雨 一样的到来了 而自己的儿子呢 却根本没有做好 迎接这暴风骤雨的准备 而这个故事 还有另外的一层含义 雷欢喜很明确地告诉自己 他是不会插手这件事情的 朱总 既然你都已经来我这里了 有些话 我也必须要告诉你了 雷欢喜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 江胜利是一条毒蛇 朱进炎又何尝不是一条毒蛇呢 我好几次都被他狠狠地咬了一口 有一次差点就死了 还好我命大活了下来 可我再傻 我不去捕蛇 但也不会救毒蛇了 朱国旭默然 雷欢喜即便能够帮忙 也不会再帮忙了 他对朱进炎早就已经死心了 如果不是因为安妮的原因 也许他现在 甚至都会跟江胜利 联手来对付朱进炎了 事情根本就没有逆转的可能 永远没有 怎么会变成这样 怎么会变成这样 此时此刻的朱国旭 看起来好像老了不少 在那里 难难地重复着这句话 我们本该是一家人 才对 怎么会弄成这样 怎么会弄成这样 其实这个时候的雷欢喜 几次都想告诉朱国旭 钻石联盟 已经成功地解决了江胜利 和他的西海集团 而下一个目标 就会是军城集团了 尤其是朱国旭 有一个看起来聪明 但其实 蠢笨无比的儿子 他不但无法 帮到朱国旭的任何忙 反而还会成为 朱国旭最大的累赘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 成为钻石联盟的帮凶 但是 欢喜哥究竟 也没有说出这样的话来 没有谁能够阻挡钻石联盟 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攻势 在他们面前 自己无非就是一块 小的不能再小的 一块小石子 他们轻轻地挥一挥手 就能把自己给扫掉了 而且 从目前看来 钻石联盟 还跟自己 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关系 钻石不会动到自己 所以 在这样的时候 还是让军城集团 这棵大树 帮自己遮挡一下吧 暴风雨 就要来了吗 朱国旭 抬头看了一下 变得有些阴沉的天 我总有一些 不太好的感觉 军城集团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红珊瑚资本 在解决了西海集团之后 也许下一个目标 就是我的军城集团了 这些国际金融大鳄 一旦血盆大口伤开了 他们不持得心满意足 是绝对不会满意的 朱国旭 朱国旭到底比自己的儿子更加的锐智 也更加的有经验 他已经提前预知到了危机的逼近 而不像朱进言那样 至始至终 都把红珊瑚资本 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不过 他还是无法知道 红珊瑚资本 虽然是一只大鳄 但无非也就是马前卒而已 一只更大的史前巨鳄 才是一切真正的诸事 算了 锦言的事情 还是我自己去解决吧 朱国旭笑了一下 欢喜 我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 是好好地对待安妮 安妮是我的宝贝女儿 而且她很喜欢你 早点准备好聘礼 明白吗 我保证 雷欢喜做出了最郑重的承诺 不管我是贫穷还是富裕 我都会把最好的留给安妮 她如果有一天成为了我的妻子 我会好好地待她 我保证 不会让她受到一丁点委屈的 谢谢 谢谢 朱国旭很快提出了 自己的第二个要求 虽然你跟锦言之间有问题 但我不希望你和朱家成为敌人 毕竟 我是安妮的父亲 也是你未来的老丈人 我们终究 我们终究还是一家人 这次 轮到雷欢喜 沉默了一会儿 才说道 朱总 你在我心里 一直都是非常值得我尊敬的人 我将来会跟安妮 孝顺你们的 你们需要什么 只要我有 我都会给你们 但是 其他方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也无法 做出任何承诺 这也是雷欢喜 唯一能够答应的了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第1355章 三个老总一起出场了 云东市秋交会 开幕在即 来自全国各地的展商们 早已经布置好了 自己在展厅里的展台 至于那个后来新天家的展台 据说 是那个奥运冠军 雷欢喜的 方寸公司的展台 也没有见他们怎么样布置 就是简简单单的 放了两张桌子 就算了事 其实 仔细想想 也是这样 雷欢喜 虽然是奥运冠军 世界纪录保持者 但这里 可不是什么 拥到赛道 这里 比拼的是实力 小小的方寸公司 怎么跟那么多的 大厂家竞争呢 尤其是在国品 及副食品的展区 最中央 最大 最好的那个位置 是全国最大的 国品经营公司 狼锋国 也有限公司的 听说他们这次 可是赤巨子 请来了不少的 模特和歌手 来助阵 欢喜哥 你到底想到 什么办法没有啊 正所谓 皇帝不及 急死太监 安妮都快被急死了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呀 再看看咱们这里 你看看咱们这里 谁会关注我们呢 我是没有办法了 唉 欢喜哥叹了一口气 我们又没有别人 那么有钱 你看看我们的展台 就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 怎么弄啊 算了算了 随便了 就这么随便的弄弄 也就算了 啊 这是你欢喜哥说的话吗 你欢喜哥 可从来都是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认输的人呢 今天这是怎么了 受什么刺激了 莫胖子眼珠乱转 你信欢喜哥会认输 鬼才信 但问题是 这样的局面 应该怎么扭转呢 莫胖子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到 而且 最近几天 欢喜哥 根本就是一副 无所事事的模样 整天逛来逛去的 有的时候 会躲在办公室里 打上几个电话 根本没有看他 做任何的正事 要说有杀手锏 至少现在 也该部署起来了 反正莫胖子 觉得自己的智商 完全跟不上 欢喜哥的节奏了 雷总 莫总 这个时候 全国国品 及副食品行业 联合会的会长 韩宝云 带着几个人出现了 朝着方寸公司的展台 看了看 雷总的展台 就这么简单呢 可不是吗 欢喜哥两手一摊 我又不像大老板 那么有钱 展台的位置又差又小 能有什么办法 就这么凑刻着吧 到时候 随便签个三四张单子 就算是万幸了 安妮不光是要 被这家伙急死 还要被这家伙给气死了 欢喜哥曾经跟他说过 韩宝云的事 现在怎么能够那么丢面子呢 哪怕不行 起码也要表现出一点气概来呀 韩宝云笑了笑 雷总真会说笑话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锦龙公司的邱总 这位是米总 都是咱们一个行业的 这位 必须要向你郑重地介绍一下 狼风果业有限公司的 陶自明陶总 狼风果业 是全国最大的果业公司 国内绝大部分的果品 以及副食品新品的专利权 都在他们的手上 众位 这位就是房寸公司的 雷欢喜雷总 雷总 你好 各位老总好 锦龙公司的邱总笑着说道 雷总这里的环境 的确是简陋了点 但是 我们有句老话说得好啊 酒香不怕巷子深 只要东西好 不怕没有人替你吆喝 再说了 雷总可是大名鼎鼎的奥运冠军 有你的招牌在这里 就可以了 那个米总 开口说道 这个呀 我看就未必了 雷总的名气 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 但也那仅仅是 针对特定的市场而已 在这个秋交会 一切还是要以实力来说话的 像我们陶总 为了这次的秋交会 可是一掷千金呢 听说把大哥星 葛诗言也给请来了 陶自明 淡淡的一笑 说道 哈 米总的消息 是真灵通啊 一百万 请葛诗言 来唱两首歌 站个台 也算是帮我们打打气势吧 葛诗言是国内 最近两年 新走红的歌星 虽然还没有 寄身到一线巨星的地步 可身价也是一路看涨 对外报价是一百万 其实五十万 也可以成交了 安妮和墨胖子 面面相去 就办个展销会 你看看人家 一掷千金 把葛诗言也给请来了 再看看欢喜哥 那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都产生了一种 想痛扁欢喜哥一顿的想法 陶总不得了啊 欢喜哥一束大拇指 反正 我是绝对比不上的 各位老总 我以前呢 就在仙桃村 卖卖水蜜桃 现在 忽然要我来参加 这么大的展销会 那不是刘姥姥 进了大观园吗 几位老总相视一笑 不管怎么说 这个雷欢喜 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陶自明很快地收起笑容 听说雷总开发出了 不少的新品种 对 是有这么回事 雷欢喜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陶自明的眉头皱了一下 这个我就不是特别地理解了 要说到副食品 完全有这个可能 在国内平均每天 都会十个以上的新品种诞生 但水果恐怕就不那么容易吧 很多专业的团队 穷一生之力 能够开发出一个新品种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雷总那里 居然有不少的新品种 给研究出来了 不光是他 邱总和米总 也是一点的不以为然 在他们看来 这无非是在那里胡乱吹牛而已 国内有些所谓的研究团队 是这么做的 把两种大致相近的水果品种 进行一下嫁接 等个三五年的 有成品诞生了 就对外宣布新品种问世了 其实 无论是在外形上 还是在口感上 都跟之前的样品差不多 但只要进行一些技巧性的包装 市场上还是比较愿意接纳的 一些水果超市 也愿意接纳这样的噱头 在他们看来 雷欢喜用的 无非也是同样的手法而已 我运气好 运气好 雷欢喜那可是满脸的谦虚 我碰巧 开发出了一些新的水果品种 而且 我碰巧 还聘请到了一个这方面的天才 哦 天才 哪位啊 陶自明立刻问了一声 国内的那些专业开发团队和专家 他基本上可都认识 任大福 任大福 对 任大福 欢喜哥一说出这个名字 韩宝云和三个老总 都是面面相去 国内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号人物啊 从哪冒出来的 雷欢喜 这是说真的 还是在那里吹牛啊 任大福 是我从大山里请出来的 亲爱的听友朋友们 我是波书人郭瑞 周一到周六 晚上八点 我在喜马拉雅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们可以通过关注来到我直播间 也可以搜索波书人郭瑞 或者搜索我的ID 16507798来到我的直播间 欢迎大家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那点失声笑了出来 韩宝云到底是个会长 憋住了笑 说道 雷总真会开玩笑呀 一个新的水果品种的研发 是需要经过长期的栽培 克服无数的困难 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改进 才能够诞生的 大山里 你的那个天才 在大山里什么都没有 就能够研发出来了 陶自明也笑着说道 哈哈 雷总是在跟我们说笑话呢 雷总跟我们说笑话 如果一个大山里的 随随便便 就能够研究出新的水果品种的 那还要那么多的专家做什么呀 我看他们全都可以下岗 到大山里 去给那个天才 当学生了 你们说的 好像很有道理 欢喜哥在那里抓着脑袋 可是 可是他真的是我从大山里 请出来的呀 得了 别说你那个所谓的天才人大福了 看你 也就是个傻不愣愣的图老帽 陶自明要不是听说 这个叫雷欢喜的家伙 跟凤书记 以及娄书记的关系不错 再加上韩会长的面子 都懒得在这里 跟这个叫雷欢喜的图老帽 多说什么 算了 也不跟他解释了 还是先说正事吧 陶自明说道 雷总啊 关于这个水果新品种的讨论 我们暂时呢 可以搁置一下 今天来 是有其他的一些事情 要跟你商量一下 韩会长上次 向你发出了入会邀请 但听说被你拒绝了 雷总 你可能不是太了解 我们这个行业协会的重要性 这样吧 我们三个当你的推荐人 让你当行业协会的观察会员 怎么样 在全国国品 及副食品行业联合会中 有这么一条特别规定 如果有三个A级会员 同时推荐一个单位 那么该单位 可以自动成为观察会员 而不用缴纳任何会费 只要遵循行业协会的规定就可以了 一年之后 可以转为正式会员 陶自明 邱总和米总 是这个行业协会的A级会员 也是理事会的成员 由他们三个出面 联合推荐 也算是给足了雷欢喜面子了 这也是韩宝云 特别示意这么做的 啊 这样啊 太谢谢了 太谢谢了 雷欢喜一叠声地道谢 随即又傻兮兮地问了一句 那我的方寸公司 成为了那个观察会员 是不是我们的技术资料 也要上缴啊 这一点是肯定的 韩宝云微笑着说道 但是有三个A级会员 尤其是三个理事会的成员 共同推荐 请相信我 雷总 将来方寸公司在全国 不管是哪个市场 都可以迅速地第一时间 打开市场 哦 听着蛮不错的 雷欢喜又习惯性地 抓了抓脑袋 可是 技术创新 是任何一家公司的核心生命力 陶总的公司拥有那么多的专利 也全部都上缴了吗 我这个人小气 而且心眼特别的小 我千辛万苦弄出来的新品种 说没有就没有了 上缴 将来专利权算谁的 算我的 还是算行业协会的 这当中的关系 似乎有些复杂吧 韩宝云皱了一下眉头 行业协会会帮你申请专利权的 哎 还是别了 雷欢喜一下子就打断了韩宝云的话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最放心了 韩会长 陶总 邱总 米总 谢谢你们的好意 我还是觉得我不太适合你们的行业协会 陶自明和邱总 米总的脸色变了 三个行业内的大佬联合帮你推荐 你居然还拒绝了 这不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在啪啪地打脸吗 雷总 你要考虑好后果 陶自明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说话也不那么客气了 你三番两次地拒绝我们的好意 这等于是在整个行业作对 将来无论你到哪个城市 想要开发市场 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你威胁我呀 傻不愣愣的模样 一下子就从雷环喜的脸上 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还真不相信 你们就能代表全国各地 那么多的果农和经销商了 我也还真不相信 离开了你们 我就寸步难行了 怎么着 你们还想强逼着我入会呀 你们是行业协会 还是黑社会呀 陶自明被气得一时间都说不出话来了 安妮和莫胖子同时笑了 开什么玩笑 欢喜哥虽然整天吊儿郎当的 可是最不喜欢别人威胁他 他宁可碰个头破血流 也绝对不会在威胁面前低头的 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底线 那么这就是欢喜哥的底线 一条不可触碰的底线 眼瞅着气氛变得剑拔弩张起来 韩宝云急忙打起了圆场 大家都有各自的出发点 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同的 好了 都别争论了 虽然雷总暂时还不想入会 那咱们也不用再勉强他了 雷总 祝你展销会能够办得成功 我们还有事 就先告辞了 韩会长 几位老总 慢走 欢喜哥 你真牛 什么人都不怕 等到他们走了 安妮一束大拇指 这才像是我的男人 我的安妮大小姐 你先别那么花痴了好不好 在安妮几乎要杀人的目光中 莫胖子急忙扭转了眼神 欢喜哥 咱们这可算是把这个什么什么 行业协会给彻底的得罪了 将来估计在这个市场上 不太好混了 怕什么 欢喜哥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反正这个水果行业 目前也不是我们的主业 真的不行了 我们大不了还是在云冬混 暂时不进外地就是了 在云冬 他们还能把我们给吃了 再说了 我们都经历过那么多事了 比他们凶的多着呢 真要是把我给惹急了 我也去弄一个一样的行业协会 跟他们对着干 你倒说的简单 莫胖子嘟囔一句 是啊 要成立一个相同的行业协会 哪有这么简单 其中不知道有多复杂呢 韩宝云那么精明强干的女人 都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 雷欢喜 其实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真要让她成立一个相同的行业协会 以她懒散的个性来说 绝对不会有这个心思和精力来打理的 她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不愿意认输而已 至于以后的事情 还是放到以后再说吧 本章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